江南市、萧然中等学院。操场上,所有人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满头大汗,却依然抬起头,眯着眼看向教学楼顶。又是林峰。这个月都第六回了吧?是啊,最近升学压力太重了,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别说话了,院长他们来了。人群后方,一个肥胖秃头的中年人紧急赶到,用扩音器朝楼顶上喊。林峰同学,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先下来行不行?不行。你们今天必须要答应我。 林峰朝着下面吼道,取消周末上课制度,我们要休息。院长苦口婆心劝说道,林峰同学,你们大考在即,老师们也是为你们好。放屁,你们嘴上虽然这样说,其实就是想保住你们的升学率。林峰怒道,再这样逼我们,人都要疯了,怎么可能考上本课?底下老师们一筹莫展。要不请正老出来?一名老师问道。不行。院长直接否决道,上面那个是林峰原本借力等级已经到了1。 6.有上本课的希望。结果上次正老出手莫轻莫重,把他借力打回到了1。5.足足少了0。1。院长说得对,咱们这届能上本课的学生本来就不多。要是折一个在这,升学率怕是又要降了。院长叹了一口气。要是放在十几年前,一个借力1。5的学生算什么,他肯定果断出动坐镇学院的强者,强行把林峰带下来。 现在一届比一届差,就怕强来,到时候影响学院升学率,就完蛋了。 林峰同学,你看这样行不行?院长喊道,我批准你们周日休息,但周六还是要来学院里上课。 不行,我们要双休日。林峰也喊道,另外,换个食堂老板。 一天天的菜里油都磨几滴,打菜大妈手还乱抖。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那家伙是你小舅子。院长脸色特别难看。 这林峰相当于给他公开处行了。院长硬着头皮喊道,林峰同学,你先下来。 你的要求,我们一定都会满足。 我不信。林峰吼道,除非你们立字句,院长差点被林峰气炸了废。 院长,没办法了,要是他真跳下来,咱们学院责任可就大了。 对,还是请正老出来吧。 只要正老出马,这小子肯定乖乖下来了。 就在不少老师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头戴贝雷帽,脸上有三道争獰伤疤的老人,走到了他们边上。 你们是在叫我? 谁叫你了?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院长不耐烦摆摆手。 莫抗,我们现在忙着吗? 你来。等院长看清楚说话那人时,脸色骤变,连忙改口道。 正老,您,怎么来了? 郑宏基,可是军队里退下来的老兵,现在驻守在萧然中等学院,就连院长都怕他三分里面吵着我睡觉了。 郑宏基低沉道,这上面的臭小子,又是林峰。 是。 院长挠挠头,他不想把正老牵扯入内,因为正老一旦出手,学生肯定要受伤。 这小子这个月第六次闹事了,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郑宏基气愤上前,诸多老师见状连忙抓住他的手臂,双腿。 使不得呀,正老,林峰还是个孩子,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他吧。 不少老师死死抱住郑宏基的四肢,但饶是如此,郑宏基竟然还能拖着这七八个人准备往前走。 这一股力量,根本不像是普通老头。 天台上的林峰看到郑宏基身影的那一刻,脸色顿时变了。 院长,你无耻。 你…… 你说好不找郑老的。 林峰连忙道,你赶紧答应我,立下字句。 不然,我就真的从这里跳下去了。 林峰。 郑宏基怒骂道,你小子有本事就跳,你看我今天收不收拾你。 郑老,是学校太过分了,我这是为萧然中等学院数千名学生争取应有的权利。 狗屁权利。 郑宏基喝道,你要是不听劝,就跳一个给我看看。 林峰气上心头,跳就跳。 你以为我不敢跳? 但他看了看这六层高的教学楼,还是不禁吞了一口唾沫。 自己借力之有意。 无,就比普通人强一些罢了。 现在要是跳下去,不死也得中伤。 可就在他想要退后一步的时候,他末才稳,脚下一滑。 林峰猛地瞪大双眼,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朝着天台外摔去。 不是吧? 我没想真跳啊。 林峰脸色大变。 底下的老师们更是惊呼。 林峰。 学生们都屏住了呼吸。 只有郑宏基,脸色如常。 林峰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急速下坠,眼前一幕幕闪现,如同人生跑马灯。 他曾是一名生物学科再读研究生,人都已经躺平了。 就想硕士毕业后进研究所混吃等死。 没想到一次研究不小心感染了致死病毒,醒来后就发现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他本以为重生到了高中时代,正想靠着自己多年学的高等知识对这群小年轻降为打击。 谁曾想这世界不重视文化课,反倒重视界力等级和战斗数值。 根据教科书记载,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未觉醒的小世界,只要界力等级达到一定数值,就能让其彻底觉醒。 凌峰对这个小世界很感兴趣,还曾立下了必定觉醒的誓言。 可没想到啊,出师未竭身先死。 在落地前,凌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 但下一秒,郑鸿基摆脱众人束缚,竟是一跃机米高,双手用力卸掉了凌峰下坠的力度。 然后他怒喝一声,跳楼,跳个屁,给老子回去。 怕凌峰只感到自己后背被猛烈一踹,然后身体被踢回了天台。 凌峰,他在天台上摔了个狗啃泥。 郑老一跃好几楼,竟是瞬间攀上屋顶,抓住了凌峰衣领。 凌峰趴在地上,扭头傻笑。 郑,郑老,有喝,还能说话? 看来我力度轻了,要不再补一脚。 别别别郑老,我错了。 凌峰苦笑道,他上次就被郑鸿基踢伤了身体,借力等级下降了0。 一,郑鸿基要是再来一脚,他估计得废。 各位,我已经跟院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你,凌峰,由我亲自教导。 按照校规,你小子这个月周末全部取消。 直到大考前,所有时间给我提升借力等级。 要是过不了本科线我就打死你。 凌峰神情骤变,但郑鸿基却是抓着他的衣领,几步从六楼月下。 众人都看待了,这就是郑老的实力。 听说他很早就开辟了体内小世界,不然怎么可能当我们学院的护道强者。 太厉害了,能够开辟小世界的起码也是四星界者。 咱们现在连一星界者都不是。 不少学生都看着这一幕,苦笑不已。 凌峰惨了,落在郑老手里,莫准借力等级还会再降。 那也是他自己做的。 你看同届的陈兴尧,宋子川,哪个不是老老实实在学习。 而且据说,宋子川的借力等级已经到了三。 六。 那才是我们学院今年的希望,凌峰算个啥。 我怎么觉得,凌峰说得好像没错,咱们假期太少了。 郑鸿基四世听到这话,转头恶狠狠地望向学生们。 学生们瞬间心虚,低下了头。 莫人敢跟郑老对视。 宋院长,这小子我就带走了。 院长连忙道。 郑老您自便就行。 就在郑鸿基跟院长们交谈的时候,凌峰却已经捡起了草坪上的阔音喇叭。 他今天哪怕被郑鸿基抓走,也绝对要改变这不公平的制度。 绝对。 同学们,你们都安静一下,听我说句话。 所有学生齐刷刷地看向凌峰。 就连院长和老师们也莫料到,凌峰竟然还敢当中作死。 院长皱起眉头,甚至有老师想要冲上前去抓住凌峰。 可下一秒,郑鸿基目光冷冽,右手猛地插进教学楼的墙壁。 他硬生生从里面抽出一块砖,冷冷看向凌峰。 听你说什么? 众人身躯颤抖,就连凌峰也呼吸急促起来。 他憋了很久,这才颤颤微微道。 半小时后,一叠厚厚的练习卷被甩在了凌峰眼前。 这是什么?凌峰猛了。 作业。 一天内完成,郑鸿基坐在沙发上,淡淡开口道。 郑老,你疯了吧这么多卷子? 凌峰没好气道。 而且,为什么你坐的是沙发? 我特魔智能坐板凳。 郑鸿基瞟了一眼凌峰,拿起地上的板砖。 你有意见? 凌峰乖巧道。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坐板凳,接地气。 郑鸿基冷哼一声。 听着,现在我问你答,让我看看,你这小子有多少基础。 先说说,你对小世界的看法。 凌峰叹了一口气,百无聊赖道。 小世界,是人类进化的阶梯,也是衡量强者力量的基础。 只有界力等级到了100,成为四星界者后,才有条件觉醒小世界。 其中界者阶段,主要完成觉醒小世界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身体素质达标,界力测试达标,性能力测试达标。 说到这里,凌峰脸色有些尴尬。 他不知道,为什么预备役的平定一定要性能力达标。 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是,性能力决定着小世界内生灵诞生的基础。 如果丧失性能力,体内小世界就不可能诞生生灵, 严重者可能连小世界都无法开辟。 所以,有些高手修炼到后期,才发现,自己性能力缺失, 根本无法突破那层境界,也无法让小世界演变出生灵来。 嗯,你说的知识教科书上的东西。 郑宏基淡淡问道,你可知道,我们人体中的戒是怎么来的吗? 不是神明赐下来的吗? 凌峰反问道,你家神明没事,给你体内安个小世界。 郑宏基瞪了凌峰一眼,别听网上的人瞎说。 戒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只要戒力等级达到一定数值,就能感应到体内的戒。 这就意味着,你就离觉醒不远了。 可郑老,要觉醒小世界,起码要四星戒者。 戒力等级,起码要过一百。 凌峰忧愿道,我努力训练,才让自己的戒力等级上涨了零。 一,然后还被某人一拳打回去了。 郑宏基瞬间眉头大皱。 你什么意思? 有话可以直接说。 凌峰张了张嘴,看着郑宏基手里的板砖,最后还是莫发声。 这郑宏基仗着自己是学院强者,就知道欺负他一个学生。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小子要是不做妖,也犯不着我这老骨头出手。 郑宏基哼哼道,也就送院长,他们能容忍你胡来。 换做十几年前,他们里都不带领你的。 凌峰忍不住问道,是因为这几届天才少。 不光是如此。 郑宏基叹了一口气,三十年前,蓝星内乱,五大势力争锋斗狠,强者死伤无数。 战争结束后,各大城市却突然出现各种空间裂缝,引动大量异兽进入我蓝星,人类被迫防守。 那一战,蓝星牺牲巨大,人类被迫退守各大都市,建立防御体系。 这种牺牲,让蓝星历史倒退五十年,大部分传承断代。 而近十年来,那些跨越灾难年代的强者们,一个个死去。 以至于到现在,地球92%的面积都被异兽占据。 看到我脸上三道伤疤了吗? 郑宏基指了指自己的脸,当年在战场上被一种叫做魔异鸟的异兽抓的。 被异兽抓的。 凌峰一愣,可是同学们都说您这是被猫挠的。 混账。 郑宏基怒骂道,谁造老子的谣。 你去告诉他们,要是被我发现,统统关禁闭。 凌峰善善收声。 眼前这老头子可是萧然中等学院的护道强者, 觉醒小世界级别的高手,若不是退休了,放在战场上也是一个好手。 郑宏基倾咳一声,看向凌峰。 你小子天赋不错,别因为乱来,把自己埋没掉了。 你看看人家陈兴尧,宋子川,哪个不是拼命学习,争取考上本科,甚至是一本。 给学院争光。 你再看看你,一个月闹事六回,满嘴顺口溜。 你想考研啊。 凌峰认真道。 如果可以,我是想的。 郑宏基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你想个屁。 研究生硬性标准,就是要觉醒体内小世界。 你借力等级才一。 五。 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凌峰无奈道。 郑老,有句话说得好。 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末期少年穷啊。 郑宏基道。 那加起来,也得六十年。 我都死了,看不到了。 凌峰。 凌峰跟郑宏基聊了一个小时左右。 郑宏基也算是清楚了,凌峰现在的底子。 用郑宏基的话来说就是。 很差。 甚至不入流。 考不上本课。 等死吧。 但离开之前,郑宏基还是从书柜里拿出了一块白色馒头状的玩意儿,丢给凌峰。 这是地曼时,对提高身体素质有点作用。 你把它放在身上感受一个月应该能把你纳铃。 一介力补回来。 别误会,我不是为了之前的事情,给你补偿。 我只是单纯觉得你可怜。 滚吧,小可怜虫。 别在这里暗眼。 郑宏基关上了他那办公室的门。 凌峰有些无语,他知道郑宏基这个老头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掂量了一下手里的白色馒头。 这好歹也是被觉醒强者收藏的玩意儿,最差也能卖个几万吧。 凌峰将其放进口袋,吹着口哨回到了教室里。 历史老师正在上课。 看到凌峰后,历史老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凌峰,回到位置上去。 好。 凌峰也莫说什么,坐在了教室窗边倒数第二个位置上。 这个世界跟他原来的世界差不多,但本质上有些东西。 不同了。 介力621年,也就是20年前,五大巅峰势力强者与异兽寿黄于归须一战,却是战败。 天下国长盛,月两位至强者陨落。 人类全体,退守大都市,建立庞大的防护体系。 这里的知识点,在于天下的长盛将军和月将军。 这两位是那个时代的英杰,也是考试的必考点。 这两位崛起于入侵时代,保护了数千万的天下人民,虽然生死,但精神永存。 学生们的目光里,都闪烁着崇拜和激动。 历史老师在黑板上写着资料,但凌峰的心思,却已经飘到了窗外。 放学后,他第一个跑出了学校。 他的家距离学校挺远的,需要坐地铁去城市的边缘地带。 威娥的城墙树立在那,城墙上方能看见高压电光。 那里每天都有士兵在守候,阻挡冲向城市的飞行异兽。 凌峰每天都能看见站在城墙上方的那些士兵,这个世界的他小时候,很是向往成为那样的人。 电梯停在了十一楼。 凌峰刚走出来,他就发现自己老妈正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进电梯。 两人有说有笑的。 凌峰大惊。 妈,这谁啊? 小孩子,别多问。 老妈瞪了他一眼,饭做好了,赶紧进来吃饭。 凌峰看了看自己老妈,又看了看电梯里戴墨镜的男人。 他直接跪了下来。 妈,爸对你不薄啊。 十几分钟后,凌峰老爸林长盛回到了家。 他看了一眼正在端菜的凌峰,笑道。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都会帮老妈忙了。 爸,这个是青菜。 凌峰道,你看它什么颜色的? 青菜还能有什么颜色的? 绿的呗。 林长盛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接坐了下来,忙了一天,累死我了。 而老妈顾凡月也从厨房里出来,端来了一盘青椒炒肉。 今天新馆里人很多。 不多,但是来了两个三星戒者。 林长盛拿起筷子,吃了点菜,给这两个家伙,进行了几次体能测试。 一个戒力97,一个95,距离四星戒者也不远了。 要是再进一步,可以开启体内小世界。 到时候,我们新馆也能多两位名誉教练。 顾凡月笑道。 那你岂不是就轻松多了? 林长盛也道。 那是,他们如果选择在我们新馆突破,新馆肯定要招揽他们的。 而林峰则是倾壳一声,问道。 爸,我有一个朋友。 他女朋友跟其他人在一起了。 但是他不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告诉他。 林长盛皱眉道。 这多简单,你暗示他呗。 林峰默默加了一块青椒,放在了林长盛的碗里。 爸,你多吃一些绿色蔬菜。 林长盛一愣。 他愕然看向顾凡月。 顾凡月默好气道。 老杨刚走,被这孩子撞见了。 老杨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到现在多么觉醒小事件呢? 林长盛倾壳一声,皱眉看向林峰。 你这孩子,一天天的不学好,就知道瞎想。 林峰挠挠头,他尴尬笑笑。 不是,刚才电梯门口那场景,他还真以为有事老杨又来干什么? 林长盛道,总不能是来找我们聊天的吧? 是关于圆圆和小枫升学的事情。 顾凡月道,他说他手里的名额已经被占满了,最多只能让圆圆去,小枫可能没办法进去。 所以他特地上门退了礼物,还有现金。 林峰脸色有些微妙。 他妹妹林渊当年考进了江南市第一中等学院,借力等级优秀,比他这个哥哥要强得多。 但林峰也莫想到,父母竟然会为了自己和妹妹升学的事情,给人送钱送礼。 什么叫名额已经满了? 林长盛听到这话,顿时直冒火气。 我是退下来了,不是死了。 杨平安现在连这样一个小忙都要打折扣。 你注意点,别在孩子面前说那些话。 顾凡月劝说道, 圆圆现在已经是一心戒者,戒力等级十八,很多名牌高等学院都抢着要他。 他甚至都不用大考就能被保送进去。 而小枫这边你也知道,戒力等级只有一。 六,本科都有些困难。 林峰插话道,其实是一。 五,刚被郑老打下来了零。 一,顾凡月顿时瞪了林峰一眼。 孩子他妈,小枫是我的孩子,莫准大气晚成吗? 林长盛道,现在的成绩不代表他以后的成绩,更不决定他的未来。 你别忘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连本科都没有考进。 我后来还不是,去新馆当教练了。 顾凡月淡淡道,不然。 林长盛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又没了底气。 小枫!顾凡月语重新长道,江南高等学院是国家611号文件指名的重点学院,那里入门都需要一新借者水准。 你现在的成绩。 的确差点,这也不怪你杨淑。 林峰却是蛮不在乎道。 没事,我文化课成绩还不错,到时候或许可以找个研究学院,毕业出来后直接进研究所。 爸妈你们就别担心我了。 父母都莫说什么,可林峰也看出了他们眼里的无奈。 这个时代,研究者的地位不是很高,起码没有戒者那么高。 可戒者死亡率也很吓人。 当个研究者安安稳稳在大后方过日子,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林峰上一世,就在研究所摸鱼,这一世自然也要去。 毕竟摸鱼一时爽,一直摸鱼一直爽。 林峰很快就回了房间。 对于他和妹妹凌元,林长盛和顾凡月培养的方式有很大差别。 可资源分配上,两人却是出其一致。 妹妹有的东西,他也有。 知识花在妹妹身上的钱,性价比可能是自己的十倍。 林峰叹息,他摸了摸口袋,拿出郑鸿基给自己的大白馒头。 这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 林峰准备上网查资料,可下一秒,那大白馒头竟然慢慢沉入了林峰掌心。 没了。 林峰。 卧槽,郑老给的好东西,怎么不见了。 林峰难以置信,他揉揉眼睛又摸了一遍口袋。 的确没了。 林峰茫然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 可下一秒,他的意识忽然沉入了一个空间之中。 这空间像是黑漆漆的宇宙,可宇宙中心有一团暗黑色的球体。 而那大白馒头,直接沉入了圆球里面。 一则文字浮现在了暗黑色圆球表面。 小世界,TX病毒感染。 属性。 5。 世界构建程度。 0。 天赋。 暂无。 这是。 林峰愣了一下。 他左看看,又看看,甚至想上前触摸。 可他却发现,这暗黑色球体,无法接近。 就像是有一层防护膜一般,隔绝了林峰的探查。 啥玩意儿,这是。 林峰有些无语。 但下一秒,这暗黑色的球体之中,浮现出了那个大白馒头的虚应。 在林峰发呆的时间里,这球体渐渐地将这大白馒头,消解成了无数碎线。 而林峰发现,那暗黑色圆球上的文字,有了变化。 地漫小世界,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构建程度。 50。 天赋。 地漫防御。 被动。 林峰瞬间回过神来。 他发现,自己的已经可以接近那暗黑色圆球了。 可透过这暗黑色圆球,他根本看不到里面,之前大白馒头的虚应,好像是假的。 还默等林峰反应过来,他的意识,瞬间被踢出这层空间,回归了他的身体。 林峰有点慌张,据说只有达到三星戒者的时候,才能感应到小世界。 可现在这暗黑色圆球,是个什么玩意儿? 林峰犹豫了一下,顿时走出房间,坐在了顾繁月的身边。 干嘛? 顾繁月皱起眉头,作业写完了。 技巧学完了? 还不快去。 妈。 我跟你说件事,挺重要的。 说呗。 顾繁月彻底傻了。 什么玩意儿,就长了得留。 他摸了摸林峰的额头,不由难难道。 没发烧啊。 妈,我莫病。 没病怎么说胡话呢? 顾繁月摆摆手。 去,没事别来打扰,我们看电视。 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个科学家的死讯。 这个名叫江义的科学家,据说是研究易兽的国家级学者,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研究所里。 紧接着,电视画面上, 出现了一头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白色异兽。 这种异兽有点像穿山甲,但比穿山甲大数百倍,光是身高就有四米多。 更让林峰觉得眼熟的是,这些白色异兽身上的鳞片很像郑鸿基给的大白馒头。 编号199的地曼兽。 他们竟然养了这么多。 林长盛有些吃惊。 地曼兽。 林峰呼吸一致,他忽然想起了刚才那颗暗黑色圆球里显现出来的文字。 天赋。 地曼防御。 被动。 爸,这地曼兽有什么能力吗? 林峰试探问道能力。 也不算什么能力,就是皮厚肉硬,抗揍。 林长盛笑道,我当年也跟他们交过手,不太好对付。 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些知识得等你上大学了,才会教你。 没,没事。 林峰眼神有些慌弯。 他心里在嘀咕,难道郑鸿基给的就是这些地曼兽的鳞片? 而他因为吸收了鳞片,意外得到了地曼兽的能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脑海中的圆球又是什么? 小世界。 不,小世界都觉醒在丹田里,哪有觉醒在脑海里的? 他握了握自己的双手,发现力量似乎上升了一些。 但没有检测借力等级用的仪器,林峰也不清楚自己借力等级有没有变化。 这个时候,林长盛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我是林长盛。 什么? 小赵突破四星了? 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就把大核材料送过去。 林长盛很是惊讶。 他连忙起身,示意顾繁月去把房间里的文件拿过来。 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带着老婆过来看看。 林长盛挂掉电话,直接对林峰道。 小峰,新管里有个叔叔突破四星戒者了。 你老妈和我现在得过去。 今天圆圆那边晚自习结束,你去接一下他。 说着,林长盛就丢给了林峰十块钱。 这是兄妹两个坐地铁的费用。 爸,这还缺不少呢? 林峰无语,老爸竟然连车费都可扣啊。 你上次说学校要交资料费的时候,不是探了一百块。 林长盛瞪了他一眼,别以为我不知道。 林峰顿时语色。 好家伙,不愧是轻霸。 明明知道却莫直说,原来是在这等着他呢。 但林峰也有后招。 爸,但是资料费就两百,你不是跟妈说了五百? 听到这话,林长盛直接捂住了林峰的嘴巴,又警惕地看了卧室一眼。 他压低声音道,别废话,我赚两百,你赚一百。 你要是不同意,咱们一拍两散。 听明白就眨眨眼。 林峰眨眨眨眼。 回家给你妹妹买点零食,别露馅了。 林长盛道,我们可能会晚点回来。 到时候,你们自己先睡。 很快,林长盛带着顾帆月急急忙忙出了门。 林峰则是在窗边看着家里那辆破车驶出小区后,便叹了一口气。 锁了家门,也准备出发了。 妹妹林源,就读的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这是江南市最好的学院,没有之一。 相比之下,她所在的萧然中等学院,就差很多了。 按照前世的评价,大概就是省内顶尖的学院和市级底层普通学院的区别。 但现在已经没有省的说法了。 入侵时代之后,天下国就剩下了23个特大城市。 其余所有地区都被异兽所侵占,人类被迫防御。 天下国每年都会死很多的戒者。 就连地铁站里,也随处可见保卫家园的红色横幅。 林峰坐着地铁,来到了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门口,说是晚自习。 其实就是学校在晚饭后的集训,通过各种体能训练,让学生们抓紧时间增加借力等级。 本科县是借力等级3,文化课达到A级就行。 重本线就要难很多了,借力等级的上8,文化课也要到达S级评分。 但江南第一中学的学生,基本都能上这重本线。 林峰就差不少,他的借力等级不过1。 5.但好在文化课的评分是最顶级的SSS,大考时可以通过文化课报研究专业。 这也算是一种特长生了。 一到江南第一中学的操场上,林峰就看到了一些专门用来测试精确数值的大型机器。 放在跑道上的机械门,可以用来测试瞬间爆发速度。 而放在操场中央类似推进器的,则可以测试权力数值。 借力等级1的标准是,100公斤的瞬间爆发权力和8米每秒的瞬间爆发速度。 林峰的借力等级是1。 5.这是根据他125公斤的瞬间爆发权力和9。 8米每秒的瞬间爆发速度得出的。 1.25的权力等级成1。 1.225的速度等级003第一。 53125的借力等级。 取小数点后一位,级1。 5。 这大概相当于比普通人略强一些的身体素质。 操场上,一大堆参加晚自习训练的学生正在休息。 这个时候,一道倩影出现在了操场上。 他穿着一套运动服,褐色的中短发被扎了马尾。 常年训练,皮肤雀衣就如凝质般剔透,五官端正而精致。 看起来文静却有十足的活力。 快看,是灵源。 每次看都觉得他好漂亮。 他今天也要测试吗? 毕竟灵精大考了,要是能突破到借力等级20,估计就能稳住保送名额了。 他不光长得好看,听说文化课评级还是SS,能力测试更是碾压其他人。 好羡慕,这就是大佬吗? 听到边上男生女生的议论,林峰有些无奈。 这就是他的妹妹。 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知识中等学院学生却已经拿到了不少国家比赛的大奖。 这学院里爱慕他的人很多,男女都有。 林峰坐在了操场的看台上,等着灵源测试结束。 随着老师打响发令枪,灵源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他经过了几个机械门,上面的数据板立刻显示出了数据。 20,81米每秒。 老师报道,这个数据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惊呼声。 我的天,他前天测试巅峰速度,才刚刚突破20吧。 现在竟然有20。 811了。 这借力等级,不是又上涨了一个等级。 我记得他之前的全力测试数据是742。 3公斤,借力等级约等于18。 6,现在我算算。 竟然有19。 3了。 众人羡慕极了。 在他们眼中,灵源就仿佛是天花板的存在。 灵源,恭喜你。 就连测试的老师也走过来,抱喜到灵源礼貌一笑。 可惜了,莫能直接突破21米每秒。 没关系,等你明天全力测试也过了,借力等级应该能够上20。 哈哈,咱们这些上借力等级20的学生还没几个。 你要是能上,基本就能保送进江南高等学院。 谢谢老师。 灵源甜甜笑着。 这笑容,醉倒了不少谜底谜妹妹。 灵风看着数据板上的成绩,彻底傻了。 不是吧? 又突破了。 这突破,怎么跟喝水,吃饭一样简单? 灵风现在怀疑,重生后,老天把外挂送错了人。 照理来说,应该给自己才对啊。 怎么到亲妹妹身上去了? 他这个老个,还卡在一。 五介力等级动弹不得,亲妹妹却是要20往上走了。 灵风正沉浸在郁闷当中,耳边响起了一道声音。 灵风转头,边上的学生在听有声小说。 而且,耳机还漏音。 好家伙,灵风差点就以为自己要绝地翻身了。 没有外挂,灵风只能靠自己。 仿佛感受到灵风的目光,那家伙凑了过来,敲声问道。 兄弟,你也来看灵源的。 灵风一愣。 你怎么知道? 这还用问。 这看台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来看灵源的。 那家伙笑呵呵道,你看,站在跑道边上拿花的是灵一平,他家挺有钱的。 而且,他一直在追灵源,借力等级12。 一一,左边穿着黑色外套的是顾炎,家里长辈是江南市的高手,他借力等级14。 二,比灵一平还高。 还有那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小鬼,叫宁晨轩,比灵源低一个年纪,但也混进了这群人里面,一直黏着灵源。 借力等级11。 六,算是个好苗子。 灵风这才反应过来,看向身边这人。 少年脸,估计不会超过15岁。 戴着头套式耳机,耳机漏音严重。 模样看起来,像是个初等学院学生。 可灵风注意到他眉心有一道闪电般的痕迹,而且眼神始终很平静。 平静得,有点像年木的老人。 灵风问道。 那你呢? 你也是来看灵源的? 当然。 这少年自嘲笑道。 美女吗? 男人都喜欢看。 等会儿,我还想去要个联系方式,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灵风顿时警惕起来。 这家伙,不会是惦记上自己妹妹了吧? 他才多大呀。 灵风试探问道。 你来这里看他,多久了? 多久了? 好像也有段时间了。 我还天天记录他的身体数据。 少年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灵风注意到,这小本本的封面上,写着歪七扭八两个大字。 好像是江义。 跟之前死去的国家级学者同名。 灵风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叫做江义的少年,就把小本本给灵风展示。 你看,除了权力数据和速度,还有他的身高,三维。 看到三维的数据,灵风眼里瞬间冒火。 好家伙,这个姓江的小鬼,是个变态啊,还没等。 少年说完,灵风忍不住一个巴掌打在他后脑勺上。 这巴掌来得突兀,把江义都打猛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你? 灵风二话不说,抄起自己的背包,狠狠砸向江义。 他借力等级虽然不高,但打一个初等学院学生应该没问题。 江义迅速后撤,冷声喝道。 你别过来。 灵风直接上前一步。 我就过来。 你能怎么样? 江义神情慌张,迅速退后一步。 灵风上前两步,江义退后两步。 灵风猛地上前三步,江义拔腿就跑。 灵风在后面玩命地追。 这小子绝对是个变态。 竟然拿小本本记录灵渊的身体数据。 今天要是让这个变态跑了,他还怎么当哥哥? 救命啊,打人了。 这两人一前一后,竟是跑到了操场上。 灵风有些丢脸,自己竟然抓不住这家伙,因为速度不够快。 这家伙的借力等级恐怕也不低。 两人的追逐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乃里来的俩菜鸟,速度这么慢还在操场上跑。 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吧? 看这个速度,借力等级姑既知有一杠二。 哈哈,笑死人了。 让保安把他们抓出去吧。 看台上和操场上的学生们都在分分议论。 就连等灵元的那机名男生也吃笑不已,把灵风两人当成笑料。 可灵元看到两人后,愣了一下。 哥,这个字让所有人都正着了,都看向灵元。 哥,这个速度其慢的家伙,是灵元的哥哥。 灵元连忙喊道,哥你在干什么呀? 灵风边追边扭头道。 元元,这家伙是个变态,他跟踪你不说,还记录你的三围。 对,听到这话,那些男生都对视了一眼。 灵一平第一个反应过来,立马冲了出去。 他吼道,大舅哥,我来帮你。 其他人也陡然反应过来。 大舅哥,我也来了。 你等着我大舅哥。 不能让这个变态跑了。 正在追人的灵风此刻一回头,一大群人都喊着大舅哥朝着自己追来。 卧槽。 灵风傻眼了。 他这一时间竟然多了这么多媚妇。 而且,这人群里怎么还有女生在追着他喊大舅哥。 离离远上谱啊。 前面逃跑的江义也妈了。 他本以为就灵风这个速度,很难追上自己。 但没想到灵源一句话,捅了马蜂窝。 我不是变态,救命。 江义哀嚎着,但一群人已经爆发速度追赶上来。 他们其中,借力等级最高的灵一平,借力等级十二。 一,边风速度能达到十七米每秒。 这速度,几乎快要赶上灵风的两倍了。 很快,他就已经跟灵风并驾齐驱。 大舅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灵一平。 家里是做药物生意的,这是我的名片。 灵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怎么都默想到, 这个灵一平竟然还想跟自己套近乎顾。 灵一平疑惑。 顾?顾什么? 灵风呼吸急促,怒道。 滚。 还默等灵一平反应过来,前面的江义已经逃到了操场边缘。 前面没路了。 你们别逼我。 江义也跑得气喘郁郁,但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手电筒样子的玩意儿。 小子,跟我回去道歉。 灵一平当即准备抓人去向灵园邀功。 但谁也默想到,将一手电筒模样的东西突然爆发出一阵光芒。 哄。 灵一平就像是胸口被大锤砸了一下,直接倒飞出去,摔在了草坪里。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傻了。 就连原本打算看戏的老师,也瞬间猛逼。 什么情况? 微型电磁炮。 一个眼尖的老师直接认了出来,脸色大变。 那是管制武器,怎么会出现在这? 快,抓住它。 他们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连忙利和道。 但这个时候想冲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江义再次按动手里的武器,光芒直接轰在了凌峰身上。 凌峰连躲的机会都没有。 哥。 凌员脸色大变,能让林一平都倒飞出去十几米的武器。 要是轰在凌峰身上,恐怕凌峰别想参加今年的大考了。 凌峰此刻也莫反应过来。 众人下意识退后。 但下一秒,什么也莫发生。 嗯。 凌峰一愣,他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屁事没有。 什么? 就连江义都呆在了原地。 这不可能。 江义慌忙之中,正想继续使用武器, 但却是被学校老师一个剑步上前,直接抓住了手臂。 江南第一中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开了小世界的强者。 速度和力量不是普通人能够比较的。 同学,这东西可不能乱用。 你跟我来一趟,把事情说清楚。 王老师,我提议把这个变态交给警察。 让他在里面待两天就老实了。 王老师看了一眼提出建议的学生,他与众心肠道。 错若能改,善莫大焉。 他是有错,好好教育就可以,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哎,你别跑啊。 王老师怎么都默想到,江义竟然能在他眼皮底下脱掉外套,准备仓皇翻墙逃离。 可是还默等王老师动手,众人就发现,江义的个子不够高,虽然抓住了墙壁顶部边缘,可压根翻不上去。 江义跟一只蛤蟆一样,在墙下上蹿下跳,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小子这么菜,怎么有胆子跑的? 王老师看看不下去了,不由上前道。 同学,要我帮你一下吗? 众人哄堂大笑。 江义憋红了脸,看了看四周,他有些窒息。 操场里里外外都被看热闹的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一心借者。 王老师教育道。 孩子,收手吧。 这里都是我们的人,你已经被包围了。 放屁是我一个人包围你们。 江义嘴硬道,放我走。 今天这件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放是不可能放的,等你家长来了再说。 王老师这回聪明了,直接抓住了江义的肩膀,防止他再次逃离。 很快,学校其他老师赶来,一起带走了江义。 江义没有反抗,但是被抓走的那一刻,他竟然透过人群看向了林峰。 他的眼中充满了古怪。 按照常理,林峰根本不可能挡住刚才那一炮,除非微型电磁炮没电了。 也只有这个解释,能证明林峰安然无恙的合理性。 江义只能叹息自己的倒霉。 另一边,林元急急忙忙赶来。 哥,你没事吧? 没事。 林峰拍拍自己的衣服,笑道。 那小子的手电筒估计是倒板的,打在我身上跟挠痒痒似的。 众人脸色古怪。 刚才被电磁炮轰了一记的林一平,已经昏迷过去,被送到校医务室了。 怎么可能是倒板的? 但谁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此刻的林峰会活蹦乱跳。 林元确定哥哥没事后,也松了一口气。 一旁的学生们都朝着林峰投来羡慕的目光。 一个男生道。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妹妹,简直烧高香了。 边上女生鼻一开口。 你就白日做梦吧。 你和林元都是两个画风。 她高清8K,你像是脸上打了个马赛克似的。 她歌倒是尝得不错,是我的菜,就是太弱了。 四周的学生们议论纷纷,不管男女都看向了这对兄妹。 林元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受欢迎。 为人大方,和善,关键是漂亮,能力强。 她几乎没有缺点,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林峰看着妹妹的样子欲言又止,只能道。 爸妈有急事出去了,我来接你。 咱们回去吧。 好。 林元乖巧地点了点头。 有几个男生想上来递名片,结交林峰。 林峰一一收下,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出来,就带着林元慌张地离开学校,坐上了回家的地铁。 她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因为就连路人的目光都时不时往他们这里看。 前世的妹妹也是这样引人注目,但好像重生后更夸张了一些。 林峰不畏所动,因为只有她知道自己妹妹到底是个什么德行。 果不其然。 一到家,林元瞬间被打回原形。 林峰紧紧之事去洗个手的时间,客厅里就堆满了零食、饮料和游戏。 这是爸妈藏起来的,目的是不让林元吃太多。 没想到,林元全部找到,都拿了出来。 看到林峰来了,林元立刻把所有零食、饮料和游戏都抱在了怀里。 我的。 她盯着林峰,生怕她抢。 林峰叹息,自己这个妹妹在外面和家里判若两人。 外面的林元大方,得体,善解人意。 家里的林元护食,财米,贪吃,一言难尽。 见林峰不说话,林元笑眯眯道。 哥,我看中的角色皮肤在打折,原价三百八,现在这要两百块利省一百多呢。 林峰警惕起来,面无表情道。 不买力省两百。 林元当莫听道,直接手一摊。 我手上就一百五,还差五十块,就能买这皮肤了,借我五十。 没钱。 胡说。 你上次跟爸妈撒谎说交资料费,坑了他们一百。 怎么可能莫钱? 林峰大惊。 你怎么知道的? 林元嬉戏一笑。 你猜我这一百五,是从哪里弄来的? 林峰一愣,他顿时心疼起林长盛起来。 老爸搞点私房钱,实在是不容易啊。 林峰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拿出来五十块。 父子俩机关算尽,最后还是便宜了林元,可太悲哀了。 林元喜自知地收下五十,道。 我这学期有奖学金,数目不少呢? 发了还你。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的压岁钱被你拿走了一半,到现在还莫还呢。 哥,你这什么话? 等你妹妹赚钱了,肯定还你。 唉。 林峰苦笑连连,林元这个财迷,这些年小金库是越来越富足了。 虽然不还钱,但林元时不时会给林峰买礼物。 而且,都是他想要的。 所以,林峰也莫多说什么。 但这个时候,门口传来要是插入锁孔的声音。 爸骂。 林峰走过去一看,发现正是林长盛和顾繁月。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林峰疑惑,新管有人突破四星戒者。 林长盛肯定要待在那帮忙稳定实力境界的,一般都是后半夜回来,顾繁月则是帮他打下手。 别提了,机器坏了。 林长盛从自己包里,取出一个圆盘状的东西,递给林峰。 这是新的星云盘,我刚刚从店里买回来。 明天我要带两个三星戒者,去一趟其他星馆。 这东西,你上学之前,顺路帮我交到星馆,你五叔叔拿。 好。 林峰接过星云盘。 这是一个类似于八卦盘一样的物件,小脸盆般大小。 但它可以通过检测测试者的气血,从而简单判定测试者的借力等级。 虽然不精确,但大致莫问题。 顾繁月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道。 圆圆,你们两个差不多也可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 啊,妈,我游戏还没打完呢。 林圆有些不情愿,顾繁月一摊手。 你不睡也行,交五十块钱网费给我,我允许你多打半小时的游戏。 林圆哼唧一声,恋恋不舍地放下客厅里的游戏机。 顾繁月这招百事不爽,毕竟林圆这个财迷可不会花这魔多钱就为了打半小时游戏。 回到自己房间后,林峰把老爸交给他的星云盘放在了桌上。 这东西好沉,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林峰打亮着眼前的盘子,他不是第一次陷到星云盘了,毕竟这是星管测试用的基础设备。 我记得,只要把右手放在星云盘的中央,就能测量借力等级。 最近身体还不错,先测测看。 林峰在星云盘上按下了自己的手掌。 下一秒,星云盘内光芒亮起,开始读取林峰身上的信息。 仅仅数秒时间,一道光幕从星云盘上浮现。 测试完成。 借力等级。 二。 八。 已开启小事件。 实力平定。 林峰傻眼了,他仔细看着上面的文字,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峰狐一道,怎么借力等级成了二。 八。 还开启了小事件。 小事件呢? 林峰在自己身上摸索了一圈。 没有啊。 他大吃一惊。 难不成,这破盘子又坏了。 林峰犹豫了一下,拿过手机,简单地查找了一下星云盘的价格。 但跳出来的数字让他梦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 卧槽,这玩意儿要十万块。 林峰身躯一阵,他迅速删掉了搜索记录,然后轻轻地打开门,鬼鬼祟祟地朝门外望了一眼。 他确定没有人在房门口偷听后,这才连忙把星云盘放进盒子里装好。 明天交出去的时候,打死都不能说我用过。 要是大家都怀疑是我弄坏的,这还得了。 十万块,把它卖了,也还不出啊。 林峰一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早上,还没等家人起床,林峰就悄悄出发,准备先把星云盘还到星馆里。 坐着最早一班地铁,林峰很快就抵达了星馆的位置。 这里原来是一座周运会体育场,但入京时代之后,人们几乎都在为生存奔波,没有人来锻炼了。 上头就把这里重新规划了一下,重修了一座星馆。 天灵星馆。 馆主龙天灵,是天下国大有名气的护国将军,曾经在入京时代保护了大量天下人民。 林长盛工作的星馆,是天下上百座天灵星馆其中之一。 江南市不少学校与戒者都会来这里锻炼,并且测试自己的戒力等级。 老爸林长盛就是这里的常驻员工,据说开了小世界,但林峰也莫见老爸发挥实力过。 进了新馆,林峰立马按照老爸说的,在职工办公室里找到了上早班的武林国。 武叔,林峰看到他后,连忙推门进来。 是小峰啊,怎么,你今天不上学? 武林国和林峰也很熟络,便不由问道。 我爸让我早来送星云盘。 林峰有些紧张地把星云盘从包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哦,这是啊。 武林国笑了,行,你就放那。 来都来了,喝杯茶再走。 不聊武叔叔,我还要上课呢。 林峰见状,连忙准备撤离。 这要是被武林国发现星云盘坏了,那是要命的。 行,那我就不留你了。 马上就大考了,你自己抓紧点。 如果有什么你武叔叔帮得上的,尽管开口。 武林国拍了拍林峰肩膀,笑容满面林峰客套了机具,连忙脚顶抹油,准备开溜。 武林国则是拿起了桌上的星云盘,随手点开了测试记录。 嗯,他发现了那唯一一条测试记录的异常。 借力等级二。 八,竟然开了小事件。 我去,这不是上头一直在找的天才吗? 武林国骇然无比。 这种天才天下,全国都找不到几个呀。 到底是谁测试过星云盘? 他想到这里,迅速冲出了门,直接喊住了还在走廊里的林峰。 小峰,你先别走。 问你点事。 林峰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好,直接撒开腿往外跑。 生怕晚了,被武林国抓回去问罪。 武林国则是梦了,他就问点事,这小子好端端跑什么呀。 但眼下星云盘比林峰重要得多,他连忙打了电话给了最近的星云研究所。 喂,能听到吗? 我这里有一份天才的星云测试报告。 你们派人过来看看。 对,借力等级二。 八,还没有到达一星戒者的门槛,就已经决醒了小事件。 武林国的报告,让星亿研究所的值班人员都傻眼了。 这种天才,万中无一。 他们让武林国守住星云盘,他们立马派人过来查看。 而另一边的林峰,已经跑出去一公里多了。 应该不会有事吧? 林峰气喘郁郁,要是被抓。 十万块钱,足够老爸在星馆干半年的了。 林长盛怎么说,也是开了小世界的高手。 在星馆工作工资不低,但十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林峰越想,心里越觉得发毛,立刻跑路去了学校。 哪怕星馆的人找到他,他也要咬死说不知道。 而另一边,武林国带着星馆的人等在了星馆门口。 星亿研究所,是天下国内名气教大的研究所之一。 创始人将是兄弟,一个在生物学领域有很高的成就,一个则是热衷于戒者能力的开发。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好几辆车子驶来,停在了星馆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穿住白大褂的中年人。 武林国刚想要上前握手,但那中年人仿佛没有握手的意思,而是把目光望向了车里。 众人也有些诧异地看向那边,车里跳下来了一个少年。 就是这。 少年淡淡问道。 这语气虽然平静,但却透着一股老气横丘的滋味。 让人摸不着头脑。 是的。 啊。 呃,先生。 嗯。 少年满意地点了点头,望向武林国笑着伸出手道。 你好,我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 我叫江义,很高兴见到你。 武林国脸色有些怪异,他看向一旁的中年人,疑惑道。 以前不都是周教授负责的吗? 今天起,是我负责了。 江义平静反问道。 武林国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 武林国也不敢多问,便直接道。 我电话里说的东西在里面,你们过来看看吧。 带路。 如果林峰在这里,一定会惊讶发现,此刻带领着二十多名研究者抵达新管进行调查的负责人,正是昨天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操场上被他追着揍的少年。 但眼下,这少年却是一脸凝重,跟着武林国等人来到了放置星云盘的办公室里。 就是这了。 武林国道。 星云盘是早上送来的,我简单检查了一下。 发现上面有一道测试记录,因为太过奇怪,所以就通知了你们。 江亦调动了星云盘上的数据。 很快,那则测试数据就浮现在了众人眼前。 借力等级二。 八,已开启小事件。 实力无法平定。 嗯。 众多研究员看到这一则奇怪的数据,都皱起了眉头。 而卫手的江亦则是目光微动,对武林国道。 你们星馆的人先出去一下,我和研究员们现在拆解星云盘,看看是不是发生了故障。 好。 武林国等人很识趣地离开了。 门一关,那姓周的中年教授便问道。 老师,这星云盘坏了吗? 说了多少遍? 江亦瞪了他一眼。 在外面,不要叫我老师。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你老师? 周教授立刻改口道。 先生。 江亦摆摆手道。 行了。 东西莫坏,测试数据是准确的。 众人有些惊讶,周教授不解地问道。 那怎么坏? 人体是一个很精妙的系统。 而且,小世界的成因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科学解释。 江亦淡淡道,之前不是有一星戒者就觉醒小世界的案例吗? 这戒例等级二。 八觉醒小世界,也并非没有可能。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 觉醒小世界的门槛,一般来说,只有四星戒者才能触碰到。 更有些人穷其一生都无法达到那种程度。 而眼下这个戒例等级二。 八的测试者,竟然已经得到了小世界。 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先生。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江亦看了他一眼,把星云盘收走,带回研究室里去。 另外,昨天那个小鬼找到没有? 已经找到了。 周教授递来一份资料。 他是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就读高三,马上就要大考了。 借例等级一。 五。 没什么天赋。 江亦接过资料,皱起眉头。 就是这小鬼,害得我出了这么大的仇。 周教授犹豫道。 是的,先生。 江亦想起昨日的事情,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 他好好地坐在看台上,筛选着接下来的实验对象。 默想到莫名其妙就被凌风揍了。 若不是后来研究所的人感到,他恐怕都会被当成变态移交警局。 真是奇耻大辱啊。 他深吸一口气,淡定问道。 微型电磁炮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但是报告显示武器没有问题。 周教授回答道。 什么? 江亦惊讶起来,电磁炮是正常的。 对。 江亦百思不得其解。 而就在这个时候,去询问武林国等人的研究员也回来了。 先生,已经问清楚了。 这个星云盘是昨晚卖掉的,今早由一个叫做林峰的少年带来星馆。 他父亲是这里的员工。 林峰? 又是他。 听到这个名字,江亦顿时挑了挑眉。 另一边,林峰已经坐在了教室里。 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知道星云盘损坏的事情。 会不会被星馆发现? 老爸工作不容易,自己若是给他添堵,回去怕是要挨老妈的胖走。 两节文化课,林峰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了。 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也差不多,他们没林峰这么多烦恼,也不少人跟他一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了。 尤其是数学课,只要他们开一个小差,就会发现老师在黑板上画添书。 终于熬到了大课间,林峰本想出去溜达,但教室后门却是爆发了一声惊呼。 林峰寻声望去,发现是宋子川和他的一些跟班。 宋子川是宋院长的儿子,跟林峰一个班,现在是班长。 不过林峰瞧不上宋子川,这家伙前世就很臭屁。 这一世多了一项借力等级后,他更臭屁了。 惊呼声是那些跟班发出来的。 宋哥太厉害了,借力等级竟然突破了四。 零。 今年学院的奖学金和名额肯定非宋哥莫属。 宋哥,有什么经验?分享分享给兄弟们呗。 被众人簇拥的宋子川得意洋洋。 早上家里的星云盘测试显示,他的借力等级从原线的三。 六提升至了四。 零。 也就是说,星云盘检测出来的他某项指标得到了提升。 这下子,不光是能过本科线,或许还能去读更好的高等学院。 但宋子川还是谦虚道。 没有什么经验,我就睡了一觉。 发现突破了。 或许是平常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你们如果像我这样,肯定也可以。 簇拥着他的那些,学生们满脸都是崇拜。 什么是天才? 这就是,林峰确实翻了的白眼。 这宋子川分明就是家里花钱给开小灶了。 什么平常的努力,全是超能力。 他要是有钱买各种昂贵的补药,借力等级肯定也不止这些。 边上同学用胳膊肘顶了顶林峰。 林峰,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林峰点头如捣蒜。 啊,对对对,没错。 班长很厉害,本科先稳了。 我被楷模,睡觉就能变强。 他才懒得搭理宋子川,出去溜达才是要事。 可他这话一出,众人都安静下来。 他们怎么听怎么,觉得古怪。 林峰这小子,平常就跟宋子川不对付,眼下说出这种话。 众人情不自禁地觉得林峰在阴阳怪气。 宋子川更是眉头紧锁。 林峰,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做不到的,别人不一定做不到。 林峰淡然道。 确实,我赞同你的想法。 众人顿时迷了。 这林峰听不出宋子川在说你吗? 这个时候,学习委员走了进来。 班长,文化课程寄出来了,这是你的报告单? 众人都凑上去看了一眼。 A级评分。 不差了,但也不算太好。 林峰,这是你的。 林峰接过成绩报告单,众人也好奇地看了一眼。 SSS级评分,接近全部满分。 这一对比,让众人再次沉默了。 林峰倾咳一声。 班长,你刚才说的对啊。 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做不到的,别人不一定做不到。 宋子川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什么意思啊。 林峰看向自己的成绩单,假装大吃一惊道。 诶,我这成绩单上怎么有三个S? 居然一个A都没有。 太惨了,太惨了。 还是班长厉害,有一个A。 宋子川文言,直接破防了。 那又怎么样? 你的借力等级就1。 5,距离本科线差不少呢? 考研究学院,已经够了。 林峰笑咪咪道,他们只要1。 4就行。 宋子川顿时语色。 他就想抽自己一巴掌, 好好的跟一个特长生比什么成绩。 人家低分,照样能进重点大学, 自己累死累活,吃了这么多补药, 也堪堪智能到达本科线。 他很生气,但又拿林峰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班主任周泽民从前门走了进来。 同学们安静一下,都回到位置上。 宋子川顿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 他阴冷道。 你等着。 林峰玩味一笑。 来了来了,宋子川经典威胁。 前世的林峰献得多了, 现在听起来居然还有点怀念。 班主任周泽民走到讲台上,淡淡道。 我们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 学生们一愣,都快大考了, 竟然还有人转校过来。 别说学生们了,连班主任都很纳闷, 因为这个学生直接动用了教育部的关系安插进来的, 这在萧然中等学院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这也说明了这个学生的背景不一般。 周泽民心里暗自叹了一口气, 朝着门口招招手。 进来自我介绍一下。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缓缓走了进来, 站在了讲台上。 各位好,我叫江义, 今天起就跟你们一起学习了。 这少年看起来很稚嫩, 像个初中生。 但林峰看到, 这家伙的瞬间, 顿时瞪大双眼。 这不昨天记录灵园身体数据的, 那个变态小鬼吗? 他怎么转校到自己这里来了? 难道这小子要来报复他? 林峰还在胡想, 但班主任周泽民就对江义开口道。 你坐宋子川身边吧, 他是班长, 可以帮你。 江义看了一眼坐在教室正中央的宋子川, 无奈道。 老师, 那家伙看起来好蠢, 智商不太高的样子, 能不能换一个? 刚笑着起身想要招揽新同学的宋子川, 笑容顿时僵住。 整个教室也瞬间安静下来。 这个新同学好勇, 竟然第一面就嘲讽班长宋子川。 真不要命啊。 周泽民皱眉道。 那你想坐在谁边上? 江义摇摇一指, 角落那个? 正是凌峰。 凌峰头皮发麻, 他现在能确定, 这小子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看到江义的选择, 班主任周泽民就一阵头疼。 坐在谁边上不好, 非要坐在凌峰边上。 凌峰可是班里? 不, 应该是整个学校里有名的导弹鬼。 若不是现在国家强制义务教育之中等学院, 再加上凌峰的文化课程记得却不错, 凌峰怕事早就被开除了。 周泽民倾咳一声道。 江义, 你还是跟宋子川做吧, 凌峰帮不上你。 江义问道。 宋子川? 文化课评分多少? A? 才A? 开什么玩笑? 江义比一道, 我用缴写试卷都比他强。 这句话, 直接把嘲讽拉满。 众人都深吸一口气, 不少人都不敢看宋子川的脸色了。 宋子川的目光, 几乎想杀人。 周泽民连忙打圆场, 但宋子川的借力等级是3。 6。 江义淡淡反问。 所以, 我要是惹了他, 他打我更痛呗。 周泽民猛了。 这江义的脑回路怎么跟凌峰一样清奇? 好吧, 你就搬个桌椅, 去凌峰边上吧。 周泽民心很累, 他隐隐觉得, 班里很有可能还多一个大祸害了。 好。 江义屁颠屁颠去搬个桌椅, 直接来到了凌峰边上。 凌峰如灵大敌。 这小鬼也太记仇了, 至于直接转校过来报复他吗? 你来干什么? 凌峰皱眉问道。 嘿嘿, 你猜。 凌峰直接给了江义一个脑瓜崩。 玩猜谜呢? 猜猜猜。 给我老实交代。 不然让你跟宋子川坐一桌。 凌峰的声音不大, 但教室里安静, 半个班都听见了。 宋子川的脸色顿时铁青到极点。 江义吃痛, 连忙道。 你今早是不是送了一个星云盘去天灵星馆? 听到这话, 凌峰顿时震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别动手, 我就告诉你。 凌峰思索再三, 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星云盘坏了的事情,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还是很大条的。 快说, 你先回答我, 星云盘上的测试记录, 是你的吗? 凌峰的眼神开始飘忽, 他移开了眼神, 漫不经心道。 不是, 江义脸色古怪, 这策摩答案都写在你脸上了好吗? 你也不用紧张, 我就是来了解了解情况。 江义笑道, 你如果有什么难处, 可以跟我说? 我上头有人? 江义指了指天花板。 凌峰道, 我知道, 我头上也有, 一整个班呢。 江义, 两人窃窃私语的样子, 被宋子川全部看在了眼里。 刚才江义荡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他, 这愁他记下了。 这两人看起来认识, 应该是凌峰找来的帮手。 很好, 一起教训。 宋子川目光冷漠, 心里已经有了一些计划。 而就在同一时刻, 萧然中等学院后山, 两辆大卡车沿着另一边的山路来到了学校后方。 周教授从车上跳了下来, 其他几名研究员连忙跟在了他后面。 周老师, 真的要把这些异兽丢在这吗? 会不会出人命啊? 没事。 周教授道, 我们带过来的是的慢兽, 天生防御力强, 但攻击不高, 速度也很慢, 普通人都能躲开, 弄不死人。 众人望向自己身后, 卡车里装住的, 正是如同小山般高的的慢兽。 他们背上尝着一个个白色馒头状的玉石, 头如蜥蜴, 远看就像是染白了的巨型乌龟。 老师身上已经带着能引起的慢兽攻击的药物, 等会儿他会洒在实验对象身上, 我们只要等他命令, 回收的慢兽即可。 现在, 把他们放出来吧。 随着周教授一声令下, 两辆大卡车开始卸在上面的滴慢兽。 这些笨拙的庞然大物, 慢悠悠地走进了学校后山的树林里。 下课领响了。 这是上午最后一节文化课, 等吃了午饭, 整个下午都是训练的时间。 跟江南第一中等学院不同, 萧然中等学院这边的学生, 怎么突破一星戒者的事情, 不是他们该幻想的。 学校这几年发展情况也很糟糕, 甚至连本科都快要后纪无人了。 宋院长虽然急, 却也没有办法。 吃了午饭, 凌峰打算上个洗手间, 就回去准备下午的体能测试。 他感觉这两天身体状态不错, 或许是被正老打下来的那铃。 一介力等级又给补回去了。 但他刚走进洗手间, 身后就多了击到身影。 凌峰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推了进去。 他转头一看, 货,果然是宋子川。 他身边两个跟班, 长得胖的叫王志顺, 长得瘦的叫郭明锐。 两人都是凌峰的同学, 平日里这俩缺德货, 一直热衷于怎么用胶水, 把凌峰的书本黏上。 他们以为凌峰文化课SSS的成绩, 是看书看出来的。 但凌峰不在乎, 他看书就是做做样子, 这些高中提他, 当年就融会贯通了。 此刻的两人簇拥着宋子川, 而宋子川的脸色显然十分阴沉。 凌峰, 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吧? 凌峰犹豫了一下, 让开了小便池。 您请。 宋子川一阵, 顿时勃然大怒。 我特模不是想说这个。 那你来厕所干什么? 难道是来就餐的? 凌峰古怪道。 班长, 没想到你还有债好。 宋子川气得脸色铁青。 凌峰。 他上前一步, 想要抓住凌峰的衣领, 但是地面忽然一阵着震动, 竟是差点让宋子川栽在小便池里。 什么情况? 众人都猛了。 地震。 震动声还在传来, 而且众人能够清晰感觉到, 这震动越来越强烈。 就仿佛, 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他们。 还没等凌峰反应过来, 前方的小便池就塌了, 一头庞大的白色异兽轰然降临。 哇! 卧槽! 宋子川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连滚带爬地想要逃跑。 但那头白色异兽的气息喷在宋子川身上, 他直接腿软了, 站都站不起来。 他身后两个小弟慌不择路, 直接丢下宋子川跑了。 凌峰也是被陡然震住。 这里, 可是二楼啊。 这头白色异兽, 是怎么上来的? 这是, 地漫兽。 这一刻, 凌峰比宋子川要冷静很多, 他已经看到了那头异兽身上明显的特征。 像白色馒头一样的鳞片堆积成了小山包, 青绿色的双眼极其幽冷, 此刻正盯着凌峰看。 下一秒, 他竟是抬起了爪子, 朝着凌峰轰然拍下。 凌峰全身颤抖, 他集中生智, 一个翻滚躲开了那一招。 但地面也随之塌陷, 宋子川和凌峰两人都掉落进了一楼的洗手间里。 宋子川这丝还想抓住凌峰的裤腿, 但凌峰却是一脚踹在了他脸上, 大吼一声。 班长, 开饭了。 宋子川也没想到凌峰这一踢的力量, 竟然如此迅猛, 他被凌峰直接踢进了一楼的坑里。 而凌峰则是趁机跳跃上落在了地面兽的身上。 地面兽瞬间开始发狂, 仿佛凌峰的存在刺激到了他脆弱的神经。 他带着凌峰横冲直撞, 撞倒了不少的墙壁。 学校这边也终于反应过来, 拉响了警报。 此刻, 正在食堂慢悠悠吃饭的江义, 忽然接到了周教授的电话。 老师, 地面兽已经开始行动了。 您研发的药水, 太灵了。 周教授显然很惊喜, 毕竟行动比他们预计的还要顺利, 地面兽真的朝着凌峰冲去了。 但江义猛了。 什么行动? 我特模还没有往那小子身上撒药水。 啊, 这回轮到周教授傻眼了。 可, 可咱们所里的两头的慢兽, 全部朝着凌峰的位置跑了。 而且有一头正在发狂。 怎么会这样? 江义猛地起身, 这个时候食堂警报也响了起来。 哄, 江义身后的墙壁 被猛地撞破, 学生们如同受惊了的小鹿, 四处逃窜。 江义恶然转身。 他看到, 骑着的慢兽的凌峰正在朝着他冲来。 原本性格温顺, 行动迟缓的地慢兽, 竟是如此狂躁不安。 那双青绿色的双眼, 此刻也变得一片血红。 卧槽, 玩脱了。 按照他的计划, 地慢兽不会攻击其他的学生, 只会攻击喷了药水的凌峰。 江义一拍大腿, 现在这个情况, 这根本不在他预料之内。 但眼下, 这一头地慢兽显然已经失控, 甚至有不少学生受了伤周安灵, 赶紧他妈的启动紧急预案。 江义一边闪躲, 一边朝着电话里吼道, 老师得要五分钟。 周教授呼吸急促道, 五分钟后, 我们的人才能赶到呢。 五分钟? 五分钟我都要被拍碎了。 你们放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性格温顺的地慢兽吗? 江义怒不可遏。 周教授委屈道, 这……我们也不知道啊。 地慢兽防御惊人, 但不会主动攻击人, 这是常识。 去你妈的常识。 回去之后, 全部处分。 江义一抹时间跟周教授多嗶嗶, 只能尽量拖住他, 等待研究所的人员到位。 他知道, 如果让这两头地慢兽 在学校里横冲直撞五分钟, 受伤的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多。 他们并不是被地慢兽直接攻击, 而是被一些撞飞的石头砸伤。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江义强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手电筒模样的东西。 微型激光炮。 那头地慢兽撞飞了不少桌椅。 一些学生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江义咬牙冲了上去, 在地慢兽撞击墙壁的那一刻, 一炮轰然射出。 亮眼的激光束 直接打在了地慢兽的身上。 地慢兽高明一声, 但知识侧退了一步, 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该死, 这地慢兽的防御太降了。 江义咬牙。 地慢兽本就是以防御力高注明, 所以才能进入异兽榜前两百, 位居序列199。 没办法了。 江义从口袋里取出一枚药丸。 这是他的备用方案, 如果凌风不敌地慢兽, 将由他出面解决。 药丸可以暂时激发一种异兽的能力, 是新艺研究所的最新产物。 但因为刚才这一炮, 那头地慢兽注意到了江义的存在。 他不顾一切地朝着江义冲来, 如同蜥蜴一般的脑袋, 直接把江义顶了起来。 药丸脱手飞了出去。 卧槽。 江义人傻了。 药丸没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打破地慢兽的防御。 他下意识抓住了地慢兽脑袋上的鸡脚, 随后被地慢兽翻到了背部。 正被地慢兽带着跑得凌风晕晕乎乎的, 一看边上多了个江义。 他顿时乐乐, 感动道。 好兄弟, 你也来陪我了。 凌风的脸顿时变成了苦瓜。 我要是能阻止他, 早就动手了。 凌风也没有办法。 他发现自己坐上地慢兽后, 就下不去了。 只能任由地慢兽带着自己四处乱跑。 江义人骂了。 现在的他借力等级还不如凌风, 手上的微型电磁炮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要想阻止这头地慢兽, 难如登天。 你的小事件呢? 江义怒吼道, 赶紧用出来。 不然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 什么小事件? 凌风一愣。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瞒着? 瞒什么啊? 凌风傻眼啊, 我要是有小事件, 还能在这上学。 江义看着凌风茫然的脸, 他这一刻, 竟然也开始怀疑自己。 那星云盘上的测试记录, 不是你的吗? 凌风顿时警惕起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义为之气节。 他敢确定, 凌风这个混蛋是故意的。 行了, 你不愿意使用就算了。 江义把手里的微型激光炮尖难递给凌风, 想办法用这个, 对准他的腹部。 地慢兽的腹部是弱点。 凌风无语。 你开玩笑吧。 我现在能攻击到他腹部。 江义面无表情地看了凌风一眼。 随后, 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靠你了, 凌同学。 江义一脚踹在了凌风腰间, 凌风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江义踹了出去。 江义, 我跟你没完。 凌风嚎叫着, 摔在了废墟里。 四周烟尘弥漫。 而此刻, 仿佛察觉到凌风落马的地慢兽, 竟是急速停下, 欣红的双眼扭透过烟尘, 妄想凌风。 江义抓着地慢兽的鳞片, 朝着凌风合道。 划铲, 你划铲他啊。 我特魔。 凌风想骂人, 但眼下那地慢兽再次发疯般袭来, 让凌风不得不躲避。 凌风艰难地躲开了地慢兽的冲击。 他发现兜兜转转之下, 竟是又回到了教学楼的洗手间附近。 而此刻, 刚刚从坑里爬起来的宋子川, 正抹去自己身上的脏东西石, 就发现凌风带着的慢兽回来了。 凌、 风。 宋子川怒不可遏, 这凌风竟然敢把他踹进坑里, 害得他现在浑身脏于不堪。 这真是奇耻大辱。 但他没想到, 凌风却是一个剑步, 从他身边跑过。 下一秒, 地慢兽腾空而起, 朝着凌风的位置轰然抓去。 地面猛震, 宋子川一个莫站稳, 扑通一声再次落入坑中。 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宋子川的声音? 凌风有些狐疑, 但身后咆哮住的的慢兽却是让他没办法顾及其他。 一人一兽在这里绕了不少时间。 江义抓住地慢兽鳞片的手臂都已经骂了。 凌风, 你别跑了。 打他呀。 凌风气喘郁郁, 但他也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好像是比之前好了不少。 可仅仅刹那, 地慢兽的爪子就拍向了凌风。 哄。 凌风这次没有躲过去, 直接被的慢兽拍了个正主。 江义都不敢看了, 下意识闭上了双眼。 但他意料之中鲜血飞溅的肠颈病没有出现。 凌风之是被地慢兽踩在了脚底。 虽然被压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但凌风却发现自己身体倒不是很疼。 而他正好能看到地慢兽的腹部。 他立马喊道, 江义, 这激光炮怎么怎么用。 江义睁眼看到这一幕后, 瞬间梦了。 什么情况? 这小子还能说话? 地慢兽的攻击虽然弱, 但也堪比两星戒者的全力一击。 一星戒者被这么拍一下, 恐怕骨头都要散架, 甚至有性命之优这凌风跟地慢兽是亲戚吧。 江义终于意识到, 昨天的微型激光炮病不是没电了, 而是凌风的防御力太过惊人。 江义, 你特魔还在发呆? 我要被压死了。 赶紧告诉我激光炮的使用方法。 凌风的呼唤立刻惊醒了出神的江义。 他立马道, 按下红色按钮, 那是最大档位。 攻击他的腹部。 好。 凌风咬牙, 艰难地把右手大拇指扣上了微型激光炮的红色区域。 紧紧瞬间, 那像是手电筒一般的微型激光炮爆发出了一阵光芒。 这光芒分毫不差地轰击在了地慢兽的腹腔位置。 强有力的攻击穿透了地慢兽腹部脆弱的皮层, 直接射爆了他的内脏。 这头的慢兽腥红的毛子立刻消退下去, 按住凌风的爪子也开始无力起来。 凌风抓紧时间狼狈爬了出来, 鲜血喷洒而出。 凌风倒是躲过一劫, 但第二次从坑里爬出来的宋子川, 却是被遮热乎乎的易受血直接洒了一身。 凌风则是靠在地慢兽的背部, 大口大口喘息住。 这绝对是他重生以来最惊险的战斗了。 这个时候, 一颗白色馒头状的鳞片从地慢兽身上滚落下来。 凌风两眼放光, 这是好东西啊, 收点战利品, 应该不过分吧。 他直接把白色馒头揣进了自己口袋, 江义则是气喘郁郁地跑了过来。 凌风, 你还说你没开小时间? 你那防御力是正常人拥有的吗? 你还说我? 凌风怒道, 你有微型电磁炮, 又知道的慢兽的弱点。 你特模绝对不是中学生。 我都怀疑, 这地慢兽是不是你放进来的了? 因为凌风记得, 老爸林长盛说过, 地慢兽的知识要到大学才叫。 这江义, 百分百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两人对视一眼, 从彼此的目光里都看到了忌惮, 还有一丝好奇。 这样, 江义提议道, 我们俩暂时休战。 你别跟其他人说你的猜测, 我也不会告诉其他人你防御力变态的事情。 如何? 凌风皱眉道, 那这头的慢兽怎么办? 我们杀了的慢兽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恐怕就要被各种奇怪的研究所抓去当实验对象了。 听到这话, 江义的脸色显然变得有些古怪。 他就是凌风口中奇怪的研究所成员之一。 不管他, 赶紧跑。 江义道, 等会儿找个地方昏死过去, 装作不知道。 行,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共同隐瞒对方的秘密。 很快, 两人就找了一个明显的角落, 各自躺下。 凌风为了装作逼真, 还拿了一些石头, 往自己身上盖。 十分钟后, 郑鸿基和宋院长站在两头死去的地慢兽面前, 脸色凝重。 这头, 我杀的。 郑鸿基指了指左边较小的一头的慢兽。 那头, 不知道被谁击杀的, 监控在一开始, 就被撞坏了。 郑鸿基又指了指右边大几乎一倍的地慢兽。 不应该啊。 宋院长从怀里拿出一块手帕, 擦擦了自己额头的汗水。 这头大的地慢兽族有八米长, 要想击杀他。 必定要上二星戒者了。 看伤口, 是被什么武器穿透的。 郑鸿基的目光毒辣, 这种死亡方式, 应该是用类似激光炮的玩意儿, 打到了腹部, 然后光束炸裂了内脏。 宋院长咒没到。 我们学院里, 除了您之外, 应该没有人有这个资格, 带那重击别的武器吧? 不清楚。 可能是学生里有人带了武器, 也有可能是某个学生, 突然觉醒了小事件。 郑鸿基道, 宋院长, 你也知道, 在极端情况之下, 哪怕是异星戒者, 都有可能觉醒小事件的。 人类的潜能, 往往在生死之间会被激发出来。 这种情况, 叫科书上有。 你的意思是, 学生里面有人觉醒了小事件, 然后弄死了这头的慢兽。 差不多。 要搞到能击杀的慢兽的能源武器, 起码得有国家级别的许可证。 咱们的学生里, 有这种背景的学生吗? 郑鸿基转头问道, 宋院长摇了摇头。 要真有, 也绝对不可能在萧然中等学院上学。 那就是, 有人觉醒小事件了, 但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 郑鸿基严肃道, 宋院长, 新义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不是傻子, 都看得出来这的慢兽尸体上的痕迹。 如果咱们学院真的出了觉醒小事件的天才, 也算是一份荣耀, 不是。 赶紧找人吧。 郑鸿基拍了拍宋院长的肩膀。 宋院长这才回过神来。 他明白郑鸿基的意思。 把那名学生交给研究所, 一旦研究所确认, 萧然中等学院出现现象级的天才, 明年招生, 学院必然能凭借这个大肆炒作, 绝地翻盘。 宋院长想通这一切后, 马不停蹄地去联系宣传处的老师。 同一时刻, 林峰和江毅两个正装作商员, 在医务室休息。 还好疏散地及时, 所以进医务室的学生并不是很多。 最严重一个, 也就是, 双臂被压的骨折, 莫什么性命之威。 忽然, 学校广播里响起了声音。 同学们, 请各自有序回到教室, 接下来学校将宣布一则重要通知。 很多看热闹的学生, 也都被班主任们赶了回去。 只有那些教室被得慢受破坏的学生, 集合在了广场上。 随即, 宋院长亲可两生。 首先, 我很欣慰, 同学们都平安无事。 其次, 因为监控损坏的关系, 有一头的慢兽被我们某位同学击杀, 但学校暂时没有找到这位同学的身份。 还请这位同学在听到广播之后, 来一趟院长办公室, 院长将亲自己他颁奖。 奖金, 一万元。 外加今年保送本科院校的名额。 听到这广播, 学生们都沸腾了。 什么? 有人杀了蒂曼寿。 太夸张了。 那蒂曼寿这么恐怖, 到底是谁干掉的啊? 你还别说, 我之前看到八班班长宋子川全身血淋淋地跑了过去。 你说会不会是他? 宋子川。 借力等级三。 六的那个。 还真有可能。 如果不是他的话, 应该就没人了。 学生们议论纷纷。 而医务室这里, 凌峰有些紧张。 他看了看四周, 生怕别人提到他。 毕竟凌峰已经望见窗外, 那些白大挂的研究人员抵达了学校, 手里还拎着不少仪器和设备。 一想到, 如果这些东西往自己身上招呼的话, 凌峰就不寒而栗。 小气巴拉的宋院长就想用一万块引自己上钩。 他才不上当呢。 宋院长这里, 等了好些时间都莫见有学生过来。 怎么回事? 宋院长一愣, 难道没有学生领吗? 这可是一万元呢。 宋院长, 我们的时间不多。 坐在沙发上的周教授道, 这一次的事件是意外, 过两天会有补偿款达到学校账户。 没有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别, 别啊。 宋院长哪里能放过这个机会, 连忙起身的。 周教授, 再等等, 肯定有学生会来的。 周教授有些不耐烦, 他们已经检查过地曼兽的尸体, 大的那头明显是被僵异的激光炮所击杀。 但出于对计划的保密, 他们不能说, 只能陪宋院长等在这里。 就在双方等得有些新交的时候, 院长办公室的门口, 突然伸进来一个脑袋。 那个, 我来领奖了。 宋院长看到来者, 顿时大喜。 正是宋子川。 他喊宋子川来, 是因为他听说地曼兽死去的时候, 宋子川恰好在附近。 但宋子川也没有看到地曼兽是怎么死的。 他的眼睛被地曼兽喷出来的血给完全覆盖住了。 不过, 这不影响他来领奖。 快快快, 进来说话。 宋院长连忙喊宋子川进来。 周教授看到宋子川的出现, 顿时皱起了眉头。 是你杀的地曼兽? 对。 宋子川自信道, 是我杀的。 您看, 我身上还有地曼兽的鲜血呢。 刚才在处理身上的血液, 所以来晚了。 宋子川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想法。 但他见到迟迟没有人来领奖, 外加学生们都认为是他杀的地曼兽后。 这才顺从父亲的意思来到了这里。 毕竟若是能够成为学院的招牌, 对宋子川的升学也极为有利。 可周教授笑了笑, 目光意味深长。 同学, 我再问你一遍, 是你杀的吗? 宋子川肯定道。 是的, 教授, 我敢保证, 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 好的, 动手。 他淡淡开口, 身后的研究员立马上前, 直接抓住了宋子川的手臂。 这是干什么? 宋子川一愣。 就连宋院长也是傻眼了周教授。 您这是? 异兽血具有童话人类血脉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 这位同学感染了异兽血。 周教授笑道, 还请院长不要阻拦。 我们这就把他带回去处理。 什么? 宋院长猛了, 他怎么都默想到这一环。 但很快, 宋子川就被几名研究员硬生生拖着拽了出去。 为了防止宋子川反抗, 他们还给宋子川戴上了镣铐, 一路强行扭送进了研究所的车子里。 爸, 救我! 我不想去研究所呀! 爸! 宋子川哪里见过这重阵仗? 哭喊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学院。 凌峰看到是宋子川之后, 顿时明白了这蠢货做了什么事。 还好眉毛出头, 不然被带走的人就是我了。 凌峰挺后怕的, 经历过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之后, 学校当天下午就放了假。 凌峰刚想回家, 但还没出校门, 衣领就被人直接拽住。 我应该说过吧, 大考前你都要来我这。 凌峰惊恐转头, 发现果然是郑鸿基。 郑? 郑老, 我这不是先回家一趟吃个饭吗? 凌峰顿时产笑道, 您老吃了磨? 别跟我嬉皮笑脸。 郑鸿基冷声道, 我听说你小子还因为今天的事情受了伤。 是, 您看我手臂, 凌峰示意道, 医生说了, 近日不宜乱动。 郑鸿基瞪了凌峰一眼。 别想忽啊, 我问了医生, 医生说你活蹦乱跳, 屁是没有。 凌峰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他一指郑鸿基身后, 看, 那里有一头地脉兽。 说完这话, 凌峰转身想跑, 却被郑鸿基直接抓住了肩膀。 跟我过来。 凌峰剧烈反抗, 但还是被郑鸿基强行拖走。 救命啊, 郑鸿基是小孩了。 这话一出,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看向了这边。 他们发现是郑鸿基出手之后, 神色紧张, 快步离开。 凌峰心如死灰。 他被郑鸿基直接带到了办公室外的小院子里。 这是学院专门给他批的地, 为的就是能让郑鸿基在这里训练一些学生, 但这几年郑鸿基一直以身体不好胃油, 懒得带学生。 直到凌峰的出现。 多少人求着我带, 我都不给带, 你还不愿意? 郑鸿基将凌峰丢在一旁, 自己则是拧开了水龙头, 开始洗手。 凌峰苦涩道, 郑老, 我想走文化科特长生的路, 以后不会当介者的。 凌峰的文化科成绩是SSS, 这也得益于他前世学霸的身份。 这一事再去搞生物研究, 哪怕做不出成绩, 混个温饱, 绝对没问题。 研究顶个锤子用啊。 郑鸿基恨铁不成钢道, 这世界终究还是要有强大的介者保护。 那些研究员让他们上战场, 有机个能行。 研究员的路子跟介者完全不同。 基层研究者跟普通人无异, 只有通过研究手段开了体内小世界的研究者, 才能拥有跟介者一般的实力, 但太少了, 少得离谱。 如果江南世界者数量是100的话, 觉醒的研究员恐怕连一个都不会有。 你的介力等级能到一。 六, 说明天赋还是比学院里绝大部分学生要好的。 郑鸿基擦干了手, 淡淡道, 距离大口还有些日子, 你认真跟我学点东西, 没准不用走特长生的路, 也能上本课。 郑鸿基戴上手套, 从仓库里拿出了两根铁鞭, 其中一根丢给了凌峰。 你小子本来是莫资格跟我学的, 但我实在架不住你闹的。 郑鸿基淡漠开口, 把武器捡起来, 我教你一套鞭法, 是我一个姓马的师兄琢磨出来的, 挺适合新人学习。 凌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起了铁鞭。 他怕动作慢了, 会挨揍。 现在, 我演示一遍。 郑鸿基气韵丹田, 目光平和, 迅速甩出一边。 一边, 他继续抽动自己的双臂, 横空甩出手。 凌峰猛地愣住, 因为他刚才在这瞬间看到了一丝电流。 两边, 郑鸿基猛地跃起, 鞭子迅速在半空抽打, 竟是真的画出了一道雷霆闪电, 轰在地面上。 凌峰头皮发麻, 连忙退开。 三边, 郑鸿基收手, 没有继续下去。 他淡淡道, 这套边法一共五边, 每一边都能勾勒出闪电, 故而叫做闪电五连边。 给你的铁边, 可以根据力度释放电流, 改变使用者的身体素质, 达到一个快速进步的目的。 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一边学完就是极限。 我给你演示三边, 已经足够了。 凌峰现在的借力等级被他打落零。 一, 只有一。 吴左右, 强行使用第二边, 或许会导致身体被电流麻痹, 落下内伤。 郑宏基抬头, 正要教凌峰细节, 但凌峰却已经在小院里蹦跆了起来。 他学着郑宏基刚才的手段, 竟是挥舞出了一道道闪电。 凌峰兴奋道, 郑老, 是这样吗? 我好像学会了。 一边, 两边, 三边, 三道电痕, 清晰落在院子的泥土中。 郑宏基猛了。 这, 不可能。 郑宏基很清楚, 没有一心介者的身体素质, 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松承受三边带来的电流冲击。 可眼前浑身带电的凌峰又是怎么回事? 闹鬼了。 郑宏基连忙让凌峰停了下来, 然后查看了铁边上显示的数值。 得确是三边才能激发的电流强度。 他难以置信, 恶然转头望向凌峰, 随即抓住了他的双臂。 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或者是奶里通之类的? 凌峰茫然摇头。 没有啊。 郑宏基摸不住头脑, 他立马道。 你再甩一遍我看看。 凌峰再次动手, 三边干净利落地打出, 勾连了一大片电壶。 难道这些都是假的电壶? 郑宏基犹豫了一下, 猛地出手抓住了其中一道电壶, 但很快酥麻的感觉清洗他全身。 碰! 郑宏基位数不多的头发直接爆炸。 他张开嘴, 吐出了一些烟气。 电壶是真的, 鞭子也是真的, 这凌峰难道是假的? 郑宏基怎么都不敢相信, 凌峰能瞬间学会三边。 郑宏基眯起双眼, 他脱下手套, 右手浮现出一道电芒。 凌峰, 你小子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凌峰本能地察觉到不对劲。 郑宏, 我不过去了。 你直接说吧。 我让你过来, 别被我动手。 在郑宏基威逼之下, 凌峰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 郑宏基的右手开始闪烁电光。 凌峰见状, 掉头就跑。 郑宏基一愣, 怒吼道。 你跑什么? 你想拿东西电我, 我猜不上当呢。 小院, 当即在学校里大喊道。 郑宏基吃小孩了。 郑宏基吃小孩了。 一些还在学校里的学生, 立马好奇地探出头, 看向楼下。 郑宏基顿时气急败坏, 一跃而出。 很快, 凌峰就被郑宏基抓了回来。 你再敢跑,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郑宏基恶狠狠开口道。 凌峰瑟瑟发抖, 刚才郑宏基为了抓他, 一跃好机敏, 踏裂了学校的路面。 在这种恐怖的力量之下, 他安静如鸡。 别动, 我给你检测一下身体。 郑宏基揉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一道电流瞬间涌出。 凌峰害怕道。 郑老, 我们有话好好说, 你这, 要出人命的。 闭嘴, 我自有分寸。 郑宏基将自己的右手 按在了凌峰身上。 凌峰大声惨叫, 郑宏基连忙松开了右手。 怎么样, 感受到电流刺痛感了吗? 呃, 没有。 郑宏基怒道。 没有你喊什么。 凌峰一脸无辜。 这不是配合您的动作吗? 郑宏基差点被凌峰气笑了。 他无奈道。 听着, 我现在加大电流。 你如果感受到刺痛, 就跟我说。 不准再装了。 好。 凌峰闭上双眼。 来吧。 郑宏基再次释放电流。 同一时间, 他也在关注凌峰的微表情。 但随着电流的加大, 凌峰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让郑宏基开始怀疑人生。 这小子难道天生绝缘? 郑宏基正想着, 忽然凌峰的头发就竖了起来。 碰。 凌峰头发炸了。 郑宏基连忙停止电流, 晃了晃凌峰。 小子, 怎么样? 凌峰吐出一口烟气, 虚弱道。 郑老, 你跟我说实话, 雷电法王羊永信是你什么人? 郑宏基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他觉醒的小世界是雷霆小世界, 可以操控各种电流, 所以他才能轻松手挫闪电。 得确跟臭名昭著的雷电法王能力有些相似。 凌峰, 我本以为你就是个天赋比常人好一点点的学生罢了。 但现在, 我不这么认为了。 郑宏基搬了一张椅子, 一屁股坐在上面, 他看向凌峰的目光之中, 带着复杂和意外。 凌峰闻言, 大喜问道。 我是天才。 天才, 也算不上马。 郑宏基道, 对电流有天生抵抗力的人, 适合觉醒像我一样的雷霆小世界, 这样一来, 就能随心所欲操控电流。 而你, 你对电流的抵抗力的却不错。 你若能走戒者意图, 比你当研究员有前途很多。 今天我们就练到这里, 你先回去。 郑宏基摆摆手。 见郑宏基放人, 凌峰也高高兴兴准备离开学院。 他才不想被郑宏扣在这呢。 但等凌峰走后, 郑宏基确实低头看向了自己的机械手表。 能够承受戒力等级50的电流强度,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数据, 让郑宏基都觉得瞠目结舌。 戒力等级10, 位移新戒者。 戒力等级30, 为二星戒者。 戒力等级60, 为三星戒者。 戒力等级100, 为四星戒者。 也就是说这凌峰, 相当于能抗下约三星戒者的一击。 难道今天另一头的慢兽, 是凌峰杀掉的吗? 但他戒力等级不过一。 五? 怎么可能呢? 郑宏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测试数据是真的, 他极有可能开了小事件。 但这纯小子还不知道。 戒力等级不过一。 五就能力扛三星戒者的电流。 这绝对是我雷霆戒者一门的人才啊。 不行, 我得给师弟打个电话, 这件事非同小可。 郑宏基沉思再三, 还是决定先去咨询一下师弟赵天明的意见。 他没有告诉凌峰, 也是怕凌峰这小子知道后, 人飘了。 现在戒力等级一。 五就赶到处搞事, 要是他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天才, 怕是会飞起来。 郑宏基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 就被挂断了。 郑宏基没有放弃, 对方这才接通了电话, 但电话那头声音显得很嘈杂。 老郑, 有事等会儿再说, 我这刚截杀了一头石原兽, 在处理尸体呢? 天明, 我找到一个戒力等级一。 五, 却是能抗戒力等级五十电流的苗子。 你说什么? 对方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 你等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 你们这群兔崽子都给我注意点, 石原兽的生殖器在他头顶, 那东西会爆炸。 我去处理点事, 回来要是谁死了, 师门笑一辈子吧。 明白, 老师, 赵天明这才继续跟郑洪基说话道。 老郑, 你别骗我, 真的有这样的苗子吗? 郑洪基回答道, 千真万确, 我刚才还测试过他。 马师兄的闪电五连边, 他能瞬间学会前三边。 你开什么玩笑? 赵天明彻底猛了。 你当时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也就只能抗戒力等级十五的电流, 我也不过十八。 你现在, 跟我说有一个学生, 能抗戒力等级五十的。 千真万确。 郑洪基赞叹道, 我若不是亲眼所现, 是万万不敢相信啊。 他几岁? 家庭状况呢? 还有其他方面的数据, 都发给我看看。 已经在你邮箱里了。 赵天明耽搁了两分钟, 查看了林峰的所有信息。 他有一个父亲在新馆当教练。 那他父亲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否则也不会让他来萧然中等学院读书。 好。 赵天明当即道, 老郑, 你给我把人留住了, 如果能让这小子入我师门之下, 咱们今年跟其他流派的交流赛, 就有希望了。 毕竟当年你, 马师兄那件事, 你也知道。 这么多年了, 你还提? 郑洪基也很无奈。 当年这位马师兄应约, 跟其他流派的年轻人一战, 结果被一拳放倒。 本来也就是圈子里的一件小事, 没想到这位马师兄录制的声明火了, 整个天下国在一夜之间, 都知道了他的糗事。 这也让雷霆借者一门被受耻笑, 导致这几年来的声援极差。 不提了不提了, 赵天明叹息道, 明天我坐跨式飞机过来, 你可要把人给我看好了。 好, 我等你。 郑洪基挂了电话, 他望向凌峰离开的方向, 笑眯眯道, 没想到在这小学院里, 竟然还能被我发现这么一个苗子。 不过这小子还是有些不着调, 希望明天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 天色暗了下来, 凌峰放了学没有到处溜达, 而是直接回了家。 一路上, 他住一住四周的行人, 自己也不敢声张半分。 因为, 他书包里装着一枚地漫石。 这是从下午那头地漫兽身上掉下来的东西, 凌峰没有告诉任何人, 一路把它藏到了现在。 还好, 这路上没有出现任何变故。 凌峰一回到家, 就躲进了自己房间, 立马把书包里的地漫石倒了出来。 这颗的漫石, 比郑洪基之前给他的要大一圈, 表面晶莹剔透的, 不像是大白馒头, 而像是一块珍贵玉石。 之前那地漫石被我弄没了, 这颗可千万不能再弄没了。 凌峰小心翼翼地将那漫石拿了起来, 准备放进抽屉理所好。 但是他刚拉开抽屉, 人就傻了。 手里的地漫石, 又没了。 卧槽。 凌峰急忙四顾寻找, 但是根本看不见那漫石的影子。 怎么回事? 凌峰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一石就被短暂地拉入了自己的石海里。 他再次见到了那颗暗黑色的圆球。 地漫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构建程度。 50%。 天赋地漫防御, 被动。 下一秒, 一枚金银剔透的地漫石忽然出现, 融入了暗黑色的圆球里。 凌峰一愣, 想要去抓, 但已经来不及了。 暗黑色的圆球彻底将地漫石吞噬了进去。 很快, 暗黑色圆球的表面上的字眼开始发生变化。 地漫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构建程度。 100%。 天赋。 地漫防御, 被动。 一则提示弹了出来。 开始复制。 暗黑色的圆球迅速从中间被割裂, 形成了两个圆球。 其中一个还是暗黑色的, 另一个则是出现了白色斑纹。 凌峰看去, 发现两个圆球都有字体浮现。 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5。 世界构建程度。 0%。 天赋。 暂无。 这是暗黑色圆球的字体。 地漫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觉醒程度。 1%。 天赋。 地漫防御, 被动。 这是白色圆球的字体。 凌峰彻底傻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他想去触碰这两个圆球, 却忽然听到房门外传来声音。 是父母回来了。 凌峰一晃神, 竟是直接恢复了神志。 他打开门, 看到了正在换鞋的父母。 今天你们学院是不是出事了? 林长盛问道, 学院给我们发了短信, 说附近研究所的地漫兽跑了进来。 你受伤磨? 受了点小伤。 凌峰示意了一下他身上贴着的膏药。 顾凡月紧张地凑了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 他确定凌峰真的只有这些小伤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学院也真是的。 两头这么大的地漫兽闯进来了都不知道。 顾凡月称怪道, 要是换作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怕是刚进来就被学院老师击杀了。 凌峰挠挠头, 苦笑一声。 那毕竟是江南市第一中等学院, 抵运身后, 他们没法比。 对了爸妈, 我还想跟你们说件事。 说呗。 凌峰犹豫道, 你们说, 肿瘤会分裂吗? 顾凡月和林长盛两人都满带疑惑, 看着凌峰。 什么肿瘤不肿瘤的? 顾凡月反问道, 你要市场的俩瘤子, 哪里能这么活蹦乱跳? 凌峰想来也是, 他今天还跟郑鸿基学了闪电五连边, 身体素质好像比之前还要降了。 凌长盛则是抱住凌峰的肩膀, 低声道, 儿咋, 你就是太累了, 他铁定给你钱, 咱也俩出门潇洒一番, 如何? 凌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转身去厨房的顾凡月。 吃点好的意思就是, 去市场里买一些易受血液或者身体材料做成的药物, 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会给后备吃一些这种补药, 让他们起点比普通人高一些。 但这种补药吃多了, 也会带来问题, 比如, 基础无法打稳, 影响后面的借力提升, 吃一点倒是没关系, 家里也一直给凌峰, 凌员两兄妹买一些便宜的补品, 但要说好的, 价格就要成倍往上涨。 老爸, 你想怎么做? 问你妈要钱, 然后我有渠道可以便宜一些给你搞来, 剩下的钱我们五五分账。 林长盛朝凌峰眨眨眼。 凌峰道。 二八分。 林长盛满意道。 算你有孝心, 老爸就勉为其难收下大头了。 林峰摇头道。 不, 我的意思是, 我要八, 老爸你二。 林长盛顿时瞪眼。 你妈就莫教过你, 尊老爱幼吗? 我妈教过我, 做人要知足。 林峰淡淡回答道。 爸, 我知道你一直想买个烟, 这回问老妈要钱, 剩下分的钱足够你买了。 林峰嘿嘿笑道。 老爸, 咋样? 合作不。 林长盛为之气节。 这一家四口, 林元是个小财迷, 顾凡月是个大财迷, 就连林峰时不时也透着财迷的本色。 就他最老实了。 行。 林长盛盘算了一下后道, 等会儿你要钱, 我去给你联系渠道, 收购一点材料来。 林长盛认识不少借者, 可以便宜搞到一些材料, 然后通过老熟人, 把它们制作成补药。 这样一来, 同样的东西, 价格几乎只要一半。 剩下的一半, 就他和林峰分。 多谢老爸。 林峰喜滋滋地跑去厨房, 跟顾凡月商量这件事。 按照往常, 他吃下补药之后, 借力等级会上幅零。 二左右, 但价值也不菲。 他上次吃的补药, 据说是用编号232的 烈焰食人花花粉做的, 要了林长盛两万块钱。 现在临近大口, 顾凡月的确跟林长盛商量过, 再购置一些补药过来。 林园那边不用担心, 但林峰这边不足的地方, 得用补药补上去了。 否则借力等级低了, 可能连特长盛的路子都走不通。 顾凡月听到林峰的诉求, 勉强同意了。 毕竟林长盛也是新管的常驻教练, 工资能养活一家人不要虽然贵, 但也莫到买不起的程度。 但顾凡月依旧心事重重的。 傍晚, 等兄妹两人睡了之后, 顾凡月这才跟林长盛商量。 老公, 我想过了, 与其给小枫搞烈焰一号, 不如加点钱给他弄闪电三号。 林长盛听到这话, 猛地愣住。 你疯了。 闪电三号可是标价十万。 烈焰一号是用编号232烈焰 食人花花粉制作的补药, 可以提升服用者的气血, 从而达到全面增幅的效果。 速度和力量都会缓慢增加。 但闪电三号, 是用编号166的闪电烈焰身上的血液制作, 服下之后, 只能提升服用者的速度。 林长盛原本只想捞点烟前, 莫想到顾凡月竟然有如此决心, 拿出十万来帮林峰。 我知道。 顾凡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小峰 竟然想走研究者的路子, 那么, 速度比力量要重要很多。 你也知道, 速度若是达标的话, 可以参与不少研究项目。 相反力量对研究者的增益并不大。 林长盛沉思起来, 对于戒者而言, 力量和速度是衡量戒力等级的唯一标准。 但研究者不然, 研究成果是衡量研究者能力的唯一标准。 但如果速度达标, 能提升研究者的思维程度和实验速度, 可以侧面辅助研究者的实验。 你说得对, 但毕竟要十万。 林长盛挠挠头道, 如果就给小峰弄这个圆圆那边。 圆圆那边我去说。 顾凡月道, 圆圆现在已经到了二星戒者的水准, 他哪怕服用闪电三号的效果也不大。 而且我想过了, 如果圆圆真的要闪电三号, 你就偷偷去打点闪电猎豹。 顾凡月侧过身来, 朝着林长盛眨巴眨巴眼。 林长盛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我一个四星戒者去打编号166的闪电猎豹。 要是被人发现了, 怎么办? 四星戒者开启小世界后, 小世界会暂时处于混沌状态, 所以统称为混沌境。 而闪电猎豹最弱的, 也有一星混沌的力量, 而最强的则是四星混沌。 林长盛一个四星戒者, 若是被人发现能击杀闪电猎豹, 怕是会引起麻烦。 你去的话, 遮掩身份, 直接秒掉那些豹子, 干净利落地拿回材料就行。 顾凡月建议道, 他们不会发现的。 这, 林长盛显然有些不情愿。 你不去的话, 我去。 顾凡月警告道, 这是我们孩子一生一次的大考, 哪怕违背一下当年的约定, 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了。 那群人敢因为这点小事, 抓我们把柄。 林长盛叹了一口气, 先去问问圆圆的意见吧, 实在不行, 我偷偷去杀点。 在家庭面前, 他还是妥协了。 夫妻俩的夜间谈话, 并没有引起林峰和林渊的注意。 林峰此刻正没心没肺地呼呼大睡, 全然不知父母的打算。 第二天一早, 林峰跟往常一样坐地铁去了学校。 可他刚一进门, 就被郑宏基逮住了。 小子, 你今天不用上课了, 跟我过来。 郑宏基抓着林峰的衣领, 不让他走。 林峰满脸惊恐。 郑老, 我还有文化课要上吗? 郑宏基无所谓道, 你上不上课都无所谓。 你这小子文化课成绩, 不一直都是满分评级。 听说你上课的时候, 都在研究怎么诈学校。 林峰? 坏了, 计划被学校知道了。 但林峰又怎么能承认, 他一脸无辜道。 不可能, 郑宏基脸皮一抽, 这学院里最闹腾的, 就属你小子了, 还散好学生, 捣乱积极分子还差不多。 行了, 今天带你现个人, 你就跟我来院子里等。 郑宏基道, 院长那边, 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林峰一听, 心里颇为忐忑。 这郑宏基要带他献谁, 竟然如此隆重。 但林峰想跑也没办法, 郑宏基这一次是有备而来, 他手里握着的转头, 让林峰根本不敢有跑路的想法。 两人在院子里等候, 期间郑宏基还给林峰解释了一些具体事宜。 来的人是我的师弟, 你管他叫赵老师即可, 记得不许胡闹, 免得人家以为我带出来的学生没有规矩。 他这一次来, 主要也是测试你的身体素质。 你就当一次简单的借力测试就行。 另外, 这件事得保密, 我连院长那边都莫说过。 听明白了莫? 林峰连忙进了个礼。 听明白了。 郑宏基皱眉, 这里就我们俩人, 不需要这么严肃。 明白。 林峰应了一声, 当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双腿搁上了桌, 开始抖腿。 郑宏基瞪大双眼, 恼怒道, 没让你这么放松。 现郑宏基抓起了一旁的砖头, 林峰吓得连忙正惊危坐。 郑宏基眯起双眼道, 等人来了, 你要是还这样, 别怪我当外人的面奏你。 林峰撇撇嘴, 两人在院子里等了好一些时间, 但依旧不见人来。 郑宏, 你这师弟是不是不来了? 没道理啊。 郑宏基看了看手表, 他正纳闷的时候, 忽然间, 手表开始闪烁电花。 林峰诧异看向身边的水池, 他发现水池上方, 竟然也凭空生成了一道道小型电弧。 这…… 林峰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奇怪的场景。 两人猛地抬头, 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却是翘无声息地落地。 雷霆散去, 一个穿着天蓝色风衣的中年男子, 缓缓浮现而出。 老郑, 我来了。 郑宏基目光一宁, 他吃惊道。 天明, 你竟然突破到那个境界了。 信不辱命。 赵天明笑着点头, 望向郑宏基。 反倒是你, 这些年一直没什么变化。 哎, 你也知道当年那件事。 算了, 不提了。 郑宏基抬头, 看向他道。 检测仪器带过来没有? 那是自然。 赵天明右手一指, 雷霆乍现。 林峰惊讶发现, 这院子里多了一台机器。 这机器类似于跑步机, 但是在跑步机上还多了一个金属制作的圆环, 矿住了整个机器。 高等级的借力测试机器。 郑宏基诧一道, 天明, 你这几年发达了呀。 这东西都随身携带了。 这是学院里的, 我暂时借过来用用。 赵天明道, 就是这小子吧。 你电话里说的。 赵天明看向了林峰。 林峰呼吸一致, 他这才意识到昨晚郑宏基给他联系了赵天明。 但比起赵天明的身份, 他更想知道赵天明刚才是怎么一直点出, 把这么大一台机器变出来的, 这太神奇了。 是。 郑宏基点头, 昨天测试的数据我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今天测试成功, 你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林峰听到这话, 顿时恐慌起来, 他连忙跪下。 郑宏, 我知道错了, 别让他割走我的腰子。 这话一出, 郑宏基和赵天明两人的神情顿时僵住。 郑宏基, 郑宏基的脸色从僵硬变得铁青。 而赵天明却是笑道, 老郑, 你这学生倒是有趣。 郑宏基满脸阴沉地道, 臭小子, 别跟我在这里撇。 赶紧上机器, 测试数据。 要是成功, 你就跟着我师弟去京都, 到时候直接保送京都大学借着学院。 这比你当研究员不知道强多少倍。 郑宏基一脚踢在林峰屁股上, 二话不说, 连忙上了机器。 那我们开始了。 赵天明笑了笑, 一直点出, 雷霆流过机器。 机器开始运行, 那道圆环开始层层分离, 竟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形装置, 困住了林峰。 林峰一震, 他脚下的圆环开始动了起来。 努力跑! 赵天明的声音传来。 林峰咬牙, 迈开了腿。 随着林峰的奔跑, 圆环外面产生了一道道的电流。 老郑, 我可是很期待啊。 能抵抗住戒力等级武士电流的天才, 到底是什么模样? 放心, 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郑宏基点了点头, 随即也看向了那圆环之中。 林峰竭力奔跑, 一项项数据在电流当中生成。 巅峰速度, 12米, S, 巅峰力量, 320公斤。 戒力等级, 4, 8, 抵抗电流等级, 3, 提示。 未开启小世界, 无法测定小世界等级。 看到竖直的那一刻, 郑宏基瞬间傻眼了。 戒力等级4, 8。 他呼吸一致, 这怎么可能? 而一旁的赵天明, 却是皱起了眉头。 老郑, 这不对啊。 你不是说, 他能抵抗武士戒力等级的电流吗? 这怎么才散? 这种程度, 别说是天才了, 都没有到我雷霆一门的门槛。 郑宏基愣愣看向赵天明, 他这才反应过来, 先不论戒力等级的问题, 这抵抗电流的等级也不对劲。 不可能, 我昨天的确测试出来, 就是50。 我让他证明给你看。 郑宏基连忙关闭了仪器, 凌峰晕呼呼地走了出来, 那圆球晃得他头疼。 凌峰, 这个给你。 郑宏基丢了一条铁边, 昨天我教你的边法, 给赵老师演示一遍。 凌峰接过铁边, 但刚一甩出, 一道强烈的电流就刺痛了他的手。 凌峰下意识松手, 铁边掉落在了地上。 郑宏基呆若木鸡。 老郑, 你昨天喝酒了吧? 赵天明叹了一口气, 你师弟我可是坐了飞机, 大老远从京都来的呀, 你就让我看这个。 赵天明显然对凌峰的表现不满意, 很不满意。 他甚至认为, 郑宏基在拿他寻开心。 不对, 不对, 郑宏基猛了, 我昨天确认了好多遍, 这小子电流抵抗力就是50, 甚至更高。 他甩出来的电弧, 能炸我头发。 郑宏基指了指他有些烧焦的头发。 你看, 这些就是昨天炸出来的, 那他怎么连一边都甩不出来? 赵天明无奈道, 老郑, 你想象我可以直接打电话, 或者来京都, 莫必要这样骗我过来, 鬼才想见你。 郑宏基怒道,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特摩爱信不信, 你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 赵天明显然也有些生气, 既然没有天才, 那我就先走了。 赵天明一步踏出, 雷霆瞬间闪烁, 他的身影消失在了院子里, 连同那台测试仪器, 也一起消失不见了。 郑宏基颓然坐下, 他看着林峰, 百思不得其解。 你昨天? 是甩出三边了, 对吧? 郑宏基不确定问道。 好像是, 林峰挠挠头, 不过今天状态不太行, 第一边都没甩出来。 我知道, 郑宏基有些烦躁, 这不应该啊。 难道你的体质, 还能在一夜之间变化? 忽然, 他意识到了什么? 对了, 你这小子借力等级到四? 八了, 你特模怎么默跟我讲? 郑宏基一拍大腿, 目光之中也重新燃起希望。 林峰梦了, 他指着自己鼻子道。 我? 借力等级四? 八。 废话。 郑宏基怒道, 如果那台破机器测试出来的电流抵抗等级是正确的话, 你的借力等级也是正确的。 你小子, 什么时候突破到四? 八的。 如实招来, 林峰待在原地。 这不对啊, 我这两天没干啥啊。 林峰挠挠头, 难道是? 我平常做好事, 老天良心发现了。 郑宏基白眼一番, 如果老天爷良心发现了, 就应该劈死你这个臭小子。 林峰。 虽然没办法验证林峰的天赋, 但林峰借力等级到达四。 八, 也算是一件大喜事了。 郑宏基立马带着林峰去了学院里的测试坊。 看着测试仪器上的数值, 郑宏基确定这一次他没有看错。 这回绝对没错。 你小子借力等级的确是四。 八。 郑宏基欣慰开口道。 借力等级四。 八, 放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里属于垫底的存在, 但放在萧然中等学院里却是尖子生。 这也代表着, 林峰可以不用走特长生的路, 也能正常上本科线了。 而林峰下了测试机器后, 心花怒放。 我借力等级四。 扒了。 卧槽, 天降惊喜啊。 林峰眼睛一亮,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原先在学校里就是横着走, 最多躲一下宋子川那个蠢货, 现在好了。 他借力等级比宋子川还高。 他不光要横着走, 甚至要跳着走, 飞着走, 在学校里翻跟斗。 看谁还敢管自己。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郑宏基看到林峰这副模样, 立马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学校里的机器也有测不准的时候, 你放了学, 去你爸爸的心管测试一下。 如果数值是一样的, 说明你的确有这个本事。 在这之前, 你给我安分一点, 别整天想着给学校找麻烦。 林峰眼球一转, 郑宏基就明白这小子想干嘛了。 林峰连忙保证, 放心郑老, 我不找麻烦, 我一散好学生, 怎么可能给学校找麻烦呢? 郑宏基满意点头。 那就好, 你小子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想办法, 怎么再突破一下? 答道。 嗯, 你在干嘛? 他发现, 林峰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出了测试房, 而且他正在摆弄门锁。 郑宏基这才意识到不对, 连忙去按动门把守。 门被林峰锁上了。 郑宏基怒道,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郑老, 您就在里面待一会儿, 我晚点来救您。 林峰嘿嘿一笑, 当即脚底抹油, 一溜烟跑了。 郑宏基站在门后干瞪眼。 这林峰, 真不甘认识啊。 他叹了一口气, 右手电光闪烁。 紧接着, 一道轰破门锁的声音回荡在校园里, 极其响亮, 引起了所有失声注意。 十分钟后, 林峰被郑宏基从顶楼拖了下来。 臭小子, 突破了这么点就飘了。 谁给你的勇气, 把我关在测试房里的? 林峰委屈巴巴道, 我就是想试试自己能跑多快。 现在满意了。 郑宏基冷哼道, 你虽然借力等级突破了四。 八, 但还是不入流。 今年参与大考的学生里面, 比你强得有十几万。 你算个球啊。 林峰无奈, 自己好不容易突破了, 竟然还被郑宏基数落。 听着臭小子, 你竟然能快速增长借力等级, 说明你的天赋远不及此。 今天我师弟虽然莫看上你, 可你如果能突破一星戒者, 就能拿到江南高等学院的保送资格。 距离大考还有三个月时间, 你加油突破, 应该是有希望冲击一星戒者的。 郑宏基虽然看似鼓励了林峰, 可他心里也莫敌。 因为林峰的突破, 太奇怪了。 上个月学校测试, 林峰的借力等级只有1。 5, 没道理突破得这么快, 马上就4。 8了。 但该鼓励, 还是要鼓励的。 听到郑宏基的话, 林峰小声嗶嗶道, 我想要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资格, 江南高等学院。 江南高等学院怎么了? 郑宏基当然听到了这话, 痛心疾首道。 你现在有资格上借者为主的大学, 去什么研究学院? 听着, 只有借者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 那群研究员莫这个本事。 林峰无奈点头, 他知道自己要是在这反驳正红基, 怕是得爬回教室了。 但是他没说, 自己想去研究学院, 是因为那边容易摸鱼, 他想在那躺平, 跟前世一样。 不然, 去江南高等学院跟一群神仙卷来卷去。 累不累啊? 行了, 我还有点事, 今天先放过你。 郑红基摆摆手道, 明天开始, 上午的文化课, 你就都不用上了, 过来跟我训练, 我亲自教你。 林峰的脸顿时扁成了一个窝瓜, 他还想在文化课上睡觉摸鱼呢? 这下好了, 睡觉的课没有了。 林峰一言不发地回到了教室, 一旁的江义凑了过来。 咋样? 什么咋样? 林峰皱眉道。 别瞒了, 我亲眼看到有一道雷霆 进入了郑红基的小院里。 江义笑嘻嘻道, 那是开了雷霆小世界的强者吧? 他不可能是来跟郑红基叙旧的, 应该是跟你有关系。 林峰大惊, 他诧异地看向了江义。 这小子年纪不大, 心思这么细, 他说了什么? 江义好奇问道, 告诉我呗。 你想知道。 林峰挑了挑眉, 江义无语, 不然我问你干什么? 那你把耳朵靠过来。 林峰道, 我悄悄跟你说。 江义文言, 心冲冲地侧耳过去。 林峰凑劲道, 他说, 我, 是, 你, 爹。 江义一愣, 不由怒道。 你什么意思啊? 问问问, 我答应保守秘密, 但莫答应, 啥都告诉你。 林峰瞪了他一眼, 想知道。 给钱。 江义为之气节。 这林峰, 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就在江义还想跟林峰理论一二的时候, 前门传来一阵欢呼声。 班长回来了, 江义和林峰对视一眼。 是宋子川。 他们看去, 只见宋子川春风满面地从门口走了进来。 一旁的学生问道, 班长, 研究所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呀? 宋子川得意洋洋道, 他们说我的天赋很好, 要给我制作一些补药。 只要我吃下那些药品后, 就能在大考前突破一新戒者。 哇! 宋子川的话引起了半个半的惊叹。 一新戒者, 对于他们来说, 戒力等级一。 六的林峰就已经是优等生了。 绝大部分人戒力等级只有一。 一杠一。 四。 而宋子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四。 零。 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 宋子川的成绩在整个学院都是拔尖的。 这也引起了不少学生的恭维和羡慕。 但也有不少学生冷眼看着他, 除了羡慕之外, 也有很多人嫉妒。 人群里冷不丁传出了一声吃笑。 研究所是不会给一个废物花钱的。 这句话, 直接熄灭了所有人攀谈的热情。 众人惊讶回头, 他们想看到底是谁在这个节骨炎讽刺宋子川。 他们发现, 出生的人是江义。 这个新生疯了吧? 还敢嘲讽班长? 太涌了, 涌到我头皮发麻。 班长脾气再好, 恐怕也得发飙了。 果不其然, 众人发现宋子川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这个转校生左一句蠢货, 右一句废物的, 彻底惹恼了他。 你什么意思? 宋子川眯起双眼, 看向江义。 能有什么意思? 江义满不在乎道, 研究所除非收钱了, 不然不可能给你做补药。 我猜, 应该是你的院长父亲, 花钱投资了吧? 此话一出, 宋子川心里一惊。 这江义说得丝毫不差。 因为之前研究所将宋子川抓走, 身为院长的父亲急坏了, 连夜赶到了研究所里。 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 研究所才确定, 他没有被异受血感染。 宋院长为了保住儿子的面子, 就趁机花了不少钱, 跟研究所买了一些补药。 这些补药价格高昂, 而且研究所也说了, 没有办法一定让宋子川成为一星戒者。 说一星戒者, 纯粹是宋子川吹的牛逼, 但面对这么多的同学, 他当然不能承认这件事。 哼, 宋子川故作镇定道, 你是嫉妒了吧? 我自有天赋在这, 你说破了天, 也没有任何意义。 呵呵, 你有天赋? 别笑死人了。 江义继续嘲讽道, 有本事你证明一下自己。 我看你啊, 文化课成绩远不如某人, 连实力都不如。 天赋, 那更加不如了。 宋子川眉头紧锁, 冷眼看着江义, 他当然知道江义说的某人是谁了。 凌峰。 正好, 薪酬就账一起算。 宋子川可忘不了, 昨天地曼受入侵后, 凌峰的那一脚。 好, 你要证明是吧? 我现在就给你证明。 凌峰。 宋子川静止走到凌峰面前, 敲了敲他的客桌, 单挑。 我要向他证明, 我比你强。 正在看书的凌峰茫然抬头。 凌峰的话, 让一群同班同学也迷了。 确实啊, 嘲讽的是江义, 没道理凌峰挨揍。 宋子川一愣, 他仔细想想, 的确是这么回事。 虽然他挺想揍凌峰的, 但毕竟是江义挑的事, 跟人凌峰莫啥关系。 但还莫等宋子川回过神来, 走廊里就响起了江义的喊声。 快出来看啊。 八班班长宋子川要跟凌峰单挑了。 挑战书都下了。 也不知道江义是怎么办到的, 就连学校的广播里也出现了江义的声音。 正在喝茶的宋院长原本还在悠闲看报, 听到这广播之后顿时喷出了一口茶水。 怎么回事? 刚把这小子从研究所捞回来, 又开始闹事了。 等等, 对象是凌峰? 难道是凌峰挑的事? 宋院长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去了一趟广播室。 但他发现, 广播室的老师正焦头烂额地处理设备。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广播室的老师焦急到, 就在刚刚, 设备都不听使唤了, 好像是被人入侵了。 被人入侵了? 宋院长傻了? 这是萧然中等学院历史以来, 头一遭啊。 两人大眼瞪小眼, 还是广播室的老师集中生智。 赶紧去找那个宣传的学生, 把广播的控制权拿回来。 现在广播通知的主控权在江义手上。 哪怕宋院长去了现场, 学生们多半也不会听他的。 因为广播的声音会盖过他的声音。 只有拿到广播的控制权, 才有办法平息这场闹剧。 但很快两人发现, 不少学生都已经坐上了操场的看台, 就连不明所以的老师也都跟学生坐在了一起。 学院里是有挑战机制的, 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里, 这种挑战几乎每天都会有十几场。 每一场都有专门的老师保护, 才定以便学生们更好的战斗和切磋。 但放在萧然中等学院里, 这两年来还是头一遭。 哪怕有, 也是菜鸡护拙。 尖子声单挑优等声, 倒是新鲜。 别说宋子川傻眼了, 就连林峰也傻眼了。 这将一百明了, 是故意把宋子川引来垂自己。 宋子川原本想解释, 但他看了林峰一眼, 又想起自己昨天的惨状。 正好, 可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奏他。 宋子川目光冷漠, 看向林峰, 戏谑道。 林峰, 你不会怕了吧? 众人都妄想林峰。 他们本以为林峰会拒绝, 但莫想到林峰起身, 脱了自己的外套, 往桌上一丢。 哎, 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 但莫想到, 换来的却是疏远。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 林峰, 萧然中等学院第一尖子生。 今天, 应战。 全班都愣了一下, 随即哄堂大笑。 林峰太有趣了, 这是在壮胆。 都自称尖子生了。 现在惹怒班长, 等会儿估计会死得很难看。 没想到他真的敢硬啊, 我是万万不敢的。 班长接力等级都达到四。 零了, 沙包大的拳头砸我一下我得躺一个月。 学生们有的嘲笑, 有的担忧, 但更多的纯粹是想看热闹。 看热闹是人类的天性, 这世界上永远都不缺吃瓜群众。 宋子川文言, 冷笑道。 好, 那就操场先, 你可别不敢来。 我们走。 宋子川立刻带着他的一批跟班去了操场。 林峰这边没有马上动身,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跑到了走廊里。 江义这个混蛋已经宣传完两个年级了, 他正在往其他年级跑, 但在途中被林峰直接逮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林峰冷冷问道, 你是故意的吧? 江义非但没有害怕, 而是笑眯眯回答道, 林峰,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 你不上场去打一下? 林峰猜得没错, 江义就是故意的。 目的也很简单, 昨天的地曼兽莫能测试出林峰的实力, 那就让宋子川去逼林峰一下江义不会看错, 林峰身上绝对有他们想要的天赋。 我回头再收拾你。 林峰松开江义的衣领, 眼下全校都已经知道单挑的事情了, 他自然要出面。 林峰之前或许会担心, 但现在他毫不畏惧。 借力等级都四。 巴了, 对付宋子川这个家伙, 还不容易。 此刻操场上, 宋院长和一群老师也已经赶到, 就连郑洪基都被惊动。 宋院长, 到底怎么回事? 郑洪基皱眉问道, 他刚刚把林峰放回去, 这林峰怎么就又开始闹幺蛾子了? 宋院长拿出手帕, 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水。 好像是犬子跟林峰起了一些小冲突, 两人就约好单挑了。 郑洪基眉头紧锁, 林峰这臭小子就知道给学院找事。 宋院长, 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过来。 郑老, 别去。 宋院长连忙阻止, 他笑眯眯道, 学生们单挑吗? 这很正常, 这有利于全校的学习氛围, 而且也能让林峰消停一会儿, 毕竟他这三天两头闹事, 我们也扛不住啊。 宋院长的意思很明显, 让宋子川教训林峰一下, 林峰受点小伤也就不会天天闹出幺蛾子了。 但郑洪基却是脸色难看, 他倒不是担心林峰受伤, 他是担心宋子川受伤啊。 如果没有意外, 林峰的借力等级已经达到四。 八, 速度和实力都高出宋子川一截, 再加上林峰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宋子川不一定能斗得过他。 不行, 还是取消吧。 郑洪基担忧道, 我怕出事。 没事没事。 宋院长劝解道, 出事了, 我负责。 郑洪基看了一眼淡定的宋院长, 他本想解释的, 但又不想解释了。 这宋院长看来对宋子川很有信心啊。 别说宋院长一人, 几乎在场所有师生几乎都看好宋子川。 上个月的测试, 宋子川的借力等级可是到达了惊人的三。 六, 而排名第二的陈兴尧, 也不过三。 零, 两者之间相差零。 六, 至于林峰, 因为被郑洪基教训了一下, 借力等级不增反减, 只有一。 五, 借力等级的差距会体现在力量和速度上。 林峰想要赢, 几乎不可能。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林峰和宋子川出场了。 操场正中央, 宋子川淡定走来。 而另一边, 林峰翻跟斗进来。 郑洪基脸皮一抽, 他现在强行忍住了上场把林峰打一顿的冲动。 就连宋院长的脸色也很精彩。 郑老, 这两人都是我们学院今年本课的希望。 如果犬子到时候下手太重, 我也无法跟全校师生和林峰家长交代。 就麻烦你到时候出手, 分开他们, 以防林峰受伤。 郑洪基看了宋院长一眼, 淡然道, 你的意思是, 宋子川不用救了。 哈哈, 犬子有多少本事, 我这个当父亲的, 还是知道底细的宋院长得意道。 不瞒你说, 犬子在最近一次测试里, 借力等级已经突破了4。 0, 速度和力量都将超越以往。 你只要照顾好林峰就行, 他今年如果能考上研究学院, 也算是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本科生了。 他受点伤没关系, 别重伤, 无法参加文化课考试就行。 宋院长的话, 让郑洪基叹了一口气。 场中, 宋子川和林峰已经就位。 林峰, 昨天的事情, 我可要好好报答报答你。 宋子川的目光冷漠, 咬牙切齿开口道。 林峰一愣, 昨天的事情, 他恍然大悟, 笑道。 班长, 你跟我客气什么? 你要是喜欢吃, 等会儿我再带你去。 林峰不说话还好, 这一句话, 直接点燃了宋子川的火气。 他昨天哪怕洗了三四个小时, 今天都隐隐觉得身上有骨味道。 这一切, 都拜林峰所赐。 林, 峰, 宋子川咬牙切齿, 显然不想再跟林峰废话, 当即冲了过来。 学院是有教学生一些搏击技巧的, 普通的军体权, 外加一些基础招式。 其他的, 要上一星戒者之后才会教。 而林峰也收起了笑容, 目光锁定了宋子川。 宋子川的戒力等级是四。 零, 而他的戒力等级是四。 八。 虽然不知道, 两者的速度和权力等级有多少差距, 但林峰清楚, 要赢不难, 要稳赢, 很难。 但他心里早有了对策。 就在宋子川的拳头砸在林峰脸上时, 林峰一个晃身躲了过去, 随后猛地跺向宋子川的脚趾。 这一踏, 林峰几乎用了全力。 宋子川瞬间惨叫起来。 什么? 全校师生满脸震惊。 卧槽, 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林峰, 你无耻。 宋子川怒吼一声, 他强忍疼痛, 一巴掌扇向林峰。 可林峰却是正面接下了他的。 一根手指头。 随后, 他猛地把宋子川这手指往后一折。 宋子川惨叫声回荡在整个操场上。 四。 不少人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虽然没有亲身体会, 但不少人都出现了患痛的症状。 林峰, 太狠了。 踩脚趾, 舌手指。 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吗? 就连郑洪基也傻眼了。 这林峰明明借力等级就已经比宋子川高了, 却还是要用这种办法, 太折磨人了。 宋子川疼得冷汗直冒, 但除了疼痛, 更多的是憋屈。 他的借力等级要远高于林峰, 如果就在这里认输的话, 恐怕今后将会沦位学校笑柄。 林峰, 你就知会这些小伎俩吗? 宋子川咬牙起身, 怒道, 有本事, 跟我正面单挑。 正面单挑。 林峰笑容灿烂。 好啊。 林峰的目光灼灼, 他开始认真起来了。 他其实也想试试, 如今的自己, 有多少实力了。 而被踩了脚趾舌了手的宋子川, 是一个绝佳的实验对象, 林峰退后几步, 眼神锁定了宋子川。 这一刻, 林峰脑海中那白色的圆球开始旋转, 散放着微弱的光芒。 宋子川咬牙, 他左手虽然伤了一根手指, 但右手的权力丝毫不差。 我借力等级比你高, 只要你正面跟我斗, 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宋子川知道自己的优势, 这才打算激将林峰, 默想林峰上当了。 林峰一步一步朝着他冲来, 宋子川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但很快, 他笑不出来了。 林峰的脚步每次踏下, 竟是都会发出沉闷的响声。 仿佛面前的不是林峰, 而是一头庞大的地漫兽。 宋子川呼吸急促, 他脑海中瞬间闪回了昨日地漫兽的恐怖身影。 怎么会这样? 宋子川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也是踏出好几步, 拳头猛地砸向林峰。 两者的拳头在这瞬间对拼, 可一声鼓裂, 清晰响起。 下一秒,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里, 宋子川再次惨叫出声。 疼痛让他下意识收手, 却是刚好被林峰这一拳冲击至胸口。 宋子川直接倒飞出去, 在地面拖行了两三米距离。 林峰的目光冷漠, 但眨眼恢复了清明。 刚才这事, 林峰自己也没想明白, 刚才的状态是怎么回事。 就像是突然增加了一部分力量似的, 一拳就像宋子川打飞了出去。 这一幕, 吓傻了众人。 这不可能。 宋院长拍案而起, 宋子川的借力等级已真四。 零, 远胜于林峰。 可为什么连林峰一拳都戒不下来? 就连郑洪基也是瞪大双眼, 一时间没有想明白。 哪怕林峰的借力等级到了四? 八, 也断然不可能把宋子川一拳打飞两三米远。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洪基一脸猛逼, 林峰这小子的确有天赋, 但他的天赋好像若隐若现, 昨天甩出的闪电三边也是, 今天的这一拳也是。 宋子川大口大口喘息着, 但手臂传来的强烈疼痛, 让他难以忍受。 林峰。 他强行撑了起来, 咬牙道。 你。 林峰居高临下, 淡淡道。 班长, 你输了。 四下里, 一片死寂。 学生们也好, 老师们也罢, 都没有想到宋子川会输。 而且, 输得这么惨。 几乎是一败涂地, 宋子川连林峰的衣角都没有摸到。 快。 宋院长喊道, 孝医。 孝医呢? 赶紧过去。 宋院长急疯了, 他怎么都没料到, 受伤的是宋子川, 而不是林峰。 而人群里, 带着一副科技眼镜的僵硬面露笑容。 这个林峰, 的确有趣啊。 记录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他按下了眼镜里的回放, 再看了一遍林峰出拳的全部过程。 他跨出第三步的时候, 身上的戒力等级从四, 八直接跃升至八。 二, 这要是发出去, 足以在研究领域掀起轩然大波。 经过校医诊断后, 发现宋子川除了大脚趾, 左手食指, 右手手骨骨折外, 右臂到处都有肌肉扭伤的迹象, 林峰这一拳, 起码能让宋子川在床上躺一个月。 这还是得益于, 他戒力等级高, 恢复快。 要是换做其他学生, 躺倒大考都是轻的。 宋院长心痛至极, 但是他也不敢发作, 毕竟是他非要阻拦正红机。 现在, 他也只能默默吞下哭过。 这一战后, 全校师生对林峰的看法, 又上了一层楼。 这家伙每天除了惹事,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借力等级突飞猛进, 连学院第一尖子生的宋子川, 都被打进了医院。 这简直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真没想到宋子川都输了呀。 就是说啊, 林峰什么时候这么将了? 你还别说, 这林峰明明可以一拳揍飞他, 却是非要先踩脚趾, 舌手指, 可太过分了。 杀人诛心, 以后绕着林峰走吧, 别惹他。 学生们意润纷纷, 不少学生都不甘心, 这林峰平日里就调皮捣蛋, 四处放火。 可人家文化科的成绩一直都是SSS, 也就是接近满分的程度。 而现在连借力等级都大幅上涨了, 恐怕是郑老给他开的小灶。 我想也是, 如果不是郑老给他开小灶, 他哪有这么强? 郑老太偏心了, 能帮林峰, 也不知道帮帮我们。 难道说, 我们规规矩矩学习, 还不如林峰这个家伙? 一时间, 各种谣言四起。 而人群里, 一个黑色短发的女孩子, 却是望向了林峰的背影。 她叫陈兴尧, 以前她是学院里第二有希望进本课的学生, 这一战后, 直接滑落至第三。 此刻的陈兴尧, 心里也很不高兴。 凭空多出了一个比她强的学生, 这太影响她接下来三个月里的状态了。 而另一边, 郑鸿基正想找林峰了解情况, 却是被好几个老师逮住。 郑老, 您是不是给林峰吃不要了? 对啊, 林峰这提升得太快了。 难道说, 您有办法提升学生们的借力等级? 如果您知道, 请您务必要告诉我们, 咱们学院好多年没有这么强的苗子了。 要是大家都能这样进步的话, 对学院是一件大好事。 一群老师看着郑鸿基, 激动不已。 郑鸿基头大如痘, 鬼知道林峰是怎么突破的。 这件事, 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最多就送了林峰一颗地慢石, 教了他一套基础编法而已。 他敢确定, 那地慢石, 哪怕天天待在身边, 顶多提升个零。 一或者零, 二接力等级。 那编法, 入门更是要承受强力电流。 哪样, 都不可能让林峰突破得这么快啊? 我真不知道。 郑鸿基无奈回答, 别说你们了, 我现在也很忙。 您别谦虚了, 这林峰自从被您抓去训练后, 实力突飞猛进。 一个秃顶中年男老师笑道, 这里面要是没什么关系, 打死我都不信。 说得对啊。 郑老, 如果你能提升学生借力等级的话, 请务必要帮助他们。 不光是为了我们学院, 也是为了天下国和全人类。 郑鸿基人骂了, 他特摩也想知道, 这该死的林峰,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同一时刻, 已经摆脱人群的林峰, 正巧从一楼洗手间的窗户冒出头来。 他刚想翻窗逃跑, 墙壁下, 一个声音冷不丁道, 你想去哪啊? 这声音让林峰激起一身冷汗, 他连忙回头, 发现是姜毅。 是你小子! 林峰顿时怒道, 你还敢送上门来? 要不是你, 局面会这样乱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姜毅无所谓道, 你要是乖乖挨宋子川的毒打, 现在就躺在病房里, 岁月静好了。 林峰恶狠狠道, 岁月静好, 我特摩让你岁月静好, 你信不信? 说归说, 别动手啊, 我们都是文明人。 姜毅下意识退后一步, 他道, 你的借力等级已经超过了宋子川, 本科线应该是稳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林峰皱眉道, 你小子处心积虑挑拨我和宋子川的关系, 到底有什么目的? 姜毅撇嘴, 说得你好像跟宋子川很熟似的。 林峰脸皮一抽, 的确, 哪怕姜毅不挑拨, 他跟宋子川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前世, 林峰的学习成绩一直压宋子川一头, 这个宋子川一直嫉妒自己, 而这一世, 宋子川的借力等级比自己强一大截, 他可臭屁了。 我对你没什么恶意, 知识对你好奇。 姜毅笑道, 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 你大考过后, 应该是想报名江南研究学院的吧? 是, 又怎么样? 林峰哼哼, 江南研究院最低要求, 文化课程级SS, 一新介者。 我知道, 林峰道, 但每个学院都有保送名额, 我这样拿到就行。 是吗? 可是萧然中等学院从去年开始就被取消研究学院的名额了, 只有江南高等学院还有两个。 姜毅笑眯眯开口, 难道宋院长莫跟你们说吗? 林峰一愣, 这天杀的宋院长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好吗? 林峰还傻乎乎觉得自己能拿到保送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就是达到江南研究院的硬性标准, 要不就是报考其他的研究院? 姜毅道, 但是吧, 江南市除了江南研究学院之外, 其他的研究学院都很糟糕, 而且不是国家611文件指定的研究学院, 经常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 林峰也有所耳闻, 据说进入那些研究学院里的学生, 家庭条件都不错, 研究经费纯粹靠家里投资。 林长盛就是一个新管教练, 虽然饿不死, 但估计也撑不起动则几十万的研究项目, 江南研究学院, 是林峰唯一的选择。 那怎么办? 林峰问道, 你跟我说这个, 不会就是想让我失望吧? 当然不是。 江义笑嘻嘻道, 我有鹿子, 可以给你拿到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你有鹿子? 林峰深吸一口气, 眼睛都发亮了。 但很快, 林峰冷静了下来。 什么条件? 他当然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把这个签了, 名额我去给你啊。 江义从兜里掏出手机, 调出了某份文件给林峰看。 关于购买实验对象林峰人身权利的合同。 第21章 甲方 江义 乙方 林峰 乙方于即日起将人身权利卖给甲方, 时间期限一年。 期间, 甲方任何有关于实验的要求, 乙方都应在尽力的条件之下, 予以满足。 下面有细则。 江义提醒道, 林峰刷了一下, 发现满满20页, 全是合同细则内容。 他默默抬头, 然后, 伸出手给了江义一个脑瓜崩。 江义吃痛。 你干嘛?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林峰抢过手机, 将这份合同删除。 你小子, 在这等着我是吧? 我要是签了这个, 不就等于签了卖身器吗? 嘿嘿, 你发现了? 江义笑道, 老实交代。 你到底是谁? 来干什么的? 林峰不傻, 他现在几乎能确定, 这个江义转学到这里, 目标就是他。 江义则是不慌不忙地拿过手机, 仰起脸介绍道, 我有一个朋友, 对你现在的借力等级很感兴趣, 开了大价钱, 想让你成为实验对象。 林峰一脸古怪, 你这个朋友, 是不是你自己? 江义一愣, 倾壳道。 反正呢, 你成了实验对象, 没有任何坏处, 身上装一点一气而已。 林峰白了他一眼, 看宋子穿的惨状就知道了, 昨天研究所的人, 莫少折磨他。 要不然, 今天自己那一拳, 能把他打飞这么远? 你想都别想, 林峰转身就走, 江义健壮, 连忙跟在了林峰后面。 别啊, 你不考虑一下吗? 这可是保送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不就是进江南研究学院吗? 我自己考。 林峰几乎能够确定, 这江义一肚子坏水, 肯定莫安好心。 见林峰这么执着, 江义也很无奈。 因为林峰和宋子穿两人单挑的关系, 今天全校学生都有些躁动, 下午竟然又多了三场挑战赛。 这是萧然中等学院, 这几年来, 头一遭出现这种情况。 宋院长人都麻木了, 刚回医务室看了一眼宋子穿, 就得跑到操场上。 还好挑战的学生借力等级都只有1-2, 也没有出什么大事故。 一放学, 林峰就偷偷摸摸翻墙逃跑。 因为他看到郑洪基正鬼鬼祟祟坐在校门口看报, 摆明了是想逮他林峰才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翻出围墙后, 他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天灵星馆。 郑洪基说的没错, 学校里的仪器毕竟是大致测量的, 存在误差。 但星馆里的仪器是高精度的, 几乎没有误差。 去星馆进行验证是最好的办法。 林峰走进天灵星馆, 这里人特别多, 因为一放学, 就有不少学生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进行训练与测试。 林峰直接来到了老爸的办公室里, 推开门, 武林国正在调试手里的仪器。 武叔, 叫你一个吗? 我爸呢。 武林国抬头发现是林峰便放下手里的工具的。 你爸中午就出去了, 好像是有点私事。 他跟我说傍晚会回来。 你要不等他一下? 不用了, 我就是来星馆测试一下借力等级。 刚好, 你把这个东西拿过去, 插在R15机器的右边, 我这里还有点事, 你自己去测试就行。 武林国笑道, 你应该会操作吧? 会。 林峰点头, 父亲林长盛是这里的教练, 他也跟着来过星馆很多次, 测试过借力等级。 这里的机器, 他熟悉。 林峰很快就提着武林国递给他的仪器, 去了测试房。 因为是员工用房, 这里的人倒是很少, 只有一两个教练在指导学员训练。 林峰静止走了过去, 跟这些教练打了声招呼。 都是老爸的同事, 他们都认识林峰。 林峰驾轻就熟地, 把方块形状的仪器放入R15右边的凹槽里, 然后直接跳上了仪器。 先测试速度。 这台仪器类似于跑步机, 但是圆环形状的, 跟放大板的仓鼠滚轮似的。 加上四周的仪器辅助, 这台东西能比学校里的精确不少。 林峰启动机器, 提示音传来。 请开始跑步。 林峰迈开腿, 开始逐渐加速。 很快, 仪器测试完成。 边峰竖直12。 两米, S。 看来的确是提升了不少。 林峰面露惊喜。 接下来是权力等级。 林峰走到一边的推进器面前。 请用权力击打正前方, 测试次数。 三次。 林峰深吸一口气, 一拳砸在了前方的护垫上, 机器立刻开始了数据测算。 权力竖直。 309公斤。 林峰皱眉, 仿佛不满意。 他又挥出了两拳。 权力竖直。 326公斤。 权力竖直。 319公斤。 巅峰权力竖直。 326公斤。 恭喜您, 借力等级测算位。 四。 9715。 林峰惊喜万分。 标准巅峰速度是8米, S也是普通人的速度。 而他已经能得到12米, S比正常人快一截, 也早已超过前世世界冠军的速度了。 或许真的可以在大考前突破一星戒者。 林峰现在自信极了。 这个时候, 测试房的门被推开, 林长盛走了, 近来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仪器前发呆的林峰。 小峰。 爸。 林峰转头, 现是林长盛之后, 连忙招呼他过来。 你快过来看看。 林长盛走近, 还默等林峰开口。 他就发现了问题。 这方块测试器, 怎么插反了? 林长盛皱眉, 直接动手, 把刚才林峰放下去的方块形仪器, 重新拿了出来, 然后调转了一个方向, 重新放入。 仪器在精力短暂朔灭后, 重新启动。 林峰傻眼, 他发现刚才他测试的记录被直接抹掉了。 爸, 我刚才借力等级测试出来, 已经接近五。 零了。 林峰连忙告诉他, 没想到林长盛却是转头, 一脸复杂地看向林峰。 随后, 他宽厚的手掌拍在了林峰肩膀上, 语重新肠道。 小峰, 你和你妈可从来没教过你春油皮, 做人要脚踏实地。 林峰一愣, 立马道。 你不信? 你不信我再测试一次给你看? 算了。 林长盛摆摆手, 你现在不要好高远, 你爸给你搞了点好东西, 回家吃下后, 应该能达到借力等级二。 林峙上了, 到时候再以借力等级三。 林为目标, 咱们饭要一口一口吃, 实力要一步一步来。 林长盛说着, 把手里的东西提了起来, 在林峰面前晃了晃。 林峰无语, 刚想解释, 却被袋子里的东西吸引住了。 他看到了一些瓶子, 他知道, 那是给借者吃的补药。 不要竟然到手了, 那么, 回扣呢? 父子俩对视一眼, 顿时心领神会。 两人找了一间密室。 黑暗中, 林峰点了一根火柴, 露出了他的脸。 林丧, 这次有多少回扣? 嘿嘿。 林长盛也点了一根火柴, 露出了脸, 得意笑道。 这个术, 他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两百。 林峰顿时激动起来。 嗯, 哦, no, 林长盛笑道。 胆子大一些, 再猜一下。 两千。 林峰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两千,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 已经算大数目了。 你胆子还是太小了, 再猜。 林峰一愣, 两千还小? 难道是? 两万? 林峰已经不是惊讶了, 而是骇人。 什么不要回扣, 多有两万啊? 妈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林峰呼吸一致, 这是火焰一号吗? 不, 是闪电三号。 林长盛道, 你妈足足给了我十万块。 我今天跑了一个下午, 才从渠道商那里搞来了成品。 林峰的神情忽然变得紧张起来。 闪电三号他当然知道, 那是标价十万的补药, 爸妈竟然给他买了这么昂贵的东西。 你妈说了, 你既然想考研究学院, 那么速度很重要。 林长盛道, 速度能影响你的思维程度和身体素质, 所以我们就干脆直接提升你的速度, 这样你也能全力一搏去冲击江南研究学院。 林峰一时间感动不已。 十万块, 林长盛可能要工作大半年才能赚回来。 爸妈这次真是下血本了。 爸, 那这回扣。 我不要了。 林峰道, 你们花了这么多, 我还要就不合适了。 听到这话, 林长盛大感欣慰。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懂得体谅爸妈了。 不, 我的意思是, 我要你藏下的那份就行。 林峰朝着林长盛眨巴眨巴眼, 其他的上交给老妈。 林长盛一愣, 他尴尬道, 你说什么呢? 爸, 你别藏了, 闪电三号标价十万, 要是弄来原材料再进行加工, 起码能吃到这个树。 林峰伸出四根手指头, 林长盛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少。 闪电三号的原材料, 他其实就花了四万, 加工费一万。 剩下了五万块, 有一万也如法炮制, 给林渊弄了一些补药, 剩余的四万都是回扣。 但是, 他就跟林峰说了两万。 没想到林峰猜得这么准, 竟然瞬间识破了他的心思。 我有钱, 就是你有钱。 林长盛道, 你这孩子, 都不知道体谅你爸的辛苦。 老爸, 咱们说好的, 我爸你二。 林峰道, 我可以再让一成, 但你不能撕毁协定。 这对孩子的教育不好, 林长盛满脸飞线。 行了行了行了, 这样吧, 林长盛妥协道, 给你两万, 我拿一万, 剩下一万还给你老妈。 如何? 可以。 林峰爽快同意了, 有两万块, 有一些研究器材, 他也可以买了。 之前是太昂贵, 他舍不得下手。 为了防止你老妈起疑, 这张卡你先保管着。 林长盛道, 密码是你老妈的生日, 等风头过去了, 我想办法取出来。 林长盛给了林峰一张银行卡。 林峰这小子如此鸡贼, 绝对不会把钱乱花的。 这一点, 林长盛信得过自己的儿子。 嘿嘿, 好。 林峰高高兴兴地收下了银行卡, 父子俩都很无奈, 要从老妈顾凡院那里弄点钱, 可太不容易了。 别说, 还有林园这个小彩米, 一直在打劫他们两个。 忽然, 门被推开, 有人开了灯。 老林, 你们父子俩黑灯瞎火, 在这里干什么呢? 武林国看到林长盛父子之后, 差点被吓一跳。 林长盛当即笑道, 没啥, 我们先走了。 他立马带着林峰离开了新馆。 武林国看着父子俩的背影, 满脸疑惑。 两人一路开车回家, 威额的高墙渐渐出现在路的前方。 那闪烁着的电光, 让林峰每次一看, 都恍如隔世。 车载广播里, 正在播放着一名国家级强者的死讯。 林长盛面无表情地把广播关了。 这些年, 越来越不太平了。 林长盛难得叹了一口气, 异兽潮的次数增加, 以后陨落的强者会越来多。 老爸, 人类不是斩杀了异兽兽皇吗? 为什么异兽还这么多? 林峰不解问道, 这是他从历史书上默学到的知识。 林长盛的眼中显然是闪过了一道精芒, 但他却是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默然道, 谁知道呢? 这不是你和我应该担心的, 让那群老爷们头疼去吧。 林峰敏锐地察觉到了父亲的不对劲, 可父亲显然不愿意多说, 他自然也没有多问。 两人很快就到了家。 顾繁月已经开始做饭了。 他在江南是一个闲职部门工作, 工资不高, 但胜在稳定, 事情少。 所以, 他偶尔还能去新馆帮一下林长盛的忙。 回来了。 顾繁月从厨房里探出头。 怎么样? 东西买回来了吗? 买回来了。 林长盛道, 老板给打了折, 我还给圆圆买了一些小补药。 另外, 这里多了一万块, 还你吧。 多了一万。 顾繁月倒是有些惊喜, 但还是道, 你不一直想买烟膜, 这一万就放你呢, 不过半年别问我要烟钱了呀。 林长盛一愣, 喜滋滋地抱住了顾繁月。 谢谢老婆。 看着父母恩爱的样子, 林峰有时候会想, 自己是不是一个意外。 臭小子, 赶紧去洗手, 帮一下你妈。 林长盛当即教训道, 吃了饭后, 把药服下, 看看效果。 林峰撇撇嘴, 进厨房帮顾繁月端盘子。 三人吃了饭, 林长盛这才把带回来的补药盒子, 放在了林峰面前。 这是一个黄色的盒子, 刻着斑纹。 而打开后, 里面则是两个透明的瓶子, 瓶子里放着一些粘稠的, 微微透明的金黄色液体。 看起来像蜂蜜, 但颜色比蜂蜜要亮很多。 这是闪电猎爆骨髓和血液的混合体, 制作成普通人能服用的补药。 林长盛介绍道, 你先喝第一瓶, 过三分钟, 再喝第二瓶。 林峰细细观察着面前的两瓶补药。 他很紧张, 这要是放在外面商店里卖一瓶五瓦。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瓶口,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好难闻。 顾凡月道, 难闻你也要喝下去, 花钱买的。 林峰嘀咕道, 他咋不是草莓味的呢? 说啥呢? 赶紧喝掉第一瓶。 林长盛心痛道, 这么贵的药, 每挥发一秒, 就是好几十块钱啊。 林峰想象也是, 立马捏着鼻子吞下了这瓶中的药水。 金黄色的液体一入口, 就仿佛化成了最浓郁的血水洪流, 往林峰肚子里烧。 林峰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忍住! 林长盛道, 这个跟之前你喝的补药不一样, 可能会导致身体很痒, 就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在你身上爬一般。 老爸, 你别说了, 你越说我感觉蚂蚁越多。 林峰已经感受到了, 这一股极致的养着哪里是一万只蚂蚁, 这分明是百万只蚂蚁在他身体各处爬动, 让林峰齐养无比, 但却又没办法去挠。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峰的意识忽然被拉入了石海当中。 他再次见到了那颗巨大的暗黑色球体, 以及边上较小一些的白色球体。 这里是。 林峰四下望去, 黑色的空间吞没了他的视线, 只有眼前两颗圆球还在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林峰想要上去触摸, 可他发现暗黑色球体上方开始流入大量的金黄色液体。 与此同时, 他身上那种奇氧无比的感觉也缓缓消失。 林峰这才意识到, 之前地漫兽的鳞片也是被这暗黑色球体所吞噬。 这不是他的幻觉,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很快, 那暗黑色的球体上的文字发生了变化。 闪电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雷电。 世界构建程度, 15%。 天赋, 电光冲击, 主动。 林峰正惊讶时, 他脑海中忽然多了一头猙獰的豹子。 那豹子体积是普通猎豹的四五倍左右, 在一瞬间眼中爆发了一道金光, 之后伴随周身电芒, 速度开始大幅度增加。 林峰吓了一跳, 一晃神竟是又回到了这黑色的意识空间内。 面前那闪电小世界的世界构建程度一览, 数字开始不断上涨。 15%。 18%。 24%。 36%。 直到53%停了下来。 林峰有些古怪, 但眨眼间他就回过了神。 儿子。 林长盛的手在林峰面前晃了晃, 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 林峰如梦初醒, 他似乎感受到了身体的一些变化。 但到底是哪里有了变化? 林峰还不知道。 五分钟早到了, 赶紧把第二瓶也喝完。 顾凡月把另一瓶递给了林峰。 林峰没有多说, 一口闷了下去。 你还别说, 这东西喝妈了之后, 味道有点像柠檬味的蜂蜜。 爸妈, 我有点累, 先回房间了。 林峰起身, 默默说道, 你要有情况, 跟你妈讲。 林长盛也起身, 时间不早了, 我去接你妹妹放学。 好。 林峰点头, 他进了房间, 关上房门, 目光里立刻闪过一道金色的电流。 他亮亮呛呛走了一步, 面露痛苦之色。 就好像有一股急降的精神, 威压在他脑海振战。 林峰立刻扑在床上, 意识在下一秒被拉入了石海。 那暗黑色的圆球中, 金色的液体不断渗入表面。 世界构建程度那一栏, 树枝开始疯狂跃升。 53% 58% 67% 79% 直到97%时, 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但数字的流动, 也让林峰的双眼开始泛起电光。 他的思维速度在加快。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是原本混沌的脑子, 忽然变得清明了一般。 而就在这种感觉出现的那一刻, 数值终于来到了100%。 那则提示, 再次弹了出来, 开始复制。 暗黑色圆球, 跟之前一样, 瞬间分裂。 一个金色的小型圆球被分离了出去, 上面还写着一些文字。 闪电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雷电, 世界觉醒程度, 1%。 天赋, 电光冲击, 主动。 而原本的暗黑色圆球, 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就连上面的文字, 也像是被格式化一样, 调整到了初始状态。 林峰这才明白, 这特魔根本不是流子。 这是挂。 自己重生后的, 挂。 老天有眼, 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来了。 林峰欣喜若狂, 刚要伸手, 去探眼前的圆球, 却是发现, 那代表着地漫小世界的白色圆球, 和代表着闪电小世界的金色圆球, 开始围绕着暗黑色圆球旋转。 这一幕, 像极了行星与卫星。 林峰这才开始沉下心来, 开始研究起自己石海里的情况。 他有很多疑惑。 这些文字, 应该是代表着什么? 但上面写着的小世界, 又是怎么回事? 正常人觉醒, 小世界, 应该是在丹田位置。 如果这是我的小世界, 为什么在脑海里? 它根据什么分裂? 作用又是什么? 林峰观察良久, 这才逐渐发现了端倪。 他前世就是生物学研究者, 科学的理论推导他太熟悉了。 一系列问题当中, 其实有不少可以通过科学推导得出答案。 他得到了一石海小世界的三大定律。 一, 必须要吞噬某中异兽的身体材料, 才能让中心的暗黑色小世界变化。 二, 异兽的身体材料吞噬到一定的数量, 就会发生裂变, 导致小世界分离。 而暗黑色的小世界, 重新恢复成原有模样。 三, 分裂的小世界能够增加自己的身体素质, 从而提升自己的借力等级。 林峰搞明白这一点, 也总算是理解了, 为什么近期自己的借力等级会疯狂跃升。 因为他, 这个被TX病毒感染的初始小世界。 也就是说, 只要我能搞到大量的异兽身体材料, 就能源源不断制造新的小世界, 然后从这些小世界汲取营养, 提升借力等级。 林峰想明白了之前没能想明白的问题。 他一时一动, 立刻抽离出了石海, 回过神来。 他还有些惊魂未定, 但依旧是拿起了一旁的手机, 开始搜索。 易售材料和补药, 价格都是透明的。 现在网购很简单, 但跨市的网购需要加高额的费用。 不过江南市原先就是电商发展的重要城市, 这里的网购比其他地方都要发达。 林峰很快就搜到了地漫石与闪电三号的售价。 疯了吧, 一块地漫石要三万块。 闪电三号得十二万。 林峰嘴角抽动, 脸色很难看。 去店里买, 闪电三号也只要十万左右, 网购居然这么贵。 地漫石也是, 难怪正宏机会收藏这个。 这也就意味着, 林峰在短短一星期时间里, 先后吞下了价值六万左右的地漫石, 以及标价十二万的闪电三号加起来, 十八万。 这对于一个学生而言, 无疑是一笔巨款了。 还是搞点便宜的吧。 林峰咬牙, 自己穷, 没有任何办法。 地漫兽是编号一百九十九的一兽, 而闪电猎豹是编号一百六十六的一兽, 价格贵也很正常。 早知道, 当时应该从那地漫兽的身上多敲点石头下来的。 悔不当初啊。 林峰很痛心, 大好的赚钱机会就被自己这样白白浪费了。 他只能往下看。 蛮牛兽脚一对, 一万五。 魔羊毛一千克, 八千块。 猫身虎爪一对, 六千六。 林峰闭上了双眼, 心痛到无法呼吸。 这网购, 还不如去抢。 那蛮牛兽, 不过编号二百八十五的一兽, 体积也就是普通牛的两倍左右。 实力等级在两星戒者到四星戒者之间, 一对角居然卖一万五。 魔羊毛更是, 那是从编号三百六十五的铁蹄魔羊身上薅下来的, 居然能卖八千。 要知道, 那铁蹄魔羊一年能长三四百千克的羊毛。 这哪里是薅魔羊的羊毛? 简直是薅买家的羊毛。 林峰叹了一口气, 剩下那些基本上都是编号四百开外的异兽了, 实力不杂, 但材料是珍贵。 我可算知道, 家里有个戒者, 为什么会有钱啊? 这只要击杀一头, 就能赚大钱啊。 但如果没有异兽材料, 我脑海里的小世界就不会出现变化。 还是得搞一些先实验看看。 林峰挠挠头, 正发愁的时候, 忽然他看到了放在桌上的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是三万块。 网购的话的确买不到什么好东西, 但林峰不需要买完整的材料。 或许残缺的, 也有作用。 林峰想到了世界购架程度那一栏。 那个百分之几的数字, 应该指的就是益售材料的多少。 三万块, 若是买一些边缴料, 应该能买很多。 但是, 找谁买呢? 林峰想到了两个人。 一, 是江义。 这江义来头肯定不小, 而且隐隐跟研究所有关系, 他肯定有路子。 但问题是, 这小子总坑自己, 要是找他, 没准会被他踹到坑里。 二, 是林一平。 那小子应该正在追林源, 之前跑上来管自己叫大舅哥, 后来临走时, 强行塞了一张名片给自己。 林峰记得, 他家里是做药物生意的, 要想搞到这些益售材料, 也不难。 知识这要借用一下林源的关系了。 可林峰不太想这群臭小子接近自己妹妹, 无关其他, 知识出于一个哥哥的反感。 不管选哪个, 都有利弊。 林峰很是惆怅。 算了, 先不管。 他思存到, 距离大考还有三个月时间, 应该够。 林峰收拾好东西, 顺便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似乎觉得, 自己身体轻盈了不少。 这应该是闪电小世界带来的作用。 他当即打开门, 对厨房里正在洗碗的顾帆月道。 妈, 我下楼在小区里跑几圈。 好, 记得别太累, 明天一大早, 你爸会带你去新管检测。 顾帆月编, 洗碗编道, 早点回来。 明白。 林峰心冲冲下楼了。 他这个小区地处边缘, 经常有飞行异兽跑进来, 但很快也会被守在城墙上的戒者所击杀。 小区里, 有能耐的人都走了, 去了更安全的城市中心区域。 林峰一家, 虽然条件不是很艰苦, 但也根本买不起市中心的房子。 这套房, 据说是当年故去的爷爷留下来的, 一家人一直住到现在。 无关林长盛的工资, 实在是市中心的房价太高, 动则上瘾, 那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买得起的。 林峰下了楼, 慢慢地开始跑。 但是他越跑, 越是觉得自己的身体, 轻盈了不少。 林峰开始加速, 四周的人飞快往后退去, 就连风都变得极其喧嚣。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直到绕了小区, 足足跑了十圈, 林峰这才停下来。 他的手机推送了一条数据。 您的平均速度为15米, S, 最快速度为20米, S, 恭喜您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成绩。 林峰看到这消息那一刻, 双眼慢慢瞪大。 最快速度1秒20米。 林峰难以置信, 如果按照之前320公斤的权力等级的话, 那现在的借力等级, 就是8。 但我的权力, 应该也增加了不少。 明天早上去测试, 或许能突破一新界者。 林峰对于这个成绩, 喜出望外。 他没想到, 闪电3号对他的提升, 竟然有这么大。 如果能成为一新界者的话, 爸妈也不会如此失望。 而且自己想去的江南研究学院, 也应该有希望了。 等进了研究学院, 他就找个好一点的专业, 躺平过日子。 谁爱卷, 谁卷去。 他林峰不奉陪了。 林峰正高兴的时候, 背后忽然被人一拍。 哥。 林峰转头, 是林长盛和林源。 小枫, 你怎么在楼下? 你妈呢? 他在家里, 我下楼运动一下。 林峰笑道, 走吧爸, 我们回家。 等一下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交代? 林源朝着林峰眨眨眼。 林峰一愣, 他顿时抬头望向林长盛。 林长盛嘟囔一句, 不是我说的, 是他看到了我手机里的消费记录。 爸呀。 林峰的脸顿时变成了苦瓜, 咱们赚点钱不容易。 我知道。 林长盛无奈道, 但你妈要是知道, 咱们可就什么都没了。 父子俩转头看向林源。 林源也笑眯眯地看着两人, 林峰和林长盛两人欲哭无泪。 躲过了顾繁月, 莫能躲得过林源这个小财迷。 吃回扣的事情, 绝对不能被老妈知道, 不然父子俩的小金库得报销。 你们别这样, 我要都不多林源笑道, 我就要一点而已。 林峰黑着脸道, 你要多少? 给你。 林源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来, 轻空我的购物车就行。 林峰右手一颤, 林源的购物车里足足躺了一百件物品, 加起来已经超过两万了。 林峰犹豫了一下, 点了全部删除, 然后把手机还给了林源。 好了, 帮你轻空了。 林源一愣, 他立马看向自己的购物车。 好家伙, 的确全没了。 快走吧, 我们回家。 林峰笑道, 林源瞪大了双眼, 怒道, 你把我购物车轻空了。 是轻空了呀, 这不是你要求的吗? 林峰笑咪咪道, 我满足你了, 你可不能耍赖啊。 林源为之气节, 他瞪了林峰一眼, 气鼓鼓地坐电梯上楼了。 林长盛苦笑一声, 也带着林峰一起上楼。 一夜无事。 第二天蒙蒙亮, 父子俩就起了个大早。 老婆, 记得叫圆圆起床, 我和小枫就先去测试了。 关上房门, 父子俩一路往新馆方向开。 林峰打着哈欠, 他昨晚梦到了自己脑海里三颗圆球正在开会, 但醒来他们说了啥, 林峰又忘了。 等会儿到了新馆, 先测试权力等级, 然后再测试速度。 林长盛道, 你昨晚扶下了闪电三号, 速度方面应该有明显的进步。 借力等级涨到三。 林以上, 应该不是问题。 林峰无奈地看了老爸一眼。 爸, 我觉得不止这么点。 不错了, 这闪电三号扶下去, 最多的只能涨四。 二左右, 你能涨到三。 林以上, 甚至逼近四。 林, 我和你妈就要烧高香了。 而且, 只要涨到三。 林以上, 你哪怕不靠文化课成绩, 都能上级者的本科线。 林长盛叙叙叨叨地说着什么, 林峰则是迷迷糊糊听着。 很快, 父子俩在新馆门口停下了车。 两人进了新馆, 跟一些早起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后, 来到了员工专属的测试房。 测试房里已经有人了。 正是武林国。 哟, 老五。 林长盛笑道,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上班了? 带我外甥女来测试。 他爸妈昨晚给他买了红燕X补药, 所以就拜托我帮忙看看提升的效果。 武林国笑道, 你看, 他正在进行全力测试, 马上就要出结果了。 红燕X。 林长盛大吃一惊, 那可是用编号106分红燕血蕾花做出来的补药, 一瓶得30万呢。 红燕血蕾花, 一种生长在鲜血上的植物, 火焰式的花瓣, 再加上如同鲜血一般的花蕾, 能吸引很多异兽靠近。 但它数量很少, 极其危险, 人类曾经拍到过红燕血蕾花捕捉成年闪电猎豹的画面, 哪怕是最高等级的闪电猎豹被他抓住后, 也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价格高昂, 也是有道理的谁说不是呢? 武林国苦笑, 他之前是全校第二, 第一是他们院长的儿子。 他爸妈原本是想让他直接拿到学院保送名额, 去江南高等学院的, 但昨天, 他们学校出了匹黑马, 当众把第一走进医务室里了。 这不, 名额就俩, 他成了第三, 昨晚给他买了这么贵的补药, 一大早就送我这来了。 要是能超过那俩尖子生, 这钱倒也花得值。 父子俩望去, 发现的确有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正在全力仪器面前挥拳。 哎, 这校服是萧然中等学院的。 林长盛道, 这么巧, 我儿子也是那的。 林峰一愣, 听两人这么说, 那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了。 陈兴瑶, 这是他们学院仅次于宋子穿的学生, 借力等级应该是三, 二左右。 不过林峰也听说, 这个陈兴瑶很高, 一般不跟人来往, 知识默默学习。 前世的他, 也没陷过陈兴瑶几次。 两人不熟, 但这个陈兴瑶前世, 好像就喜欢跟自己较劲, 一直想超过自己, 却没有机会。 就在林峰回忆的时候, 全力测试仪出现了数字, 巅峰全力数值, 406公斤。 女孩转身, 带着轻微喘息, 走了出来。 林峰猜得没错, 果然是陈兴瑶。 兴瑶, 不错呀。 都突破400公斤的全力了, 这借力等级突破4。 林已经很稳了。 武林国不由笑道, 陈兴瑶笑笑, 可却是看到了一旁的林峰。 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舅舅, 这些人是。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林叔, 跟我是同事。 这是林峰, 他儿子, 跟你一个学院的。 陈兴瑶点头道, 我知道林峰, 天天学校里闹是那个。 学校的护道强者正老, 亲自出手给他开了小灶, 现在学院里传得沸沸扬扬。 听到这话, 林长盛一愣, 不由瞪了一眼林峰。 这小子, 臭名招住了兜。 林峰倾咳一声, 示意陈兴瑶给他, 留点面子。 但陈兴瑶却是淡默地看了林峰一眼, 不再说话。 他从骨子里, 看不起林峰。 哪怕文化课成绩好一些, 也不过就是个捣乱分子。 现在运气好让正老亲自教导他, 才能有打败宋子川的成绩。 在他看来, 林峰就是靠运气上来的, 本质上跟岔生莫两样。 林峰皱眉, 这陈兴瑶跟前世一样, 还是那么高傲。 爸, 我们开始测试吧。 林峰显然也不想待在这了。 别啊, 都是一个学院的, 看看人家借力等级有多少。 林长盛道, 你要好好学着点, 别整天给老师们找麻烦。 林峰拗不过林长盛, 只能等在原地, 看着陈兴瑶上了速度测试仪器。 陈兴瑶在速度测试一上越跑越快, 屏幕上的数字也在不断上升。 很快, 数字达到了一个灵界值。 巅峰速度。 12。 26米, S。 恭喜您, 借力等级测算为6。 22195。 武林国见状大喜。 兴瑶, 你借力等级都破6。 0了。 看来昨天的红艳X起大作用了。 陈兴瑶的借力等级原本在3。 2。 扶下红艳X, 竟然差点翻了个倍。 这30万花的, 真是值啊。 陈兴瑶看了一眼屏幕, 嘴角也多了一丝笑意。 他似是挑衅一般看向林峰, 走下了速度测试仪器。 儿子, 你要多向人家学习学习。 林长盛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道, 你的借力等级要是能到6。 0, 那爸妈就不用担心你了。 平常多训练, 对你没有坏处的。 听他说现在郑王也在带你训练, 那更好了。 听到林长盛的话, 陈兴瑶眼中不由闪过得意的神色。 眼中的嘲讽不言而喻。 林峰也看向他, 两人的目光在刹那间对视。 那个, 林峰犹豫一下, 提醒道, 你眼睛是有什么毛病吗? 为什么一直歪着看我们? 此话一出, 既然都安静了下来。 林长盛脸色古怪, 他连忙跟武林国道歉。 老我, 小峰这孩子性子直, 你别跟他计较。 你外甥女能突破6? 0个借力等级, 江南高等学院有希望啊。 武林国倾咳一声。 是啊, 我跟他父母也有个交代了。 毕竟红燕X是我推荐给他们买的。 现在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哎? 小峰不是来测试接力等级的吗? 让他先试试。 武林国道, 看你的样子, 小峰昨晚也服用不要了。 用了一点, 不过是便宜货。 林长盛摸了摸鼻子。 跟价值30万的红燕X比起来, 别说火焰一号了, 哪怕是闪电三号, 都不够格。 闪电三号标价10万, 但送来是两瓶一起服用。 那红燕X, 得30万一瓶。 比不劳啊。 陈兴尧没有说话, 心里却颇为不屑。 哪怕服用了补药, 肯定也是垃圾的那一批, 根本提升不了多少借力等级的。 那就跟兴尧一样, 先测试一下权力等级。 武林国道, 小峰, 去吧。 好。 林峰淡定走上前去, 他站在权力测试仪器面前, 调整了自己的呼吸。 虽然闪电三号是主要提升速度的补药, 可速度上去了, 权力竖直也会有小幅度的增加。 这一点, 林峰很清楚。 请用权力击打正前方, 测试次数。 三次。 那长得像推进器一般的权力测试仪器, 开始发出机械提示音。 林峰深吸一口气, 猛地挥出了一拳。 哄。 这一拳速度很快, 打出了林峰的全部力气。 面板上跳出了一个竖直。 权力竖直。 三百五十六公斤。 三百五十六公斤。 林长盛一愣, 怎么会? 一旁的武林国, 叹了一口气, 安慰道。 老林, 小峰这权力不算低了, 就比星瑶少, 五十公斤而已, 不错了。 我估计他, 最后能突破四。 林吧。 林长盛此刻却是猛了, 他不是在惊讶, 林峰比陈星瑶的力量低, 他是在惊讶, 林峰的权力数值, 到了三百五十六公斤。 因为这意味着, 林峰的借力等级绝对超过了三。 六。 要知道, 林峰之前的借力等级不过一。 五。 我是不是买错了? 买成提升力量的补药了? 林长盛挠挠头, 不应该啊, 闪电三号是提升速度的补药, 可是这权力数值怎么会? 林长盛有些诧异, 而林峰则是, 看着屏幕中的数值 也是有些不满意的摇摇头。 他昨天测试出来, 是三百二十公斤左右。 扶下了闪电三号, 开启了闪电小世界, 权力数值竟然就增加了四十公斤。 林峰不甘心, 再次轰出一拳。 权力数值, 三百六十六公斤。 林峰喘息着, 还是不满意。 而一旁的陈兴尧, 却是冷眼, 看着屏幕里的数值, 脸上多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看来这林峰的借力等级, 不可能比吃了不要的他还高了。 哄。 林峰这个时候, 轰出了第三拳。 权力数值, 三百七十五公斤。 巅峰权力数值, 三百七十五公斤。 林峰看见自己的成绩, 也是挠挠头, 退了出来。 陈兴尧目光平和, 略有挑衅地望向林峰。 虽然这三次权力测试都在涨, 但也没有超过他。 林峰挑挑眉, 跟他的预想一样, 权力方面的增幅并不是很多, 但速度方面却不一定了。 他昨晚测试的速度, 可是已经突破了二十米, S。 小枫, 别谢见。 武林国鼓励他道, 还有三个月才大口, 你还能赶得上星游。 林峰坚定道, 好的武说, 我一定加油。 追上他给你看, 有这个信心就很不错。 武林国笑了笑, 看着林峰跨上了测试速度的仪器, 机器的提示音传出, 请开始跑步。 林峰慢慢地迈开腿, 速度开始逐步加快。 一旁的武林国还在劝解林长盛道, 老林啊, 小枫的成绩可以了, 只要再训练一下, 应该在大考前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要跟星游比的话, 他, 武林国显然挺得意,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测试仪器的速度开始飙升。 十二米, S。 十三米, S。 十四米, S。 十五米, S。 这个速度已经超出了陈星游的成绩。 武林国的话, 戛然而止, 他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 这, 就连林长盛和陈星游两人也是猛了。 可数值还在不断上升。 十六米, S。 十七米, S。 十八米, S。 十九米, S。 很快, 突破了二十米, S。 三人彻底傻眼。 这不可能。 说话的, 是林长盛。 至于武林国和陈星游两个, 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二十米每秒, 那几乎是一星戒者的标配速度, 甚至能达到两星戒者的速度, 水准了, 林峰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可数值依旧没有停止上升, 虽然上升的镜头变缓, 但依旧在增加当中。 最后, 数值停在了二十一, 零五, S。 S。 巅峰数值二十一。 零五M、S。 恭喜您, 借力等级测算位。 九。 八千六百七十二。 林长盛呼吸急促, 他呆呆地望着屏幕上的数值, 难以置信。 武林国也是如此, 他喃喃道。 这, 机器难道坏了。 陈星游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如果这借力等级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林峰很快可以突破一星戒者了。 而他非但没有超越林峰, 两者的差距反而更大了。 我在做梦。 林长盛给了自己一个巴掌, 刚从速度测试仪器里走出来的林峰看到一幕, 古怪道。 爸, 您咋了? 怎么还动起了手? 林长盛回过神来, 抓住林峰的肩膀, 瞪眼道。 怎么回事? 老实交代。 什么怎么回事? 林峰道。 你也看到了, 借力等级久。 爸。 马上就能突破一星戒者了。 林峰转头又道。 武叔, 我刚才将你保证追上他给你看。 我现在做到了。 武林国的脸色有些古怪。 九。 八。 武林国拍了拍脑门, 看向了林长盛。 老林, 你昨晚给孩子吃了什么补药, 让他进步这么快。 没什么啊。 林长盛迷惑道, 九。 就闪电三号, 还是我和孩子他妈咬牙买的。 昨晚喝下去, 今早就这样了。 你胡说, 闪电三号哪有这么强的提升效果。 武林国瞪了他一眼道, 能从一。 五提升至九。 八。 你说在哪买的, 我给我外甥女, 也去买几瓶。 这。 这。 林长盛属实是猛了。 虽然, 他是走了后门, 搞得原料过来加工, 但一定是闪电猎豹的血液没有错。 问题, 如果不是闪电猎豹的血液, 人家也不可能就卖这个价。 其实我是找剑锋, 剑熊俩兄弟买的, 他们两年前, 不是在我们这突破四星戒者, 觉醒小世界的吗? 林长盛无奈说道, 刚好, 他们俩跟着小队去外面猎杀了一头闪电猎豹, 有多余的血液就卖给我了。 武林国一愣, 然后你找人加工的。 是啊, 不然哪有这么多钱去买店里的货。 林长盛没好气的, 你也知道, 我们家俩孩子呢, 能吃得上闪电三号就已经不错了。 武林国又看了一眼林峰, 他觉得太奇怪了。 不能啊, 这提升效果都快赶上上百万的不要了。 武林国喃喃自语, 俩大老爷们一直盯着林峰看, 把林峰都盯毛了。 林峰道, 爸, 我差不多该上学去了, 你和武叔慢慢聊。 林峰丢下三人, 一溜烟就跑了。 原地, 除了猛逼的两个老爷们外, 还有一个脸色难看的陈兴尧学校的位置, 距离天陵星馆不远。 以林峰现在的速度, 小跑一会儿就到了学校门口。 可他前脚刚跨入学校大门, 一只大手就抓住了林峰的后领。 林峰正想骂人, 一扭头, 吓了一跳。 是郑洪基。 他顿时谴笑道, 郑, 郑洪基也跟他笑笑, 随即脸色一板。 好你个头, 我说什么来着, 以后你放学都要来我这训练一小时, 你忘记了。 呃, 我昨晚, 有事, 就提前回去了。 很好, 那你现在跟我来, 昨晚摸训练的, 今天补上。 郑洪基一把抓过林峰, 哪怕林峰已经突破九。 巴结利等级, 却还是如同小鸡仔一样, 被郑洪基提着走, 没办法反抗。 很快, 林峰被扔到了郑洪基的院子里, 还是闪电五连边。 郑洪基丢给林峰一条训练用的铁边, 今天, 把第一边给我打出来。 郑洪基坐在了林峰面前, 低沉道, 打不出来, 你今天就不用走了。 给我留在这, 直到打出来位置。 林峰身躯一阵, 他能看出来, 郑洪基是认真的。 看来之前请赵天明过来的事情, 让他心里还是有些恼火。 林峰脸色古怪问道, 郑老, 那如果我打出来了, 是不是可以走? 是。 郑洪基道, 别想给我耍什么花招。 今天我会死死盯着你的。 郑洪基两只手指弯曲,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又指了指林峰。 好, 那您看好了。 林峰深吸一口气, 那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今天他的借力等级已经突破了9。 8. 身体素质应该上了一个台阶, 或许第一边的电击应该能够承受了。 林峰脑海里, 回想起了之前郑洪基甩鞭的动作。 他立刻起手, 鞭子在半空挥舞, 开始散发出一道道电流。 感受到电流入体, 林峰的脸色发生了变化。 他感受到身体开始麻痹, 但还在承受的范围内。 郑洪基仔细地盯着林峰。 那天肯定是林峰这小子耍了什么滑头, 才能打出三边。 今天他已经检查过了, 林峰手里和身上都没有任何绝缘体, 铁边释放的电流, 绝对会穿过林峰的身躯。 林峰强忍着身体的站立, 不断挥舞着鞭子。 电流的程度开始加大。 林峰一下子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郑洪基刚想阻止, 但林峰却是猛地起身, 吓了郑洪基一跳。 嘿嘿郑老, 你看我装得像不像? 郑洪基, 他一巴掌拍在林峰的脑袋上。 臭小子, 你差点吓死我。 既然没事, 赶紧练完第一遍。 郑洪基瞪了他一眼, 重新坐了回去。 而林峰的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电流过身体的时候, 他能够清楚感知到, 脑海中的白色圆球散发了一些光芒。 这种感知很玄妙, 就像是脑海里多了一个宇宙一样。 而林峰的意志, 就是宇宙的意志, 那白色圆球是宇宙的一颗行星。 只要他想, 就能掉取这颗行星的力量。 林峰不断挥舞着鞭子, 电流也开始加大。 渐渐地, 林峰开始忘我, 他的意志开始穿透石海, 在这一瞬间被拉入了石海那片小宇宙中。 看着眼前发着光芒的白色圆球, 林峰伸出手去触碰。 在那一刻, 他的意志仿佛跟白色圆球融为一体, 身上电流带来的苏玛感渐渐消退。 他在抬起头来的时候, 眼球的倒影里是一头巨大的地漫兽。 第一边, 林峰迅速甩出铁边, 电流开始浮现。 第二边, 林峰再次挥动铁边, 火星四溅。 第三边, 林峰疯狂舞动, 铁边上的电流凝聚成了电弧, 在半空闪耀。 啪大。 郑鸿基看到这一幕, 手里的茶杯莫拿稳, 直接摔在了地上, 玻璃碎片四散开来。 这, 又出现了。 郑鸿基茫然地看着林峰, 他再一次冲上前去, 抓住了一道电弧。 哄, 郑鸿基的头发直接爆炸, 吐出了一口烟气。 可他却是欣喜若狂。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那天没有看错。 但随即, 他脸色喜色, 就变成了愤怒。 他一步踏出, 硬生生抓住了林峰的铁边, 将其丢在一旁, 随后抓起了林峰衣领。 你这臭小子, 昨天是装的。 你知不知道, 你错过了多大的机会。 郑鸿基的脸色变得铁青, 他恼怒道, 你特魔逗我完呢? 我也不想的吗? 林峰脸色苍白道, 这不, 我全控制不了他。 林峰说的是他脑海里的白色圆球, 他发现刚才虽然控制了白色圆球一会儿, 可却是让他很疲惫, 就好像精气神都被抽走了一样。 这种感觉, 让林峰现在很难受。 哼, 郑鸿基皱眉道, 你别走, 我现在给我师弟打电话, 让他再过来一趟。 林峰的天赋, 哪怕不靠谱, 但也是他亲眼所见。 能不动声色地甩出第三边, 这林峰绝对能入他们雷霆一门了。 很快, 电话被接通了, 电话那边传来了赵天明低沉的声音。 喂, 师弟, 是我。 哦, 赵天明的态度显然很不好, 怎么了老郑, 你又发现什么天才了吗? 让我看看, 你这回打算吹多大的牛皮? 昨天是昨天, 郑鸿基显然也听出了赵天明的抱怨, 今天是今天, 我这学生昨天可能没有休息好, 所以就没发挥出来, 但是今天我又让他甩了三遍, 他能轻松甩出来了。 这说明, 他抵抗电流的天赋, 还是在的。 所以呢, 你要不再过来看看。 郑鸿基笑道, 我保证, 这回不骗你。 哼, 赵天明没有回答, 直接把电话挂了。 郑鸿基一正, 瞪了一旁嬉皮笑脸的林峰一眼, 连忙再打过去老郑, 你到底要干什么? 赵天明不耐烦道, 我这还有学生要训练呢? 你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 师弟, 你就说师兄当年带你如何? 抽我椅子, 骗我上课, 在我小便的时候放电, 害我在那边乱抖。 嗨嗨, 说什么呢? 郑鸿基怒道, 说正经事。 求求你了师兄, 师弟真的末时间, 别想再骗我去一趟江南。 赵天明叹了一口气, 马上就要跟其他流派比试了, 我忙得很。 就这样。 郑鸿基还想说什么, 但对方却是把电话挂了。 郑鸿基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 他脸色难看地把手机收了起来。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声。 郑鸿基催了一句, 又看到边上嬉皮笑脸的林峰, 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脚踹在了林峰的屁股上。 都是你小子, 搞得人家现在都不信我了。 林峰吃痛, 揉了揉屁股, 委屈道。 郑老, 这怎么能怪我呢? 行了。 郑鸿基皱眉道, 这样, 我现在把闪电五连边后面两边交给你, 要是你都学会了, 咱们再去找我师弟也不迟。 郑鸿基原本已经不想再带学生, 但林峰实在是不靠谱, 弄得赵天明都不想再来江南市了。 无奈之下, 拿过铁边, 开始挥舞。 第一边, 规规矩矩, 让电流穿透全身, 算是基础招式。 第二边, 电光浮现, 边法的威力出现。 第三边, 电弧横生, 每一边都有极大的威力。 第四边, 电弧缭绕, 如同领域一样, 让敌人无法接近。 第五边, 所有电弧炸裂, 像是天女散花, 就连四周的泥土都被电得焦黑。 就这五边, 郑鸿基道, 全部学会, 跨一级对付敌人都没有问题。 你现在借力等级是四。 八, 只要学会, 对付一星戒者, 不在话下。 凌峰小声嗶嗶。 郑老, 其实我早上去了新馆一趟, 我的借力等级已经突破九。 八了。 你说什么? 郑鸿基一愣, 像是看怪物一样看凌峰。 九。 八。 你确定? 是的。 凌峰老师回答道, 昨晚我爸妈给我吃了一些补药, 早上醒来就九。 八了, 应该很快就能突破一星戒者了。 郑鸿基一脸诧异。 吃的什么不要, 这么猛啊。 闪电三号? 放屁。 郑鸿基听到这不要名字, 怒斥道。 闪电三号能一晚上提升五。 零? 绝对不可能。 你爸爸应该是给你吃了更好的不要。 但是他不说, 他骗你就是闪电三号。 不然, 光凭闪电三号提升不了这么多。 郑鸿基的话, 让凌峰也有些猛。 或许跟林长盛没关系, 是他脑海中的圆球干的昨晚喝下去后, 圆球分裂了一颗出来。 而且, 凌峰能够感觉到, 刚才勾连白色圆球时, 那金色圆球也微微动了一下。 先不管怎么多。 郑鸿基摆摆手道, 你现在训练第四边。 正好可以用这闪电五连边提升最后零。 二戒力等级。 这样一来, 你就是我萧然中等学院近些年来第一个一星戒者了。 郑鸿基也不再追究林长盛到底给凌峰吃的什么, 反正凌峰现在借力等级都久。 扒了, 成为一星戒者是迟早的事。 训练好这闪电五连边, 比什么都强。 凌峰点头, 他接过铁边, 脑海中浮现出了刚才郑鸿基打出的那几边。 他的一时也锁定了脑海里的白色圆球。 地漫小世界开启。 第一边, 凌峰渐渐开始有了动作, 所有的动作在他手里勾连。 第二边, 凌峰的动作越来越快, 马上就甩出了第三边。 随后是第四边, 郑鸿基的双眼渐渐瞪大, 这第四边的电流足以垫死一个二星戒者, 凌峰竟然屁事没有。 你你你, 坚持住。 郑鸿基道, 我现在就给我师弟打视频电话。 我特模直播给他看。 凌峰没有回答, 因为他觉得这一股电流的确有点太降了, 让他的手肘发麻。 千万不能放手, 给我一直打这一套动作。 郑鸿基立刻道, 起码等我打上视频通讯再说。 他立马拨通了赵天明的电话。 老郑, 赵天明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屏幕里。 你有完没完。 赵天明, 郑鸿基道, 你不是要看吗? 我现在就给你看看。 我特模没必要骗你。 郑鸿基把摄像头对准了凌峰。 凌峰大汗淋漓, 显然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精气神都被一时空间里的白色圆球抽走了, 这种极度疲惫的感觉让他差点合了眼。 看到没有, 郑鸿基得意道, 我就说吧, 这第四遍他都能甩出来了。 哈哈, 赵天明, 你要给我道歉, 不然这徒弟我可不让给你。 郑老, 好了没有? 凌峰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快了快了, 郑鸿基连忙低头对赵天明道。 怎么样? 可以吧, 可视频中的赵天明却是无语道。 老郑, 你倒是把摄像头转过来啊? 你让我看你这老脸会长徒弟吗? 郑鸿基一愣, 他眯起眼睛, 这才发现了右上角的调转按钮。 等会儿, 我马上就转过来给你看。 郑鸿基刚转了摄像头, 凌峰那边的电流忽然爆发出一阵电光。 郑鸿基愣住了, 而手机屏幕那边的赵天明脸色难看到。 老郑, 你特模又拿我寻开心? 不, 不是。 郑鸿基连忙解释, 是这小子莫撑住。 你是莫看见, 刚才他连续甩出四边, 身体抗电等级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哦, 你开心就好。 赵天明白了一眼郑鸿基, 直接把电话挂了。 郑鸿基彻底傻眼, 而躺在地上的凌峰正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他双眼布满血丝, 皮肤干枯甚至塌陷, 目光发直, 仿佛被魅魔吸干了阳气。 郑鸿基正想骂人, 但看到凌峰这个样子, 大惊失色。 你怎么了? 我? 凌峰虚弱道, 我也不知道。 看到凌峰这个模样, 郑鸿基骂人的心思也没有了。 行了, 赶紧去休息。 臭小子,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郑鸿基背着手, 气冲冲地进了办公室。 凌峰无奈,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爬到教室门口。 哟, 这不是凌峰吗? 一天不见, 这么拉了。 江义蹲了下来, 用树枝戳了戳凌峰的脑袋。 凌峰虚弱地抬起头来, 虽然没力气, 但还是恶狠狠道。 赶紧扶我进去, 不然等会儿揍你。 江义笑咪咪道, 求我, 我带你进去。 凌峰瞪了他一眼, 慢慢地搀扶着墙壁, 虚弱地拖着自己的身体, 进了教室。 一时间, 整个班都安静下来, 大家就看着凌峰慢慢挪移进来, 人都傻了。 昨天还生龙活虎的, 今天就杨伟成这个模样了。 昨天, 凌峰能打得过班长, 是不是吃了药啊? 我看也像, 没道理, 今天这么虚弱。 你还别说, 我就知道, 一款禁药有这个效果。 吃下第一天, 一拳能打死一头老牛, 第二天就跟死狗一样了。 泽泽, 没准是, 不然以凌峰的借力等级, 怎么可能是班长的对手? 同学们窃窃私语, 几乎所有人都怀疑凌峰。 而江义其实也很纳闷, 他刚才看到, 凌峰被郑鸿基抓走, 回来就这样了。 这郑鸿基, 难道是千年老妖怪, 会吸人扬气? 就在众人猜测的时候, 凌峰总算是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一坐下, 他就直接睡死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凌峰眯着双眼, 渐渐地抬起了头。 虽然眼眶还有些水肿, 但精气神明显比之前好太多了。 他一阵后怕, 那些圆球, 特魔会吸扬气啊。 虽然能够短暂得到那些圆球的力量, 可凌峰身上的精气神几乎都被抽感了。 凌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确定没有少些什么东西, 知识精神状态不佳而已。 他也因此得到了一时海小世界的第四条定律。 四,可以通过一时调动小世界的力量, 但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比如精气神。 既然地漫小世界是特殊的防御能力, 那闪电小世界呢? 凌峰忽然想起金黄色的闪电小世界上, 也有能力一览。 可就在这个时候, 体育老师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八班,全体都有。 现在去操场集合, 准备这个月的借力等级测试。 学生们哀声哉道。 凌峰也是一愣。 这借力测试不是一个月一次吗? 还有十来天呢? 你还说? 江义无语道。 你昨天把人宋子川打了一毒, 宋院长未了以防万一, 搞了一次全校大检测。 凌峰惊恐道。 什么时候的事? 上午呗, 你睡得跟猪一样, 谁都叫不醒你。 江义这个时候压低声音, 用手肘戳戳了戳凌峰。 凌峰, 昨天我跟你说的是, 你考虑了吗? 考虑什么? 凌峰瞪了他一眼, 你别想了, 打死我都不干。 你这家伙, 不安好心。 江义耸耸肩。 他倒是不急, 他有的是耐心。 很快, 所有学生都集中在了操场上。 萧然中等学院一个年级十六个班, 四个班四个班检测, 先测三年级, 现在轮到了凌峰他们班。 一群人排着队, 望向操场中央的那些检测器械。 学校里的老师把东西都从测试房里推了出来。 这些检测仪器倒是跟江南中等学院的一样, 知识人家的心, 他们学校的比较旧。 凌峰他们四处张望着, 却是听到前面队伍里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声。 陈兴尧接力等级突破六。 零了? 我靠, 怎么回事? 昨天出现了一个凌峰, 今天又来一个陈兴尧。 这应该比凌峰降了吧? 宋子川现在都滑到第三去了。 学生们议论纷纷,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八班这里。 六班的陈兴尧接力等级到六。 零了? 郭明锐惊讶道, 他吃了什么? 提升得这么快? 多半是补药, 家里真舍得给他花钱啊。 王志顺吃笑道, 等班长出来了, 吃点补药肯定比他强。 得了吧, 宋子川那个蠢货早就吃过补药了。 江义吃笑道, 不然你们以为就他那天赋, 能一直占据第一。 你说什么? 郭明锐和王志顺两人赫然扭头。 他们都是宋子川的跟班, 现在听到有人说宋子川的坏话, 脸色都难看了不少。 怎么? 你们想跟我林哥较量一下? 江义抬起头, 身子往林峰那边靠了靠。 看到林峰淡漠的目光, 郭明锐和王志顺两人顿时耸了。 他们就像是头顶坐着一个孙子, 不由低下了头。 江义得意道, 别说这个宋子川了。 哪怕是刚突破的陈星鸟, 都不是我林哥的对手。 我林哥, 天下无敌。 林峰一听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这小子, 不会又想给自己找麻烦吧? 林峰刚想扭头, 抓走江义, 却发现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远了。 这个时候, 操场的广播声忽然响起。 六班的陈星鸟, 你听好了, 我林峰今天向你发起挑战。 全校为官, 不死不休。 整个操场瞬间安静下来。 下一秒, 就如同一枚炸弹在人群里爆开。 所有的学生都炸了卧槽, 这个林峰好特魔嚣张。 陈星鸟已经突破戒力等级六。 林, 揍他不是轻轻松松。 四周的学生们议论纷纷, 都不看好林峰。 而林峰则是呆在了原地, 直接傻眼了。 这特魔不是他说的。 江义。 林峰仰天怒吼, 冲进人群, 四处张望, 想要找到江义这小子的身影。 而广播室门口, 宋院长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怎么回事? 林峰的声音, 为什么会出现在广播里? 我也不知道啊。 广播室的老师一脸急切, 昨天刚修复好网络防御墙, 但不知道哪里又被突破了。 快, 找人先修复广播, 剩下的我来解决。 宋院长额头冒出冷汗, 这林峰是真不省心。 不光把宋子川打进医务室, 到现在还没出来, 又要跟陈兴尧挑战了。 要是这俩人在大考时都还有伤的话, 那萧然中等学院不就完了? 但随着挑战术的下发, 几乎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了这件事。 学生们在高兴下午的课可以取消了, 全校师生都去操场上看两人的挑战对决。 而六班这里, 一群女学生也围着陈兴尧不断在议论。 兴尧, 你等会儿一定要揍那个林峰, 太可恶了。 就是啊, 我看他那副嚣张的嘴脸就生气。 你可要帮我们都打回来。 咱们兴尧一出手, 那林峰估计就投降了。 我迫不及待看林峰被担架抬走的一幕了。 四周的学生叽叽喳喳的, 让陈兴尧很是心烦。 他也不知道这林峰犯了什么病, 一定要挑战自己。 可很快, 体育老师就过来询问。 陈兴尧, 你要应战吗? 一群学生都看向了他。 不, 安老师, 我认输。 整个六班都安静了下来。 就连体育老师安平生都猛了。 陈兴尧, 你现在借力等级可是六。 二十二, 林峰不一定打得过你。 安平生道,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直接选择认输。 是的, 我选择认输。 陈兴尧平静回答。 他也暗自叹息。 若是早上没有遇到林峰, 他或许会答应下来。 但早上林峰的借力等级测出来可是九。 八。 虽然林峰力量不及自己, 但光是速度, 自己就跟不上。 挨打是注定的。 他才没那么傻。 陈兴尧认输了。 六班的学生们都惊讶连连,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什么? 八班这里, 学生们也是一脸诧异, 打都莫打, 就认输了。 他是觉得自己不如林峰,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去, 我还想看他揍林峰呢。 没想到林峰不战胜。 哎, 很多学生都挺遗憾的。 而林峰这个时候, 也在人群的角落里, 带到了蹲在那的江义。 你小子, 林峰恶狠狠道, 故意的是吧? 你猜, 江义嬉皮笑脸道。 作案工具交出来。 什么作案工具? 你怎么控制广播的? 林峰喝道, 东西快给我。 林峰抓着江义的衣领, 目光颇有不善。 江义无奈从兜里, 拿出了一个方块形的器械。 就这个。 林峰皱眉道? 对。 江义道, 我已经在学校的广播程序里, 植入了木马, 以学校信息技术老师的眼力, 绝对看不出来。 这东西怎么用? 林峰又问。 红色的按钮按下去, 说话。 松开, 关闭。 蓝色的是副尾, 绿色的是变身。 你就用这个, 陷害我。 林峰给了江义一个脑瓜崩, 再有一次, 踢你屁股。 江义吃痛, 哼哼唧唧地跟在了林峰身后。 而林峰则是仔细看着手里的小方块, 心有意境。 另一边, 陈兴尧认输的事情不断在发酵。 六班的学生们从一开始的不理解, 到后来开始当面质问陈兴尧。 陈兴尧, 这可是给我们班争光的好机会。 你认输做什么? 是啊, 那林峰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面对同班同学们的疑惑, 陈兴尧无动于衷。 他懒得回答。 而八班这里, 检测也已经开始了。 体育老师安平生拿过名次表, 淡淡道。 宋子川。 老师, 宋子川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哦, 也是。 安平生点头道, 那下一个, 林峰。 道。 林峰嘿嘿一笑, 跑了上来。 安老师, 我在这儿。 安平生皱眉看了他一眼。 上次测试成绩是一。 五。 现在应该突破四。 零了吧? 呃, 差不多。 林峰挠挠头, 安平生淡淡道。 四。 林成记的确不错了, 但也不是太好。 别骄傲。 我看那陈兴尧, 知识不想跟你起冲突, 做人要谦虚, 懂吗? 好的好的, 我听安老师的。 林峰乖巧回答。 行了, 上去测试。 得嘞。 林峰屁颠屁颠地来到了推进器的面前。 老规矩, 打三次。 好。 林峰猛地挥拳。 他没有停歇, 一次性打出了三拳。 368公斤, 375公斤, 372公斤。 这三个数值, 让众人都感到惊讶。 难怪他昨天能一拳打飞宋子川。 不过就这个全力数值, 要超过陈兴尧, 太难了。 他速度最多10至12米, S, 应该不会再多了。 安平生看着面前的数据, 淡淡点头, 这个跟他想得差不多。 去, 赛道上测试速度。 好。 林峰深吸一口气。 这跟星管的速度测试一步一样, 是通过真实跑步速度来评测的。 也就是说, 巅峰速度会有一些误差, 但也更真实一些。 预备, 跑。 安平生手上电子表声音响起的那一刻, 林峰如同一只箭矢般冲了出去, 他疯狂加速, 瞬间逼近了20M, S, 随后更是超过了20M, S。 400米的操场, 他仅仅花了19秒, 就跑了个全程。 巅峰速度, 21, 2米, S。 安平生惊讶地看着表上的数据。 这, 这不可能。 操场上的学生几乎都被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只有人群里的陈兴尧默默地叹了一声。 他早就知道, 是这个结果。 一心借者。 这四个字, 对于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而言, 渴望而不可及。 大多数的学生借力等级都在1-2之间, 连借力等级3。 0以上的学生都是凤毛灵角, 更不用说接近10。 0的灵风了? 这怎么可能? 八班的同学们都被灵风震惊地无以复加, 而还在想怎么给灵风找麻烦的江义。 此刻抬头看到数字, 也猛了。 卧槽。 9。 94。 差一丢丢就能跨入一心借着范畴了。 难怪这家伙不肯接受我的提议, 原来在这等着我啊。 等等, 不对。 江义拿出自己的记录本。 昨天捶宋子川的时候, 他借力等级突然从4。 8月升至8。 2。 今天更是直接到了9。 94。 这家伙吃了仙丹。 提升这么快? 江义发现, 自己太低估了灵风。 这家伙的天赋, 或许比他想象当中还要惊人。 不行, 计划得变一下了。 按照这个成长速度, 这小子完全能在大考前, 超越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那些苗子。 江义沉思片刻, 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喂。 老师。 周安林, 取消消消然第二中等学院, 江南第五中等学院, 江南第十一中等学院的所有计划。 现在, 把这三所中等学院的资源, 都给我投到消然中等学院这边来。 十? 什么? 电话那头的周教授, 震惊不已。 老师, 您确定? 废话。 江义怒道, 这个灵风, 或许就是我们找的实验对象。 别管那些学院了, 从现在开始, 灵风列位计划目标NO。 三, 监控程度提升至A级。 可老师, 灵风现在的身体标准, 根本达不到服用药丸的程度, 现在取消这三所学院的调查计划, 会不会太早了? 你有意见? 没有, 绝对没有。 安排下去, 出了岔子, 为你是问? 明白。 江义挂了电话, 一脸凝重地看向灵风, 能够瞬间爆发, 提升借力等级, 还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到这种程度, 这个灵风。 可太有意思了。 而此刻的灵风正望着屏幕, 叹了一声。 哎, 怎么就九? 九十四呢? 我还以为能突破一星戒者。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鄙夷地看着灵风, 这凡尔赛地有些过分了。 六班那些学生也听说了这个消息, 他们都不敢相信那个灵风。 借力等级九? 九十四? 卧槽! 真的假的? 我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物? 难怪陈兴尧会主动认输, 估计已经知道自己不如灵风了。 消息十传百, 百传千, 就一会儿功夫, 几乎全校的师生都知道了。 宋院长原本还想怎么处分灵风, 听安平生汇报灵风的借力等级后, 他两只眼睛都直了。 真的? 宋院长激动地抓住安平生的肩膀, 测试成绩应该没错吧? 确定是九? 九十四? 对。 安平生口干舌燥道。 成绩出了之后, 我让其他老师顶着我的位置, 第一时间就赶到您这了。 九? 九十四? 宋院长一扫之前的惆怅, 眼睛放光道。 如果我们萧然中等学院, 能出一个异星介者毕业生, 明年的生源肯定会好很多。 学院历史上, 就三个异星介者毕业生, 最近一个还是十一年前。 这样? 你现在赶紧把凌峰请过来, 我要当面跟他谈点事情。 好的, 我马上去。 操场上, 凌峰正背着手, 悠闲地在训练场上乱逛。 哎, 你这个动作不标准, 再下蹲一点。 对对对, 手用力, 这样才有效果。 说你呢? 别偷懒。 学生们都恼怒地看向凌峰, 但碍于凌峰的借力等级, 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凌峰喜滋滋地在边上溜达, 却是被跑来的安平生逮了个阵阵。 安平生很快把凌峰带到了宋院长办公室里。 院长, 人带到了。 好, 你先去忙吧。 宋院长摆摆手, 我跟凌峰聊聊。 行。 安平生关上门。 宋院长则是起身, 笑眯眯道。 凌峰, 你好。 凌峰一脸警惕。 宋院长, 你想干什么? 再过来, 我就喊了。 宋院长, 他倾壳一声, 解释道。 凌峰, 我想跟你谈谈升学的事, 凌峰皱着眉, 坐在了沙发上。 我听说, 你想拿到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对吗? 宋院长平静问道。 谁说的? 凌峰当即反对道。 宋院长, 你可别信, 他们胡说, 我哪里敢想啊? 当然, 你要是找不到人接收, 我可以免为齐难收下。 宋院长脸色变得极其古怪, 他犹豫了一下道。 其实, 我们学院已经被取消了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凌峰听闻, 当即起身, 准备离开。 宋院长一愣。 凌峰, 你干什么去? 坐下。 我话还没说完呢。 宋院长, 既然没有了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那你找我来试。 你这孩子, 就是心急。 宋院长转身, 从自己的保险柜里拿出来一份文件, 胆了胆上面的灰尘, 放在了凌峰面前。 你可以看看, 这是我们学院对一心借者的扶持。 钱和资源是国家发的, 另外下面的是学院一次性补助给你的。 凌峰接过文件, 看着上面的内容。 成为一心借者, 国家一次性奖励一份价值两万块的补药, 然后每个月还能领取八百块钱的补助, 终生享受。 学院这边呢, 则是奖励三万块的补药, 和一次保送高等学院的机会。 凌峰挺惊讶的, 国家和学院竟然会给一心借者这么多的好处。 他看着文件的内容, 若有所思。 宋院长, 这上面可是写着有江南研究学院的。 凌峰挑挑眉, 现在名额被取消了, 怎么解决? 他还想进江南研究学院混日子呢? 这下子路都没了, 凌峰很生气。 凌峰, 以你现在的借力等级, 去借者学院就行, 不需要考文化课去研究学院。 宋院长道, 所以学院可以给你提供保送江南高等学院的名额, 外加三万块钱的补药。 不去。 凌峰直接了当道, 突破了一心借者, 就达到了报考江南研究学院的资格。 我完全可以自己考上去。 那你若是考不上呢? 宋院长淡淡笑道, 保送, 可是最稳的路。 但这路不对, 而且各脚。 凌峰回答道, 我只要研究学院的名额。 开玩笑, 江南高等学院那么多神仙, 要是进去, 岂不是跟他们卷在一起成麻花了? 那多嘞。 哪有研究学院这边舒服? 随便开个课题, 零点国家补助, 轻轻松松过日子。 人嘛, 只要躺平了, 就会发现, 一切是那么美好。 是吧? 凌峰, 体谅体谅学院。 宋院长倾咳一声道, 你在咱们学院这么久了, 突破一心戒者, 对你对学院都是好事。 凌峰拿出自己的手机, 道, 宋院长, 你先等等, 我看点资料。 宋院长纳闷了, 这个时候, 你看什么资料? 宋院长的脸色瞬间僵住。 这小子, 打算转学校呢? 他可不能把凌峰放走, 这可是萧然中等学院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翻身的机会。 凌峰, 宋院长倾咳一声, 连忙道, 你先别着急, 不就是研究学院的事情吗? 我去办, 应该有些。 应该。 凌峰皱眉, 宋院长, 话可是要说准确啊。 宋院长有些犹豫, 凌峰拿起手机道, 宋院长, 我看隔壁江南第五中等学院不错呀, 他们有三个名额呢。 宋院长连忙道, 凌峰,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咱们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重新弄回来。 不然, 我这院长就不当了。 好, 凌峰笑眯眯地按下了手机里的停止键, 他试一道, 宋院长, 你刚才说的, 可都在我这了。 宋院长脸色大变, 你录了音。 没, 就录了一句。 凌峰笑眯眯道, 宋院长,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凌峰起身, 直接离开了院长办公室。 宋院长长输一口气, 这凌峰真是个人惊, 想要忽悠, 他比忽悠学校那批老师都难。 不过宋院长嘴角, 还是浮现起一抹笑容。 只要等凌峰突破一星戒者, 他就大肆宣传, 把凌峰跟萧然中等学院绑定, 到时候, 凌峰想跑都跑不掉了。 至于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到时候搞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名气已经打出去了, 宋院长无所谓了。 这凌峰, 还能靠一条录音让自己下台不成。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刚走出院长办公室的凌峰, 就直接拿出将一给的金属方块, 把宋院长刚才说的播放了出来。 下一秒, 全校的广播响起。 凌峰,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咱们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 重新弄回来。 不然, 我这院长就不当了。 所有师生都抬头看向广播的所在位置。 宋院长一愣, 他也看向了广播, 彻底傻眼了。 原本就凌峰一个知道, 现在全校都知道了。 大家都听到了, 宋院长说要弄回咱们学院的名额, 不然他这个位置, 就让别人来坐。 咱们给宋院长的勇气, 鼓掌。 凌峰的声音出现在广播里, 引动了全校师生的掌声。 宋院长听到窗外雷动的掌声, 面如死灰。 而凌峰则是一溜烟跑了, 躲到了图书馆一个角落里, 开始研究起异兽的材料。 他通过天下国官方网站查询到, 一星借者的福利的却不错, 除了允诺的补药和补贴之外, 若是能突破至二星借者, 奖励翻倍。 二星借者的奖励, 是价值五万的补药, 以及每个月一千五百元的补贴。 三星借者的奖励, 是价值十万的补药, 以及每个月两千五百元的补贴。 四星借者的奖励, 是价值三十万的补药, 以及每个月五千元的补贴。 如果能觉醒小世界, 成为混沌强者, 就能得到一瓶价值五十万的补药, 每个月能拿八千元的补贴。 国家对借者的补助, 太好了。 凌峰之前虽然知道国家有补贴, 但仔细研究之后, 发现比想象当中还要惊人。 这份补贴, 覆盖了天下国二十三座特大城市, 只要变强就有奖励。 难怪这么多人挤破头, 都想要成为借者。 凌峰苦笑道, 之前还以为借者补贴的不多, 都是靠猎杀一手赚钱的。 老爸是四星借者, 也就是说他, 每个月都有五千块的补贴。 而老妈也是四星借者, 也有五千块。 两人加起来一万块的被动收入, 不少了呀。 跟凌峰一家比起来, 江南市里, 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 这些钱够他们生活很久了。 萧然中等学院, 那些借力等级一杠二的学生, 是天赋不行吗? 不, 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不起补药, 身体得不到提升, 学校虽然会发放一些免费补药, 但对学生们的提升, 都是微乎其微的。 只能说国家, 给予了借者们特权, 让人们都想成为强大的借者。 凌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 他不由叹息。 这个世界, 跟前世很像, 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天塌了, 还是进研究学院, 成为一名研究员比较好。 毕竟那个, 是我擅长的领域, 也是我前世莫能完成的事。 凌峰的想法很简单, 他不想打打杀杀, 而是想成为一名研究者。 跟前世一样, 这是他的执念, 也是他的信仰。 哪怕郑鸿基和宋苑常说破嘴, 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就在凌峰沉思的时候, 一本书放在了凌峰面前。 他抬起头, 发现是江义。 凌峰, 你想成为研究员。 江义淡淡笑道, 早说啊, 这方面, 我懂得比你多。 凌峰警惕地看着江义, 你闭嘴, 我是不会签卖身器的, 没让你签卖身器。 江义道, 我想了想, 咱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目标的, 不用卖身, 或许咱们也能合作。 凌峰冷笑, 你叫一声爸爸, 我就信你。 江义的脸色瞬间呆住, 别这样, 我这次来是来帮你的。 江义把手里的书推给凌峰道, 这是研究学院的基本信息, 你可以先看看。 翻开江义给他的书。 这是一本介绍研究员的书籍, 里面记载着一些研究方向。 研究员, 跟介者的成长方向不同。 江义淡淡开口道, 他们也能上前现战斗, 强大的研究员, 可以独自一人, 应对二级一寿潮。 而同阶段的介者, 则需要十几名, 甚至上百名, 才能将其压制。 哦。 凌峰皱起眉头, 他对研究员的认知, 还停留在前世。 凌峰已经发现, 他手里这本书并不是 萧然中等学院图书馆的, 而是江义自己带过来的。 这些资料, 不是他这个年纪可以接触到的。 网上也没有, 难怪他查不到。 作为一名研究员, 觉醒小世界的很困难, 需要用各种研究办法去实现。 总体分为两大类。 一种, 是通过改造自身, 觉醒小世界。 另一种, 则是通过易受血, 来觉醒小世界。 当然还有人通过其他一些旁门左道, 觉醒小世界。 比如, 某种病毒。 听到这里, 凌峰心里咯噔一声, 病毒。 他脑海中的小世界, 就是因为感染了TX病毒, 这才觉醒的。 难道说, 这TX病毒, 才是他得到小世界的真正原因? 凌峰皱起眉头, 试探性问了一句, 研究员既然也能觉醒小世界。 那为什么, 都看不起研究员呢? 凌峰倒是好奇了, 没有强大的研究员作证。 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 江义叹息道, 全球最有名的研究院, 在亚美利加, 叫做紫电研究院, 他们那边有一名极强的研究者, 实力堪比咱们天下国机位将军。 研究者实力, 能堪比将军。 凌峰一愣, 怎么可能? 研究者的小世界, 跟戒者不同。 江义道, 戒者的小世界, 是通过进化, 反哺自身。 所以, 达到四星戒者, 成功觉醒小世界后, 便被称为混沌镜, 是因为小世界混沌初开, 一片虚无才叫这个名字。 而混沌之上, 则被称呼为凌空, 这种戒者的小世界, 已经产生了自由引力, 可以抵抗地心引力的束缚, 在天空中飞行。 凌峰忽然想起, 郑宏基那位师弟, 他就是直接从天降过来的, 后来又直接飞走。 原来, 他是凌空境。 研究者的小世界, 则是反过来, 是通过自身去反哺小世界。 江义道, 只要研究者的小世界, 能产生自由引力, 就可以在小世界里培养生灵。 但在培养生灵前, 研究者的实力很弱, 根本都不过同级别的戒者, 甚至还出现了四星混沌研究者, 被二星戒者爆锤的场面。 凌峰猛了。 研究者? 这么弱? 所以, 你突破一星戒者后, 或许, 也能爆锤四星, 混沌的研究者。 江义笑笑, 没有达到凌空境, 产生自由引力的研究者, 实力跟普通人无异。 那你说的强大的研究者是? 是凌空境的研究者。 江义笑道, 到达了凌空境, 小世界内就会产生生灵。 而且, 生灵的实力都不弱。 那些戒者, 打一个就是一个, 但是打一个凌空境研究者, 就是要打十个。 生灵可以被放出来。 凌峰一愣, 这么牛皮? 当然可以。 江义道, 小世界产生了自由引力, 就能让研究者的身体成为媒介, 释放小世界内的生灵。 所以说, 强大的研究者可以一人抵抗二级异兽潮, 而同等级的戒者就需要数十人通力合作。 凌峰看着手里的资料书, 眼中闪烁着光芒。 江义, 你说, 如果研究者足够强大的话, 他体内的小世界会不会多出一个来? 肯定能啊。 江义古怪道, 但是为养一个小世界需要大量的精神力, 有些研究者精神力不够, 就被小世界活活吸干。 而有些精神力富于的研究者, 就一个人养了多个小世界, 统领了不少生灵。 打起架来, 一人顶一群。 一人顶一群。 凌峰两眼放光。 这个好啊。 如果他猜得不错, 他脑海中的地漫小世界里, 应该会诞生的慢兽。 而闪电小世界里, 会诞生闪电猎豹。 到时候动起手来, 他只要在边上看就行。 但你别想得太好。 江义给凌峰泼了一盆冷水, 研究者数量稀少,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是需要足够的精神力, 也就是一般人说的精气神或者精力。 二是需要研究资金, 三是需要忍受寂寞, 才能达到凌空境。 江义叹了一口气道, 天赋, 资金方面, 很多人都能做到。 但大部分人都死在了第三步, 他们没有足够的天赋和运气成为凌空境, 那么一生就只能当个普通人, 露入无味。 凌峰沉默了下来。 前世的他是生物学研究者, 当然知道这些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成果的。 有些研究者, 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某个领域, 却发现是徒劳。 那种落差, 会让人自杀。 这就跟物理学家研究到最后, 发现物理学不存在一样, 令人绝望。 听完这些, 你还想成为研究者吗? 江义缓缓抬头, 与之前细血的目光不同, 江义此刻的目光认真而凌厉。 他似乎在审视凌峰。 在这茫茫的夜空里, 总有人第一个伸手摘月。 凌峰眼神坚定道, 他们不做, 我来做。 若是失败, 我仍与星辰同在。 更何况, 天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星辰, 为我指路, 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要成为研究者, 不是说说而已。 江义有些诧异, 几乎看不到这种少年锐气了。 大多数的人, 都想成为戒者。 你很有意思。 江义笑了。 谢谢, 你也是。 所以, 刚才的咨询费交一下。 江义淡淡道, 一万二, 谢谢。 凌峰。 好家伙, 难怪这小子这么热情, 讲了一堆, 在这等着他。 凌峰白了他一眼, 起身就要走。 别走啊, 开玩笑。 江义连忙拦住凌峰。 这样, 我这边有一个项目, 咱们一起合作。 如何? 没兴趣, 凌峰当即准备离开。 凌峰。 江义喊住他, 你别忘了。 你突破不了一星戒者的话, 什么奖励都没有。 而我可以用两天时间帮你突破。 不需要, 您就省省吧。 凌峰吃笑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义很奇怪, 这凌峰难道不想突破一星戒者? 一星戒者并不是说达到十。 凌接力等级就好了, 还要去新馆进行考试, 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行。 凌峰要是一直在十。 凌上下徘徊,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凉。 如果要再考, 就得三个月后了。 所以, 现阶段是让凌峰把戒力等级从九。 九提升至十, 凌左右并且稳住, 才算成了一星戒者。 江义觉得自己应该没有计算错误, 凌峰应该会感兴趣才是。 可是凌峰却无动于衷。 这小子, 难道自己有办法? 真是奇了怪了。 江义思索着, 连忙跟在了凌峰身后。 很快放了学, 凌峰哪里都没去, 而是悄悄地在找郑宏基的身影。 他发现, 郑宏基今天没有坐在校门口, 而是在围墙边上徘徊。 校门口那边, 有一些保安正挨个看人这老郑, 想从围墙和校门那边一起待我。 凌峰就猜到, 郑宏基会故意抓他, 所以他这回没有走围墙, 也没有走大门。 而是拿出了手里的广播控制器。 郑老, 宋院长让您过去找他一下, 有急事。 凌峰变生, 成了学校老师, 发送了全校广播。 郑宏基听到后, 皱起眉头, 但也只能往回赶。 凌峰并没有马上回家, 而是带着昨天凌长盛给的银行卡, 来到了江南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 在医院边上, 有一条售卖补药和易售材料的街道。 这里的易售材料, 有部分是直接提供给医院的, 所以, 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买家和卖家。 如果突破一新界者, 就需要再开一个小世界。 凌峰琢磨着, 既然要开, 那就要选一些合适的易售材料。 这要是小世界多了, 莫准吸精神力都能把我吸死。 凌峰从江义那边了解到研究者的情况之后, 就有些慌。 他怕自己被吸成人干。 先买一种回去试试, 看看要多少钱。 凌峰进入了街道里。 这条街呈现出L型贴着医院围墙来的。 同家不少, 也有一些摆地摊卖材料的。 凌峰从网上了解过, 这里人员很杂, 有导爷, 也有戒者, 还有不少收购材料的商人。 一般来说, 戒者在外面得到易售材料, 会卖给天下国的商海联盟。 商海联盟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店, 是专门做易售生意的。 但商海联盟的收购价格较低, 所以不少戒者都会拿到小市场, 夜市里卖, 只求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凌峰来这边看, 主要是他买不起网上的易售材料, 就来这里碰碰运气。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来, 面前的东西让他眼花缭乱。 有卖爪子的, 有卖血肉的, 有卖精血的, 还有卖眼珠子的。 甚至还有悄悄拦住你, 问你要不要某些易售的根, 这些东西拿回去泡酒, 能撞羊。 凌峰人都妈了, 连忙白手离开。 凌峰转了一圈, 眉头越皱越紧。 好的东西, 要十几万, 他买不起。 差的东西, 他看不上。 老八就给了我三万块, 里面一万是他的, 买啥好呢? 凌峰正犹豫的时候, 一个摆地摊的小贩忽然叫住了他。 小兄弟, 我看你骨骼精气, 我这有个宝贝, 你一定要看看。 他从地摊上选了一件象牙制品, 介绍道, 这是编号102分地龙象的象牙做出来的工艺品。 据说当年乾隆皇上下江南的时候, 曾经盘过他, 尚有贵气, 保你荣华富贵。 凌峰嘴角一抽, 还乾隆皇上, 我看这是今天早上做出来的吧? 话说那时候有一兽出现吗? 你当我不读历史书。 小贩尴尬道, 夸张是夸张了点, 但这个东西, 得却是地龙象牙制品, 价格不贵, 要你八万。 八块。 凌峰还价道, 哪有你这么孩的? 小贩无奈开口, 今天跟你有缘, 就要你三万。 我急用钱, 不然这便宜也不限地让你捡走。 凌峰犹豫了一下, 如果真是编号102的龙象的象牙, 那比他见到过的任何异兽, 排名都高。 而且, 这工艺品体积还挺大, 或许, 可以让一时海, 小世界吃掉它, 诞生一个新的的龙象小世界。 可这个时候, 一道冷哼雀从凌峰身边传来, 什么地龙象牙制品? 这分明, 是编号506分蛇尾像的象牙。 那玩意儿二星戒者, 就能打死一群。 你当地龙象牙慢? 太黑心了。 凌峰扭头看去, 发现是僵义。 卧槽, 这小子怎么跟狗皮糕要似的, 甩都甩不掉。 听到姜义的话, 小贩的脸色顿时难看得起来。 你谁啊? 不买别打扰我生意。 兄弟, 我也不坑你, 这地龙象牙的却有点瑕疵, 不要三万了, 就一万。 小贩看向凌峰, 你要是爽快, 就带走他。 还一万呢? 姜义吃笑道, 我看一百块都不值。 小贩一愣, 你这年轻人, 怎么说话的? 一百你嫌贵, 那九十五卖你。 给钱, 姜义顿时傻了眼, 九十五能卖的东西, 喊八万。 凌峰犹豫了一下, 扭头走人, 而姜义则是瞪了那小贩一眼, 屁颠屁颠跟在了凌峰身后。 凌峰, 你来这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姜义黑黑笑道, 我对一售材料有研究。 你要买, 我可以帮你选啊。 这回收多少咨询费? 凌峰挑了挑眉毛问道, 刚才开玩笑呢。 姜义道, 咱们什么关系, 我能收你咨询费。 那好, 你刚才阻碍我做生意了, 赔钱。 姜义满脸问号, 什么玩意儿, 就让我赔钱。 我刚才打算交易来着, 你冒出来破坏交易, 这不用赔钱。 姜义瞪大双眼, 怒道。 我那是就你, 那也得赔钱。 你…… 姜义顿时气劫。 凌峰这不要脸的性格, 到底像谁啊? 我不傻, 刚才那家火地摊上, 有一个好东西。 凌峰淡淡道, 应该是编号158分翡翠天猎花花扮作的赘事, 价值不低, 但是破损了。 讲讲价, 应该是能便宜拿下的。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假的? 我妈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说是我爸送的定情信物, 价值八万。 姜义根本莫想到, 凌峰竟然会想得这么细。 那, 回去买。 算了, 被你这么一闹, 那家伙估计都齐了。 凌峰无奈道, 去前面看看, 有没有东西卖吧。 我要买点好的, 但价格不能太贵。 你这不如跟我走,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用, 而且便宜的异售材料。 乃里, 你过来就知道了。 虽然不情愿, 但凌峰的却好奇, 姜义说的到底是什么地方。 姜义带着凌峰穿过这条街, 直接进了医院。 医院里也卖异售材料。 凌峰脸色古怪, 别问这么多, 信我的准没错。 姜义自信满满队, 带着凌峰上了医院药房的二楼。 凌峰看到, 这里有不少房间, 每一间里面都有大大小小的透明方盒, 很像超市里卖国府的地方。 但这些方盒却是更加精致, 细密, 里面装着一些粉末。 这些是, 异售编角料磨成粉末, 在这里售卖。 姜义介绍道, 这些药粉买回去, 可以直接用来制作补药。 有些植物类异售的药粉, 甚至可以用来强身健体, 治疗疾病。 听到姜义说的, 凌峰这才恍然大悟。 一部分异售身体材料都是无用的, 但丢弃又可惜, 就被统一夹攻成了粉末, 送到了这里。 你反正也是拿一兽身体材料, 回去做不要的, 对吧? 姜义看了一眼凌峰, 猜测道, 这里, 或许有一些粉末, 或许是和你。 凌峰没有明着回答, 他只是想通过吞噬一兽身体材料, 分离出一个新的小世界, 好让自己突破一新界者。 但这件事是凌峰的秘密, 他不会告诉姜义。 别说这么多了, 先进去看看。 凌峰刚要抬脚走入其中, 请出示采购许可证。 凌峰一愣, 那是啥? 可姜义却是见怪不怪, 从自己外套内饰口袋里取出一张卡, 朝着他们晃晃。 五星及贵宾, 这两名保安一经, 连忙让开刀。 您请。 凌峰猛了, 这姜义年纪不大, 竟然有这里的采购贵宾卡。 凌峰撇撇嘴, 不过这个姜义来头的却不小。 之前那微型激光炮, 再加上这次的贵宾卡, 并没有让凌峰放心, 反倒是让它越发警惕起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编号166, 闪电猎爆骨头的粉末, 将抑制着一方黄色如金粉般的物质道, 一般用来装饰或者补钙, 预防骨质疏松, 其他也没有啥大用。 凌峰点头, 闪电猎爆全身上下, 就它的皮毛和精血之前。 其次就是血肉, 一些戒者可能会将其做成肉干, 毕竟这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骨头就纯属于废物了, 没有多少骨髓, 做成骨粉倒是挺合适。 这个红的是编号106, 红燕蟹蕾花的花瓣晒干后, 研磨成的粉末。 作用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增强气血。 一般这粉末也能用进不要当中, 我建议你可以收购一点。 凌峰望去, 红燕蟹蕾花他有印象, 之前陈兴尧附下的, 就是用红燕蟹蕾花制作成的 不要红燕X, 足足让陈兴尧从借力等级30提升至了6。 二, 这是个好东西。 我去, 120块钱一克。 凌峰差点被这个价格吓尿, 也就是说, 要买下一百克, 就要一万二。 半斤, 三万。 他全部身家和林长盛的私房钱, 加起来也就只能买半斤的量。 你可以就买一点。 将一道, 把这玩意儿每天泡茶里, 不出一个月, 你就是一心借者了。 凌峰有点心动, 但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这要是三万都花出去, 林长盛的私房钱可就打水漂了。 我再看看吧。 凌峰无奈道, 对比鸡精重的地卖时, 就买回去半斤花粉, 怕是连小世界都难开。 更何况这个粉末到底能不能开启小世界, 凌峰都不确定。 要不这样, 你叫我一生爸爸, 我送你一百克。 江义打趣道, 还有这种好事。 凌峰顿时眼睛放光, 你带了多少钱, 我能叫到你破产。 江义, 或者, 爷爷也行, 不过得加倍。 凌峰笑嘻嘻道, 就看你肯不肯了, 我肯你个大头鬼。 江义忍不住骂道, 凌峰, 你能再无耻点吗? 你想的话, 我是可以的。 江义, 他叹了一口气, 不跟你扯淡了, 最近心意研究所在进行药物测试, 受试者可以直接得到十万块酬劳。 十万? 凌峰眼睛一亮, 可又担心起来。 心意研究所, 会不会给我下毒? 人家这么大的研究所, 犯得住害你。 江义无语道, 实验之前会让你签保险的, 出了事, 国家担保。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卡片, 这是心意研究所的地址, 你过去找周安林教授即可。 凌峰有些犹豫, 他虽然害怕, 但也接过了那张名片。 有一说一, 十万的却不少了。 而且生物实验他熟悉啊, 应该不会被坑。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门口走进来几个人, 从这里到这里, 都给我装起来。 来者一出声, 就财大气粗地打包了不少价值高昂的异兽粉末。 凌峰皱眉转头, 这哪里来的大款, 竟然出手如此扩重。 可就当凌峰看去的时候, 对方的目光也往他这边看来。 四目相对, 对方一惊, 连忙上前握住了凌峰的手。 大舅哥, 凌峰顿时迷了, 这小子谁啊? 我, 你忘了。 对方笑道, 林一平, 当时你接妹妹的时候, 我跟你见过面。 哦, 是那个被轰飞的小子, 对吗? 凌峰记起来了。 当时抓江翼的时候, 这林一平先冲了上去, 也是第一个被轰飞的。 而凌峰自己倒是没事。 林一平听到这话, 脸上有些挂不住, 尴尬到当时大意了, 被那小子偷袭。 我今天要是再见到那小子, 一定扒了他的皮。 这个时候, 江翼面无表情地转过头来。 林一平见到他, 大吃一惊。 小变态, 是你? 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凌峰来的。 江翼往凌峰这边靠了靠。 你想动我, 先过了凌峰这一关。 林一平呼吸一致, 他看了一眼凌峰。 凌峰刚想解释, 林一平却凑近, 压低声音道。 大舅哥, 这变态出多少钱收买了你? 没关系, 我林一平出双倍。 林峰有些无语, 他这才想起来, 这个林一平家里, 就是做药材生意的, 会出现在这, 也很正常。 林一平, 你什么意思? 江翼皱眉道, 想抢人, 抢又怎么样了? 林一平吃笑道, 就你这小鬼头, 我一拳能打十个, 不负咱们出去比划比划。 我怕你。 江翼说着, 手伸像自己外套口袋, 别忘了。 你当时怎么被我轰飞的? 那是大意了。 我借力等级十八。 二, 马上就是二星戒者了, 会怂你。 有本事是是, 是是就是是。 两人开始争吵, 似乎是为了林峰再争高低。 但当事人林峰, 已经选择好了一些异兽粉末。 嗯, 我就要这个编号132, 十元兽的粉末五十克, 还有编号106, 红艳血蕾花的粉末五十克。 一共多少钱? 一万元。 好的, 刷卡。 林峰把卡递过去, 输入了密码。 很快, 他买到了两小瓶粉末。 他心疼极了, 一万块就买到了这俩小玩意儿, 还不够他一口吃的。 但是如果能开启一个小事件, 那也值得。 江义和林一平还在那边斗嘴, 林峰健壮, 悄悄地从门边开溜。 但是他的动作, 被江义发现。 林峰, 别跑。 江义当即追了上去, 临走前, 还不忘向林一平放狠话。 你给我等着。 林一平哼急一声, 也没有搭理江义, 而是重新看向了店铺里面的坟墨。 他今天来, 是带着家族业务来的, 不然他肯定追上去, 跟林峰套套近乎。 另一边, 林峰已经提着东西跑了出来。 江义匆匆追上。 你小子, 跑这么快干什么? 东西到手了, 走人呗。 林峰无奈开口, 我又没多少钱, 待在那干嘛。 当门神, 咱们还没谈合作呢。 你想都别想, 肯定又想坑我。 林峰瞪了江义一眼。 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打算解释, 但是医院里却响起了警报声。 红色的灯光在医院各处闪烁。 怎么了? 林峰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 发生二级规模的伤亡事件了。 江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林峰, 靠边站, 别挡着人。 他拉住林峰的衣服退后, 混在了人群里门口的街道上, 出现了一辆辆救护车。 乌泱乌泱的声音, 回荡在人群上方。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卫视魔会出现这么多的救护车。 这些, 好像是从前线过来的救护车。 难道是有地方出了事? 人们议论纷纷, 林峰也伸长了脖子, 往救护车那边看去。 医生们迅速就位, 打开了几辆救护车的后门。 一个个伤员被抬了出来。 鲜血渗透担架, 滴在了地上, 渗透进石板里。 而担架上伤员的情况, 更是让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担架上, 那名伤员的左肩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整只手臂都消失不现。 他剧烈地低吼着, 似乎在强忍痛楚。 这血肉模糊的场景, 让在场的家长都不由捂住了孩子的双眼。 四星混沌。 江义叹了一口气, 看来他是遇上了二级异兽巢, 遭到了林空静异兽的袭击。 二级异兽巢? 林峰皱眉? 那不是很多年才发生一次的吗? 城市外围是, 但他们是戒者, 不可能就待在城市周围的, 需要去其他的废墟城市猎杀强大的异兽。 江义解释道, 二级异兽巢虽然不常见, 但在那些废墟城市里发生的频率也不低。 一旦遇上林空以下, 很难全身而退。 你也看到了吧? 那名四星混沌戒者, 实力不知道比你赴青墙大多少倍, 但还是成了这个模样。 江义默默开口, 林峰在围墙里的从来都不是强者, 而是人类培养的下一代。 围墙外面才是真实的世界, 更加残忍, 更加血腥, 更加让人疯狂。 那里, 强者灵力, 异兽横行。 人类曾经的领地被霸占, 哪怕是致强者, 都会因此陨落。 林峰沉默下来, 他看着从旧户车里被推出来的那些伤员, 目光在这一刹, 竟然有了些许动容。 有人断了腿, 有人失去了胳膊, 有人丢掉了半个身子, 有人连面容都被啃食得血肉模糊。 沉闷的哀嚎与惨叫声, 此起彼伏, 吓坏了围观的孩子们。 林峰, 迟早有一天, 你也要去的。 江义转头, 目光平静地盯着林峰问道, 你, 害怕吗? 当然害怕。 林峰点头, 害怕得要命。 江义一愣, 眼中浮现出一抹失望。 但下一秒, 林峰却又接着说道, 但比起死亡, 我更害怕家园的沦丧。 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家人, 同学, 朋友, 死在异兽的爪牙之下, 或者是变成那般模样。 林峰, 江义眼中的失望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欣喜。 没错,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直面危险, 勇敢无畏。 就在江义忍不住要夸奖林峰的时候, 林峰道, 当然, 在那之前, 我必须要苟着。 你不是说研究者在林空静之前, 毫无实力吗? 那我就一定要苟到成为林空静。 苟着, 才能赢。 天不生我林峰, 苟到万古如长叶。 江义一愣, 脸色古怪起来。 他百感动了呀。 米特摩可真是一个。 小可爱。 谢谢夸奖, 走了。 林峰当即转身离开, 但江义却没有看到, 林峰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坚毅起来。 重生了这么久, 他第一次渴望实力。 只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保护家园, 保护自己的家人与朋友。 林峰离开医院后, 哪里都默去, 直接回了家。 爸妈还没有下班, 他则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准备研究起刚买下的那俩瓶粉末。 这白色的是石原兽的, 红色的是红艳蟹脸花的。 林峰打开手机里的资料库, 南南道。 编号132, 石原兽是一种吸击生命, 没有固定形态, 以岩石和吸金体为食物。 大部分的石原兽都以巨大的石头人味形象, 少部分能拟太成野兽。 石力在二星混沌到四星混沌之间。 石原兽啊。 林峰看着资料, 又看了看面前这瓶白色粉末, 应该不能直接吃下去, 这玩意儿是用来制造武器的。 在购买之前, 他就已经弄明白了。 但有了地漫师的前车之鉴, 林峰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将其扶下, 而是接触即可。 先试试再说, 林峰将瓶子拿在了手心, 倒出了一些石原兽粉末。 这些粉末晶莹剔透地, 就像是一粒粒珍贵的钻石一般闪耀。 跟林峰所料一样, 这些粉末很快就从林峰手心融入了他身体里。 林峰立刻闭眼, 一时被抽离到了石海当中。 这一次并不是被洞进入, 而是他主动进入这一时海空间内。 他面前, 白色的地漫小世界和金黄色的闪电小世界正围绕着中央那暗黑色的小世界旋转。 此刻, 林峰投入的石原兽粉末开始起作用。 粉末从暗黑色小世界上方倾倒, 随后融入了其中。 很快, 暗黑色小世界上面的文字变了。 石原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构建程度? 1%? 天赋? 高压重击? 主动? 怎么只有1%? 林峰猛了, 赶紧再到一些。 他熟练地回过神, 把瓶子里所有的石原兽粉末都倒在了手上。 很快, 这些粉末都融入了林峰体内, 成为了他脑海中暗黑色小世界的一部分。 世界构建程度那一栏也开始变动。 1%? 2%? 3%? 4%? 数字停止在4%就不动了。 卧槽, 花了4000块就提升到了4%。 这要是让他分裂, 岂不是要花10万块? 林峰想到这里, 脸色都变得难看了不少。 他等了好一会儿, 确定数字不再变化之后, 不由叹息着让意识回归身体。 他起身原地运动了一下, 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估计是数值太小, 提升也有限。 太坑了, 这还不如不提升。 4000块呢? 4000块对于还在上学的林峰而言,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只能寄希望于这瓶红色的粉末了。 林峰叹息, 这才拿起了另一瓶。 那瓶是红艳血蕾花的粉末, 哪怕开不了小世界, 每天泡水喝都对身体有极大好处。 这粉末哪里都好, 唯一缺点是贵。 贵得要死。 光是一瓶就要120, 一杯茶泡10克就得1200。 林峰极为肉疼地倒出了一些粉末在手上。 他没有选择吞下, 而是静静等待, 看看能不能直接从手部吸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应该啊, 难道非要我吞下去? 林峰皱眉, 但他还是接了杯水, 将刚才的红色粉末都吞下了度。 温热的感觉持续了一会儿, 很快就消失了。 一时海里的暗黑色圆球, 什么动静都没有。 林峰忽然意识到, 这个作用好像不是红粉带来的, 而是温水带来的。 你喝温水, 你也有这个感觉。 怎么会这样? 林峰迷了? 难道说, 暗黑色圆球智能同时培育一个小世界? 如果真是这样, 那自己刚才喝下去的东西, 可就真成了保健品了。 一时间, 大冤中三个字仿佛就刻在了林峰脸上, 还有一半左右的粉末。 林峰心疼地看向瓶子, 得快点弄到钱, 不然一直卡在这, 难以提升。 4000块的石原兽粉末就增加了4%世界构建度, 而他又浪费了3000块的红艳血泪花粉末, 前前后后7000块, 却没有任何提升, 让林峰很是难受。 林峰拿起手机, 开始查询有没有合适的赚钱方法。 但几乎跟他之前查询的一样, 在这异兽横行的世界里, 大部分的赚钱手段都被打压。 最赚钱的, 还是去猎杀异兽, 其次就是金融。 这两样, 对林峰而言都很困难。 猎杀异兽估计不行, 我这借力等级出去, 就可能成了他们的晚餐。 金融的话, 没有本钱也很难罢。 林峰思来想去, 忽然灵光乍现。 他打开房门, 林元已经回来了。 今天是周五,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没有晚自习, 提前放学。 哥, 爸妈说周末带我去新管考二级戒者证, 你去不去? 林元一边打游戏, 一边问道, 我去做什么? 林峰无奈回答, 随即问道, 圆圆, 你有没有赚钱的办法? 林元右手按着手柄, 左手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了一本书。 天下国刑法, 都在这里了, 自己看吧。 林峰脸色古怪, 倾壳一声道, 我是说, 不用进橘子的那种。 哥你早说啊。 林元从茶几的柜子里拿出了一份传单。 林峰一看, 人类金子库捐献指南。 林峰人抹了这铃长盛, 把这玩意儿放在茶几柜里面, 是什么意思? 信息量有点大。 呃, 有没有那种不伤身体的? 林峰又问道, 正常一点的。 别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林元放下手柄, 小手一伸, 给我买新的游戏机, 我就告诉你。 林峰脸一黑, 太贵了, 不买。 那就没有。 林元道, 本来还想带你赚钱的, 看来你没有诚意。 算了。 林峰一咬牙, 舍不了孩子, 套不着狼。 游戏机多少钱? 三千。 林元笑眯眯道, 哥, 现在下单领优惠券, 利捡五块。 我是缺五块的那种人吗? 林峰脸色难看到, 我特魔缺的是三千啊。 你别装了, 你和爸联手, 坑了老妈这么多钱, 三千算什么? 林峰。 林峰做了一番思想斗争, 最后还是决定, 给林元买下游戏机。 别用你的手机买, 用我的。 林元递给林峰自己的手机。 有什么区别?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林峰有些狐疑, 但为了赚钱, 还是咬牙付了钱。 看着林元手机里的订单, 林峰心痛得无法呼吸。 游戏机已经满了, 你也应该履行诺言了吧? 当然。 林元笑了笑, 打开了自己的平板电脑。 这是我的计划, 赋能未来。 林元一本正经地, 跟林峰讲解。 我们这计划的底层逻辑, 就是打通信息屏障, 创建舒适的用户生态。 这里的顶层设计, 通过差异化和颗粒度更好的服务用户。 林元说了一通, 林峰从头到尾脸都是猛的。 这些字拆开他理解, 但是合在一起是什么鬼? 参与这个项目, 你能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以及回报。 林元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哥, 这是合同, 投资就是赚到。 你签了我们, 就是合作伙伴了。 林峰迷迷糊糊签了一份投资协议。 这投资协议上写的话, 他也有点看不懂, 但听起来很高大伤。 投资的资金呢? 林元问道, 给你。 林峰递出去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老爸的一万块, 剩下的都是我的投资资金。 很好。 林元笑眯眯地收下了卡。 圆圆, 咱们这个项目, 什么时候可以有回报? 回报? 等我上了高等学院之后再说吧。 林元把合同收好, 顺嘴回答道, 林峰皱眉, 要这么久? 林元笑嘻嘻道, 本来就是投资我上高等学院的计划, 当然要等我上高等学院之后了。 林峰傻眼了, 他立马看了一眼手里的合同。 项目用户, 林元, 一切解释权规, 林元所有。 林峰怒道, 你这是诈骗? 你还说要打通什么信息屏障? 林元一本正经解释。 对啊, 创建舒适的用户生态用户就是我, 我就是用户, 有问题吗? 那顶层设计和聚焦用户感知, 就是以我的感受为中心, 所有资金为我服务。 林元的回答, 差点把林峰弃出病来, 把卡还我, 哥, 咱们签了合同呢? 林元把卡藏进口袋, 咱们得按合同办事。 你看合同里是不是写了, 违约得付两万违约金。 林峰咬牙切齿, 自己竟然被林元摆了一刀。 我这就把游戏机退了。 嘿嘿, 你退不了, 订单在我手机里。 林峰一愣, 好家伙, 在这等着他呢。 他起身, 有些抓狂, 但过了一会儿, 还是坐了下来, 惆怅道。 圆圆, 你变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的, 哥对你太失望了。 林元瞪了林峰一眼, 哼道, 谁让你先删我购物车的? 林峰无奈, 兄妹哪有隔夜愁? 林元哼记道, 一旦隔夜是大愁, 林峰叹息, 那卡里还有老爸的一万呢? 你放心, 我会害他的。 林元笑咪咪道, 哥, 等我上了高等学院, 这笔钱肯定有用, 到时候也加倍害你。 你上次那五十, 还没害我呢? 林峰接过那两瓶补药, 这是烈焰一号, 编号232烈焰食人花制作的补药, 可以全方面提升服用者的身体素质。 但对于已经突破二星戒者的林元而言, 哪怕喝下去也提升不了多少了。 这俩玩意儿, 外面卖也要大几千一瓶。 这样算下来, 林峰没亏, 还赚了。 毕竟银行卡里只有一万七了, 一万是林长盛的私房钱。 林峰一时间也不好说什么了。 他知能道, 早点睡, 别吃太多零食。 林元乖巧点头, 知道了哥。 林峰无奈地回到了房间, 他看着桌上的两瓶补药, 惆怅万分。 钱不够啊。 林峰叹了一口气, 他从自己的怀里拿出了一张名片。 这是之前江义给的, 据说跟心意研究所有关。 难道真的要去参加实验? 会不会有危险? 林峰纠结了半天, 还是打算用手机查一下心意研究所的资料。 心意研究所建立于大灾难时期, 是一家致力于生物制药的研究所。 创始人江兴, 江义。 嗯, 江义。 林峰忽然发现了古怪的地方。 不过那小鬼年纪这么小, 应该不是他, 知识同名。 我看看。 大灾难时期, 心意研究所就治了上千万名人类戒者, 得到了江南市官方江南研究学院的权力扶持, 如今更是在其他城市建立分锁, 规模庞大。 乍一看资料, 没什么毛病。 有官方背书, 倒也安全。 但林峰警惕的性格, 又让他查了一下周安玲教授。 周安玲, 男, 46岁, 著名学者, 国家级研究者, 心意研究所, 创始人江义的学生, 先就业于心意研究所总部, 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一职, 曾在大灾变时期, 舍命救过民众, 得到过江南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研究项目成果众多。 也莫问铁。 林峰点头道, 如果能拿到十万酬劳, 应该可以直接开启一个小事件。 他之前虽然对心意研究所有些恐惧, 但恐惧都是来自于筹码不够。 有十万元奖励, 他沉思良久, 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不过在去之前, 他得做好准备, 把紧急联系人填上父母的手机号, 再带上了一些设备, 以防被研究所的人扣押在那。 而林峰不知道的是, 此刻, 心意研究所内。 周教授正盯着屏幕, 皱眉道。 老师, 这个林峰真的会来吗? 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 肯定会的。 江义翘着二郎腿, 笑眯眯道。 这小子突破很快, 绝对需要不要辅助, 他今天在医院里, 就买了一些药粉回去, 现在应该再想办法弄钱。 但您为什么, 就给他一个人联系方式? 周教授疑惑道, 不是还有好几个观察对象吗? 这小子虽然起步比那些人差, 可没准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江义旦旦开口道, 之前我发给你的视频, 你分析了吗? 分析了, 不过依旧没能找到, 他突然提升借力等级的原因。 周教授犹豫了一下, 试探性问道, 老师, 是不是您给他吃了咱们的药丸? 不然他也不可能会。 嗯, 江义皱起眉头, 看了周教授一眼, 我要是给他吃了, 会把视频拿过来给你们研究。 用你的中脑想想, 可能吗? 得确不可能, 老师教训得对。 在江义面前, 周教授就跟个孙子似的, 连忙点头称事。 准备一些实验用药丸, 明天等凌峰来了, 我们进行测试。 明白。 第二天上午, 凌峰坐着地铁, 按照手机里的导航, 一路来到了新义研究所。 新义研究所, 坐落在江南市郊区, 新义山的山顶。 这里是整个江南市位数不多的山脉地区, 据说从这里看能看到大半个江南市。 凌峰来的时候, 没想到要爬山, 他带了不少装备上来, 以防万一。 但正是这些沉重的装备, 让他沿着山路往上, 越发艰难。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江义坐在研究所门口, 原本淡定喝茶的他, 此刻也显得焦急了起来。 老师, 都十点半了, 那个凌峰还没有出现, 他是不是不来了? 不可能啊。 江义感到费解, 按照他对凌峰的了解, 凌峰绝对会来。 但是现在, 都超时了, 居然还没见到凌峰的身影。 难道这小子, 真的对十万块酬劳不为所动? 再等等看, 如果十一点他还不来, 我们就撤。 江义皱起眉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 气喘郁郁的凌峰 从山路那边爬了上来。 我去, 什么狗屁研究所建在山顶, 累死我了。 研究员们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有些古怪。 而江义看到凌峰, 顿时大喜。 凌峰? 他嘿嘿一笑, 当即跑了过去, 你总算来了?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 凌峰一愣, 你也是来参加测试的。 一刹那, 凌峰警惕起来。 十万块是我的, 你别想抢。 江义, 扶我一下, 我累死了。 凌峰大口大口喘息着, 坐在了一边。 江义看了一眼凌峰身上, 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防弹背心, 铁制护腕, 护腿, 还有铜制头盔, 外加一套钢制手套, 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鼓鼓囊囊的背包。 江义脸色古怪。 你这是来闯关的, 还是来做实验对象的? 话说, 那边不是有缆车吗? 你爬山路干什么? 你说什么? 凌峰一愣, 连忙看向另一边。 我去, 还真有。 电动缆车上山, 根本不费任何力气。 亏大了。 凌峰顿时垂胸顿足, 他可是整整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啊。 行了, 赶紧进来吧。 江义无奈到, 实验马上就开始了。 还有你那些装备, 都脱了。 这里是研究所, 不是屠宰场, 搞这么安全做什么? 不行, 我细瓶那肉的, 我怕他们对我下手。 江义。 这凌峰, 怕是对心意研究所有些误会。 但好不容易等来人, 江义可不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 他立马让研究员们出来, 带着凌峰进去。 进了心意研究所, 凌峰才发现, 自己眼界低了。 从外面看, 研究所不过就是一栋栋白色的建筑, 跟他前世待的地方, 没有任何区别。 但走进里面, 大有名堂。 心意研究所的大厅里,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生物样本, 从最小的星星鼠, 到最大的地龙巷, 这里几乎都有。 更别说闪电猎豹, 红燕石人花, 我们这都有标本。 周教授笑道, 他们实力最强的能到达凌空境, 实力最弱的则是一星戒者。 凌峰好奇地看向这些标本, 其中还有不少, 他都不认识。 尤其是一头像是猿猴一般的生物, 头上还顶着一个蘑菇。 教授, 这是什么? 凌峰问道, 这是石元兽。 周教授笑道, 石元兽是袭击生物, 形态不固定, 但他们有一个明显特征, 喜欢把生殖器顶头上。 凌峰的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 石元兽还有很多其他的形态, 例如狼形、虎形、植物形, 甚至是垃圾堆形状。 周教授提醒凌峰道, 你要是在城市外面, 看到有垃圾堆形状的石头。 千万别靠近。 凌峰神情怪异地点头这弹元兽, 简直是异兽界里的老六。 哪怕有一天, 出现辟桃形的石元兽, 凌峰也不意外。 前面就是我们这次的实验中心, 今天来的测试者, 已经都离开了, 你是最后一个。 周教授说这话的时候, 带着一丝紧张, 他生怕凌峰发现秘密。 我是最后一个。 那这小子呢? 凌峰皱起眉头, 指着江亦。 研究员们神情各异, 周教授心里咯噔一下, 他刚要开口, 却是感受到了江亦凌厉的眼神。 随后, 他解释道, 他已经测试完毕了, 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 通过测试, 还会有一笔奖励, 和十万元一起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凌峰顿时一惊, 他符合要求。 救他。 周教授倾咳一声。 是的。 江亦吃笑道, 凌峰, 难道你不服气? 我就是符合要求, 有本事你也上去试试。 我怕你啊, 过不了关。 凌峰瞪了他一眼。 试试就是试, 你拿得到, 我也拿得到。 江亦意味深长地, 看了凌峰一眼。 他心里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把凌峰这家伙, 骗去实验中心了。 他这段时间又是卧底, 又是主持实验, 到处跑可太累了。 林先生, 请。 周教授笑道, 我给你讲解一下 本次实验的几个关键点。 周教授和一群研究员 带着凌峰来到了实验中心。 凌峰惊讶发现, 这里面竟然有一个小型测试厂, 约半个操场这么大。 这是检测手环, 可以让我们知道, 你的身体数据。 周教授递给了凌峰一个金属手环, 上面有一些发光的按钮。 凌峰犹豫了一下, 脱下了一个护腕, 将金属手环带上。 现在你签个协议, 我们就开始实验了。 周教授又递给了凌峰一份文件。 凌峰这回仔仔细细地 看了文件的内容, 确定没有坑之后, 这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里是测试用药丸。 周教授递过来一个白色方和道, 你选一枚, 等会儿在实验场里服用即可。 这个, 不会出人命吧? 凌峰有些警惕。 你放心, 对人体没有任何损害, 跟普通的不要一样。 周教授道, 不然咱们这研究所 早就被安全局查封了。 好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安全局, 让他们看着我测试。 周教授一愣, 立刻阻止拿出手机的凌峰。 那大可不便。 人家, 野芒。 这三种药丸分别是用 编号147荒漠沙狼, 编号166闪电猎豹, 编号285蛮牛兽的精血制作的 对人体无害, 反倒是可以提升一些借力等级。 咱们协议上也有说明, 不能泄露实验内容。 所以, 快开始吧。 周教授一顿忽悠, 凌峰起了疑心。 你先吃一颗看看。 周教授。 见凌峰不畏所动, 周教授只能无奈地 打开了盒子等等。 又怎么了? 我来选。 周教授的脸 都快憋成猪肝色了。 如果不是将一肯定的目光看来, 他甚至想让凌峰走人。 凌峰挑选了一颗灰色药丸 递给了周教授。 周教授叹了一口气, 将其吞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吃了药丸, 没有任何作用, 已经测试过了。 周教授苦笑道, 所以, 我们才找受试者。 只要吃了这个, 就有十万元报酬。 对。 周教授无奈点头。 凌峰这才放心, 选了一颗灰色的药丸, 走入了研究厂里。 那是编号147荒漠沙狼的 精血炼制的药物。 准备开始测试。 周教授松了一口气, 立马安排一群研究员就位, 并且拉下了实验用的屏幕。 而江毅也从自己怀里 拿出了一副科技眼镜。 总算是把这小子骗进去了。 江毅笑道, 不知道他能不能激发药丸带来的力量。 老师, 您为什么对这家伙这么有信心? 周教授不解问道, 这小子戒力等级不高, 哪怕突破得快, 没准是吃不要吃的呢。 就你话多。 江毅瞪了他一眼。 你见过戒力等级 还没到一星戒者的人, 能抗住微型电磁炮的? 那没有。 我们从古文明遗迹里发掘出来的药方, 必须要天赋异禀的人 才能激发出威力。 你们这些饭桶, 一个个都不行。 江毅恨铁不成钢道。 不然, 我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是, 老师教训的对。 周教授和一些研究员 都惭愧地低下了头, 赶紧让凌峰吃下药丸, 拿回他的身体数据。 好。 周教授立刻握住话筒。 测试者, N-O-3 可以服用药物了。 凌峰望了一圈。 测试者, N-0-3 谁特膜是测试者, N-O-3 是你。 周教授无语, 连忙催促道。 赶紧吃药。 凌峰这才恍然大悟, 带着一丝忐忑, 服下了那枚灰色药丸。 PDD-147 沙漠灰狼的古文明药物, 吃下之后, 可以短暂激发服用者的速度和力量, 获得能力嗜血狂暴。 江毅推了推眼镜, 但莫道。 密切关注测试者, N-O-3的力量和速度数值。 明白。 众多研究员当即开始通过手环 检测凌峰身体各项指标。 凌峰把药丸吞下肚脂之后, 沉默了半上。 他就站在测试场中心, 一动不动。 周教授忍不住问道, 凌峰, 出什么事了? 这玩意儿。 好难吃。 凌峰哭丧着脸抬头, 跟吃沙子似的。 你们就不能把它做成草莓味的吗? 众人, 江毅皱眉问道, 他身体数值怎么样? 有变化吗? 没有。 周教授皱眉道, 就上涨了2%左右, 跟正常人服下同计量的补药效果一样。 什么? 江毅推开一名研究员, 注视着屏幕, 难以置信道。 这不可能。 以凌峰的天赋, 效果应该会很明显。 老师, 看来您看走眼了。 周教授叹息, 我们测试了不少对象, 药丸似乎只有在您身上, 才能起作用。 这个凌峰, 也不例外。 江毅沉默下来, 他额头满是汗水。 如果凌峰不行的话, 那剩下两个待选测试者, 恐怕也不会成功。 再等等, 江毅沉升到。 或许是效果起得慢。 众人文言也不再说话, 而是耐心的等待。 测试场中的凌峰有些无聊, 开始绕着测试场跑步。 昨天吞掉了石原兽的粉末后, 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力量增加了一些, 但似乎不多。 他现在就想拿到十万块, 去把石原兽的粉末都买回来, 成功裂变出一个小事件。 但凌峰抬头看着玻璃后面的研究员们, 他心里多了一个想法。 要是他们不给钱, 我就把石原兽的样本敲一块下来。 效果是一样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江毅的身体数据一直没有变化。 老师, 周教授道, 已经过去三十分钟了, 超出实验预测时间百分之一百, 是不是可以宣布实验失败了? 江毅咬牙, 他不甘心。 怎么会呢? 这凌峰竟然也没办法激发古文明药物的力量。 老师, 周教授问道, 你们点的外卖被人偷了? 众人刚才还有些难受, 被凌峰这么疑问, 神情都僵在了那里。 江毅过来, 拍了一下凌峰的肩膀。 十万块, 他们已经给你打过去了。 今天应该是你和我最后一次见面, 有啥想说的? 你可以说, 凌峰一愣, 为之大喜。 真的, 还有这种好事? 双喜临门啊。 江毅, 你就不问问, 这药物是做什么用的? 江毅忍不住反问道, 不问, 问了你们可能要杀我灭口。 凌峰道, 知道的多了, 对我没好处。 江毅无语, 平常少看点电视剧,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凌峰笑眯眯道, 我还有事呢。 哎, 行吧。 江毅叹息, 本来你要是达标, 额外奖励, 可是有二十万呢。 现在你只能拿十万走了。 刚准备走人的凌峰, 听到这个数字, 立马扭头问道, 多少? 二十万, 怎么了? 二十万。 凌峰深吸一口气, 他眼睛里在冒小星星, 如果能拿到这二十万, 再加上纲到手的十万, 三十万的资金, 足够他再开两个小事件。 他立马坐了下来, 倾壳一声道。 我想起来, 自己还有点时间, 就坐在这听你讲讲你说的药物吧。 试验达标, 是什么样子的? 凌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 让在场的研究员都感到无语。 江毅倒也没有感人, 给周教授使了个眼色, 周教授有些不情愿, 毕竟实验都失败了, 他也没有理由告诉凌峰实情。 可奈何江毅的目光及其灵力, 他这才做了下来。 我们这个药物, 其实是从天下003号古文明遗迹里发掘出来的。 周教授道, 根据古文明遗迹的药物资料, 我们制造出了一批特殊的药物。 这些药物服下之后, 理论上可以激发出药物本身的特性。 比如刚才你吃下的药物, 可以激发出荒漠沙狼的专属力量, 或者说天赋技能嗜血狂暴。 这是一种能短暂提升力量和速度的能力。 但很可惜, 你刚才什么反应都没有, 所以实验失败了。 凌峰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力量, 技能。 难道说, 跟小世界下方天赋是一个东西吧? 小世界的天赋, 他可以通过消耗精神力短暂释放, 也就是说, 他有机会骗到这20万。 凌峰心里激动不已, 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也就是说, 江义这小子能够激发药物的力量, 而我不行。 没错。 周教授点头, 你早说啊。 凌峰笑眯眯道, 我刚才的确感受到了一股力量, 但是我怕你们看出来, 所以就压下去了。 此话一出, 包括江义在内, 所有研究员的目光都落在了凌峰身上。 凌峰, 你确定吗? 周教授皱眉道, 可是我们检测的数据显示, 你并没有任何反应。 我这个人意志力比较强。 凌峰开始胡扯, 刚才那股力量我险些压不住, 所以就到处跑步, 想要将骑士放出去。 众人面面相觑, 但大部分研究员都看向了江义, 他们还是得听江义发话。 凌峰, 如果再测试一次, 你能保证激发出药物的力量吗? 江义认真问道。 当然, 凌峰拍拍胸脯, 二十万不二十万的无所谓, 我主要是想帮你们。 众人脸皮一抽, 就连江义的脸色也有些古怪。 什么想帮他们? 要是没这二十万, 你恐怕已经走人了吧? 那就再测试一次。 江义道, 把手环拿过来。 对了, 刚才那颗灰色的太难吃了, 你们给我换一颗。 凌峰倾咳一声, 装作不经意道。 那颗金色的, 看起来味道不错, 就它了。 江义皱了皱眉, 他总觉得凌峰的话有些刻意, 但吃那颗药丸, 其实都一样。 能激发药物能力, 就是能激发药物能力, 不能就不能。 好, 闪电猎爆的是吧? 拿过来。 听到江义的吩咐, 周教授连忙把东西都准备好。 我进去了, 看我表演。 凌峰戴上手环, 身上的金属设备叮当乱响。 他脱下一些装备,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吃下了那枚金色的药丸。 研究台边上, 周教授狐疑地望向凌峰, 问江义道, 老师, 您觉得他会成吗? 我怎么感觉这小子想坑我们一笔? 成不成? 不是我说了算的, 看实验数据。 江义此刻的神情也没有了以往的洒脱, 而是透着凝重。 他要证明, 自己不会看走眼。 众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凌峰。 凌峰服下药丸之后, 他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异常。 只是他发现, 一时海中闪电小世界的文字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世界觉醒程度那一栏, 从百分之一跳动成了百分之二。 什么情况? 凌峰皱起眉头, 但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表现出服下药物的反应。 不然那二十万就打水漂了。 凌峰深吸一口气, 精神力开始渗透闪电小世界。 这种感觉, 跟之前渗透的慢小世界一模一样。 他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精气神, 被这金色的小世界吸了进去。 随后, 一种特殊的感觉, 在他的脑海中蔓延。 他的目光里, 倒映出了一头闪电烈爆来。 电光冲击。 几乎是在这一瞬间, 凌峰迈开了双腿。 他的速度开始大幅度加快。 老师, 凌峰的速度正在快速上升当中。 已经突破21米, S了。 23米, S。 26米, S。 30米, S。 这…… 这不可能。 周教授彻底傻眼。 其他的研究员看到这个数值, 也都猛在了原地。 30米, S一秒, 相当于时速108千米, 这都能开上高速公路了。 这已经堪比三星借者的速度了。 一名研究员惊讶到, 蒋老师, 以测试者, N-O。 三的身体素质, 绝无可能达到这种速度。 应该是激发了PDD-166药物的能力。 周教授也望向了姜毅。 老师, 实验算成功了吧? 此刻的姜毅眼中透着惊喜。 我果然没有看走眼, 这个凌峰的确实验的确实验成功。 这个凌峰的确能承受古文明药物带来的强大力量。 江一哈哈一笑。 我宣布, 实验成功。 从现在开始, 将凌峰的计划序列调整为N0。 一, 监控程度提升至S。 以后, 咱们研究的重心, 全部放在他身上。 众人欢呼雀跃。 周教授更是双眼通红, 欣喜若狂。 太久了。 他们寻找实验对象以来, 吃了太多的苦。 如今, 守得云开献月明。 他笑眯眯地来到实验台前, 通过话筒跟凌峰道。 实验结束凌峰, 你可以停下来了。 凌峰现在正绕着实验场的边缘, 一圈接着一圈地跑着。 周教授的话, 他仿佛都没有听到。 凌峰, 我说实验结束了。 你停一下, 出来吧。 凌峰委屈的声音传来。 我特摩也想, 但是停不下来了。 众人听到这话, 瞬间傻眼。 江义也猛圈了。 这, 什么情况? 凌峰, 你冷静一下, 我们现在想办法。 周教授说是这么说, 但下一秒就望向了江义。 看我干什么? 江义无语道, 我特摩也不知道怎么办。 老师, 要不你也吃下PDD166去帮一把凌峰。 江义, 无奈之下, 江义之能接受了周教授这个提议。 他服用了另一枚PDD166, 金色的药丸入口, 立刻化成了浓郁的血气, 让江义的双眼都开始布满血丝。 江义走入了测试场中, 他开始绕着那圈慢慢跑动。 渐渐的, 他的速度开始追上凌峰。 但他还没说话, 凌峰边跑边笑嘻嘻道。 江义, 你这小子也来了。 闭嘴, 我是来帮你的。 江义无奈地看向凌峰, 等会儿听我命令行事。 不用, 我其实是装的。 凌峰黑黑一笑, 不然他们觉得我拿二十万太简单, 会赖账。 江义, 凌峰倾咳一声道。 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 凌峰说完, 就在江义诧异的目光之下, 一个六弯, 跑出了训练场。 江义彻底梦了。 卧槽, 你跑了, 我怎么办? 江义咬牙切齿, 这药丸必须要等药效结束才能停下, 否则会对身体有损伤。 他怎么都默想到, 凌峰这小子是装的。 好家伙, 现在他被困在训练场里, 一直循环往复地绕着训练长跑。 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都愣在了原地。 这凌峰, 真不当人啊。 江义, 你小子还在干什么? 凌峰喊道, 还不快出来。 江义怒气攻心。 我特魔。 他欲哭无泪, 这药丸起码还得持续将近半小时的效果。 江义跑的腿都快断了, 总算是耗光了要力。 他扶着门进来的时候, 双腿都忍不住直颤抖。 哟, 这不是江义吗? 半小时不见, 这么拉了。 凌峰笑着调侃道, 江义恶狠狠地瞪了凌峰一眼。 如果不是这小子搞怪, 他现在应该坐在边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周教授见状, 连忙上前扶住江义。 江义颤巍微地坐在了凌峰对面。 周教授也坐了下来。 凌峰神情有些变化, 他倾壳一声道, 那个, 我还有事, 你们二十万什么时候打过来? 已经在申请了。 周教授道, 在这之前, 容我跟你说一下后续的实验进程。 还有后续? 凌峰一愣, 有报酬吗? 周教授脸色古怪。 当然有。 多少? 五五万。 凌峰当即起身, 准备走人。 十万。 十万。 周教授连忙开口。 二十万。 凌峰直接了当道, 咱们前色交易。 你们出钱, 我出身体, 要刺肩。 周教授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江义。 江义挑了挑眉, 给周教授一个肯定的眼神。 好。 周教授道, 我们接受。 凌峰顿时没开眼笑。 你们早说嘛, 咱们什么时候开工? 你先别急。 周教授无奈道, 既然你要参与这个计划, 就要遵守秘密。 先签掉这份协议, 然后我跟你说一些实验的情况。 周教授把文件放在了凌峰面前。 凌峰仔细地看着每一项条款, 不会坑你的。 周教授叹息道, 我们是正经人。 我有一个正经妹妹, 昨天拿合同把我推进了坑。 凌峰瞥了一眼周教授, 我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上两次的。 众人。 凌峰来来回回检查了三遍, 确定没有问题后, 这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好说歹说, 终于把凌峰骗进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周教授道, 我叫周安玲, 是这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今后也是我跟你对接, 我们会提供古文明的药物供你选择。 只要你能激发出药物本身的力量, 我们就会给你实验报仇。 凌峰听到这话, 目光微动。 这感情好, 他只要开了小世界, 就能暂时得到这种异兽的能力。 损耗一些精神力来换钱, 绝对不亏。 不过比起这个, 凌峰更加好奇一点。 为什么这种药物, 能够让人短暂使用异兽的天赋? 出于疑惑, 凌峰当面问了周教授。 周教授犹豫了一下道, 这跟生物学有关, 具体的原理, 我告诉你了你也听不懂。 凌峰却笑道, 能通过药物短暂提升人的身体素质, 有效成分大多数是激素。 但这也只能激发人类潜力, 做不到复刻易受天赋能力。 所以, 你们用的应该是一种比激素更精确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 要不就是古文明遗迹里发掘出来的, 要不就是古文明遗迹资料里, 教你们合成的。 谁都没想到, 皮到极致的凌峰, 竟然会根据生物学原理, 猜到实验背后的秘密。 而且, 还真被他说对了。 查觉到整个实验室的氛围有些古怪, 凌峰倾咳一声。 我就随便说说, 你们随便听听就好了。 周教授的神情越发凝重起来。 以他的直觉和判断, 如果凌峰知识懂皮毛的话, 是不可能猜得如此准确的。 他很有可能精通生物学。 周教授哪里知道, 凌峰在重生到这个世界之前, 本身就是生物学研究者, 虽然还是研究生, 可知识功底并不弱。 级别跟周教授差不多, 甚至更高。 这属于专业对口了。 周教授犹豫了一下, 正要开口。 一旁的江义, 去到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凌峰一愣。 为什么是你讲? 江义淡淡开口。 听了, 多给你两千。 凌峰嘿嘿一笑。 早说啊。 免费的便宜不占, 是王八蛋。 江义无奈, 但还是娓娓道来。 十年前, 一支科考队从江南市出发, 前往天下国003号古文明遗迹。 那里易寿横行, 但这支科考队里面, 有强大的研究者和戒者, 他们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片圣域。 没有任何易寿的圣域。 同样, 也是生命禁区。 因为没有人进去之后, 还能从那里出来。 科考队在权衡之后, 还是决定穿着防护服, 进入圣域内, 想要探索里面的秘密。 但在进入圣域之后, 里面的景象, 却是让科考队的成员们触目惊心。 凌峰疑惑道, 他们看见了自己空空如也的钱包。 江义瞪了他一眼, 继续道。 圣域里面全是易寿的尸体和骨骼, 有些还没有腐烂, 就像是有东西在猎杀他们一般。 起初, 科考队的人没有在意这些易寿的死因, 知道是他们遇到了某种毒气, 被毒杀在此。 后来, 他们才发觉, 事情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圣域的磁场, 电信号, 甚至是引力, 都跟蓝星其他地方不一样。 就连凌空进到这里, 都只能步行前进。 那一晚, 科考队死了两名首页的研究者, 他们的死状很特殊, 就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东西, 双目瞪得滚圆, 衣服破碎, 就连体内的小世界也瞬间湮灭。 凌风皱眉, 这跟咱们的实验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江一道, 因为实验用的药物就是从圣域带回来的。 凌风一听, 顿时慌了。 吃下去不会出事吧? 都说了不会。 江一脸色难看到, 别打动我说话。 凌风点头, 行, 您请。 江一继续开口, 在死了两名研究者之后, 科考队想要退出圣域, 但被领导者否决了。 科考队的成员们进行商议后, 勉强同意继续前行。 他们在圣域里前行了28个小时, 最后在一座山峰下停了下来。 这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道雷电击中了队伍里一名戒者。 那戒者的实力超越凌空境, 但依旧没办法抵抗雷电的攻击。 雷电直接将他活活劈死。 听到这里, 凌风的眼神开始变得惊讶起来。 到底有多么恐怖? 剩余的人慌不择路, 躲进了山脉里的一个洞穴内。 而就在这洞穴里, 他们发现了古文明遗迹的秘密。 那是一个三角形的盒子, 通过研究者们的分析, 里面装载着一些关于古文明的资料。 凌风,你猜得没错。 你吃的药丸, 就是通过古文明资料研发出来的。 吃药药丸能够成功, 人类就会获得各种异兽的能力, 从而影响整个世界。 那些被异兽占据的地方, 人类完全有可能将其夺回。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实验来由, 以及目的。 很高兴, 你能加入我们的实验项目。 江义起身, 伸出手道。 现在,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江义, 是这个实验的主要负责人。 凌风顿时迷了。 救你? 看江义的年纪, 也不像啊。 救我? 江义笑眯眯道, 很诧异, 对吗? 凌风道, 没有。 你哪怕是天王老子, 也跟我没关系, 给钱就行。 江义, 这小子是掉前眼里了吗? 话说, 你们就知发现了这药物, 其他的东西呢? 凌风好奇道, 古文明遗迹, 不可能就这些吧? 江义看着凌风, 低沉道, 你知道003号古文明遗迹, 以前的人叫他什么吗? 什么? 凌风皱眉反问, 江义顿了一读, 目光变得犀利起来。 昆仑山, 这三个字一出, 让凌风顿时一整。 他记起来了, 前世的昆仑山, 自古就有死亡禁区的传说, 莫非那里面, 真的是某个文明的传承所在? 科考对出来后, 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人。 江义淡淡开口, 那里面的却有很多的秘密, 但以人类如今的本事, 无法探明一切。 就连当年代回来的资料, 也被天下国官方封存, 只有这药物资料, 交给我们研究。 凌风, 你应该庆幸, 自己成为了实验的参与者之一。 嗯, 能加钱吗? 不能。 江义怒道, 二十万还不够。 你当我们研究经费, 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好, 如果我不要钱的话, 你们能不能让我去大厅敲一点异兽材料下来? 凌风嘿嘿一笑, 我比较喜欢那的。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愣住, 就连江义也呆了一下。 这凌风有什么大病? 竟然盯上他们摆在大厅的那些样本了? 而他们哪里知道, 凌风只要吞掉一些异兽材料, 就能觉醒一个小世界。 新义研究所的大厅, 对他来说简直是宝酷。 只可惜这些样本不是他的。 江义狐疑地看着凌风, 他道。 这样, 你只要能在大考前突破三星戒者, 我就做主, 送你一尊异兽样本。 如何? 老师, 周教授顿时急了。 嗯。 江义凌厉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意见? 江义看了一眼周教授。 没。 没有。 那就这么定了。 江义伸出手, 凌风合作愉快。 说归说, 刚才的两千先给我。 江义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五分钟后, 拿到全部报酬的凌风喜自知地离开了新义研究所。 这回, 他是坐着缆车下去的。 江义等人在研究所的落地窗外, 看着逐渐远去的缆车, 周教授道。 老师, 这小子, 靠谱吗? 他能激发古文明药物的能力, 说明天赋是够的。 江义道, 哪怕这小子不靠谱, 我们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 那, 剩下两个检测对象, 还要找吗? 你说的是原本恩灵。 一的顾长明, NO, 二的灵源。 是的。 近期先接触一下他们, 如果能多出一个实验对象, 也是好事。 江义叹了一口气道, 当年古文明遗迹的数字生命说过, 必须要带着三个天赋异禀者进入其中, 他才能开启相应的传承。 这么多年了, 总算找到一个。 老师, 那数字生命, 会不会骗我们? 应该不会。 据我观察, 他应该是古文明留下来筛选传承者的, 所以才会如此要求。 江义道, 003号古文明遗迹的圣域, 其实就是他们为了保护传承帝留下的结界。 当年若不是我天赋达标, 我们或许都会死在那。 周教授不语, 眼下, 先按照我说的执行下去, 把其他几种药物多研发出来。 江义吩咐道, 好的, 老师。 周教授点头, 转身离开。 江义看着远处巍峨的城墙, 目光之中多了一抹坚定之色。 反攻之日, 不会太远。 另一边, 凌峰心冲冲地跑去了医院, 在贩卖药粉的地方, 购入了一大瓶的十元寿粉末。 花了十万块, 足足两斤半的粉末, 应该给我开启十元小世界了。 另外, 又买了五万块的红艳血泪花粉, 这回无论如何, 都要试试看效果。 凌峰提着手里的药粉, 一路上时刻注意着周围人的反应。 他生怕半路被人抢了。 还好, 一路平安无事, 凌峰回家第一时间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把一大桶十元寿粉末拿了出来。 十元寿跟地曼寿类似, 都是以防御著称的异兽, 但十元寿比地曼寿力气还要大很多, 所以排名很靠前。 如果能觉醒十元小世界, 我就可以借助他的防御能力, 抵抗不少攻击。 凌峰已经做好了功课。 一般四星界者觉醒小世界后, 小世界的属性都是因人而异的。 像镇红基, 觉醒的就是雷霆小世界主打放电, 具有强攻击性和控制效果。 新管的武林国, 觉醒的是金属小世界, 调动力量的时候, 身上的部分皮肤会变成金属色, 具有强攻击和防御效果。 但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世界能用。 而凌峰现在有三个。 马上有第四个了。 凌峰深吸一口气, 把自己的手卡入瓶子中, 想要去抓一把十元寿的粉末, 可下一秒。 他就梦了。 手! 卡住了! 卧槽! 凌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他硬生生地想要把手从瓶子里拔出来, 但使出了吃奶的净多莫成功。 努力了两久, 凌峰决定直接把瓶子倒过来, 让粉末接触右手。 果不其然, 那些粉末接触到凌峰右手之后, 瞬间被凌峰吞噬。 凌峰的一时沉入石海, 他看到了石海中央的暗黑色圆球。 石元寿的粉末不断地进入其中, 开始提升暗黑色圆球表面的数值。 世界构建程度。 5%、8%、15%。 数字开始飞快跃升, 马上就来到了90%。 差一点了, 凌峰摇晃着卡住右手的瓶子, 将所有的粉末都融入手掌当中。 终于, 世界构建程度那一栏的百分数达到了100%。 开始复制。 暗黑色圆球立马开始分裂, 一个灰色的小型世界被吐了出来。 三个小世界绕着他滴溜溜地旋转。 凌峰在这一刹那, 也感受到了小世界里传来的澎湃力量。 石元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土。 世界觉醒程度。 百分之一。 天赋。 高压重击。 主动。 呼。 凌峰吐出了一口浊气, 他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炽热。 就仿佛随着石元小世界的诞生, 他的气血也迎来了一次月前。 不知道这次提升, 能增加多少戒力等级。 凌峰看着自己逐渐壮实的臂膀, 欣喜万分。 然后, 他看到了自己卡在瓶子里的右手。 哼, 小小瓶子, 也敢卡我。 凌峰猛地一用力。 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凌峰, 这瓶子到底剩什么才制作的, 竟然弄不碎。 小峰, 吃饭了。 听到没有, 顾繁月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知道了, 凌峰咬牙切齿, 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但就是没办法把瓶子弄出来。 凌峰, 你再不来吃, 东西就要被你妹妹吃完了。 顾繁月的喊声已经多了一丝不耐烦。 凌峰无奈, 他知道再不出去, 老妈必然要发脾气。 三分钟后, 一家人坐在了餐桌前。 凌长盛, 顾繁月, 凌园三人笑得前仰后合。 只有凌峰呆若目击, 右手卡着一个瓶子, 面如死灰地坐在那儿。 哥, 真有你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掏瓶子, 把自己卡进去的。 凌园笑得肚子痛。 凌长盛和顾繁月两人也乐不可知。 爸妈, 你们笑够了吗? 凌峰没好气道, 帮我解决一下, 好吗? 我现在想吃饭。 你这孩子, 你咋不把头伸进去呢? 凌长盛也遇到, 要不你先带一个晚上, 长长记性。 爸! 凌峰咬牙切齿。 好好, 我现在就帮你弄下来。 忍着点。 凌长盛抓住凌峰手里的瓶子, 用力地往外扯凌峰痛的眼泪水都掉下来了。 他立刻用精神力开启了地漫小世界的防御能力, 这才缓呼了不少。 随着拨的一声, 瓶子终于被拿了下来。 凌峰甩甩甩发麻的手, 松了一口气。 就这个瓶子, 你怎么卡住的? 凌长盛拿着瓶子, 笑道, 就应该给你拍下来, 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下意识把手缩入了瓶子里。 你看, 我就不会卡住。 凌长盛笑着想把手拿出来, 但是很快, 他的脸色变了。 两分钟后, 凌峰, 顾凡月, 凌缘三人, 笑得四仰八叉, 只有凌长盛一个右手卡着瓶子, 一脸生无可恋。 爸, 哈哈, 让你嘲笑我, 哈哈, 凌峰, 笑得乐不可知。 凌缘更是快笑疯了。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凌峰也遇到, 爸, 要我帮你拔出来吗? 凌长盛脸黑道, 不用。 他猛的一用力, 瓶子表面出现了一道细纹, 凌峰和凌缘两人的笑容渐渐消失。 他们俩人心里都很惊讶, 因为如果是普通的四星戒者, 顶多用力把瓶子弄成大量碎片。 但凌长盛这个不一样, 瓶子完完整整被切割成了等同的两部分, 切口表面, 如同刀锋过劲。 凌峰心里咯噔一下, 他敢确定, 这绝对不是四星戒者能做到的控制力。 对面的凌缘,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吃饭? 凌长盛看了一眼佳人, 随后对凌峰说, 以后别乱玩瓶子。 听到莫? 好。 凌峰心里忐忑, 凌长盛和顾凡月的小世界都是因为一场车祸破碎的, 所以, 他们俩只是四星戒者。 难道说老爸恢复了小世界? 这不可能啊。 他们跟那些无法开启小世界的四星戒者, 有本质上的区别。 还是说, 凌长盛在隐瞒实力。 凌峰表面上不说, 但心里已经有了怀疑。 吃完饭之后, 凌峰就躲回了房间。 他手里还有一部分红艳血蕾花的粉末, 如果吞下去的话, 应该能培养一个新的小世界。 但他暂时还不敢。 红艳血蕾花编号106, 价格比十元寿粉末还要高一点。 用他制作的红艳X补药, 售价就高达30万一瓶。 可一旦吞下去, 直到开启新的小世界前, 吞吃其他的异寿材料都会完全失去效果。 先放着吧, 等到攒了足够的钱, 再去尝试开小世界。 凌峰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暂时不吞。 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就是, 人还在, 钱没了。 鬼知道这红艳血蕾花的吞掉他多少钱。 第二天一大早, 林长盛和顾凡月两人就起来准备物品。 今天是凌缘去参加二星戒者考核的日子。 只要过了这个考核, 就能享受天下国一次性给予的五万元补药, 外加每个月1500元的补贴。 而且, 对于凌缘的升学也大有帮助。 以凌缘这个成绩, 基本上不用大考, 就可以保送进江南高等学院了, 天才云集, 多以各二星戒者证明, 也多一份底气。 圆圆, 起床了。 顾凡月敲响了凌缘的门, 念叨着, 让你昨晚不要打这么久的游戏, 你就是不听。 现在都起不来了, 等会儿考核怎么办? 凌缘迷迷糊糊地起了床, 把床头的游戏机放好, 开始洗漱。 凌峰这个时候, 从自己房间里冒出头。 爸, 妈, 等会儿我也跟你们去, 我参加一星戒者考核。 行, 那你准备一下。 凌长盛一边整理需要的证件, 一边随口附和道。 可就在下一秒, 他猛地抬起头, 瞪打双眼。 你…… 刚才说什么? 我说, 我等会儿跟你们去新馆, 我要考一星戒者证书。 同一时刻, 厨房里的顾凡月, 房间里的凌缘都伸出了头, 惊讶无比地看着凌峰。 有…… 什么问题吗? 凌峰古怪道, 不就是一星戒者考核而已? 小峰, 不再等等。 凌长盛与众星长道, 你的借力等级虽然差不多了, 可如果失败, 就要再等三个月。 届时会赶不上大考。 所以, 咱们还是不要好高无援, 先稳扎稳打的来。 是啊哥, 你有把握了吗? 凌缘也问道。 凌峰回答, 有一点, 那就不要勉强。 顾凡月端来了两碗面条, 放在餐桌上, 听你爸的, 先打好基础, 再去考证。 凌峰却道, 妈, 犹豫就会败呗。 这种情况, 干就完事了。 等到了新管, 我先上, 给圆圆打个样。 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就知道蛮干。 顾凡月瞪了凌峰一眼, 不准你去考, 等你借力等级稳定在了时。 凌以上再说, 老婆, 反正小峰想考研究学院, 如果能拿到保送名额, 现在去考也没关系。 凌长盛道, 关键是小峰这股锐气, 我很喜欢, 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顾凡月称怪道, 你当年也因为这股锐气, 得罪了多少人, 自己不知道。 凌长盛嘀咕, 这不都摆平了吗? 他们没一个敢站起来跟我说话的。 凌峰和凌员两人顿时迷了。 老爸当年, 这么忙, 别信你爸的。 顾凡月莫好气道, 你爸当年惹了几个班的人, 他怕自己打不过这么多, 大半夜拿了个遥控器去人家宿舍, 把冷空调开成了热空调, 早上醒来, 拉走了十几个热脱水的, 剩下那批昨晚没睡好, 基本上挨你爸一拳就倒了。 嗨嗨, 孩子面前说啥呢? 凌长盛脸上有点挂不住。 凌峰无语, 感情自己真闹事的性子, 是遗传的。 是亲父子没错了。 小峰啊, 你既然想考, 老爸帮你。 凌长盛道, 借着考核的考官我, 或多或少都认识, 我跟他打个招呼, 让他照顾你一点, 不过你答应我, 别导致。 听到墨? 听到了。 凌峰连忙保证, 一家人吃了饭, 当即坐上凌长盛的车子朝着新馆出发。 天灵新馆在江南市很有名气, 一到周末, 不少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测试借力等级。 家里若是出了一个觉醒小世界的四星借者, 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哪怕他们为家园战死, 家属也能得到天下国官方的保护。 伤害借者的家人是犯法的, 后果极其严重。 这导致所有人挤破头都想成为强大的借者, 护卫人类的家园。 林长盛带着老婆孩子进入新馆, 刚好遇到了正在接待测试者的武林国。 老林, 武林国惊讶道, 你不是伦修吗? 怎么来上班了? 不是, 我今天是带着孩子们来参加戒者考核的。 林长盛笑笑递给武林国一支烟, 今天上头来的考官是谁? 还是小王摩? 小王今天也莫来, 来的是李老头。 武林国努努嘴, 诺, 在那呢? 林长盛望去, 发现有一个穿着天下国公职人员制服的老者, 正坐在一旁喝茶看报。 这老者慈眉善目, 身材有些勾搂, 仔细看的话眉心, 有一处火焰印记。 林长盛笑眯眯地走了过去, 坐在了老者边上。 哟, 小林? 老者看见林长盛后, 顿时道, 好久不见了。 老李, 今天是你来考核。 林长盛问道, 是, 我今天主持三场考核。 老者笑道, 怎么, 你有好的苗子看上了。 哪能啊? 林长盛苦笑道, 是我的两个孩子, 今天来考核。 一个考一心戒者, 另一个考二心戒者。 老者听到这话, 双眼瞪得滚圆。 二心戒者, 是你女儿吧? 她能达到这个层次, 我不意外。 可是你儿子, 怎么, 也成一心戒者了。 老者名叫李公明, 跟林长盛他们, 打了快十年的交道, 算是林长盛的老熟人了。 林长盛家里的情况, 他还是知道一些的。 所以, 这不是来找你帮帮忙。 林长盛倾咳一声道, 我儿子距离一心戒者就差一点。 所以, 你想让我给他开后门? 李公明一瞪眼,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林长盛从自己怀里拿出了一包烟, 悄悄地到了李公明的报纸底下。 李公明看了一眼烟的牌子, 顿时抬头, 眉开眼笑。 你看人真准。 说吧, 要我怎么做? 林长盛道, 后门就不用开了, 就是最后一关对付异寿的时候, 你帮衬点, 别让他受了伤。 行, 这件事好说。 李公明道,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这点忙我肯定帮。 林长盛跟他又闲聊了几句, 这才满意离开。 都打点好了。 林长盛道, 小枫, 还有半小时左右, 就会开一心戒者考核。 你现在去那边报名, 我把你的身份证和资料都带过来了。 林长盛递给林峰一个文件带。 林峰刚接过文件带, 四人身后就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 这不是顾姐吗? 四人回头, 发现有一个穿着咽气, 身上挂着不少金银珠宝的女人, 正跟顾凡月打招呼。 顾凡月看见这女人的那一刹, 眉头微皱, 但还是礼貌笑道。 阿妹, 你怎么来了? 这个女人, 是顾凡月单位里的同事, 金玉梅。 她平日里就打扮得花枝招展, 各种绣包, 绣衣服, 绣首饰, 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公。 可毕竟一个单位, 低头不线抬头线, 顾凡月也莫多嘴, 时间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带我儿子来参加一星戒者考核。 金玉梅笑盈盈道, 你们呢? 来这里测试借力等级吗? 我带孩子来参加戒者考核。 顾凡月回答道, 是圆圆吧? 竟然已经要参加二星戒者考核了。 金玉梅看向灵圆, 小姑娘, 我越看越喜欢。 顾姐, 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顾凡月平静道, 这个还太早了, 我们家圆圆现阶段不考虑。 金玉梅开口道, 别这样嘛, 我儿子也很优秀的, 他现在去报名一星戒者考核了。 只要今天过了考核, 他上江南高等学院应该没有问题。 到时候可以是住处一处, 咱们当的亲家不是挺好的。 一旁的凌峰总算是听明白了。 这金玉梅是想让凌元荡他而媳妇。 林长盛, 顾凡月两人的面色有些微妙。 哎, 我儿子报完明了。 金玉梅忽然朝着不远处招手, 赵天阳赶紧过来。 从不远处跑来了一个穿着校服的青年。 他的校服有些脏, 染着一头非主流红发, 嘴唇上竟然打着几个金属环。 林峰的眉头陡然皱起。 妈, 这都谁啊? 赵天阳淡淡问道。 但他目光在看到凌元的那一刻, 瞬间直了。 就像是恶狼看见了鲜美的肥肉一般, 口水直流。 这是妈妈的同事, 他女儿跟你差不多年纪大。 你们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 要, 当然要。 赵天阳急不可耐地拿出手机, 伸了过来。 顾凡月和林长盛两人对视一眼, 他们碍于情面, 倒是没有说话。 但凌元很明显不愿意, 可又不想丢了父母的面子, 只能向征信从口袋里取出手机。 可下一秒, 凌峰却是直接按住了凌元的手。 不好意思啊, 我妹妹的手机没电了。 凌峰笑眯眯道, 要不我加你。 赵天阳顿时皱起眉头。 你谁啊? 让开。 不让。 凌峰的脸色也冷了下来。 我说了, 我妹妹手机没电了, 听不懂吗? 凌峰这次没有开玩笑, 而是认真到不能再认真赵天阳攥紧拳头, 有些恼火。 金玉眉挑了挑眉, 见情况不对, 立马笑眯眯扯开话提道。 顾姐, 这是你儿子吗? 这么大了。 她今天是来陪圆圆考核的。 不, 我今天是来参加考核的。 凌峰晃了晃手里的信封, 我马上会去报名。 参加考核。 金玉眉惊讶道, 顾姐, 你儿子的借力等级达标了吗? 我记得, 她的借力等级不是只有一点几。 当初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还笑话你儿子呢? 面对金玉眉话里的讽刺, 顾凡月淡定道。 小峰最近进步比较快, 所以就带她来试试一星戒者考核。 一星戒者考核。 金玉眉道, 天阳啊, 她竟然跟你一样。 你看看你, 最近肯定是不要吃少了, 明天老妈就给你去买鸡瓶红燕X, 听说那个能吃到二星戒者呢。 这话一出, 让顾凡月和林长盛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少。 谁都能听出来金玉眉话里话外的嘲讽。 林峰却忽然笑道, 阿姨, 你放心, 这个弟弟我认了, 等会儿考核的时候, 我会照顾他的。 小孩子嘛, 调皮点是正常的。 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赵天阳和金玉眉看向林峰的眼神里, 充满了复杂, 惊艺和古怪。 梁静茹吗? 好啊。 赵天阳冷冷道, 不过谁照顾谁, 还不一定嘛。 是吗? 那太好了。 林峰喜滋滋道, 等会儿看你表现。 赵天阳顿时迷了, 这个林峰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他低沉地哼了一声, 显然不想跟林峰扯皮, 当今扭头离开。 金玉眉则是和顾凡月寒暄了机具, 也跟着赵天阳走了。 林长盛看着两人的背影, 对林峰语重心肠道。 儿子, 别让他影响你考核, 拿到一星戒者, 证书才最重要。 林峰点头, 撸起袖子道, 行, 老板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把他干趴下, 绝对不会让他影响到我考核的。 很快, 林峰和林源两人都报了名。 在一星戒者考核开始前, 林长盛把林峰捆在了身边, 因为他知道, 这小子是真的会去找赵天阳的麻烦。 他年轻的时候, 这重事就没少干过。 父子俩太像了。 儿子啊, 你还年轻, 不要过早树敌, 敌人太多对你不好, 老爸当年就吃了这个亏。 老爸, 你的意思是等晚上偷袭他们, 对吗? 林长盛, 一星戒者考核即将开始, 请考生前往A1区考场进行试炼。 老哥, 加油。 林源笑眯眯道, 你要是不过, 这个月家里的零食全归我。 林峰无奈, 说的我过了, 我在家能吃到零食一样。 林源, 嘿嘿, 你要是过了, 我就让给你一点。 林峰黑着脸, 走进了A1区考场这次的一星戒者考核, 参与人数一共24人。 他们大部分是中等学院的学生, 只有个别例外。 人群里, 林峰看到了几个肌肉很发达的精神小伙, 还有, 赵天阳。 那家伙似乎也看到了林峰, 目光朝着他这边看来。 眼神之中, 净是挑衅。 林峰冷笑一声, 这小子,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敢惦记他林峰的妹妹, 等着吧。 很快, 考官李公明带着几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现在, 开始一星戒者考核。 小刘, 把考场续知说明一下。 好的, 李老, 一个穿着公职制服的青年拿着文件上台。 一, 所有考生凭借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 二, 考试分为三个科目, 即借力等级测试, 反应速度测试, 实战测试。 科目一, 科目二是长情保持肃静。 三, 考试开始后, 所有考场严禁使用电子设备和一切药物, 包括但不限于兴奋类药物, 不要, 治疗类药物等。 四, 考生必须服从考场考官的安排, 违反考场纪律地, 取消所有考核, 成绩与资格, 并给予一年内无法在世的处分。 情节严重者, 五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戒者考核。 青年朗读完毕后, 李公明这才淡定上前。 现在按照次序, 进入科目一, 科目二考场, 不得结伴同行, 泄露考核成绩的, 立刻取消考核资格。 凌峰望去, A1考场还连接着好机扇门, 那里是通往测试房的。 六个房间独立分割开, 考生的成绩会被严格保密, 只有考官知道。 凌峰抽中的是十二号, 分到了第二批, 而赵天阳则是五号, 比凌峰早一批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 还颇为挑衅地看了凌峰一眼, 朝着凌峰竖了个中指。 五号考生, 警告一次, 李公明当即喝道, 不准给其他考生传递信号。 赵天阳猛了一下, 连垮了下来。 好家伙, 还没开始, 就被警告了。 他忍气吞声, 不敢再看其他人, 连忙进入了科目一考场。 凌峰暗笑, 就这个智商, 他怎么敢的? 大概十分钟左右, 考官们都带着考生走了出来。 他们被安排到了大厅等候。 科目一和科目二都在测试房进行, 凌峰看到那些考官都凑到了李公明身边, 开始填写资料。 李老, 这一批最好的考生, 借力等级十二。 二, 反应测试评定位B级。 谁? 刚才被你警告的那个。 那小子, 借力等级十二。 二, 那在考生里还算高的。 李公明点了点头, 但这种成绩, 在同辈人里, 根本不出彩。 只能说很大概率, 可以通过一星戒者考核。 忽然, 他看到了人群里的凌峰。 等会儿十二号, 你们照顾一下, 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 借力等级可能差点, 没到十。 零。 李公明嘱咐道李老, 小事。 之前读考场规则的刘考官笑道, 他应该会分道, 我的考场, 有我看着, 没关系。 嗯, 回头请你吃饭。 李公明笑着拍了拍刘考官的肩膀。 第二批考生, 进入市场。 随着李公明的话语落下, 凌峰跨入了六号考场。 这考场似乎比普通教师大一些, 里面确知堆放着三台机器。 一台是普通的权力测试机, 一台是速度测试机, 还有一台占地面积比较大, 呈现圆弧形。 第三台机器, 凌峰, 还是第一次见。 十二号考生, 准备考试。 刘考官淡淡开口道。 他虽然答应了李公明, 但看向凌峰的目光里, 多了一丝轻视。 又是一个关系户。 哎, 刘考官心里暗道。 估计借力等级都不合格。 等会看情况帮一把吧。 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 他看着凌峰站上了全力测试机。 请出全三次。 测试机传来机械合成的AI声音。 凌峰深吸一口气, 开始蓄力。 他也想看看, 开启十元小世界后, 自己的力量有没有变化。 下一秒, 凌峰眼神凌厉, 一拳轰在了全力测试机器上。 砰。 全力测试机器猛的一震, 开始跳出数字。 655公斤。 凌峰眼睛一亮, 没想到开启十元小世界后, 力量竟然一下子增幅了这么多。 这个钱, 花得值啊。 而边上原本淡定的刘考官, 顿时梦了。 全力数值能到650公斤以上。 这个数值, 已经超越绝大多数考生了呀。 参与一星介者考试的考生, 一般全力数值, 在450公斤到600公斤区间内。 速度则是在16米, S, 18M, S区间内。 但凌峰的力量, 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 难道它是速度太慢? 一定是的, 不然不可能托人照顾一二。 但紧接着, 凌峰再次打出两拳。 666公斤, 663公斤。 最终测试成绩尾。 666公斤。 凌峰看着这个成绩, 皱起了眉头, 他以为自己后面两拳还能再增加二三十公斤呢。 刘考官平复了心情, 他倾壳一声道。 12号考生, 开始测试速度数值。 凌峰立刻退了出来, 跨上了速度测试机器。 舱门关闭, 机器提示音响起。 刘考官看着凌峰的背影, 心里判断道。 他力量这么强, 那速度肯定很慢, 应该都不到12米, S吧。 这样偏刻的考生, 等会儿实战测试会很惨。 哎, 干嘛不多等一两个月有把握再来呢? 刘考官笑笑, 心里对凌峰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评价。 可下一秒, 机器播报的声音传出。 巅峰速度位。 21。 98米。 S。 什么? 刘考官赫然起身, 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屏幕上的数字。 借力等级, 18。 3这不可能。 刘考官猛了。 凌峰正好从里面走了出来。 第12号考生, 你确定是考核一星戒者吗? 是啊。 凌峰一愣, 有哪里不对吗? 你肯定是来错考场了。 你应该去考二星戒者。 刘考官道, 你这成绩还考什么一星戒者? 凌峰猛了, 这考官怎么了? 可是, 我还没有一星戒者证书啊。 凌峰无奈道, 而且, 我的借力等级也不够。 刘考官这才回过神来。 确实, 借力等级18。 3, 考核二星戒者还差点, 但让刘考官费解的是, 借力等级都快到20。 零了, 居然还刚参加一星戒者考核, 这孩子怎么想的? 而且就这水准, 找什么关系? 一星戒者场, 几乎能硬推过去了。 行吧, 咱们走完流程。 刘考官无奈道, 戴上防护眼镜, 上第三台机器, 测试反应速度。 好。 凌峰拿起护目镜, 走进那台圆弧形的机器里面。 舱门关闭, 一排枪管升起。 悟草, 这是什么? 凌峰一愣。 他的确听说, 过戒者考核有测试反应速度一项, 可直到现在, 他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考核即将开始, 请在红光闪烁结束三秒后, 尽量躲开射来的子弹。 紧紧刹那, 红光开始闪烁。 刺眼的亮光让凌峰不由眯起双眼。 很快, 枪口喷射出一道道子弹。 凌峰猝不及防, 顿时惨叫起来。 外面的刘教官吓得连忙起身, 敲了敲舱门。 怎么回事? 机器发生故障了吗? 凌峰苦涩道, 不是, 这玩意儿怎么还往胯下打呀? 它是让你躲开, 不是让你用小兄弟去接。 刘考官无言以对, 已经过去二十秒了。 你还有一百秒的机会, 赶紧测试。 凌峰无奈, 在测试舱里不断扭动身体, 艰难地躲开了枪口射来的子弹。 这些子弹不是软弹, 而是塑胶子弹, 速度很快, 打在人身上还是挺痛的。 凌峰总算知道, 为什么考核要戴护目镜了。 终于, 一百秒过去, 那些枪管停止射出子弹, 降了下来。 科目二考核成绩平定。 B级? B? 居然还可以? 刘考官思存道, 如果这小子不浪费刚开始的二十秒, 应该是能达到A的。 算了, 反正以他这个借力等级, 也能轻松过实战考核。 刘考官在凌峰的成绩单上盖了个章。 考核结束, 出来吧。 凌峰有些忐忑地走了出来。 还能不能再考一次? 这测试速度成绩就B? 太丢脸了。 刘考官一瞪眼, 你当买饮料呢? 还能翻盖再来一瓶? 赶紧出去, 不然我就发警告处分了。 凌峰撇撇嘴, 只能叹息一声, 走出了门。 刘考官也很迷惑, 这B成绩也不错了。 要知道, 有一半的二星界者, 反应速度都只有B, 能达到A的, 已经算佼佼者了, 这小子浪费了二十多秒, 还能达到B成绩, 说明他认真考核绝对能到A。 李老也真是, 这种成绩的考生, 还要我开后门。 刘考官苦笑一声, 也走了出去。 很快, 四组考生都完成了基础测试。 第十三号考生, 第二十一号考生, 你们的借力等级严重不合格。 取消本次考核资格。 李公明宣布道, 人群里, 一个手臂上纹着龙的社会青年, 脸色难看, 当即起身。 我就差零。 巴! 让我再考一次。 我肯定能上试。 零的? 不行。 李公明淡淡道, 每个人规定, 只能考一次。 你这一次不过, 三个月以后再来吧。 你就让我再考一次。 社会青年咬牙道, 老头儿, 别这么不通人情。 这是规矩。 李公明低沉喝道, 还请你离场, 不要影响其他考生进行考核。 你…… 社会青年怒了, 猛地冲上前。 众人大惊失色, 竟然有人想要在这个地方动手。 活腻了。 可林峰看去, 刘考官他们都没有出手的意思, 而是冷脸看向了那社会青年。 下一秒, 一道火焰从李公明的掌心迸发, 在这考场上方画成一条火龙, 朝着青年赫然咆哮。 龙音声, 回荡在这考场内。 这社会青年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连连后退。 就连其他的考生也被吓得脸色发白, 很多人下意识抓住了椅子。 李公明冷哼一声, 收回了那条火龙。 第十三号考生, 你违反考场纪律, 经过研究决定, 取消所有你考核成绩与资格, 并给予你一年内无法再世的处分。 小刘, 把人带走。 刘考官当即上前, 拖着这社会青年的手臂将其拉了出去。 林峰心神震撼。 这李公明, 绝对是开了小世界的混沌强者。 因为, 只有达到混沌境, 才能调动小世界的力量, 将元素逼出体外, 具现化出来。 而哪怕是开了小世界的四星戒者, 也做不到这一点。 这就跟郑宏基能手搓闪电, 是一个道理。 看到这一幕后, 不少考生都对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 有了新的认知。 他们看向李公明的眼神中, 更带几分敬畏。 剩下那名不合格的考生, 也当即站了起来。 二话不说往外跑。 好了, 李公明收起了冰冷的表情, 笑眯眯道。 其他人, 跟我去新馆地下二层, 进行实战考核。 众人不敢说话, 排成队跟在李公明身后, 下了电梯。 天灵新馆的地下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是放养训练用异兽的地方。 这一点, 林峰也是从林长盛那边知道的。 新馆会专门派强者去抓一些实力较弱的异兽过来, 用以实战训练以及戒者考核。 听着, 你们的实战考核, 一共一小时, 对手是编号463的星角鹿, 编号455的尖刺犀牛, 编号406的猫生虎。 你们起码需要携带一份星鹿脚, 一份十斤左右的尖刺犀牛脚回来, 或者, 直接携带一份猫生虎尾回来, 也能通过考核。 该怎么选择? 你们自己看着办, 现在每人领一个警报手环, 遇到危险不要逞强。 命最重要, 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按下警报手环的报警按钮, 考官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救人。 小刘, 把东西放下去。 一旁的刘考官立刻将盒子里的手环全部下发给考生。 凌峰戴上这手环后, 他发现这手环长得跟佛珠似的, 看起来很不靠谱。 众人瞬间猛了, 连忙看向四周。 是一个学生, 不小心按下了手环上的按钮。 你, 考核失败。 李公民当即道, 现在, 离开这里。 那学生脸色苍白, 他莫想到自己, 好奇的举动, 竟然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他不敢跟李公民辩解, 只能垂头丧气跟着考官离开。 李公民的目光, 如阴笋般扫过众人, 他严肃道, 我再重申一遍, 你们手上的东西, 是救命的。 每人一个, 绝不多发。 谁按下了这个开关, 就相当于考核失败。 另外, 我提醒你们, 实战考核的死亡率, 在百分之五。 因为有百分之五的蠢货, 宁可丢掉性命, 也不求救。 失败了, 三个月后还能再来。 但命没了, 就是没了。 我不希望这么多人竖着进来, 有人横着出去。 李公民的话字字诸击, 落在众人耳中, 让他们心神都为之一阵。 好了, 现在去选武器。 李公民道, 武器选对了, 事半功倍, 选错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挥了挥手, 示意考官们带着人进去。 凌峰抬头望去, 这场地很大, 姑墨已经超过了四个大型田径场的总和。 从铁栅栏那边, 传来不少咆哮声, 显然是有异兽在争动。 而铁栅栏这边, 则是放着不少武器柜。 刀, 枪, 棍, 棒, 甚至还有手枪, 冲锋枪, 这些热武器。 一些学生见到有枪械, 立马冲上去选择。 一旁的留考官, 心里暗笑。 枪械的确威力比较强, 但子弹的重量也不轻。 而且, 如果没有进行过枪械训练, 新手开枪大概率会弄巧成拙。 这些热武器, 就不是给大多数人用的, 而是给军校生选择的。 那些手枪几乎就是摆设, 实战效果很差, 子弹甚至破不了异兽的皮。 枪械里面, 只有冲锋枪或者机关枪能有些作用。 狙击枪只有一把, 而且落了灰, 不知道里面生锈没有。 凌峰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则是挑了一圈, 最后选择了一个带着尖刺的铁锤。 他掂量了一下, 很是满意。 以他现在的力量水准, 一锤子下去, 威力不弱, 比起需要频繁换弹的热武器, 显然这锤子更适合他编号四百歪的异兽, 几乎都是一星戒者到二星戒者级别, 很少达到了三星戒者水准。 也就是说, 只有猫生虎需要躲开, 其他的异兽实力不强, 或许可以在这里凑齐开齐小世界需要的材料。 尖刺犀牛和新角鹿虽然实力不强, 排名也靠后, 但他们的身体材料价值不低。 能白嫖, 绝不花钱。 凌峰黑黑一笑, 心里已经有了盘算。 他的目光一瞥, 望到了人群里的赵天阳。 这小子挑了一把手枪, 而且正不怀好意地看向自己。 等会儿实战演习这家伙, 怕是会来找自己麻烦。 选择好了之后, 就进入场地, 考核还有三分钟开始。 李公民的声音从广播里响起, 众人在进入场地之后, 当下按照考官的指令, 四下分离去寻找猎物。 果不其然, 这个赵天阳却是偷偷摸摸跟在了凌峰身后, 显然是意图不轨。 这场地是按照野外废墟搭建的, 有楼房的废墟, 也有茂密的丛林。 而那些异兽则是藏在这些地方, 伺机而动。 现在, 实战考核正式开始。 考核时间, 一小时。 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但不能发生内斗。 伤人者按照天下国界者律法进行处置。 声音刚落, 地面上就传来了微微的震动感。 林峰脸色一变, 赫然抬头。 在这一刹, 他速度极快, 跃上了一处废楼的二层位置。 这家伙在干什么? 跟猴子似的。 别管他, 我们赶紧找一兽击杀, 完成考核。 考生们还在疑惑林峰的行为, 但下一秒, 一头尖刺犀牛猛地撞破了他们眼前的墙壁, 冲向了所有人。 这犀牛竟有普通弓像般大小, 他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尖刺, 身高甚至已经越过了林峰所在的二层。 近处看, 就像是一座小山在冲击。 这些考生哪里见过过这种情形, 立马下的四散逃离。 他们这才明白, 林峰显然是察觉到了异样, 这才跑开的。 而他们则是傻傻地站在原地, 被这尖刺犀牛冲击地乱了阵脚。 面对凶猛的尖刺犀牛, 有人在情急之下开枪, 却没想到手里的枪直接炸糖, 还没打到尖刺犀牛武器就爆销了。 站在二层楼上的林峰心里也有些震撼。 资料里记载的尖刺犀牛, 编号455, 成年最多也只有二星戒者的实力。 可图片和青眼所见, 还是不一样。 林峰皱眉, 要击杀这样一头犀牛, 一星戒者完全不可能做到。 而同一时刻, 场地外, 李公明正喝着茶水, 看着无人机的监控视频, 笑眯眯道, 这群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意识到, 实战考核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不难。 刘考官道, 你看, 已经有人开始抱团了。 是啊, 每年都故意调整异兽难度, 就是要让他们抱团合作, 不然怎么可能击杀异兽? 李公明抿了一口茶水, 在围墙外面, 独行侠是要吃亏的。 人类的身体比异兽若太多, 唯有团结, 才能猎杀强大的异兽。 这是李公明要交给这群考生的戒者第一课。 战场这边, 尖刺犀牛不断地冲向人群, 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撞。 人群里, 赵天阳张簧失措, 情急之下跟着人群不断跑, 但是尖刺犀牛就好像看上了他的屁股, 一直盯着他的屁股追。 赵天阳完命逃跑, 可那尖刺却已经快扎上了他的屁股。 要是被这尖刺捅一下, 他的屁股恐怕要被扎出一个猙獰的血窟窿。 他一咬牙, 猛地转身, 按下了手枪的扳机。 子弹迅速射出, 可却只是打破了那犀牛的一点皮, 让他速度减缓了一些。 下一秒, 尖刺犀牛用头顶的独角勾起了赵天阳的外套, 直接将其挂在了半空。 猛烈的咆哮声回荡在战场上空。 赵天阳被吓得一哆嗦, 手里的枪直接滑落, 被尖刺犀牛吞了进去。 赵天阳直接破防了, 痛哭流涕。 爸爸, 妈妈, 救我。 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惊慌无比。 他们没有人赶上去救赵天阳。 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从废弃的楼房上跳下, 一脚把赵天阳踹进废墟里。 赵天阳吃痛, 身躯颤抖, 正扎起身。 拿着锤子的背影。 灵? 灵风? 赵天阳这一刻, 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自己刚才还想趁乱打灵风一枪, 莫想到, 人家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 一时间, 赵天阳愧疚不已, 但还没有等他痛哭流涕, 那尖刺犀牛掉转了脑袋, 冲向两人。 灵风手握铁锤, 众人本以为他会替赵天阳挡下尖刺犀牛, 可谁也没想到, 灵风一个跳跃, 再次顺着墙壁跨上二层, 随后是三层。 一道悠长的声音从赵天阳头顶传来。 爸爸走了。 众人都猛了。 赵天阳也瞬间傻眼, 但面前的尖刺犀牛显然比之前更加恼怒, 冲向赵天阳的速度越来越快。 赵天阳来不及痛骂灵风, 撒开腿就往外跑。 可手枪被犀牛吞了, 现在的赵天阳只能一边躲, 一边拿石头砸犀牛。 他还颇为鸡贼的往人多的地方跑, 但众人却对他避之不及。 混蛋, 别过来。 卧槽, 你想害我们死? 不少人都破口大骂, 但赵天阳却是不管, 哪里安全, 他往哪里跑。 那尖刺犀牛不断在人群里冲撞, 很快又把赵天阳的衣服勾了起来, 顶了出去。 赵天阳心如死灰。 可下一瞬间, 凌风神兵天将, 一脚把赵天阳踹了出去。 爸爸又来了。 还莫等赵天阳爬起来, 凌风再次一溜烟跑了。 爸爸又走了。 这凌风百分百是故意的。 那尖刺犀牛失去了目标, 开始追逐其他人众人仓皇逃离, 尖叫声此起彼伏。 但赵天阳还没休息多久, 那尖刺犀牛竟然在众人牵引之下, 兜兜转转转又回来了。 哇! 曹! 赵天阳脸色下得发白, 虽然腿软, 可还是不要命地跑出去, 但他很快就被追上了。 这尖刺犀牛, 穿不破他们身上的防护服, 但是被顶到的那一瞬间, 还是很疼的。 赵天阳再一次被犀牛挂在了尖刺顶端。 下一秒, 凌风的无影脚如漆而至。 爸爸来了。 一脚下去, 赵天阳直接摔在了墙外的土堆里。 他算是明白了, 凌风这个魂球就是为了踹自己。 凌风, 你攻击我。 你会被取消资格的。 放屁。 凌风走来, 抓起赵天阳的衣领, 瞪眼道。 我特摩是在救你。 我? 赵天阳被气得咽住。 为了你这个不孝子, 爸爸没少吃苦。 凌风一脚踢在他屁股上。 你看, 我都出汗了。 赵天阳。 凌风刚想说话, 他身后传来猛烈的震动感。 是那头尖刺犀牛? 又来了。 但跟赵天阳不同, 凌风没有逃跑。 而是一个跨步, 踩着墙跃上二层, 转身一锤, 砸在了那头尖刺犀牛的脑袋上。 铁锤上的尖刺, 猛地扎入犀牛的皮肤, 溅出鲜血。 尖刺犀牛痛苦长嚎, 扭头一甩, 将凌风甩开, 随即慌不择路地撞在了墙壁上。 墙壁崩塌, 尖刺犀牛的动作也变得缓慢起来。 而这一刻, 他们身后的那些烤生都已经回过神来, 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 对这头大家伙发起进攻。 一时间, 刀剑棍棒都砍在了那头尖刺犀牛的身上。 凌风正扎起身, 揉了揉自己有些疼痛的右臂。 好将大的力量, 这头尖刺犀牛, 实力恐怕已经到戒力等级二十五了。 凌风这一锤, 虽然伤了他, 但没有伤及根本。 索性那些烤生不是蠢货, 一起上, 这才真正砍伤了这头尖刺犀牛。 看着已经停下来的大家伙, 众人开始围了上去。 他没力气了。 快, 趁他病要他命。 这个时候, 可人群里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个精神小伙, 提着冲锋枪大喊道, 都滚开, 让我来。 众人回头一望, 他踢着冲锋枪对准尖刺犀牛的屁股, 就是一梭子。 哒哒哒哒哒哒。 冒篮火的冲锋枪不断射击, 可就是这一梭子, 让原本已经萎靡起来的尖刺犀牛, 双眼泛起了血色。 一声嚎叫, 回荡在战场上。 他开始不要命地往四周冲, 众人见状, 再次吓得四散逃离。 我去, 好端端地, 打他屁股干嘛。 废话, 这家火皮操肉厚, 子弹射不穿表面, 不打屁股, 打哪里? 你还说, 这下好了, 把他真的惹毛了。 考生们气喘郁郁地逃跑, 他们恨透了刚才那个精神小伙。 而凌峰再次站上了高处, 他在查找赵天阳的位置。 终于, 他在一处废墟里, 找到装死的赵天阳这小子, 倒是会偷懒, 看来要给你点事情做做。 凌峰玩味一笑, 趁着尖刺犀牛过来的空荡, 荡急跳下, 坐在了他身上。 下一秒, 他一锤子狠狠砸在了尖刺犀牛的脑袋上。 鲜血迸发, 尖刺犀牛眼睛充血, 开始到处乱窜。 凌峰健壮, 猛地往左边砸, 尖刺犀牛就往右边跑。 他往右边砸, 尖刺犀牛就往左边跑。 很快, 在凌峰的精准操控之下, 他往赵天阳的方向去了。 此刻, 正装作尸体的赵天阳感受到了地面的震动, 悄悄地眯起双眼。 但尖刺犀牛越来越近的蹄子, 让他吓得丢了三魂七魄。 卧槽, 卧槽, 卧槽。 赵天阳不敢再装, 连忙爬起来玩命地跑。 凌峰一锤子一锤子地砸在他脑袋上, 嘴里念念有词。 让你特魔跟我叫板, 让你跟我嚣张, 让你惦记不该惦记的。 前面逃命的赵天阳听到这些话, 心里一颤。 这到底是在说尖刺犀牛, 还是在说他。 但眼下, 他显然顾步得这么多。 林哥, 我知道错了。 别搞我, 我叫你爸爸还不行吗? 你说什么? 大点声。 赵天阳这一刻也顾不得尊严, 连忙喊道。 爸爸, 救我。 听到这话, 凌峰玩味一笑。 他的目光里浮现了一头石原兽的倒影。 石原小事件, 力量增幅。 他一锤子狠狠砸下。 这一次, 不再是破点皮, 流点血, 而是直接震碎了这头尖刺犀牛的头骨。 尖刺犀牛仰天惨叫一声, 身体一软, 当场毙命。 而凌峰也抓住机会, 跳下了他的背, 踢着带着鲜血的尖刺铁锤, 来到了赵天阳的面前。 看着凌峰手里粘斜的铁锤, 赵天阳把已经到嘴边的脏花咽了回去。 而凌峰也默兴去跟他扯皮, 直接带着铁锤, 走向了那头尖刺犀牛的尸体。 编号455, 尖刺犀牛, 他的尖刺硬度极高, 一般会加工成武器。 凌峰的脑海中, 《回忆注资料》里的记载。 他前世就是生物学研究者, 对生物的资料可以做到过目不忘的程度, 不然也没办法跟那群同行卷。 他的皮肤割下来, 可以制作各种皮质装备。 不过考核需要的是尖刺, 其他的可以适当吞噬一些。 凌峰犹豫了一下, 用铁锤砸了好几下, 这才把犀牛头顶的尖刺拔了出来。 这尖刺最粗的地方有盆口大, 长约一两米。 凌峰将其抱在怀里, 感觉沉甸甸的, 起码有一百斤重。 考核要求, 就只要打十斤左右的尖刺脚可以了, 这玩意而一百斤重, 怕不是遇到了一头老牛。 凌峰这才反应过来, 难怪这头尖刺犀牛的身体, 能比资料上大出一截。 而且, 实力也比普通的尖刺犀牛要强得多。 凌峰正处理着尖刺上的血肉组织, 不少考生就已经摸了过来, 眼巴巴地看向凌峰。 老哥, 我们刚才也出力了, 你看能不能? 不能。 凌峰瞪眼道, 你们也想当赵天阳的爸爸, 自己去揍他, 别占我便宜。 众人顿时迷了, 谁想要当赵天阳爸爸呀? 不, 不是, 我是说这个尖刺。 之前那个开枪的精神小伙, 倾壳一声道, 老哥, 反正任务就要求石金, 这个砸出来磨一磨, 也能交差不是。 凌峰抬头, 看了一眼身边的考生, 除了躺在废墟里, 还莫缓过来的赵天阳之外, 还有五个考生, 其他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凌峰思索了一下, 道, 行, 我可以把材料分给你们, 但是你们得帮我处理一下这尸体。 精神小伙一愣, 啊, 任务要求不知有尖刺吗? 凌峰道, 我想吃牛排了, 不行, 听到凌峰的话, 众人顿感无语, 但他们显然也看出凌峰的实力, 不敢跟凌峰讨价还价, 能一锤砸死一头尖刺犀牛, 这种狠人要是怒起来, 在场的人恐怕都磨好果子吃。 现在人家大发慈悲, 肯给他们一些材料, 已经是烧高香了。 他们哪里知道, 凌峰这是为了趁机吞噬一些血肉材料, 不然这尸体突然缺一大块, 肯定会引起怀疑。 众人无奈之下, 只能拿出自己的刀具, 开始切割这尖刺犀牛的血肉。 尖刺犀牛身上的肉, 大部分都很柴, 味道有点像鸡肉和兔子肉的混合体, 但后颈肉, 腰部, 以及第七至第九根肋骨中间的肉, 极为肥美多汁, 再加上天下人民高超的烹饪技巧, 这里的肉在市面上也要上千一斤。 当然, 对比昂贵的石原兽粉末, 红艳薛蕾花粉末, 这已经不算什么了。 随着众人的切割, 仅仅一会儿功夫, 这头尖刺犀牛的皮肤就被完全割开, 一块块血肉被人拿了出来。 凌峰看了一眼时间, 从考核开始到现在, 过去了二十分钟左右。 剩下的不要了, 就拿这些。 凌峰将犀牛的皮肤割下一大块, 将其做成了一个包裹, 然后同样用犀牛的皮肤搓成绳子, 捆了起来。 众人被凌峰这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震惊了。 随后, 凌峰把得到的犀牛尖刺平均敲成了六段, 丢了五段给其他人。 应该够你们交差了。 凌峰道, 还有三十多分钟, 赶紧去猎杀新角路吧。 凌峰用锤子扛起包裹, 打算离开这。 众人猛了, 那精神小伙连忙问道, 老哥, 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吗? 凌峰转头, 无语地看着他们。 你们, 还打算占我便宜? 此话一出,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想来也是, 他们能得到犀牛尖刺, 都是凌峰施舍的。 如果没有凌峰, 他们现在恐怕还被这大家伙撵着跑。 见凌峰这么说, 众人也不好意思死皮赖脸跟着他。 剩余的时间不多, 他们得赶紧找到新角路, 将其击杀。 对比于编号455的尖刺犀牛, 编号463的新角路就要弱一些了, 而且新角路路角有两个, 一般成群出现, 击杀两到三头, 他们就能交差。 想明白这一点, 伍仁立马开始行动。 至于惊魂未定的赵天阳, 此刻如同被抛弃了的小丑一样, 无人问津。 无人记得监控画面前, 李公明正看着从废弃楼房里跑出来的众人, 抿了一口茶水, 笑道, 看来我养的犀牛王, 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刘考官附和道, 那头犀牛王已经到了尖刺犀牛一族实力顶尖的程度, 哪怕是二星戒者, 也不好对付, 这群学生能逃出来已经是万幸了。 李公明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林峰这一组人是他最担心的, 因为那头犀牛王凶名在外, 上一次的一星戒者考核就重创了两名考生。 李公明白手道, 切其他的画面吧, 我看看有没有好描子。 等一下李老, 好像有些不对劲, 刘考官一愣, 这些人手里拿着的是尖刺犀牛脚。 哪里来的? 难道是? 听到这话的李公明猛地喷出一口茶水。 什么? 哪里? 我看看。 李公明当即看向屏幕, 发现那些跑出来的考生手里或者背上都有一段白色的东西。 快, 把无人机开进去。 我要看看犀牛王的情况。 刘考官当即操作。 但下一秒, 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让他们震惊至极。 那头犀牛王被人开膛破肚, 就连头上巨大的独角都被割走了。 尖刺犀牛王被人杀了。 李公明难以置信, 这不可能。 借力等级25。 零的尖刺犀牛王, 哪怕是一群异星戒者联手, 都不可能如此轻易击杀。 更何况, 这些家伙还都是新手。 怎么会这样? 李公明瞪大双眼。 这犀牛王是他故意养在这, 专门让新人体会异受恐怖的。 这下好了, 恐怖倒是莫体会道, 犀牛王莫了。 快, 查查看到底是谁干的。 李公明焦急催促道, 刘考官操作一会儿, 无奈道, 李老, 刚才距离太远, 已经没办法辨别考生身份了。 废物。 李公明骂骂咧咧道,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一旁的刘考官连忙低下了头, 态度卑微。 李公明看着屏幕上尖刺犀牛王的尸体, 长叹了一声。 算了, 我改天再去抓一坨回来补上。 他道, 你给我盯着屏幕, 有好苗子就马上记录下来, 看看能不能提前招进编制。 对了, 李公明记起来一件事, 话说我让你关照的那个考生, 也在里面吧。 是哪一个? 刘考官惊讶道, 您没看到? 李公明淡淡道, 我就记住了他的编号, 莫记住脸。 年纪大了, 老眼昏花, 看着屏幕根本找不到人。 刘考官当即道, 我帮您看看他在哪儿。 嗯, 他人哪。 刘考官一愣, 就在他沉思的那一会儿, 林峰已经从无人机的屏幕中消失了。 此刻的林峰, 找了一栋废楼的角落,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刚才的包裹。 除了任务用的尖刺之外, 他还偷偷拿了几根尖刺犀牛的骨头, 再加上众人帮他处理好的血肉, 林峰可以尝试吞噬了。 希望可以成功。 林峰摩拳擦掌, 将自己的右手放在了那些骨头上。 果不其然, 随着林峰的意念, 这些骨头被他瞬间拉入了一石海当中。 林峰的一石也立刻跟了进去, 他看到了自己石海中旋转的四个小世界。 中间的暗黑色小世界仿佛就像是一颗横行, 让四周的地漫小世界, 石原小世界, 闪电小世界都围住他旋转。 而这一刻, 林峰刚才吞噬的尖刺犀牛骨出现在了暗黑色小世界的上方。 要融合了。 林峰颇为期待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骨头在触碰暗黑色小世界的那一刻, 竟是被微微反弹, 震了回去。 这东西, 不能融进去。 林峰皱眉, 想要再次用一石操控那根骨头进入暗黑色圆球内。 但暗黑色圆球却仿佛极其抗拒, 不肯让他进入。 我辛辛苦苦杀得牛牛。 林峰怒了, 你特魔不给融, 我就拍烂你。 仿佛感受到了林峰的怒火, 那暗黑色圆球不情不愿地开始融合这根骨头。 很快, 骨头被他消化, 暗黑色圆球表面也出现了一些文字。 尖刺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5。 世界构建程度? 2%。 天赋? 5。 林峰看到这文字, 有些猛逼。 莫属性? 莫天赋? 这是什么垃圾一兽啊? 不过想来也对, 能变成美味佳肴端上人类餐桌的, 本身就不是什么狠角色。 一根骨头才2%。 林峰皱眉, 看来要多味一点了。 他把偷出来的所有骨头都丢了进去, 树脂从2%提升至了7%。 无奈之下, 林峰又把部分血肉丢了进去。 树脂慢慢增幅, 最终来到了18%。 刚才应该再拿一些的。 林峰咬牙, 现在回去, 如果被人发现, 得不偿失。 林峰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去击杀新的尖刺犀牛。 另外, 他也需要凑齐人物用的另外一个材料, 新鹿角。 还剩下30分钟, 我要抓紧时间了。 林峰深吸一口气, 提起锤子往场地里走去。 这场的很大, 而且建造了不少废墟, 在废墟的楼层里, 潜藏着一些令人畏惧的异兽。 除了任务用三重之外, 还有不少编号400开外的异兽在里面。 林峰也听说过, 借着实战考核每一次的异兽种类都不相同, 需要考生随机应变。 随着遇到的异兽数量越来越多, 林峰也验证了刚才的猜想。 这场地内的异兽借力等级在15。 0到250左右, 之前那种级别的尖刺犀牛王林峰再也没有遇到过。 剩下的尖刺犀牛, 实力等级最多不超过18。 0, 但这也需要多名异兴借者联手攻击。 时间缓缓流逝。 在考核第45分钟的时候, 李公明这边已经有考生回来了。 这是一支三人小队, 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 但因为要合作击杀异兽, 这才组成了临时小队。 看着合作击杀异兽的年轻人, 李公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错, 你们三个通过了考核。 他在三人的档案上盖了一个大章。 三人喜极而泣, 天知道这四十多分钟他们经历了什么。 若不是合作对敌, 三人恐怕都已经缺胳膊少腿了。 随后, 又有两支小队回来, 但是他们的运气比较差, 队屋里都有两个人负了伤。 不过林公明看到, 这两人的伤口裹着布条, 显然是队友撕下衣服替他们疗伤的。 你们, 都很不错。 检查完众人的异兽材料后, 李公明欣慰道。 你们也通过了。 他大手一挥, 一个个印章被敲下, 回来的考生都顺利地通过了实战测试。 孩子们, 希望你们能记住今天得到的经验。 人类, 不能再争斗下去了。 三十年的大灾难, 就是因为人类五大势力争锋斗狠, 才导致人类如今龟缩在围墙里。 实战考核, 故意放入了你们单人对付不了的异兽。 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 团结得可贵。 没有人可以在异兽群中荡独行侠。 李公明语重心长的话, 清晰地落在了众人的耳中。 不少考生都心有所感。 但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考官们忽然发出了惊呼声。 那是什么? 众人转头看去, 发现场地那边, 正有一个庞然大物, 接近考核入口。 李公明皱起了眉头, 他凝视了一会儿, 阻止了一旁想要动手的留考官。 别冲动, 是自己人。 等到那身影靠近, 众人这才发现, 来的人竟然是凌峰。 此刻的凌峰背着比他身体 还要大数倍的兽皮包裹, 一步一步向这边走来。 众人都傻眼了。 就连这些年轻的考官们此刻 也待在了原地。 凌峰艰难地挤进了 场地入口的机械门, 但他身后的包裹却是卡住了。 他扭动了好几下, 都莫成功。 凌峰知能尴尬道, 那个, 考官, 你们帮我一下好吗? 最近的刘考官反应最快, 立马拉住凌峰的手臂, 把他往里面拽。 巨大的包裹被挤压, 勉强地被拉进了机械门。 凌峰如释重负地 将包裹丢在了李公明的面前。 一刹那, 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李公明原本慈祥和蔼的脸, 在这一刻直接僵住。 这是…… 什么? 材料啊? 凌峰挠挠头道, 不好意思啊, 不小心杀得多了点, 我不想浪费, 所以就带回来了。 他解开包裹, 从里面拿出了一堆尖刺和心露脚, 又顺手从骨头里摸出了两条猫身虎尾, 而其他的东西, 几乎全是骨头和血肉。 众人被这一幕震撼到了。 考官, 您不是说, 没有人可以在异兽群里当独行侠吗? 那他, 他是什么情况? 有考生一脸猛逼地问李公明道。 李公明人也傻了, 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凌峰是怎么做到击杀这么多异兽的? 他检查的考核, 没有一万场也有八千场了, 考生他才刚说人类要合作, 结果这小子就给自己整这么一出,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李公明当即怒道, 不允许把这么多异兽材料带出来。 凌峰茫然道, 考官, 我查过考试细则了, 说是可以带的。 你胡说, 李公明立刻道, 但很快, 一旁的留考官拿着考核细则, 小声凑到李公明耳边。 李老, 得确可以带出来的, 而且还能拿回去。 知识安全性, 考生自己负责, 李公明原妈了, 他迁怒留考官道,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考生? 你在借力等急测试的时候, 难道莫看出问题吗? 留考官一愣, 委屈道, 李老, 这不是您让我们照顾的关系户吗? 我也是按照您说的办的呀。 一旁的几名年轻考官连连点头, 什么关系户? 李公明猛了? 就是他。 十二号林峰, 您指定要求我们关照的。 李公明迷惑地看着林峰, 他越看林峰, 越觉得林峰像一个人。 我, 卧槽, 这小子, 难道就是林长盛的儿子? 李公明目然一惊。 不对啊, 林长盛那混蛋, 要求我照顾一下他儿子, 说是他儿子还比较弱, 距离一星戒者差一点。 这哪里是差一点的样子? 这都比二星戒者强悍了。 李公明看着那堆如小山般的异兽材料, 不禁在原地发呆。 一旁的林峰提醒道, 考官, 我是不是合格了? 李公明一脸茫然。 你什么合格了? 林峰满脸问好, 皱眉道。 实战考核呀。 李公明这才反应过来, 呆滞的目光里多了一丝清醒。 对, 你是合格了, 太他妈合格了。 林峰有些无语, 他总感觉这老头在骂自己。 李公明拿过一旁的印章, 盖在了林峰的档案上。 林峰高兴坏了, 他从包裹里拿出了鸡份尖刺犀牛肉, 递给李公明等人。 考官, 你们要不要带回去吃? 我刚杀的。 李公明一瞪眼, 立合道。 贿赂考官, 警告一次。 再有下次, 取消资格。 林峰人顿时不好了。 他善善回头, 嘀咕道。 不吃就不吃嘛, 凶什么? 距离考核结束还有两分钟, 按照规定, 所有考生都必须要等待考核结束, 才能离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算上林峰, 道场的考生只有十七人, 除去之前被淘汰的两人, 剩下还有五人, 没有回来林峰环视一圈, 发现赵天阳不在。 不过之前分道林峰尖刺犀牛角的那些考生, 倒是在。 他们跟其他考生坐在一起, 林峰跟自己的牛肉坐在一起, 场面别提多诡异了。 就在考核剩余一分钟的时候, 李公明看了看人员名单, 唉, 看来他们要失败了。 其他考官一言不发, 实战考核一般能卡住百分之三十的考生, 哪怕这一次有五人不过, 也很正常。 但谁也莫想到, 李公明话音刚落, 考核等待是内响起了警报声, 有人遇到危险了。 李公明喝道, 小刘, 赶紧去救人。 是。 刘考官二话不说, 带着两个同事迅速冲入场地内。 就这两秒时间, 三人已经奔出去近百米距离。 他们的速度之快, 让林峰他们都很惊讶。 剩下的教官操控无人机, 将画面投影到了大屏幕上。 林峰可以看到, 有鸡群异兽正在追逐着人类。 异兽群里, 有尖刺犀牛, 有心脚鹿, 也有猫身虎, 还有编号468的铁脚牛马。 这是一种头顶铁牛角的马匹, 实力比新角鹿还弱一些, 但听说为墙外树木不少, 就被人类强者抓进来饲养猫身虎。 于是, 就出现了猫身虎追赶铁脚牛马。 铁脚牛马追赶着几个考生的滑稽场面。 这些人里面, 林峰瞧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红头发, 一身血鱼的校服正在狼狈逃窜。 那是, 赵天阳。 警报员在他身上, 看来报警器的按钮, 是他按下的。 他边跑边喊道, 考官! 救命! 有一群牛马正在追我。 听到屏幕里传来声音后, 林峰等人的脸色都有些古怪。 李公明面容阴沉地哼了一声, 连牛马都不敢杀, 真是废物。 很快, 刘考官带着人赶到。 刘考官抬手在手心凝结出一把寒冰长枪, 迅速挑飞了异兽群前方的几头牛马。 而其他两名教官也是动用自己小世界的能力, 轰飞了尖刺犀牛和新角鹿。 林峰瞳孔一缩, 这三名教官的小世界力量分别对硬水、火、金三重元素。 三人彼此的战斗方式也各有千秋。 刘考官挑飞那些牛马之后并没有向前冲锋, 而是手握寒冰长枪站在原地, 立声一鹤。 滚! 声音隆隆, 令后面的猫生虎迅速停下脚步。 他们畏惧地看着刘考官, 随后拔腿就跑。 那些尖刺犀牛、新角鹿、铁角牛马也纷纷四下逃窜。 考生们震撼无比, 刘考官仅仅是用气场就能吓跑这些异兽。 厉害吗? 李东铭笑道, 你们努力爬上去, 开启小世界后也能有这种本事。 众人满脸期待。 林峰犹豫了一下, 偷偷地将一石沉入了自己的石海当中。 经过吞噬, 那属于尖刺犀牛的小世界已经被暗黑色圆球嫌弃地吐了出来, 而且还被他弄到了最边缘整个尖刺小世界灰蒙蒙地, 就仿佛一个最不受待见的孩子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 而其他的三个小世界则是散发着淡淡光芒, 围绕着暗黑色圆球滴溜溜旋转。 如果到了混沌镜, 我也能用出那种能力吗? 林峰皱眉道, 可人家的小世界都在丹田位置, 我的在脑海会不会特殊一些? 如果不是位置错了, 林峰也不会把他们看成流子, 上眼啼笑皆非的一幕。 现在想来也是, 谁家流子上还写字的? 就在林峰回过神的那一刻, 三名考官已经把人都带回来了。 经历过这一小时的地狱场景, 赵天阳已经被吓软了双腿, 还是刘教官把他扶回来的。 其他四人脸色难看, 他们也知道自己考核失败了。 这次不过, 三个月后还有机会回去多训练训练。 李公明淡淡道, 现在我宣布, 本场一星戒者考核结束。 所有人都跟我出卷。 李公明说完这话, 下意识看了一眼林峰。 他要好好上去问问林长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林峰还是一脸平静地收拾起他那巨大的包裹。 在取出了一兽材料后, 包裹空了不少。 林峰跟着人群往前电梯走, 但是他发现这群人都躲着他, 只有刘考官不离不弃并排跟着林峰。 小伙子, 实力不错呀。 过两天来参加二星戒者考核, 怎么样? 林峰谦虚道, 我实力还不够, 就不去献丑了, 马上就大考了, 要好好复习。 你这借力等级还差点, 再回去练两个月, 应该差不多了。 刘考官笑道, 到时候直接找我, 我叫刘元, 抽出一张卡片, 塞进了林峰的上衣口袋。 谢谢考官。 林峰挺开心的, 这一次不光突破了借力等级, 而且还带着这么多牛排回去, 省了家里不少饭钱。 刘考官满意地走进了电梯, 林峰也想跟着进来。 里面的考生和考官脸色都变了。 你, 走楼梯。 李公明不愤道, 别跟我们解。 林峰无奈, 只能往楼梯那边走。 这地下二层虽然听起来不深, 可因为每一层的高度都超过15米, 楼梯着实不少。 林峰看着头顶盘旋上去, 仿佛无底洞的楼梯, 脸色降成了苦瓜。 一星戒者考核已经结束, 请各位家属前往A1区接送考生。 新管内部响起语音, 让正在A1区门口等待的顾繁月, 默然站了起来。 考核结束了, 他忐忑地望着门口, 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不求他能过, 只求他别出事。 老婆没事的, 别担心。 林长盛笑道, 小峰那孩子随我, 机灵, 哪怕有危险也会跑得远远的。 顾繁月道, 就是随你, 我才担心啊。 林长盛的笑脸顿时一将忽然, 一道尖锐的娇笑声传来。 哟, 顾姐, 你们也在这等啊。 顾繁月转头, 发现是金玉梅。 就一个入口, 顾繁月淡淡道, 不在这等, 也没地方等。 仿佛听出了顾繁月言语中的敌意, 金玉梅装作惊讶道, 呀, 你们怎么没有准备疗伤用的药物? 据说实战考核很凶险呢。 我家天阳这么优秀, 我都给她准备了不少药品, 防止她伤口感染。 金玉梅拿出了自己的名牌包包, 装模作样的, 找了几瓶红色的药水, 晃了晃。 顾姐, 要不我分你一点吧? 这可是一瓶一万多块的疗伤药, 很值钱的, 效果也不错。 你们家凌峰借力等级这么低, 实战肯定受了伤, 没准还缺胳膊断腿呢。 林长盛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 当即喝倒。 你说, 谁缺胳膊断腿? 会不会说话? 她早就忍不了这个女人了, 之前没出生, 是因为有修养。 现在她竟然诅咒林峰受伤, 林长盛忍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是我说错话了。 金玉梅笑眯眯道, 我这人就是这样, 心直口快。 你如果再心直口快, 我会失去我的修养。 林长盛眯眯起双眼, 淡淡道, 到时候, 如果不礼貌, 还请你多多担待。 金玉梅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她知道, 林长盛在这里工作, 是这里的教练, 实力不错。 把她惹急了, 对谁都不好, 她只能心理付费。 哼, 借力等级这么低, 也好意思参加一星戒者考核, 真是什么父母,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这个时候, A1区的入口开启, 一些身上带着血鱼的考生们, 从里面鱼贯而出。 金玉梅见状, 顾不得跟林长盛一家人扯皮, 连忙上前。 而林长盛等人也是如此。 参加一星戒者考核的人里面, 大多数都是学生。 有些人在见到家长的那一刻, 忍不住大声痛哭。 实战考核, 向来残酷。 天阳。 金玉梅也发现了, 人群里低着头的赵天阳, 连忙上前查看她的情况。 怎么样? 有哪里受伤末? 金玉梅连忙问道。 赵天阳的校服满是血鱼, 这是她之前爬尖刺犀牛尸体里, 寻找手枪弄出来的。 手枪找是找到了, 但被鲜血浸透, 已经没办法用了。 所以才有了被异兽追赶的那一幕。 此刻的赵天阳看到金玉梅, 双腿一软, 痛哭流涕。 妈! 我还以为自己羡慕你了。 金玉梅有些难堪, 她看了一眼边上的林长盛一家人, 连忙道。 哭啥呢? 坚强点。 只要一星戒者考核过了就行, 其他的都无所谓。 赵天阳顿时一正, 犹豫了一下, 脸色难看道。 妈! 一星戒者考核? 也没过。 这回轮到金玉梅愣住了。 一旁的灵园听到这话, 竟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顾凡月赶紧把她拉到身后, 因为她已经看到金玉梅冷冷的眼神了怎么回事。 金玉梅问赵天阳道。 赵天阳添油加醋地, 把林峰的事情告诉了金玉梅。 都是她害的。 不然我肯定能过。 妈! 你要替我做着。 听着赵天阳的诉说, 金玉梅眼中的冷意越来越盛。 她怎么都想不到, 林峰居然敢干这种事出来。 顾凡月, 金玉梅起身, 看向她立合道。 我儿子的事情, 你们解释一下。 林长盛三人都很猛逼, 什么玩意儿, 就是林峰的错了。 林长盛刚要上前理论, 一脸阴沉的李公明却是走了过来。 小玲, 我有话跟你说。 她抓着林长盛的肩膀, 想要把她拉走。 金玉梅急了, 怒道。 你们想去啊? 你儿子在实战考核里, 这样对待我儿子, 不解释一下就想走。 李公明皱眉回头, 望向了金玉梅和赵天阳。 她平静问道, 我是这一场实战考核的考官, 你有什么问题吗? 考官? 金玉梅一愣, 连忙道。 你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主啊。 我儿子因为他们考核失败, 这下子连高等学员的考核都莫希望了。 你儿子考核失败,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李公明瞪眼道, 他会失败, 一是因为选了不熟悉的热武器, 还选个威力最弱的手枪。 二是胆量不够, 竟然被铁角牛马那种弱小的异兽追着跑, 能怪谁? 金玉梅听到这话, 顿时梦了。 但他还是咬牙道, 是因为林峰给他使了绊子。 林峰? 李公明眉头微皱? 怎么又是他? 激人的争执, 引来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目光。 一个精神小伙突然插话道, 阿姨, 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看见了。 你儿子三次被尖刺犀牛挑飞, 全是被林老阁救下来的。 林峰杀了这么多异兽, 在考生里已经出名了。 之前分过尖刺犀牛脚的鸡人也不由出生。 对, 我也能作证。 林峰兄弟是个好人, 这家伙考核莫过, 想赖他头上。 如果不是林峰, 他早就已经出局了。 甚至还会被尖刺犀牛弄成重伤。 他们毕竟跟精神小伙一起拿了林峰好处, 帮他说句话, 那是应该的。 金玉眉的脸色阴沉如水, 面对众人的指责, 他的脸面有些挂不住。 看来事情很明了啊。 林长盛道, 我家林峰救了你儿子, 但你儿子还要倒打一耙。 我家林峰借力等级是差点, 但品性优良, 平常连小便宜都不会贪, 绝不会做你说的那种事。 这个时候, 从出口的位置, 却是跑出来了一个背着巨大包裹的身影。 正是林峰。 林峰气喘郁郁地从楼梯上爬上来, 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是什么? 怎么背了这么大的包裹? 还是瘦皮的? 这也是考生吗? 为什么会从楼梯出来? 家长们都很疑惑。 林峰将包裹扛了过来, 放在了林长盛面前。 他高兴一笑, 爸, 我把咱们家半个月的伙食都搞来了。 包裹散开, 里面全是被林峰打包好的牛排, 一落一落的, 大概有上百斤重。 林长盛的脸色顿时将住。 林峰的出现让整个A1等待区都安静了下来。 林峰尴尬道, 你们, 都看着我做啥? 那精神小伙第一个反应过来, 当即告状。 林老哥, 这家伙说自己考核失败, 都是你害的。 林峰却是洒脱道, 唉, 小孩子的话, 你们也信。 你看给孩子吓得, 红毛都快褪色了。 听到林峰的话, 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场面一度安静下来。 好家伙, 原本以为林峰会距离力争, 莫想到这一波降维打击, 给众人都整不会了。 还是林长盛提前打破了寂静, 冷眼看向金玉梅。 你还有什么, 想说的吗? 要不要报警? 让安全局来审核。 不过我丑话, 说在前面。 如果真是, 你儿子诬陷小枫, 关锁跟你打到底。 金玉梅的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林峰有这么多人证, 哪怕让安全局过来, 局势都不会对他有利。 哼, 你们等着。 金玉梅信信转身, 带着赵天阳狼狈离开。 林长盛痴笑一声, 也莫搭理他, 而是看向了林峰。 他皱眉道, 小枫, 你怎么回事? 林峰茫然, 爸, 我干啥了? 就在众人以为林长盛要斥责林峰的时候, 林长盛却蹲了下来, 看了看林峰带回来的牛肉, 生气道, 你就带了这点回来。 你这样爸怎么分给你五叔叔他们? 众人瞬间傻眼。 好家伙, 扛了上百斤牛肉出来, 还嫌不够。 就连李公明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 要知道, 那些异兽都是他们抓进来的, 只不过心管代替饲养。 这异兽不够, 就还要抓。 谁也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在异星戒者, 考核李浩这种阳谋。 差不多得了。 李公明按住林长盛的肩膀, 低沉道, 我有话跟你说。 林长盛有些猛逼, 但还是跟着李公明来到了A医区的楼梯间里。 老李, 啥事啊? 林长盛疑惑道, 要专门拉我出来说。 你跟我说实话, 李公明的脸色凝重, 你给林峰吃了啥? 林长盛很是迷惑。 什么? 吃了啥? 别跟我装傻。 李公明喝道, 你要是不给他吃昂贵的补药, 他借力等级能到18。 三。 这回轮到林长盛震惊了。 你说小枫的借力等级到了18。 三。 你再装。 李公明恨恨道, 什么让我照顾照顾, 他靠着18。 三的借力等级, 横扫了一星市场的小半翼兽。 我可是看到了, 你拿起牛肉的时候, 眼睛都不再眨一下的。 李公明几乎能够笃定, 林长盛新知肚明, 林长盛狐一道。 那不是编号536, 红毛野牛的肉吗? 那玩意儿, 早就被杀干净了。 这是尖刺犀牛的肉。 李公明瞪眼道, 编号455的翼兽, 实力等级在15。 林档25。 林之间, 你儿子还把我养在试炼场里的犀牛王都给杀了。 卧槽。 林长盛身躯一阵, 我儿子, 这么猛。 还来试吧。 李公明默好气道, 你儿子都可以报名二星戒者考核了, 非要往一星挤。 以后这种事, 别拜托我, 我老了, 心脏受不了。 李公明拿出林长盛给的烟, 想还回去, 却又犹豫了一下, 放回了口袋。 行了, 出去吧, 我还要主持二星戒者考核。 李公明骂骂咧咧走了, 林长盛看着他的背影, 很是疑惑。 不能啊, 我那天亲眼看到小枫的借力等级就久。 八, 怎么过了两天, 成十八, 三了, 真是怪事。 林长盛挠了挠头, 奇怪极了。 二星戒者考核即将开始, 请考生前往A2区考场进行试炼。 听到大厅传来的广播声后, 林长盛赶紧回去。 林元已经准备出发了。 元元, 老爸说牛肉少了, 你多带点回来。 林峰笑眯眯道, 今晚咱们吃肉。 好, 老哥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林元笑嘻嘻回答, 刚好听到这对话的李公民脸皮一抽, 连忙喊来了刘考官。 小刘, 快快快, 赶紧去把二星戒者考核的蛮牛兽换成铁蹄模样。 李公民可不想看到, 自己养着的蛮牛王被莫名其妙击杀了。 刘考官听到这话, 马不停蹄地去修改考试内容。 林元很快就进入了A2考场。 跟一星戒者考核不同的是, 二星戒者考核的时长拉到了二小时左右。 林峰和林长盛两人则是从新馆借来了一些刀具, 开始对牛肉进行切割并且封袋保存。 父子俩足足处理了两个多小时, 这才把牛肉都整理完毕。 这个时候, 正巧二星戒者考核也结束了。 一大群考生从里面跑了出来。 他们有的满身血鱼, 有的惊魂未定, 有的痛哭流涕, 但不少人都在跟身边人讲述里面发生的事。 你是莫看见, 太恐怖了。 有个女孩子在里面涂羊, 那个女孩子是恶魔吧? 十几只铁蹄魔羊啊, 居然在几分钟内全部被屠杀干净了。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我可能也成他刀下的羊肉了。 但有一说一, 那女孩子尝的是真好看。 我想追他, 但不敢啊。 考生们的话, 让林峰、 林长盛两人诧异地扭过了头。 会干这种事的女孩子, 他们刚好认识一个。 林峰狐一道, 不会, 就是圆圆吧。 林长盛摇头道, 应该不会, 圆圆那孩子我知道, 品性优良, 不贪小便宜。 林峰, 所以, 他跟我一样, 如果贪的是大便宜呢。 林长盛脸皮一抽, 立马看向了顾繁月。 他压低声音问道, 老婆, 你不会教了圆圆一点刀数吧? 顾繁月心虚道, 就一点点, 没有多少。 林长盛一拍脑门, 得, 看来大概率是了。 果不其然,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A2去楼梯里, 跑出来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女孩子。 爸妈, 老哥, 快来帮我一下, 我拿不动了。 父子俩顿时妈了。 另一边, 心管地下三层。 李公明带着刘考官等人, 马不停蹄地前往实战考核训练场。 当李公明看到面前庞大的铁蹄魔羊尸体时,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口中喃喃, 我养的羊王, 也没了。 刘考官上前检查了一下, 回来汇报道。 李老, 很纯粹的刀法, 不像是二性戒者能够使用的, 那女孩子不光天赋强, 而且刀法也惊人, 看起来有高人指点的样子。 李公明这一刻, 显然没有心情跟他谈论这件事。 他叹了一口气道, 把尸体处理掉吧, 明天跟我去墙外, 抓点牛羊, 不然, 这都不够他们杀的。 刘考官见状, 也不好意思多说, 只能点了点头。 李公明忽然问道, 对了, 那女孩子叫什么来着? 刘考官一愣, 回忆起来, 好像是叫林园。 林园? 李公明额头轻轻抱起, 又特模是林长盛搞的鬼。 本以为能占林长盛一点便宜, 莫想到亏大了。 这家伙肯定是提前知道了, 他们会这样, 所以才给我, 塞了一包烟。 不行, 下次起码要两包, 不, 三包。 李公明气得牙痒痒。 而同一时刻, 正在帮林园处理战利品的林长盛, 忽然打了一个喷嚏。 谁特模骂我? 林长盛揉了揉鼻子, 看到眼前一落一落的牛羊肉, 顿时喜笑颜开。 这份是你五叔叔的, 这份送给你学校的正老, 这份送给圆圆的班主任。 林长盛把东西都打包好, 分了类, 短时间不要来进行戒者考核了, 不然李老头肯定不会放过我。 林长盛很清楚, 这回兄妹俩洗劫了李公明掌管的两个实战场地, 这老头肯定防着他们了。 一家人在林长盛的办公室里, 打包好所有的物品, 开车回了家。 当晚, 林峰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时再次沉入石海当中。 之前吞噬了尖刺犀牛的身体材料, 虽然凝聚出了小世界, 可那小世界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他后来还尝试吞噬新角落的血肉和猫生虎的尾巴, 但暗黑色圆球好像闹脾气了, 根本不肯吞。 是不是因为编号太靠后, 所以不肯吞噬? 靠! 这东西胃口还真刁。 林峰拿暗黑色圆球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奈之下, 他只能起身, 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小瓶红色粉末, 那是红艳血蕾花的粉末, 是林峰花了大价钱买的。 手上还有十几万, 但如果全买这个, 估计不够。 林峰皱眉。 谨慎起见, 他上网查询了一下, 红艳血蕾花的特殊能力。 那是一种叫溶血的天赋技能, 可以将自身化为血色的汁水, 从而消化猎物的血肉, 凝结出精华供给自身。 这个天赋不错啊。 如果暂时让他跟暗黑色小世界结合, 他们跑去厨房, 偷偷地拿来了几块处理好的异兽血肉。 这里面有尖刺犀牛的, 有心角鹿的, 也有铁蹄模样的, 还有一些林峰不认识, 也不知道林渊杀了什么异兽带回来的肉块。 林峰打开面前的瓶子, 一口将里面的红色粉末吞了进去。 炽热的感觉顺着食道往下滑落。 但眨眼间, 林峰的意识就被拉入了石海。 他看着红色粉末顿入了暗黑色圆球当中。 暗黑色圆球上, 顿时浮现出字体。 红焰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火? 世界构建程度? 10%? 天赋? 容血? 主动? 成了? 林峰深吸一口气, 眼中露出了一丝喜色。 不过, 他也看到了世界构建程度那一栏的数字。 5万块的花粉, 竟然就只能提升10%。 也就是说, 要完全开启红焰小世界, 我得要再花45万。 林峰人顿时不好了。 这东西, 简直是就是无底洞, 吞金兽。 红焰蟹蕾花, 编号106。 这要是吞到编号前100的, 要开启小世界, 岂不是得天价? 林峰身躯一颤, 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少。 不管了, 先试试看这个能力。 暗黑色圆球, 一旦吞噬异兽材料, 就能复制出它们的能力, 但唯一的缺点, 就是, 没办法再复制其他小世界。 也就是说, 林峰现在, 喝下去的所有异兽补药, 基本上只是补药而已, 不会被暗黑色圆球所吞噬。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开启的小世界, 是能够动用能力的, 代价是部分精气神。 林峰的右手, 按在了一块尖刺犀牛肉上, 他心神沉浸入暗黑色圆球当中。 天赋, 熔穴。 林峰的右手, 开始分泌出一种黏答答的红色液体。 这些液体, 仿佛具有生命, 立刻将尖刺犀牛肉包裹了起来。 随后一阵血雾喷出, 那块尖刺犀牛肉仿佛被点燃, 随后化为了一滴亮晶晶的红色液体, 出现在林峰的右手掌心。 这红色液体, 就跟水银一样, 可以到处滚动, 但不容于手。 这是什么东西? 林峰一愣, 将其丢入瓶中, 但他仿佛很快就干别了下去, 成了一块指甲钙大小的晶体。 有点意思。 林峰瞪大双眼, 多做一些出来, 明天让江一那小子给我卖了, 这肯定是个好东西。 林峰黑黑一笑, 如法炮制。 很快, 所有的异兽血肉都被他做成了这样的晶体。 林峰觉得不够, 就偷偷溜出了房门, 网出房摸, 但他莫注意到, 身后站了个人。 哥, 你干什么呢? 这一声轻患, 吓得林峰跳了起来。 他回过头, 发现是凌云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没干什么呀? 你别装了, 你刚才就拿走了不少异兽肉块, 干什么去了? 老实交代。 没, 没有。 林峰还想狡辩。 妈。 哥他。 林峰当即朝着卧室喊道。 别喊, 别喊。 林峰无奈, 只能捂住林峰的小嘴。 他还不想把小世界的事情告诉父母, 毕竟那是他的秘密。 林峰挣脱林峰的束缚, 小手一摊, 封口废。 林峰无奈, 只能把炼制好的两枚血色晶体递给了林峰。 这是什么? 林峰一愣, 你偷老妈的红宝石了? 你才偷老妈的红宝石了? 林峰无奈道, 这是我拿那些血肉炼制出来的, 效果不明, 不过挺好看的, 先给你两颗。 我还在捣鼓中。 老哥, 林元眼里冒惺惺, 这东西真是红宝石的话, 那我们可发财了。 你想得到没? 林峰点了点他的脑袋, 封口废给你了, 这件事不准往外说。 等我找人问问, 再告诉你这是什么? 行。 林元笑眯眯道, 献者有份, 到时候我要三成利润。 林峰。 月光洒在林峰的窗户上, 若是仔细看, 依稀可见一个人影正坐在书桌前, 左右手不断地在捣鼓东西。 第二天早上, 闹钟响起, 林峰顶住两个黑眼圈坐了起来。 他感到身体被掏空, 可他书桌上已经多出了一个装满血色晶体的瓶子。 三十六次溶血, 差点把我吸干了。 林峰眼中满是疲惫, 但看到这么多血色晶体, 不由喜笑颜开。 这东西荡红宝石卖, 应该都值不少钱。 发财了。 林峰小心翼翼地将其放进书包, 吃了顾繁月做的早饭后, 他准备去上学了。 小峰, 圆圆, 你们看到我昨天放在这里的牛羊肉了吗? 怎么少了这么多? 你们谁吃了? 林峰心虚道, 妈, 我莫看见。 可能是圆圆吃的吧? 这孩子也真是, 大晚上吃了这么多东西。 顾繁月称怪道, 我现在就去把他叫起来。 林峰闻言赶紧溜之大吉。 他坐着地铁去上学, 可是在左脚跨进校门的那一刻, 就被人抓住了。 林峰已经习惯了, 他都不用回头, 就知道是郑鸿基。 林峰善笑道, 老郑, 你起得挺早啊。 梅大莫小, 老郑是你叫的吗? 郑鸿基皱眉道, 这两天全被你跑了。 这一上午跟我来训练, 大考前必须要把闪电五连边给我学会了。 老郑, 你这么着急让我练这个,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姓马呢? 你要是学不会, 我让你姓驴。 林峰, 他被郑鸿基抓到了小院里。 郑鸿基照常丢给他一条铁边。 前四边先打一遍, 然后冲击第五边。 他坐了下来, 喝了一口茶水, 示意林峰开始。 林峰问道, 老郑, 是不是我五边全打出来, 以后就可以不用抓我来训练了。 是。 郑鸿基点了点头, 识笑道, 你小子别好高无远, 第四边还挺勉强的, 就想第五边了。 就你那懒散的样子, 我看半年都费劲。 老郑, 这是你说的呀。 林峰黑黑笑道, 不准耍赖。 我说的。 郑鸿基淡淡道, 我就还不信了。 你这小子过了个周末, 实力能飞天上去。 林峰没跟郑鸿基多说, 他直接握住了铁边。 一开始, 他没有勾连地脉小世界的力量, 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 来传导这些电流。 第一边甩出的时候, 林峰感受到, 自己的肌肉被电流穿透, 开始僵直。 但比之前要好得多。 然后他奋力甩出第二边, 电流立刻加大, 林峰差一点没能抓住铁边。 但他还是强行撑住了。 第三边估计硬抗扛不住了, 开地脉小世界吧。 林峰缓缓抬头, 他的目光之中浮现出了一头地脉兽的倒影。 地脉兽被动天赋地脉防御开启。 电流仿佛瞬间变小, 林峰立刻甩出第三边, 随后是第四边。 电弧在半空回荡, 如同领域一般, 让人无法靠近。 下一秒, 林峰的手势一变, 电光笼罩着林峰, 电弧却瞬间散落, 轰击在了四周, 像是天女散花。 郑鸿基猛地喷出了一口茶水, 他瞪大双眼道, 这不可能。 五边要想全部打完, 得极高地电流承受力。 林峰竟然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 炼成了。 郑鸿基顿时猛了。 老郑, 五边打完。 林峰抱拳一败, 笑眠眠道, 咱们的约定, 还做数吧。 郑鸿基却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立刻飞身而下, 双手按住了林峰的肩膀。 他凝视着林峰的双眼, 认真道, 小子,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以前来的是弟弟, 这几天来的都是哥哥。 林峰胡一道, 老郑, 你这病症, 医生怎么说? 郑鸿基一愣, 随即怒道, 你特魔才有病。 林峰无奈, 你怎么还急养了呢? 你别跟我叽叽歪歪的, 过来。 郑鸿基拉着林峰来到了学校的测试房。 上次林峰把郑鸿基关在这, 门后来被郑鸿基一拳打飞了出去, 到现在还没完回来。 站上去, 测试借力等级。 郑鸿基恶狠狠到林峰无奈, 只能按照郑鸿基说得来。 很快, 测试结果出来了。 您的全力数值位? 713公斤。 您的巅峰速度位? 22。 89米。 S。 恭喜您。 您的借力等级位? 20。 4。 郑鸿基彻底猛逼了。 他拍了拍测试仪器。 机器坏了。 怎么, 直接跳到20多去了? 林峰倾壳一声道。 老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说可能啊。 我的借力等级就是达到了20。 4。 你放屁。 郑鸿基瞪了林峰一眼。 你是神仙。 一个星期前只有1。 5。 转眼就20。 4了。 速度提升两倍多, 力量直接提升了六倍多。 做火箭都没你提升这么快的。 林峰无奈。 我就不能天赋一柄。 郑鸿基反驳道。 天赋一柄你去不会在这里了。 郑鸿基不信邪, 又让林峰去测试了几次。 结果都差不多。 林峰的借力等级, 已经突破了二星戒者界限, 力量和速度都达标了。 郑鸿基看着机器上跳出来的数字, 眼中满是迷茫和疑惑。 老郑,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课了? 林峰试探问道。 去吧。 郑鸿基颓然坐了下来, 喃喃自语。 不可能啊, 这怎么会呢? 林峰趁着这个机会, 马上就溜了。 而郑鸿基仿佛想到了什么, 立马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他打给了远在京都的师弟赵天明。 电话响了好几声, 赵天明才接起来。 屏幕中出现了赵天明的睡眼朦胧的脸。 老郑, 这回又咋了? 师弟, 我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说呗, 之前介绍给你的那个学生, 今天早上已经学会了闪电五连鞭, 而且借力等级达到了二十。 四。 郑鸿基一股脑把林峰的情况告诉了赵天明。 赵天明呵呵了一声, 郑鸿基的通讯就断了。 在打过去的时候, 赵天明已经关机了。 郑鸿基脸色铁青, 就像是吃了饼一样难受。 不能啊, 这林峰天赋难道真的那么厉害? 他敌不道, 如果真是这样, 赵天明这个家伙又不肯帮我, 只能找其他人问问了。 另一边, 逃脱郑鸿基魔掌的林峰, 已经出现在了教室里。 但是林峰发现, 江义这小子今天莫来上学。 好家伙, 转学第二周就赶旷课。 林峰本想问问江义那些血色晶体是什么, 看来现在也没有机会了。 正直课间, 林峰一个人躲在教室角落看小说。 可哪怕如此, 教室里的学生们都在悄悄议论林峰。 我听说林峰周末去参加一星戒者考核了。 真的假的, 他借力等级不是只有九。 九? 还差一些吧? 我估计去是去了, 但莫过。 一星戒者考核失败率很高的, 据说还会死人。 哼, 他不就是家里给吃了珍贵的补药吗? 不然怎么可能突破得这么快? 学生里, 嫉妒的、 羡慕的、 不懈的、 崇拜的都有。 林峰倒是不在乎,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 兄弟们, 我回来了。 众人望去, 竟然是宋子川。 王志顺和郭明锐两个跟班, 眼睛一亮, 当即贴上去问道。 班长, 你伤好了。 哈哈, 那点伤算什么? 宋子川得意道, 而且也多亏了受伤, 家里给我买了一些补药。 我刚从新馆过来, 现在借力等级是七。 零? 林峰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但宋子川这话一出, 不少学生就开始恭维他。 班长牛逼。 哈哈, 这一下子, 谁还敢跟咱们班比成绩? 还是得看班长啊。 宋子川越发得意, 他这几天不光是养好了伤, 连借力等级都大有突破。 这还得亏宋院长肯花钱, 给他买了不少昂贵的补药。 宋子川满意地接受了众人的恭维, 但目光不由看向角落里的林峰。 他的眼底闪过了一道细血之色。 林峰? 我现在伤好了? 你敢不敢再多挑战一场? 宋子川的声音, 落在了所有学生的耳中。 他本以为不少人会起哄, 但莫想到他的话, 却让整个班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沉默了起来, 不敢说一句话。 宋子川愣了。 怎? 怎么了? 郭明瑞凑到宋子川耳边, 压低声音道。 班长, 林峰前几天在操场上测试过借力等级, 已经到久。 久了? 而且同学们还在谣传, 他周末进行了一心借者考核。 你说什么? 宋子川听到这话, 瞬间猛逼。 真的假的? 他连忙追问。 真的。 王志顺也无奈道, 六班那个陈兴瑶, 不知道吃了什么补药, 借力等级突破六。 零。 林峰想要挑战他, 结果人家直接投降认输。 现在这件事, 在学校里都传开了。 宋子川呼吸急促, 他这几天都在家休养, 哪里知道这种事。 如果林峰的借力等级, 真的达到了一心借者水准, 那他上去挑战, 基本上就是找死。 他恐怕还要再进一次医院。 可就在宋子川疑神疑鬼的时候, 林峰却是放下了手里的小说, 起身淡淡道。 你要挑战是吧? 可以。 什么时候? 宋子川心神一阵, 连忙善笑道。 林峰, 我就开个玩笑, 你别当真。 怎么? 挑战书都下了, 不敢应战。 林峰痴笑道, 班长, 你就这点胆量。 宋子川一听这话, 心头顿时有点冒火。 他刚想答应, 边上俩跟班就脸色大变, 立马劝说。 班长, 不能答应啊。 这小子就想再揍你一次。 对, 别上当。 宋子川纠结起来, 他现在想给这俩货一个巴掌, 他们要是早点说的话, 自己也不用这样骑虎难下。 他真是怎么都默想到, 林峰的借力等级会提升得这么快, 我忽然想起来自己的右手臂还有伤。 宋子川咳嗽一声道, 挑战, 以后再说吧。 以后, 林峰笑道, 你现在挑战或许有一丝机会, 以后, 那可能就真没机会了。 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林峰。 林峰, 宋子川脸色阴沉, 他当然明白林峰的意思, 他和林峰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就在宋子川要发作的时候, 学校广播传出了一条通知, 请高三八班的宋子川, 林峰同学, 高三六班的陈兴尧同学, 现在听到通知后, 立马前往校长办公室, 通知再播送一遍。 林峰顿时皱起眉头, 宋院长找他们三个, 是要做什么? 宋子川显然也很疑惑, 但这个广播算是帮他解了围。 宋子川和林峰一前一后 往校长办公室跑, 他们在路上看到了陈兴尧, 陈兴尧对两人的态度冷冷淡淡的, 不过却是多看了林峰两眼。 三人推门而入, 宋院长把手里的电话挂了, 笑眯眯道, 坐, 爸, 什么事? 宋子川不由问道, 嗯, 宋院长顿时皱起眉头, 宋子川反应过来, 院长,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宋院长笑道, 我想找你们来商量一下咱们学院保送名额的分配。 林峰听到这话, 目光微动, 他看向宋子川和陈兴尧, 宋子川虽然神色平静, 但难掩得意。 陈兴尧也很平静, 但目光中显然带着一丝交集。 他们三个都知道, 今年保送的名额就俩, 全是江南高等学院的, 也就是说, 有一个人会得不到名额。 首先啊, 跟你们俩说一下, 我刚刚接到天灵星馆那边的通知, 林峰同学已经在昨天通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宋院长的话像是一枚炸弹, 在宋子川和陈兴尧心里炸开。 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林峰, 目光里带着震惊之色。 一星戒者考核, 失败率很高, 甚至还有人死亡。 不是说戒力等级到了, 就能过的。 陈兴尧脸上浮现出一抹交集, 因为他知道, 大考前要超越林峰, 是不可能的了。 林峰若是占据了一个名额, 那剩下的名额就只能他跟宋子川争。 宋子川是宋院长的儿子, 这名额恐怕不会落在他的手里。 院长, 我, 陈兴尧刚想开口, 却被宋院长打断。 你们不用担心, 林峰同学不会跟你们争。 宋院长笑道,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两个江南高等学院的保送名额, 就是你们的了。 陈兴尧听到这话, 这才松了一口气。 院长, 咱们可是说好的, 我要研究学院的名额。 林峰淡淡道, 你当时是答应我的, 全校都听到了。 这可是关林峰的躺平大计, 绝对不能出差错。 宋院长脸一黑, 这小子还敢提那件事。 如果不是那样, 他这几天也莫必要到处跑, 到处求人, 你放心。 宋院长无奈道, 你的事情, 我已经给你办妥了。 真的, 林峰喜上眉梢, 不过, 咱们学院的名额是肯定没有了的。 嗯。 林峰脸一垮, 拿起手机, 准备看看其他学院的条件。 宋院长人妈了, 连忙道。 你先别急, 我拜托了, 我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老友。 他说会分给我们一个名额, 交流赛。 三人一愣。 对, 这是他们的要求。 宋院长点头道, 如果你们能把名额拿到手, 那林峰同学就不用占据一个江南高等学院的名额。 你们两个也就都可以保送进去。 这是两全其美的策略。 宋子川和陈兴瑶两人犹豫起来。 院长,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交流赛赢吗? 宋子川问道, 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啊? 开玩笑, 那边的学生超猛的, 几乎人人都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让他们去, 不是去送死吗? 宋院长轻壳一声, 道,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努力应对就行。 放心, 如果没有把握, 我是不会让你们去的。 宋院长看了一眼角落的方向, 他淡淡道,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时间在周五, 你们还有几天可以准备, 回去好好训练吧, 别给学院丢人。 凌峰三人起身, 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接受了宋院长的安排。 能多一个名额也是好事, 起码三人不用抢了。 等到凌峰三人离开之后, 宋院长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并且朝着走廊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才看向办公室窗帘后面。 满意了吧? 从窗帘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 她坐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上, 拿起了桌上的茶水, 抿了一口, 随后面带笑意望向宋院长。 算你识相, 这女人约莫四十多岁的年纪, 戴着一副无矿眼镜, 很有学者的气质。 宋院长叹了一口气, 明燕, 我不就是要你一个研究学院的名额吗? 你不至于拉我儿子下水? 至于? 怎么不至于? 女人淡淡道, 那年你跟她好上, 把我甩了,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宋院长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不少。 如果宋子川三人在这, 恐怕都会惊掉下巴。 这个女人, 竟然跟宋院长有龟腿?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 宋院长尴尬道, 陈年烂芝麻骨子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这女人叫李明燕, 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副院长, 名额都掌握在她手里。 如果不是林峰这小子, 非要研究学院的名额, 她也不会去求李明燕, 因为李明燕跟她好过, 是她的老情人。 你还说? 李明燕微怒道, 是你提起裤子不认人? 我这么多年末结婚, 你难道看不出来? 非要我亲口对你说? 宋院长顿时安静如鸡, 没办法, 她有求余人, 理亏啊。 你放心, 她是你儿子, 我会让我学生下手有点分寸。 李明燕开口道, 宋院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李明燕又道, 但她也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你想让她安全下台, 怕是不太可能了。 宋院长的心又被提了起来。 没错, 这场交流赛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交流, 而是李明燕想要折腾一下宋子川。 可怜的宋子川,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但为了学院里的名额, 以及平息老情人的怒火, 宋院长无奈只能出此下策。 过俩月就大考了, 她刚受了伤, 你别让她受伤太重。 宋院长无奈道, 算我求你。 哼, 反正是正规较量, 她受伤是她太弱, 跟我没关系。 李明燕道, 你当年这么优秀, 儿子要是有你一半优秀, 她就不会有事。 宋院长神情难堪, 李明燕看到这一幕, 也不再逼迫宋院长, 便起身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周五, 记得, 她打开门, 却是回头道。 另外跟你说一句, 你这茶水真难喝, 可以换了。 办公室的门被重重关上, 支流宋院长的叹息声。 另一边的凌峰和宋子川 倒是相安无事, 在得知凌峰 已经过了一星戒者考核后, 宋子川乖巧地像只兔子。 凌峰也莫搭理她, 而是琢磨起交流赛的事。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 都很厉害, 圆圆借力等级估计比我高一些, 但还是不最顶尖的。 他们有好几个 都达到了二星戒者门槛。 凌峰私存道, 要对付他们不简单。 也不知道宋院长 是故意的还是怎么, 竟然找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 来做交流赛。 凌峰皱起眉头, 不过, 我的借力等级也到了二十。 四, 要对付他们, 起码要上二十五。 零, 然后再配合小世界的力量, 要赢那些人, 不难。 当务之急, 先去找江亦, 这小子赚钱, 否则红艳小世界卡在这, 我也没办法继续开启其他的小世界。 凌峰心里, 已经做好了决定。 放学的铃声一响, 他溜得比谁都快。 他本想直接去一趟心意研究所, 但路过郑宏基小院里的时候, 却发现小院里停了好几辆军车。 嗯, 怎么回事? 凌峰皱眉, 他有些好奇地往里面张望。 他看到, 郑宏基和几个年轻的军官 从他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郑前辈, 如果不是前线告急的话, 我们也不会来求你们, 这些老兵。 一个青年开口道, 还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提议, 现在易寿四起, 我们人手不足, 您在老兵里有威望, 让您出面, 是最合适的。 郑宏基眉头紧皱, 他脸上的三道痕迹 越发争鸣起来。 不是我不想帮, 是我摸这个脸。 郑宏基道, 如果要我这把老骨头上战场, 我是愿意的, 但其他人我就没办法了。 几名青年军官神情肃穆, 他们朝着郑宏基进了一个军礼。 郑前辈, 现在情况越来越艰难, 还请您看在天下军方的份上, 出面交涉。 我们也不想让老兵们再去冒险, 可眼下若再不调动有声力量, 江南市都会很危险。 郑宏基沉默地看着这些人, 他叹息道, 好吧, 我试试看。 多谢郑前辈。 几名青年军官大喜过望, 连忙道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先走一步。 几名军官各自上车, 从林峰身边驾驶而过。 林峰一转头, 发现郑宏基正盯着他看, 他连忙躲进一旁的草丛。 出来吧, 我都看到你了。 郑宏基的话传来, 林峰集中生智, 学了几声猫叫。 但下一秒, 郑宏基一把将林峰 从草丛里提了起来。 我是老了, 不是眼下。 你这么大个人, 我们看不现。 林峰扭头, 善笑道。 老郑, 我就是路过, 别抓我进去, 咱们约好的。 哼, 你这小子。 郑宏基脸色阴沉, 说实话, 来我这干什么。 我就是看到有车停在这。 林峰好奇问道, 他们来找你什么事。 郑宏基没有马上回答, 把林峰丢在一边, 直接进了院子。 林峰则是屁颠屁颠跟过来。 郑宏基坐了下来, 喝了一口茶水道。 他们是天下军方的人, 这次过来, 是想让我出面, 请一些老兵重新集结成队伍。 林峰一愣, 您还有这能耐? 郑宏基一瞪眼。 你以为呢? 我砍死的翼兽 比你杀的鸡还多。 林峰嘀咕, 我就没杀过鸡, 重新上战场。 为什么? 林峰意识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是墙外的翼兽。 郑宏基叹了一口气道, 从一个月前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 墙外的翼兽数量开始不断增加。 前线的作战小队, 已经遇到了好几次的二级兽巢, 死伤惨重。 如果不是情况危急, 那些年轻人, 是不会求到我这的。 郑宏基默默地喝着茶水, 眼中仿佛沉寂着什么悲伤的回忆。 林峰的神情也认真了起来, 他之前, 就听到林长盛车子里的广播, 二级兽巢的频率开始增加, 甚至会引发一级兽巢。 老郑, 强外, 是什么样子? 林峰问出了, 他一直想问的东西。 郑宏基慢慢道, 大灾难时代, 人类虽有绝世强者, 但内斗太过严重。 天下国, 亚美利加, 北方的雪国, 还有西欧联盟与南欲联盟五大势力名争暗斗, 抢夺资源, 所有人都对其他的一切漠不关心。 直到, 位于赤道附近的一个传送通道开启,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异兽, 开始从南欲联盟的地盘上肆虐。 起初, 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次变异生物的入侵, 一座城市的毁灭, 一次新的生物发现。 可后来, 越来越多的异兽蜂拥而至, 它们猎杀人类, 摧毁城市, 所过之处, 竟是战火与动乱。 郑宏基回忆起过往的经历, 它的目光中闪烁着复杂之色。 人类终于在某一刻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 开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即今天的人类联盟。 但那时候, 已经未时过晚。 大量的异兽开始有秩序地屠杀人类, 摧毁一些防御薄弱的小城市。 人类被迫开始迁徙, 躲进大城市里, 修建起高高的电子防护墙, 阻挡异兽的脚步。 你问墙外是什么样子? 郑宏基苦笑了一声道, 孩子, 墙外是我们曾经的家园, 是我们必须要夺回来的地盘。 可如今的那里, 却是异兽横行的地狱, 是死亡与绝望并存的险地。 一次二级兽巢, 足以击杀大量的混沌镜, 甚至是凌空镜的强者。 一次一级兽巢, 会导致大量凌空镜强者陨落, 甚至是超越凌空镜的强者, 也会生死。 而这一个月里, 二级兽巢爆发了15次, 一次比一次接近江南市。 郑宏基目光发愁, 将迎来灭顶之灾。 异兽的恐怖, 绝非墙内普通人所能想象。 郑宏基掀起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了肚子和胸口上 十多处猙獰的伤疤。 凌风骇然至极, 如果普通人受了这么多伤, 是绝对活不到这个年代的。 郑宏基所受的苦, 比凌风想象当中还要多。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的过去。 他窥探道, 若不是营长当年舍命救我, 我恐怕也不会在这里告诉你这些。 墙外有大量超越四星戒者实力的异兽, 所以不觉醒小世界绝对不能出去。 一旦遇上编号二百以内的异兽, 你几乎不会有命逃窜。 凌风狐一道, 那上次的地曼兽, 是怎么回事? 地曼兽本身性格就很温顺, 而且他们也不会主动袭击人类, 只是喜欢吃岩石。 郑宏基道, 他们的防御力很惊人, 攻击性却不强。 一巴掌下去都拍不死一个二星戒者。 凌风若有所思点头, 我说呢, 难怪他莫拍死我。 他当时勾连了地曼小世界的天赋, 让自己的防御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所以地曼兽莫能一下子将他重伤。 可这句话, 却是让两人都沉默了。 郑宏基瞪大双眼看向凌风, 我特模就知道, 那头地曼兽是你杀的。 凌风头皮发麻, 他不小心说漏嘴了。 老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凌风见状想要溜, 但郑宏基却是一把抓过了他的衣服。 你小子, 把事情都给我说清楚, 不然你今天别想离开着。 凌风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 把那天的事情跟郑宏基说了。 郑宏基的目光, 从原本平静逐渐变得惊讶, 随后听到凌风一炮轰穿了地曼兽后, 神情逐渐变得麻木起来。 一个转笑声, 身上居然带着管制武器。 郑宏基察觉到不对, 这个江义, 是什么来头? 好像是心意研究所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底细,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晚点, 我去问问宋院长, 他肯定知道什么。 老郑, 你跟宋院长什么关系? 总觉得你们俩之间, 好像有点特殊。 郑宏基意味深长地看了凌风一眼, 我欠他死去的父亲一条命。 凌风从郑宏基那边出来后, 就打车去了心意研究所。 这回他坐缆车上了山, 来到研究所门口, 就看到了江义正在是放无人计。 你小子, 果然在这儿。 凌风瞪了他一眼。 翘了刻, 班主任一直在找你呢? 江义一旦淡倒。 你撒谎, 我转学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大红包, 他敢说我就举报到院长那里去。 凌风, 好家伙, 周泽民你居然还收了红包, 就为了包庇学生逃课。 江义回收了无人计, 笑眯眯地转头问凌风, 你来我这, 是打算进行下一次实验了。 正好, 我们制作了一些新的药丸, 你尝尝。 这回有草莓味的。 凌风一脸警惕, 吃也可以, 你吃一半先。 江义满脸无语, 这实验愁劳凌风都拿到手了, 居然还这样防着他们。 先进来吧, 我让周安凌去准备实验。 江义收好了无人计, 随后带着凌风进了研究所。 对了, 我这一次来还想问问你, 知道这个是啥不? 凌风从包里翻出了一瓶, 装满血色晶体的透明罐子。 江义有些疑惑地拿了过来, 随后打开瓶子, 取了一颗出来, 仔细闻了闻。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混杂着花香, 填满了江义的嗅觉神经。 凌风一听, 心中暗喜。 他就知道这东西有用, 值多少钱。 江义犹豫道, 市场价上一颗大概是三万块, 不过收购价肯定要低一些, 卖给伤海联盟大概是一万到一万五的样子。 凌风脸色一变, 好家伙, 这伤海联盟是真的黑, 一来一回直接赚了一倍的价格。 不过, 如果能快速出手, 凌风倒也不用去其他市场卖掉, 毕竟这些东西可以源源不断通过溶血技能制作。 你从哪里搞到这么多的鲜血精华? 江义疑惑到, 这东西只有击沙红艳血垒花之后才能获取到, 而且数量不等。 凌风轻咳一声, 我说是我自己合成的, 你信吗? 江义认真的看了凌风一眼, 随即扑斥一笑。 你要是能合成这玩意儿, 这新一研究所都归你。 凌风眼睛一亮, 真的。 这回轮到江义梦了, 他有些狐疑地看着凌风。 难道这小子真能合成这鲜血精华? 不能啊。 红艳血垒花的鲜血精华就没有人造的, 多少研究团队都想将其量产, 却都失败了。 凌风能行? 别开玩笑了。 行了, 这瓶东西你可以去商海联盟卖了, 不过也能在我们新一研究所卖, 我们这边有专人处理这种事物。 收购价方面, 我给你上幅一些, 一颗给你一万五到两万的价格。 凌风眼睛一亮, 他昨晚进行了三十六次溶血, 其中失败六次给了凌元两颗, 二十八颗鲜血精华, 起码能卖个四五十万。 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怎么样, 要给你卖了吗? 凌风点头如捣算? 可以。 随后他犹豫问道。 另外我想问问, 你们以后还收这个东西吗? 江亦被他问猛了。 你还有鲜血精华? 他以为凌风手上这一瓶是简陋得来的, 可听他的情况, 好像还能量产。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 真不会攻破了人工合成的技术难点了吧? 不会的。 那么多的研究团队都莫办到的事, 凌风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办到? 如果还有, 我们这当然是收的, 不过收购价会比这一次偏低一些, 大概在一万四到一万八之间。 江亦道, 这瓶东西我就先让人去鉴定了, 晚点给你一个报价单。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卖。 江亦把装有鲜血精华的瓶子 递给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后, 就带着凌风去了实验室。 但凌风注意到实验室这边, 似乎有客人。 张华上位, 自从江老师去世后, 很多研究项目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凌风挑了挑眉, 他能辨别出来这是周教授的声音。 但很快, 一个雄魂低沉的声音响起。 周教授, 不是我们为难你们, 现在前线吃紧, 各方面人手都不足, 所以还是希望新一研究所能够派出一些研究员奔赴前线, 哪怕消灭一些异兽也好。 凌风心里咯噔一声, 江南军方好像在到处动员人手前往墙外。 莫非江南市的墙外, 情况真的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了吗? 周教授叹了一口气, 我们研究所最强大的研究者是江老师, 可是他老人家已经先是, 留下我们这些还没有突破凌空镜的研究者。 现在我们研究所里能处理的凌空镜只有我一个, 但我的研究已经到了关键的地步, 没办法离开。 还希望上位可以体谅一二。 张华上位脸色凝重, 他还没有说话, 江义却是直接推开了门。 你们能等多少时间? 江义直接坐在了张华的对面, 了当问道。 这是? 张华有些诧异地望向周教授。 这是我们的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也是江老师的后辈周教授轻车熟路地介绍道, 他可以代表我们研究所说话。 张华点头, 伸出手。 你好, 我是张华, 江南军区T003小队队长。 江义握手, 自我介绍道。 江义, 江义, 张华一愣, 跟江教授同名。 怎么, 不可以吗? 江义反问。 可以, 当然可以。 张华笑道, 江先生, 你刚才问我能等多少时间, 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江义道, 我和周教授的研究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能制造出一些复制异兽能力的药丸。 一旦量产, 将彻底打开当今人类颓势的局面。 张华文言, 大吃一惊。 您的意思是说, 你们的研究能帮上我们? 是全人类。 江义道, 知识现在需要时间。 你们还能撑多久? 张华犹豫了一下。 这一个月来, 爆发了15次二级寿潮, 我们军区内的研究者预言过, 如果再爆发5次二级寿潮, 极有可能会将寿潮的级别升至1级。 到时候, 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凌空镜, 甚至是超越凌空镜的强者, 才能平息。 或者, 还有更惨的结果, 江南市沦陷。 张华的神情凝重, 显然不是保守估计。 具体时间, 我也说不准。 但江先生, 我能够透露一个重要情报。 你说, 江义道。 根据我们战士传回来的消息, 这几次异兽潮背后, 疑似有人为痕迹推动。 什么? 江义顿时皱起眉头。 你的意思是, 是他们干的。 看来你也知道。 张华点头,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 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江南方面, 已经向天下国其他城市求援了, 但这现代人手还是很缺, 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一把。 江义神情凝重。 一个月时间, 或许能做到生产药丸, 但量产做不到。 江先生,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让我看看药丸具体的效果。 张华好奇道, 如果真可以得到异兽们的力量, 那肯定算是一个好消息, 我回去也能汇报上级。 江先生, 周教授皱眉, 不由出声提醒江义。 他们的研究是保密的, 不能外线。 江义却道, 可以, 正好今天研究对象也在, 就让尚未看看, 我们的研究成果。 众人的目光, 看向门口的林峰。 林峰大感不妙, 那个,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林峰倾咳一声, 扭头就走。 张华疑惑地看向了江义, 显然是觉得, 林峰有点不太靠谱。 但江义却是十分淡定, 平静道。 回来, 加两千。 林峰当即从门口冒出了头。 真的, 军方的人都看待了。 江义招手示意, 让周教授拿出实验用的药丸很快。 三核药丸摆在众人面前。 灰色的, 代号PDD-157, 及天烈优狐的能力药丸。 白色的, 代号PDD-132, 及十元兽的能力药丸。 红色的, 代号PDD-199, 及地曼兽的能力药丸。 选一个。 江义抬头, 望向林峰。 林峰二话不说, 直接选择了十元兽的能力药丸。 老规矩, 你先吃, 我再吃。 江义无奈, 让林峰选择了一枚白色药丸后, 跟林峰一起走进了实验场中。 一旁张华尚未疑惑地看着两人, 问周教授道, 江义先生也是实验对象之一吗? 周教授无奈反问, 我说他是被迫的, 你信吗? 张华头上缓缓冒出了一个问号。 实验场中, 江义和林峰两人, 先后扶下了药丸。 林峰发现, 这颗药丸还真的被他们做成了草莓味的, 着实有点神奇。 他提醒江义道, 下次记得做成苹果味的, 换换口味。 江义。 扶下药丸之后, 江义的身体率先爆发出一股骇人的力量, 他全身上下的气血都开始翻涌, 皮肤开始变得有些透明, 经脉清晰可见, 就连身体都仿佛胀大了一些。 壮大的四肢, 让江义不得不弯下身子, 做出星星一般的动作来。 试验场外的张华等人看到这一幕, 震惊无比。 周教授在一边解释道, 这是石元兽的天赋能力高压重击, 全身的岩石会滚烫如岩浆, 然后发出令人骇然的强大攻击。 而江先生现在服下丹药, 便可以完美复制这一招。 张华等人若有所思地望着江义。 忽然, 江义猛地一跃, 一拳砸在了面前的实验用岩石上。 哄! 强劲的拳风直接轰破了那块两米高的岩石, 爆炸的碎石打在玻璃上, 让众人都不由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张华等人骇然至极, 居然真的能复制石元兽的天赋。 他们看到这一幕后, 难以置信。 但鸡人却又看到一旁的凌风。 张华疑惑道, 周教授边上的怎么莫反应? 周教授也愣了一下, 他拿起话筒道, 实验者恩灵, 一, 你是不是应该有点反应? 凌风这才回过神来, 他也被江义那一拳震惊地施了神。 对对对, 我是应该有点反应。 凌风抱歉道, 不好意思各位, 让你们见笑了。 众人无语, 就连江义都傻了。 他一服下药丸, 这药丸的能量就在体内炸开, 不消耗掉根本无法恢复成原来模样。 这凌风, 还能控制药丸能力地使用时间。 而凌风则是直接勾连石元小世界。 石元小世界的力量, 在凌风的精神力疯狂消耗之下, 开始加诸于凌风本身。 没有人发现, 凌风的瞳孔中, 出现了一头石元兽的倒影。 凌风的身体, 也开始随着力量的喷涌, 渐渐地跟江义之前那般气血翻涌, 四肢变得粗大无比, 甚至他头上尝出了一颗灰色的小蘑菇。 高压重击, 凌风眯起双眼, 猛地冲向前, 一巴掌拍在眼前的岩石上。 碰! 岩石疯狂炸裂, 竟是引起了连锁反应, 将边上两块石叶用岩石也同步炸开。 周教授猛地冲到屏幕前, 瞪大双眼, 看向实验场, 脱口而出。 力量竟然比老师的还要强。 这不可能。 别说周教授, 望着眼前破碎的岩石, 江义也有些震惊。 张华等人更是激动无比。 周教授, 这药丸真的能复制异兽的天赋能力, 有副作用吗? 没有。 周教授回过神来, 摇头道, 知识人类身体需要承受这一股力量。 而承受力量的关键, 我们还没有发现。 一旦解决, 这样的药丸就可以量产。 张华深吸一口气道, 周教授, 这样的药丸如果能每人一颗的话, 咱们前线的战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的。 周教授点头, 还希望张华上尉可以回去禀告上级, 我们心意研究所并不是不出力, 而是从大局出发, 只要能研发出量产的药丸, 不光能解决墙外的异兽之威, 而且还可以反攻。 反攻? 这两个字, 让张华等人目光都变得炽热起来。 自从二十年前, 天下两位将军与兽皇一战战败后, 人类就没有了希望。 张华默默道, 但这个实验若是成功, 的确可以改变现在的战局。 他转身, 看向了周教授。 我会回去禀告上级, 争取帮你们一把。 这东西提前研究出来, 不光是对江南市, 对整个天下国都是好事。 多谢张华上尉了。 周教授点了点头, 对了, 跟江义先生在一起的那个少年。 张华忽然道, 我没看错的话, 他的借力等级应该达到了二星戒者的程度。 你说凌峰? 周教授皱眉, 我记得是没有的。 我应该不会看错。 张华笑道, 递出一张名片。 我对他有点兴趣, 他要是愿意, 可以来军区报道。 周教授眉毛一挑。 好家伙, 公开挖人。 这得问问凌峰。 周教授礼貌笑道, 他毕竟不是我们研究所的人, 他现在, 还在读中等学院, 两个月后会参加大考。 什么? 他还是高中生。 张华吃惊道, 高中生能达到二星戒者的程度, 这恐怕都会被提前招进去。 哪怕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 要想达到二星戒者程度, 也不简单。 上千万人口的江南市, 这样的学生恐怕只有十几个。 而且很多高等学院都抢着要。 那就不知道了, 张华上尉要不亲自跟凌峰说。 时间上来不及了。 张华看了一眼, 还在试验场里砸石头的凌峰, 无奈道。 我们还要去下一家。 我送上尉出去。 周教授带着一些研究员 礼貌地送张华等人上了车。 他目送着张华等人离去。 哎, 没想到局势开始恶化了。 周教授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教授, 江先生刚才说的他们是谁? 一旁年轻的研究员好奇问道。 不该打听的, 别打听。 周教授瞪了他一眼, 知道太多, 对你们不好。 另一边, 离开的张华上尉等人坐着车, 往市中心赶。 他们的目的地是江南的极所中等学院。 通知营里, 帮我查一个人。 老张, 不会是刚才那个江一把。 一旁的战士问道, 那小子的确有点古怪。 不过, 哪怕我们查了, 也。 不。 张华打断他道, 查那个叫凌峰的少年。 其他人很不解。 查他? 为什么? 那个少年气势很稳, 而且伏下研究所的药丸后, 力量达到了接近四星戒者的地步。 张华道, 他本身天赋就很不错, 知识他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谁? 一个已经牺牲很多年的英雄。 当年我有幸羡慕他一面。 张华回忆道, 让他们查查吧。 哪怕不是, 那少年也能招揽进我们军方。 最近的苗子都太不像样了, 国家就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好的, 我现在就去联系营里。 一旁的战士拿起了通讯器, 几辆军车及时在通往市中心的路途中, 喧嚣沉上。 而研究所这里, 江义和凌峰两人也结束了实验。 效果很不错。 周教授喜滋滋道, 再进行几次实验, 我们就能找到突破点, 然后进行复制生产了。 江义疲惫地坐在了沙发上, 他点头道, 军方的人回去了。 是的, 不过他们要我把这个给凌峰。 周教授将之前张华给的名片放在了茶几上。 江义看了一眼, 直接撕碎丢进了垃圾桶。 周教授一愣, 老师, 你, 凌峰如果去了军方, 谁保证他的安全? 而且, 我们的实验怎么办? 江义眯起双眼道, 别傻了, 周安玲。 凌峰留在我们这, 才是双赢的局面。 而且, 这小子想要去研究学院, 我们也能给他铺路。 周教授无奈点头。 而凌峰这个时候, 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随后扶着墙爬了出来。 他双眼无神, 眼眶泛黑, 整个人都仿佛被掏空。 众人看到, 这副模样的凌峰, 都下意识呆住了。 什么情况? 周教授一震, 连忙回头怒道。 你们谁给他, 打肾虚速了? 一群研究员你看我, 我看你, 都茫然摇头。 你们都没打, 这小子, 怎么突然肾虚了? 周教授眉头紧皱, 连忙上前扶住即将倒下去的凌峰。 他拿来仪器,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凌峰的身体。 身体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累了。 真是奇了怪了, 吃个药丸也不会变成这样。 周教授再三确认凌峰的健康状况, 确定木问题后, 这才收手。 只有凌峰自己知道, 他是因为动用了十元小世界的力量, 这才导致精气神被消耗一空。 就连他头上的小蘑菇都蔫了。 等等, 小蘑菇? 凌峰一摸, 人顿时石化了。 卧槽, 哪里来的蘑菇? 凌峰想要将其拽下, 却发现根本拽不动, 而且有种扯到淡淡的疼痛。 有点意思, 江义坐在凌峰对面, 看着凌峰这个模样, 笑道, 十元兽就喜欢把生殖器顶在头上。 你这应该是后遗症。 凌峰猛了。 他很清楚, 这不是药丸带来的副作用, 而是十元小世界带来的副作用。 因为那药丸, 其实对他一点效果都没。 凌峰瞪了江义一眼, 赶紧帮我弄下来, 不然我拿这个顶你。 江义脸皮一抽, 人可以下流, 但不能下流到这种地步。 凌峰摸着头上的蘑菇道, 我这应该属于上流, 但你要是不肯帮我, 我就让你下流下流。 江义神情古怪, 他知道凌峰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没准他等会儿就坑自己一波大的。 周安玲, 帮他一把。 周教授强忍笑意, 这才凑到凌峰背后, 看了看他头顶的蘑菇。 灰色, 石头模样, 健壮有力, 现在有点萎靡不振。 他点头道, 不过看起来的确是个好蘑菇, 凌峰同志, 恭喜你。 凌峰抬头, 目光凝重地看着周教授。 他在想, 这姓周的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周教授轻咳一声道,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的确是石渊兽的生殖器, 而且在石渊兽里面都属于厉害的那一批。 你想切掉的话也可以, 但我不保证他会不会痛。 凌峰瞪了他一眼, 你不帮我弄掉, 我保证你会痛。 周教授脸色一变, 我试试吧, 应该没问题。 他拿来了一气, 可就在一气触碰蘑菇的那一刻, 蘑菇居然直接爆了。 碎石子护了周教授一脸, 周教授这个人都不好了。 石渊兽头顶的生殖器的确会爆炸, 但凌峰这个怎么也会。 他半天憋出一句话道, 凌峰, 不用切了, 你吊爆了, 你特魔才吊爆了。 凌峰无语, 摸了摸自己的头顶, 恢复成正常模样了。 他顿时有点后爬, 下一次绝对不轻易使用石渊小世界了。 这玩意儿, 后遗症也太恐怖了。 另一边的江义, 已经笑得在沙发上打滚了。 就连那些研究员也强忍笑意, 看着凌峰和周教授。 凌峰脸色难看, 如果不是这群人给钱的话, 他现在就应该走人了。 二十分钟后, 凌峰收到了来自研究所的转账, 二十万零两千。 另外, 还有一笔五十五万的收入, 来自鲜血精华。 凌峰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余额, 他忽然明白了凌缘财迷的真正原因, 手里有余粮, 是真爽啊。 不过这一笔钱, 他需要购入一些益售材料, 用来开启小世界, 到时候还得花掉。 想到这里, 凌峰就有些心疼。 凌峰, 收购部跟我说你给的鲜血精华品质很高。 江义好奇问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的? 想知道。 凌峰淡淡回答, 给钱两百万, 我就把这个消息卖给你。 江义脸皮抽搐, 这个小子还真把他们研究所当提款机了。 不说就不说嘛, 谈钱伤感情。 凌峰平静道, 不谈钱, 更伤感情。 江义。 对了, 凌峰忽然问道, 刚才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东西? 江南市的易寿潮, 跟他们有关。 听到这话, 江义的目光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他道,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不要多问。 凌峰伸手, 那你把撕掉的名片还给我。 江义猛了。 你怎么知道? 江义被当面戳穿, 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不由瞪了周教授一眼。 周教授脸色古怪, 这才把衣服上别着的设备取下来。 说吧, 凌峰认真的看向江义。 他们, 是谁? 江义叹了一口气, 皱眉反问。 你真想知道。 不然, 你还想跟我收费? 凌峰挑了挑眉, 先说好, 你要是收费, 我就不来了。 江义很是无语。 这小子, 真是致敬不出, 铁攻击一个。 他沉默了一会儿, 看了看四周的研究员。 周安玲, 让他们都回避一下。 周教授担心道, 江先生, 告诉这小子, 真没事吗? 他是我们实验的成员之一, 总要知道的。 江义淡淡道, 现在我们跟他说总比以后, 从别人那里, 知道要强。 周教授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一群研究员走出了实验室。 而江义的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他妄想凌峰。 你应该知道, 二十年前的那场大战吧? 你是说, 龟虚之战。 凌峰点头道, 近代史书上有记载, 天下两位志强将军联合其他四大势力的强者, 与兽皇一战, 战死在哪。 史书上应该没说, 是谁引发的龟虚之战, 对魔。 凌峰皱眉, 的确没说。 现在, 我告诉你, 江义一字一句道, 他们的名字叫做, 永恒圣教。 永恒圣教。 凌峰皱起眉头,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教派。 你莫听说过, 是正常的。 江义道, 三十年前, 人类为了争夺利益, 名争暗斗, 但大量异兽的出现, 却是改变了这一局面。 而异兽里面, 最将的数编号第一位的破灭魔龙, 以及编号第二位的苍龙王。 其中, 破灭魔龙当年被我们天下国的长盛将军击杀, 但谁也不知道, 从那扇门里有没有跑出来第二条。 破灭魔龙的恐怖, 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他几乎能轻易毁掉一座大城市, 但我要说的是排名第二的苍龙王。 江义的目光里, 多了一丝复杂之色。 苍龙王实力虽然不如第一的破灭魔龙, 但他有一个恐怖的特性。 江义顿了一顿道, 永恒不灭。 什么? 凌峰一愣? 你是说, 砍头也不死? 何止砍头不死? 甚至你将其切两半? 他也不会避免。 生命力顽强到可怕。 江义深吸一口气道, 所以苍龙王又被世人称为兽皇。 凌峰瞪大双眼, 他这才明白, 所谓兽皇即是编号二的苍龙王。 那永恒圣教又是什么鬼东西? 苍龙王智慧极高, 他能够口吐人言并且精神力极其可怕, 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 江义神情凝重道, 所以, 在二十多年前, 不知道从哪里诞生了一批 信奉苍龙王的教徒, 他们自称永恒圣教, 与异兽结盟, 与人类为敌。 当初归须一战, 也是他们在背后引导。 五大势力一直在暗中追杀永恒圣教的成员, 尤其是天下国, 未了给长盛将军、 岳将军报仇, 几乎动用了全部的高层力量。 十二年前, 永恒圣教覆灭,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几年又开始不太平, 永恒圣教的影子再次出现。 江义的话, 让凌峰罕见地沉默下来。 两久之后, 他抬头问道, 你是说, 江南市这个月来的寿巢, 全部是他们在搞鬼? 是。 江义道, 其实不光是军方, 我这边也收到了一些情报。 传言有衣服上映着苍龙图腾的人在江南市活动, 很有可能是永恒圣教死灰复燃了。 江义咬牙, 当年他们害死天下两位将军, 以及全球的顶尖武者。 所以, 他们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只要发现, 格杀勿论, 凌峰心神意领, 难怪天下国各大势力要瞒着民众, 能弄死各国顶尖强者的组织, 的确恐怖。 话又说回来, 江义淡淡道, 你小子如果看到衣服上有映着苍龙图腾的人, 尽可能远离, 不然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永恒圣教的人这么傻, 往自己衣服上映苍龙, 这不是活该被抓吗? 凌峰想不明白, 还是说, 他们已经嚣张到无所畏惧的地步了。 这是他们的信仰, 你不懂。 江义道, 我都说了, 剩下怎么做, 看你自己。 凌峰笑道, 听了你这么多话, 是不是有酬劳呢? 江义一瞪眼, 臭不要脸, 滚。 凌峰撇了撇嘴,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心意研究所算上上次剩余的十几万, 现在手上有九十多万, 可以去把红艳血蕾花买回来了。 凌峰心里窃喜, 他二话不说, 趁着天还没有暗下来, 立刻跑去医院的粉末砖柜, 将那里的红艳血蕾花粉末全部买空。 店员小姐姐原本还以为凌峰就买一些泡水喝, 直到凌峰说要把一柜子的红艳血蕾花粉包起来的时候, 他才感到震惊。 因为看凌峰的年纪, 也不像是有这么大一笔钱的人。 耗费五十五万, 就只有酒精多一点的花粉, 真尼玛贵。 凌峰心里在滴血, 但想到提升实力后, 不光能得到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还能拿到江义承诺给他的一尊异兽尸体, 凌峰又充满了干劲。 得快点提升实力了, 只要能出去猎杀异兽, 就能批量开启小事件。 到时候, 就不必花这么多钱了。 墙外的异兽, 只要凌峰能击杀, 那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免费的异兽, 不杀白不杀。 知识现在凌峰实力弱, 出去恐怕能被异兽们一巴掌拍成肉饼。 赶紧回去, 开启红艳小事件, 然后再做一些鲜血精华拿去卖。 凌峰笃定心思, 这样就能一直赚钱, 供应消耗, 早点提升实力, 成为四星借者。 凌峰提着刚买的红艳血蕾花粉末, 回到了家。 但他前脚刚准备跨进自己的房间, 背后就响起了一道侧隐隐的声音。 哥, 我早上被老妈骂了, 她说我一晚上吃了这么多肉, 不健康, 还说扣我零花钱。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凌峰缓缓, 缓缓转头, 额头冒出冷汗。 他把这一茶给忘了。 早上未了出门, 把锅顺手甩给了妹妹。 看凌缓此刻阴沉的脸, 早上顾凡月应该莫少训她。 凌峰倾壳一声道, 缓缓, 你今天不晚自习吗? 这么早回来了? 别想扯开话题。 凌缓伸出手道, 那些一瘦肉里面, 有一半是我打的。 你卖掉的话, 分我三成不过分吧。 拿来。 什么? 凌峰装傻。 老哥, 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凌缓淡淡道, 老妈马上就下班了, 我要跟他探讨一下上次闪电三号不要的事情。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凌峰大惊。 别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 我帮你清空购物车, 你帮我保守秘密。 对, 所以我决定检举吧。 凌峰。 好家伙, 父辞女校。 不过凌长盛被发现了, 他肯定也跑不了。 这样, 家里还有些异瘦的肉, 我晚上再给你炼制五颗, 咋样? 不行, 我要十颗, 另外五颗是你今早让我背购的报酬。 行。 凌峰痛快答应下来。 兄妹俩溜进厨房, 把顾凡月处理好的牛羊肉都偷了出来。 还剩下三分之一。 凌峰道, 咱们别去动他了, 剩下的自己打。 说得也对, 过几天, 咱们再去一次戒者考核, 进货。 凌员笑眯眯道, 我戒力等级还差一点, 再过几天, 应该不成问题。 这话一出, 凌峰猛了。 他自己戒力等级刚过二十。 凌, 所以能参加二星戒者考核。 但凌员是怎么回事? 凌员下一次戒力等级考核, 可是戒力等级六十。 凌的三星戒者考核。 凌员, 你现在戒力等级是多少? 你问庄的, 还是实际的? 凌峰瞪大双眼。 你还有庄的? 不然呢? 凌员一摊手道, 我要是没点进步, 怎么从学校那边得到奖励? 凌峰彻底抹了。 好家伙, 他还以为已经追上了妹妹。 莫想到, 妹妹这一手, 把他给整猛了。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为了鼓励学生们突破, 是有周挑战赛和跃挑战赛的。 对手是相同戒力等级的学生。 凌员估计是为了挑战赛的奖励, 所以就一直在装孙子。 不对, 戒力等级二十。 凌, 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也是佼佼者了。 凌峰这才明白, 自己的妹妹是有多记贼。 那你, 真实的有多少? 跟你说了, 差一点。 凌员平静回答道, 凌峰脸色古怪。 59, 零? 凌员没有否认, 还真差一点啊。 凌峰猛了, 那你只要再吃点补药, 就能突破了。 没这么简单, 之前点你的补药, 我喝下去已经没有用了。 凌峰犹豫了一下, 从自己包里拿出了一个小罐子, 里面是红色的粉末, 这是红艳血蕾花做成的药粉。 凌峰道, 大概有四百克的样子, 你每天喝一点, 应该能突破得快一些。 老哥, 你哪来这么贵的东西? 这回轮到凌员猛了, 这东西我记得一刻就要一百二。 你怎么知道? 废话, 我有一段时间想把禁点边角料卖, 却发现边角料做成的药粉, 比它还要便宜。 凌峰迷惑地看着凌员, 她发现, 妹妹把它敢想的, 和不敢想的赚钱方法都想过了。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 这就跟一些新鲜的食材, 制成干货, 反而便宜一样, 边角料容易腐坏, 无法涨时间保存。 比起冰冻, 还不如做成药粉。 凌员道, 知识当时磨这么多钱, 就倒腾了一点编号二百万的药粉, 赚了小几千。 所以, 你每个周末出去玩, 都在弄这个。 不然, 凌峰一拍脑门, 她早该想到的, 自己这个财迷妹妹, 怎么可能放过赚钱的机会。 行, 那我先把手上的练出来, 过几天, 我们去新馆进货。 凌峰道, 这个你先拿去喝, 下周末陪我去一趟新馆, 别被爸妈发现了。 不然到时候, 这么多异兽血肉神秘消失, 他们也没办法解释。 江南世新馆里, 李公明满意地, 看着实战测试场, 这头铁蹄魔羊王比上一头还要厉害, 借力等级到了三十五。 凌? 我就不信, 还有人可以把他杀了。 李公明正微微笑着, 忽然身躯一颤, 打了两个大喷嚏。 怎么有一股寒意? 他揉了揉鼻子, 皱眉看向四周。 凌峰这边, 他把处理好的一瘦血肉堆在了桌上。 吃完饭后, 他拿出了包里装有红色粉末的瓶子, 一个个放在面前。 为了避免卡住手, 他特地换了小瓶子。 英雄绝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差不多该开始了。 凌峰深吸一口气, 将红色药粉倒入自己的掌心。 一到白光泛起, 红色粉末瞬间出现在了他的石海当中。 中心位置的暗黑色圆球, 开始吞噬着粉末。 红焰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火? 世界构建程度? 10%? 天赋? 容血? 主动? 世界构建程度那一栏的数值开始跳动。 10%? 12%? 16? 19%? 居然还差点? 凌峰皱起眉头, 继续倒入第二瓶, 第三瓶。 这一栏的数值开始飞速上升。 25%? 32%? 54%? 直到凌峰吞的只剩下半瓶的时候, 这数值才到了100%。 开始复制。 暗黑色圆球跟之前一样, 慢慢地吐出了一个红色的小世界。 凌峰看到, 这红色小世界上也出现了文字。 红焰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火? 世界觉醒程度。 1%? 天赋? 容血? 主动? 很快, 红焰小世界也开始围着中心的暗黑色圆球旋转。 凌峰发现, 这些小世界的远近, 好像跟编号有关系。 红焰谢蕾花, 编号106, 距离中心点最近。 再往后, 是编号132的石原小世界, 编号166的闪电小世界, 编号199的地漫小世界。 而最外面, 也是最不受待见的, 是编号455的尖刺小世界。 凌峰琢磨, 这应该是按照实力等级来划分的区域。 每一次吞下的异兽材料, 都能让他的身体素质有不等的涨幅, 编号越靠前, 涨幅越大。 这一次, 吞了这么多红焰血蕾花粉, 应该能提升不少借力等级了。 凌峰起身, 感受了一下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发现, 自己挥出的拳头力量更降了一些, 但究竟有多少? 他手上也没有星云盘, 无法进行估算。 明天早上得去一趟星馆, 测试一下借力等级。 第二天早上, 凌峰疲惫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红焰小世界开启后, 他的精神力的确有了一些涨幅。 一晚上才炼制了32枚鲜血精华。 凌峰无奈, 上次是36枚, 这回主要是原材料不够了。 要去墙外, 必须要达到四星戒者等级, 不然都不会放我出去。 凌峰很愁, 因为天下国的规定, 卫达四星戒者不准离开城市区域 他只能通过戒者考核 去收集这些原材料。 还好, 他有一个合作伙伴。 凌员。 凌峰一大早就给隔壁房间的凌员发了消息, 兄妹俩偷偷摸摸在凌长盛的书房里分赃。 这十颗是你的, 这五颗是我的。 凌峰把炼制好的十枚鲜血精华交给凌员, 然后又将剩下的放入包里。 哥, 你一晚上就炼了十五颗。 好少啊。 凌峰淡定点头, 是说, 哪怕是这十五颗, 都让你哥差点莫累死, 分你三分之二, 不错了。 凌员撇撇嘴, 这一次倒是莫得寸进尺, 而是满意地看着这些晶莹剔透的血色晶体, 露出了财迷的笑容。 哥, 这东西可以卖六万多一颗。 十颗就是六十万, 他笑嘻嘻道, 咱们发财了。 六万? 凌峰本来还挺高兴的, 神情顿时呆住, 外面售价不财三万, 收购价二万都不到。 老哥, 你是不是蠢? 凌员无奈地看着凌峰, 这玩意儿, 你当鲜血精华卖, 当然只能卖这么多钱啊。 但是, 你把它加工成戒指, 首饰之类的, 在美其名曰一生只能定制一枚, 有的是人会买。 不信你看看, 网上血精戒指的价格。 凌峰不信邪, 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凌员说的东西。 好家伙, 这一搜, 让他头皮发麻。 一枚戒指二十来万, 最便宜也要六位数, 贵的都到七位数去了。 你昨天给我的鲜血精华品质很好, 我有一个女同学家里是做这个的, 当场就给我转了钱, 把那两颗鲜血精华收走了。 凌员笑道, 老哥, 今天这十个, 估计也能卖这么多。 凌峰猛了。 什么女同学账户里有十二万? 好家伙, 她要不是去做了实验, 每个月卡里最多不会超过两千。 咱们那中等学院, 有钱人多。 凌员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很多人的借力等级都是靠不要吃上来的, 真正有天赋的手。 能吃得起这么多不要的, 家里会墨钱吗? 凌峰善善点头, 也是, 也是, 她心里安骂, 昨天就不应该卖给研究所的, 拿出去档宝石卖, 价值不就高了。 这鲜血精华, 看起来就像是红宝石, 而且散发着淡淡花香, 个头不小, 跟红宝石一样值钱。 六万元一枚收走, 那些人再去搞个证书, 请人营销, 估计能卖出二十多万的高价。 加工成各种饰品, 价值就更不用多说了。 那个, 圆圆, 哥这里还有二十多颗鲜血精华, 你给我卖了呗。 凌元挑眉, 看向凌峰道, 你不是就拿了五颗吗? 多出来的, 哪里来的? 凌峰尴尬道, 我其实昨天炼制了三十二颗。 好啊哥, 你居然私藏? 凌元气鼓鼓道, 你这样不坦率的行为, 已经破坏了我们的约定。 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凌峰轻咳一声, 连忙从包里拿出剩下的鲜血精华。 全给我卖了, 其中可以多给你两个, 当酬劳了。 凌元顿时两眼放光, 立马不纠结了。 多谢哥, 记得咱们的协议哈, 收集血肉, 然后我炼制成鲜血精华。 凌峰道, 努力突破, 周末咱们去进货。 OK, 没问题。 兄妹俩约好之后, 都淡定地去吃了早饭。 早餐桌上, 林长盛和顾凡月很明显觉得兄妹俩有点不对劲。 怎么喝个粥还乐得不停? 被人夺射了。 怕露出马脚, 兄妹二人连忙吃完早饭, 出门上学。 凌峰前脚刚跨进学校, 不出意外, 她的衣领就被人拎了起来。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郑宏基。 老郑, 咱们说好的, 你怎么又懒? 凌峰无奈转头, 今天你必须要给我录制好闪电五连边的视频, 并且发给我师弟, 不然我丢不起这个人。 郑宏基提着凌峰迅速跨出几步, 将其丢进了自己的小院。 凌峰人傻了, 这郑宏基还没完没了了。 只见郑宏基丢出之前的铁鞭, 示意凌峰拿起来。 凌峰笑嘻嘻道, 老郑, 看来你师弟这几天, 莫少埋态你啊。 郑宏基一瞪眼, 你以为是谁害的? 凌峰嘟囔道, 总不能是我吧? 郑宏基怒道, 特魔的就是你小子, 要不是你之前搞成这样, 我师弟也不至于将我电话都拉黑了。 老郑, 咱要不别努力了。 凌峰道, 反正我打算考研究学院, 你师弟那里, 我肯定也不会去的, 莫意思? 考什么研究学院? 郑宏基恨铁不成钢道, 你小子有戒者的天赋, 就给我冲到四星戒者去觉醒小世界, 成为研究者。 万一废了怎么办? 现在外面易受越来越多, 江南市或许都不安全了。 你要是突破四星戒者后, 走研究者这一条路, 若继承普通人, 还怎么保护家园? 你是不知道, 因为研究者这一条路, 有多少的年轻人折在那上面? 研究者在混沌期, 无法调动小世界的力量, 甚至连自身的力量都会被吞进小世界里。 所以, 混沌境的研究者, 真就如同普通人一般。 凌峰撇撇嘴, 他前世还有不少研究莫完成, 重生这一世, 遗憾必须要先补足。 更何况, 他就不信, 自己莫办法成为凌空镜。 行了, 不跟你多说了。 郑红基道, 把武器捡起来, 练鞭子。 今天就让赵天明那个混蛋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看走眼。 凌峰无奈, 捡起地上的铁鞭, 一时间, 电流开始注入鞭身, 贯通凌峰的身体。 但凌峰发现, 之前微微麻痹的感觉已经消失, 反而他觉得, 这一股电流让他身体都舒爽了很多正宏基点下拍摄, 凌峰便开始了动作。 第一边, 第二边, 迅速被他打出。 凌峰立刻接上第三边。 可让他诧异的是, 原先第三边带来的电流剧痛感被减轻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 甚至他觉得, 自己可以马上打出第四边。 没开地漫小世界的天赋, 我的身体, 居然也能抗住第三边的全部电流。 凌峰惊了。 这应该跟昨晚开了红艳小世界有关。 第66章, 这是异星戒者的实力。 凌峰迅速打出第四边。 第四边的电流跟第三边并不是一个量级。 猛烈的电流穿透凌峰的身体, 让凌峰不由大汗淋漓。 但他还是坚持住了, 用铁边在四周画出一道道电弧, 形成了一个电光领域。 第四边, 虽然很勉强, 但已经能不靠地漫小世界的力量完成。 第五边, 恐怕难以坚持下去了。 凌峰深吸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地漫小世界的被动天赋。 第五、地漫防御。 凌峰的身体耐火、耐电、耐寒等等防御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他一改第四边的尖南, 迅速打出了第五边。 电光散开, 竟是振动空气, 勾勒出了数百道冲天电流, 让这一幕看起来极为绚烂。 郑鸿基满意地按下停止键。 很好, 我现在就给我师弟发过去。 郑鸿基哼道, 我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凌峰停止勾连地漫小世界的力量, 他大喊淋漓道。 老郑, 我可以走了吧。 郑鸿基满意道, 滚吧臭小子, 我有事再喊你。 凌峰松了一口气, 每次调动地漫小世界的力量都会有不少精神力的消耗, 不过凌峰也发现, 这种消耗正在慢慢地减少。 不知道是他身体素质上去了, 还是精神力变降了。 两者起码站一个。 上午的文化课, 凌峰趁机睡了一觉, 等他醒来的时候, 江一已经坐在了他的边上。 嗯…… 凌峰一愣, 你来上学了? 这么不上镜。 不搞你的研究了。 江一奇怪地看着他。 上学在你眼里, 就是不上镜的。 凌峰连忙道。 噓, 别让其他人听见了咱俩的真实想法。 江一。 他随即淡淡道。 赶紧准备一下吧, 马上就是体育课了, 得训练。 凌峰猛了。 数学课呢? 江一回答。 数学老师生病了, 课有体育老师来上。 凌峰脸色古怪。 数学老师这个月都生病六回了。 我早上还看到他在操场上打球。 对, 跟体育老师打的。 江一道。 你懂得, 除了能强化借力等级的体育课之外, 其他的课程老师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凌峰无语。 这就跟他前世体育老师总生病一样。 风水轮流转, 终于轮到体育课做主了。 教体育的安平生很快就来教室里喊人。 都去体育馆啊。 今天给你们进行一次特殊训练。 003CP-IDX-003D-34 P下花线IDX-003D-400003E同学们议论纷纷。 大家都能看出来今天的安老师特别兴奋, 就好像是彩票中了几百万似的。 学生们在体育馆集合, 他们发现体育馆的中心放着一些灰色的石块。 他们呈现出立方体的模样, 每一块都独立放置。 凌峰看去, 估摸着有二十多块的样子。 八班, 全体都有。 报数。 不一会儿, 宋子川小跑上前汇报道。 报告, 八班到齐。 很好。 安平生看向学生们, 笑着说道, 今天这堂课, 让我很高兴。 因为我得到消息, 咱们班出现了一个拿到一星戒者考核证书的同学。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凌峰。 凌峰正神游呢, 被这突如其来的注视李丁的全身发毛。 那啥, 这也没啥好骄傲的。 凌峰谦虚道, 我就是比大家多进步了一点。 大家努力努力, 都能做到。 众人的眼神顿时变得羡慕极度狠。 太凡尔赛了。 我也想说这种话。 能过一星戒者考核, 再加上SSS级的文化课评分, 这妥妥保送大佬啊。 凌峰以前的戒力等级还不如我呢。 说好一起当学渣, 你却偷偷开了挂。 安平生轻咳一声。 一星戒者的力量数值比普通人要强一些, 所以学校专门给大家运来了这些测试用的石块。 安平生戴上护甲手套, 拍了拍边上的灰色方形石头。 003CBLKP下化线IDX, 003D52, 腋下化线IDX003D0, 腋下化线Order003D53, 003E现在有请凌峰同学上来展示能力, 让大家心里对一星戒者有一个综合的印象, 也方便大家定下接下来两个月内的目标。 鼓掌。 掌声嘻嘻拉拉的。 不过同学们的确都想看看凌峰的实力到底如何。 毕竟借力等级达到一星戒者, 可不一定能过考核。 此刻的宋子川脸色难看。 这该上台的本来是他, 莫想到居然成了凌峰。 但也莫办法, 谁让凌峰已经度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宋院长说了, 宋子川现阶段不要去跟凌峰比了, 努力提升自我备战交流赛是首要任务。 宋子川总觉得他老爸话里有话, 但也莫听出什么问题。 凌峰则是已经走到了安平生边上。 打这个。 凌峰问道, 对。 安平生道, 一般来说, 一星戒者能在上面打出一条裂缝。 我给你找找护甲手套, 等会儿啊。 安平生转头在箱子里摸索的那一刻, 他身后忽然传出了一阵猛烈的震动。 哄。 碎石子翻飞掉落在他面前。 安平生恶然回头。 凌峰站在一块已经破碎的不成样子的石块钱, 淡淡道。 安老师, 打完了。 003CP IDX 003D 71P下化线 IDX 003D 4万003E安平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绝对不可能。 一星戒者最多只能在上面打出一些裂缝, 想要打出碎块那是天方夜谭。 想要打出碎块, 起码得一千公斤以上的权力数值。 那种级别的高手, 绝对已经超过二星戒者范畴了。 凌峰怎么可能做得到? 安平生发愣道。 我? 我还没给你护甲手套。 我想, 不需要了。 凌峰平静开口, 就这石头, 我徒手就能锤烂。 安平生彻底梦了。 若不是他前几天刚测过凌峰的戒力等级, 他都怀疑凌峰已经超越了二星戒者。 而边上的学生们已经被凌峰这一拳所震撼。 就连宋子川也待了数秒。 安老师, 我们突破一星戒者后也有这样的实力吗? 忽然, 人群里一个女生问道。 对啊, 太将了。 如果一星戒者都这么强的话, 我们就有动力训练了。 另一个男生也开口说道。 安平生呆若目击。 在他印象中, 一星戒者哪有这么强的力量? 一时间,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安老师, 凌峰的声音打断了安平生的思绪。 你…… 你再试试。 安平生不信邪了, 凌峰一个一星戒者,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行。 凌峰看着眼前二十来块石头, 目光平静。 自从觉醒红颜小世界后, 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全方位上升了一些。 那一拳并没有动用十元小世界的力量, 而是单纯靠着他本身的力气轰碎的。 凌峰站在一块新的方石面前, 深吸一口气。 下一秒, 他猛地挥拳。 哄。 石头瞬间炸裂, 碎块四散一地。 安平生人彻底傻了。 其他的学生则是激动不已, 竟然有女生起来给凌峰欢呼。 凌峰看了安平生一眼, 他觉得安平生可能还不满意, 只能皱起眉头往下面走。 哄。 又一块岩石碎裂。 随即下面的几块岩石都在凌峰的拳头之下, 纷纷爆碎。 轰轰轰轰轰轰。 安平生瞬间回过神来, 急切道。 别砸了, 够了。 凌峰这才收手。 安平生看着满地的石头碎块, 欲哭无泪。 他一个不留神, 凌峰竟然就给他剩了一块。 要知道, 这可是学校专门批给他给学生演示用的。 这才一个班, 他后面可还有十几个班呢。 这下好了, 演练方石共二十四块, 凌峰一人砸碎二十三, 其余班级共用一块。 安平生瞪眼道, 你这让我等会儿怎么上课。 凌峰淡淡回答, 没事, 他们用不上。 安平生虽然无语, 但凌峰说的, 好像是实话。 连一星戒者都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缝隙, 其他人恐怕砸一拳这石头都不带晃的。 安平生正思考的时候, 一旁的宋子川举手道, 安老师, 能让我试试吗? 我最近介力等级已经到了82, 做不到凌峰那么强, 打碎一些应该是可以的。 听闻宋子川这话, 同学们都惊呆了, 宋子川这是吃了多少补药, 竟然在这短短几天就跃迁至了八。 二, 宋院长这是要在大考前, 给萧然中等学院造出第二个一星戒者吗? 安平生犹豫了一下,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点头道, 你来试试。 宋子川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最后一块方石面前, 他望了一眼凌峰, 骄傲道, 凌峰, 你现在虽然领先于我, 但我很快就会追上你。 你等着, 凌峰有些无语。 好, 你尽量。 宋子川吃笑一声, 满怀信心的摩拳擦掌。 防护手套。 安平生提醒道, 穿上再动手。 不便。 宋子川自信道, 凌峰同学能徒手打穿着石头, 我也可以。 宋子川身后的学生们都开始欢呼。 班长加油。 班长最厉害了。 宋子川得意洋洋地看着凌峰, 随后握紧拳头, 猛地挥出。 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身后的跟班还在欢呼雀跃, 可看到这一幕的刹那, 所有人都安静了。 宋子川右臂颤抖, 一股剧痛从手上传递到他的脑海。 我。 曹。 我的手。 宋子川捂着右手疼得满地打滚。 众人鸦雀无声。 凌峰能够随手打包的石头, 宋子川竟然连打出裂痕都做不到。 安平生叹了一口气, 果然, 凌峰的实力绝对不可能只有一心戒者。 那个谁, 带着你们班长去一趟医务室。 安平生平静道, 其他人自由活动。 凌峰, 你跟我过来。 安平生朝着凌峰招了招手。 凌峰心里有些忐忑, 他不由道。 安老师, 这是你让我砸的呀, 可别让我赔钱。 安平生顿时迷了。 我看起来像让你赔钱的样子吗? 像, 非常像。 凌峰道, 您刚才好像玄横不得把我也砸碎。 安平生瞪了他一眼。 说什么呢? 我是人民教师。 凌峰点头, 您可以试, 也可以不是。 安平生皱起眉头。 别跟我在这狐猎猎, 进测试房, 检查一下你的借力等级。 凌峰有些警惕, 这安平生不会是想揍他吧? 他硬着头皮跟着安平生走进了测试房里。 过去, 测试权力数值。 凌峰又来到了那台熟悉的机器面前。 请出拳三次。 凌峰攥紧拳头, 猛的一拳朝着机器而出。 哄。 1045公斤。 看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 安平生顿时梦了。 什么情况? 机器坏了。 他拍了拍权力测试机。 请无关人员退后至黄线外, 否则机器将做警告处理。 安平生无奈。 只能退后。 他看着凌峰再次挥出两拳。 1056公斤。 1085公斤。 恭喜您。 您的巅峰全力数值为1085公斤。 安平生倒吸一口冷气。 哪怕速度是初始速度8米。 S。 凌峰的借力等级也有10。 85。 快快快,测试一下奔跑速度。 他催促凌峰上另一台机器。 凌峰看着自己的全力数值, 皱起眉头。 好像没有他想象中进步大。 不过没关系, 还有速度数值。 凌峰跨上圆环形的奔跑仪器, 开始不断加速。 15米。 S。 17。 5米。 S。 21。 2米。 S。 很快,就突破了凌峰上次的成绩。 23。 5米。 S。 27。 6米。 S。 数值最后停留在了28。 6米。 S左右。 您的巅峰速度位。 28。 6米。 S。 恭喜您, 您的借力等级测算位。 38。 8。 安平生彻底梦了。 38。 8。 已经超过了二星戒者标准太多。 肯定是机器坏了。 他嘀咕道, 上周末才过的一星戒者考核, 不可能突破得这么快。 而凌峰看着自己的借力等级, 心里也在付费。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追上妹妹。 等凌员把卖鲜血精华的资金拿回来后, 他可以再去挑选一些异兽粉末, 用来开启小事件。 安老师, 怎么样? 凌峰笑眠眠问道, 机器坏了。 安平生道, 我等会儿给维修人员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修。 机器坏了。 凌峰有些迷惑, 可他的确觉得自己提升了不少。 你怎么可能到三十八? 八。 肖然中等学院建立到现在, 还没有借力等级如此高的学生。 凌峰有些纳闷, 但安平生都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办法。 另一边, 宋子川躺在医务室里, 疼得惨叫不已。 校医知道他是宋院长的儿子, 根本不敢怠慢, 各种库存好药全部拿了出来。 宋院长很快闻讯赶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看着坐在病桌前, 被医生打上石膏的宋子川, 骤眉道。 不是让你这几天小心一点了吗? 宋子川委屈得直哼哼, 没有说话。 宋院长神情忧虑, 他看向一旁的王志顺。 你们班长出什么事了? 跟我说实话。 王志顺一脸尴尬, 他畏惧地望着宋子川, 又看看宋院长, 最后知能弱落到。 是班长非要挑战徒手披石头,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宋院长的脸色古怪。 什么情况, 非要徒手披石头? 他莫不是生了的缺心眼。 子川, 我该怎么说你好? 范船也要有限度。 爸。 宋子川委屈道, 那林峰能一拳破碎方石, 我现在借力等级八。 二, 应该不比, 他差很多。 可是, 可是, 林峰可以一拳破碎方石。 宋院长愣吗? 你说的是, 学校刚买回来的测试用方石? 对。 宋子川点了点头, 宋院长的神情顿时凝重了起来。 那测试用的方石, 没有一星戒者的力气连裂痕都难打出。 林峰可以一拳将其破碎, 说明力气已经远超一星戒者, 甚至已经突破二星戒者的范畴。 爸。 这林峰自从接受郑老的教导后, 他的实力就突飞猛进。 宋子川咬牙道, 你去拜托郑老, 我也要学。 我之前比他强很多, 现在吃了补药都不如他。 我不甘心。 被宋子川这么一说, 宋院长忽然意识到, 情况的确如此。 林峰之前的借力等级不过一。 五。 短短半个月时间, 已经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郑红基确实很可疑。 莫非郑老真的教了林峰一些不外传的秘迹? 宋院长想到这里, 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先前林峰三天两头搞事, 所以才把他丢给郑红基, 莫想到他因祸得福, 实力一路飞升。 你现在这治疗, 我去找一趟郑老。 爸。 你一定要跟他说我的事。 那林峰现在压我一头, 太可恶了。 宋子川文言, 不由为之大喜。 我尽量。 宋院长离开了医务室, 朝着郑红基的小院走去。 此刻的郑红基正坐在小院里, 戴着老花眼镜, 刷着手机。 郑老。 郑红基抬头, 发现是宋院长。 小宋啊, 你来得正好。 郑红基笑眯眯道, 我正想问你们年轻人一点事。 宋院长猛了一下。 什么事? 郑红基道, 你看啊, 这网上一直有人在发 CPDD0027, CPDD到底是什么意思? 宋院长脸色顿时一僵。 他当院长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 CPDD的含义。 但这个话, 自然不能跟郑红基坦白说, 应该是钞票多多的意思吧? 原来如此。 郑红基心里了然, 笑道, 那今年祝你和我两个人一起CPDD。 宋院长妈了。 他现在, 想扇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刚才乱讲。 随后, 他倾咳一声, 瞧咪咪问道。 郑老, 您是不是教给林峰一些技巧了? 嗯, 为什么这么问? 郑红基就没看向他。 因为林峰这小子, 最近突破的有些平反。 我在想, 是不是跟您有关系? 郑红基无奈道, 您也听到学校里的风言风语了。 是啊, 不止一次了。 宋院长挠挠头, 老师们之前就在一轮, 今天子川也跟我说了, 林峰就是在您这训练过后, 实力就突飞猛进了。 我想啊, 您肯定是教给了他一些不外传的秘书。 我也不求能传给咱们学院的学生, 传给子川, 可以吗? 郑红基犹豫了一下, 他道, 小宋啊, 我其实就传给了林峰一套编法, 而且入门要求很高, 你确定你家子川可以学? 听到郑红基的话, 宋院长大喜过望, 立马道, 可以。 当然可以。 哎, 那就让他有空来我这里。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一旦开始练了, 不练成绝对不准走。 郑红基道,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宋院长笑道, 那肯定, 他要是不愿意来, 我就亲自把他抓到您这里。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郑红基道, 林峰正好学完了那一套编法, 暂时也不用来我这。 我这段时间, 就帮你带带儿子吧。 宋院长高兴极了。 多谢郑老。 行了, 咱们俩不用那么拘说。 郑红基道, 我欠你爸一条命, 别说教你儿子编法。 他要是愿意, 助我这都行。 那感情好。 宋院长道, 那我现在, 就去通知子川。 嗯, 去吧。 郑红基摆摆手。 等宋院长走后, 郑红基却是皱起眉头, 嘀咕道, 这套编法虽然能快速提升身体素质, 但需要急降的抗电能力。 这林峰, 真的是因为这套编法提升得这么快的吗? 真是奇了怪了。 算了, 既然他们说是, 那就是吧。 这个时候, 郑红基的手机亮了起来, 他连忙接通电话。 喂, 师弟啊, 你总算肯理我了。 怎么样? 视频看到了墨? 看到了, 那小子的确有点天赋。 电话那头的赵天明道, 不过眼下先别说这个了, 江南市出事了, 你知道吗? 郑红基一惊。 出事了? 你指的是? 对, 异兽朝。 赵天明道, 京都这里已经准备派遣大量的凌空镜前往江南市支援。 我不日也会抵达那里。 情况如此严重了吗? 郑红基呼吸急促。 这几日, 他动员了几个老友, 他们也已经出城去击杀一些异兽。 但江南市很大, 墙外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江南市四大防守势力知道了。 江南高等学院, 坐镇江南市东方。 江南研究学院, 坐镇江南市南方。 江南军区, 坐镇江南市北方。 江南安全局, 坐镇江南市西方。 永恒圣教。 听到这四个字, 郑红基的目光深处闪过一道冷芒。 当初, 就是因为永恒圣教的卧底, 导致情报出错, 他们半个营被困在异兽腹地中。 营长宋成武, 更是为了救他, 被数十头异兽啃至死。 郑红基脸上的伤疤, 也是当时留下的。 编号103, 魔翼鸟。 那是一种巨大的刚翼鸟, 会很长。 而且, 刚翼带着爪子, 跟翼龙有些相似。 他们袭杀了郑红基不少战友。 赵天明闻讯赶来时, 郑红基之, 剩下了一口气。 老郑, 这不是开玩笑。 赵天明在电话那边凝重道, 他们当年就设计过你。 如今卷土重来, 恐怕江南市会有一场大危机。 郑红基点头道, 我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到? 还在集结人马, 上面虽然发了通知, 但让我们暂时先按兵不动赵天明道, 他们应该是想将死灰复燃的永恒圣教, 一网打尽。 据说这一次, 会派遣一名秩序镜高手参战。 连秩序镜都被惊动了。 郑红基惊讶无比。 秩序镜, 是体内小世界诞生法则的境界, 全面超越凌空镜。 天下国内这样的高手, 数量极少极少。 戒者, 混沌, 凌空, 秩序。 四大境界, 每一次都是生命层次的跃迁。 这次的战役, 非同小可。 赵天明回答, 我最晚下周一道, 在这之前, 你可别冲动。 哪怕江南市军方要求你们老兵参战, 你也不要去太远的地方。 注意安全。 郑红基有些感动, 不由低语道。 行了, 我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 你还跟我说这些? 赵天明淡淡开口, 这不是怕你死了, 欠我的钱墨人海了吗? 郑红基刚才的感动, 顿时一扫而空, 他怒骂道。 滚。 郑红基刚想要挂电话, 忽然想起来林峰的事, 便道。 赵天明, 你小子过来了, 记得来我这儿, 我保证, 你这个徒弟绝对受得不愧。 就这半个月, 他借力等级从一。 武直接到了二星戒者。 赵天明道。 你确定, 视频不是后期制作的? 郑红基无语, 我用得着这样大费周折骗你吗? 行, 到时候我再来看看这小子, 你可别再掉链子。 赵天明说了几句, 随即挂了电话。 郑红基收起了手机, 他看向江南市上空的灰蒙蒙的天, 缓缓叹了一口气。 风雨, 欲来啊。 傍晚, 林峰心冲冲地回家。 林源果然已经放了学, 在客厅里打游戏。 这几天都末晚自习, 说是要筹备交流赛, 场地让出去了。 林峰放下书包, 问林源道。 多少? 这个数。 林源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万。 林峰挑了挑眉, 我给了你三十二个, 怎么只有一百万?六万一个, 不是得将近两百万了。 他说, 这一批的质量莫上次的好。 林源道, 所以价格低了一些, 一百万是给你的, 我这边吃亏点, 就拿个零头。 吃亏。 林峰顿时警觉起来, 零头多少? 林源笑嘻嘻道。 没多少? 哥你别问了。 五十万。 林峰猜了个数字, 林源没出生。 雾草, 六十万。 林源还是没出生。 林峰脸一沉, 七十万。 林源这才道。 差不多吧。 那三十二个里面, 有十二个是我的。 拿七十来万, 没问题吧。 林峰这么一想, 也莫理由反驳。 算了, 能卖钱就行。 趁爸妈还莫回来, 分赃。 林峰有些激动,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钱是一个研究项目, 虽然钱也不少, 可那终究不是自己的。 哥, 你要不要都放我这, 我给你投资赚钱, 林源笑咪咪咪道, 回报率很丰厚的。 不用。 林峰黑着脸道, 你每次都在我发了压岁钱的时候这么说, 这次还来。 林源解释道, 这次不一样, 这次咱们有钱, 是真的可以去投资。 林峰痛心疾首, 也就是说, 以前的都是假的。 林源一愣, 尴尬道, 这不是投资有风险吗? 圆圆啊, 不是哥不想, 是这笔钱哥有用。 林峰道, 反正咱们还可以再赚, 对吧? 林峰好说歹说, 林源这才同意当即转账。 看着一百万被划出去, 林源很是难过。 虽然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钱, 但莫名心疼。 林峰拿到钱后, 立刻躲回房间, 查看起一些异兽材料来。 距离交流赛也没多少天了,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里, 有不少二星戒者天才, 要对付他们, 很难。 得快些突破戒力等级了。 因为是交流赛, 所以不能使用武器, 纯粹是拳脚功夫的较量。 正老教的闪电五连鞭, 也排不上用场。 林峰的拳脚招式一般般, 学的也是中等学院都会教的军体拳。 而想要学会更高深的功法招式, 只能进入高等学院后拜师学习。 对于功法方面, 控制得很严, 一旦发现盗版, 就会被四大势力联手追杀。 所以, 也没有人敢铁走险。 网上公开售卖的密集贵不说, 而且效果也不好。 林峰道, 不过有老郑在, 我干嘛, 还要买呢? 浪费钱。 明天去问问老郑, 看看能不能从他弄一套拳脚工法来。 至于这一百万资金, 我看看能购买什么。 林峰浏览着网上的商品, 最终确定了几样。 编号147, 荒漠杀狼。 主动能力, 杀影袭击。 编号157, 天猎幽狐。 主动能力, 暗影猎杀。 编号103, 魔一鸟。 主动能力, 羽翼冲袭。 编号99, 巨石兽。 被动能力, 泰山。 除了最后一种, 其他三种我之前就听说过。 林峰私存道, 价格方面, 荒漠杀狼的最便宜, 天猎幽狐的最贵。 巨石兽和魔一鸟的相差不大。 选哪种呢? 林峰皱起眉头, 天猎幽狐贵, 是因为这种异兽很难抓, 它们具有融入阴影的能力。 这种能力, 也是林峰比较向往的。 因为难抓, 连粉末都没得卖, 只能买冰冻的血肉。 林峰道, 不过其他三个倒是由粉末出售, 巨石兽的粉末比身体材料还贵一些, 估计是因为太坚固了, 难以制作。 算了, 先去医院附近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 反正周五才交流赛, 时间还来得及。 第二天一早, 林峰没有吃早饭, 就出了门, 去了医院。 早晨的医院人也很多, 相比之下, 边上的售卖异兽材料的街道, 倒是显得有些冷清了。 林峰昨晚已经选择了几个目标, 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看, 能不能遇到一些珍贵的异兽材料。 边号一百后面, 几乎都是混沌或者戒者级的异兽, 边号九十九往前, 就涉及到凌空静了。 不过边号九十九的巨石兽快头大, 所以材料便宜, 莫准这里有卖, 可以比网上便宜一半的价格购入。 林峰撕存着, 左看看又看看。 让他很不满意的是, 前面那些摆摊的小贩手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货色。 他们打死的异兽只有关键部位会被人买走。 其他部位一般也就卖给粉末制造商, 全部加工成粉末了。 就在林峰犹豫的时候, 忽然有人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大舅哥, 你这么早就来这里了。 林峰愕然抬头, 发现是林一萍。 这么, 瞧, 是挺巧的。 林一萍笑道, 我家里几个契约的混沌镜, 昨天在外面杀了一些异兽, 所以, 今天早上来这里售卖, 我顺便跟过来看看。 毕竟再过几天就是交流赛了, 副院长说让我们加紧突破。 你们家还有契约的混沌镜。 林峰有些惊讶,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 林一萍家里做药物生意, 肯定得需要大量的异兽原材料, 家里墨几个混沌镜, 根本站不住脚。 混沌镜算啥呀? 我家里的长辈几乎都是林空镜了。 只是他们, 让我先跟着混沌镜, 学习一些异兽知识。 林一萍笑道, 大舅哥, 你这次想要买啥? 看上了丢我说, 我送你。 不用不用。 林峰白手, 我带钱出来的, 想要买一些异兽材料, 或者便宜点的粉末也行。 林一萍恍然大悟。 他那天就看到林峰和江义两人 在药粉兽卖出兜兜转转, 估计也是为了这个。 那我就给你推荐吧。 林一萍道, 外面这些小摊位里, 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 好东西一般都在店铺里。 跟我来。 他招了招手, 示意林峰过来。 林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着林一萍去了。 有人知道, 总比自己在这抓虾要好。 异兽材料这方面, 他的经验肯定不如药物世家出身的林一萍。 林一萍把林峰带到了一家装饰古典的铺子前。 铺子就开在医院的后门口, 三层楼高, 占地面积很大, 人流更是不少。 店名只有一个字, 叫义。 这里老板有背景, 所以生意做得很好。 我们林家也跟他们有合作。 你在这里看, 我到时候吃下, 进货嫁卖你就行。 看着店名, 林峰脸色古怪的。 你说的这个老板有背景, 不会他也上头有人吧? 那是肯定的, 上人莫人, 怎么可能在医院后门口开这么大的店面? 林一萍笑道, 只不过听说这个老板很神秘, 连我们合作商都莫献过他, 全是他雇佣的团队来谈生意的。 林峰越看越觉得古怪, 这个意, 不会跟江一那小子有关系吧? 应该不可能, 江一那小子才多大, 能负责研究所项目, 就已经让林峰匪夷所思了, 怎么可能还搞了这么大一家店面? 先进去看看吧, 等会儿还要上课。 林一萍道, 大舅哥, 我听说这次交流赛, 是跟你们学校一起。 对吗? 是。 林峰点头道, 因为要一个研究学院的名额, 所以就办了一场交流赛。 你是不知道, 因为这事, 学院里都吵翻了。 林一萍苦笑连连, 毕竟是一个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很多人都想要。 现在学院李莫经过商量, 就分出去一个, 引起了不少家长和同学的不满。 林峰惊讶道, 有这事? 林一萍点头。 嗯, 掌管名额的是副院长李明燕, 她是个狠人, 直接压住了学生和家长, 并且告诉他们, 只要交流赛赢了, 这个名额就归他们所有。 林峰顿时皱起了眉头, 宋院长可莫说过这件事。 她只说了, 让三人全力以赴就行, 其他的她来想办法。 不过还好林峰猜到, 事情莫这么简单, 所以才想着提升实力。 这回参赛的, 有没有高手? 林峰旁敲侧击问道, 有几个。 林一萍道, 几乎都是二星界者, 不过他们其中有一部分, 已经拿到了江南高等学院的名额, 所以, 拿不拿研究学院的, 也不介意了。 不过他们之间, 也存在竞争关系。 你懂得。 林峰顿时明白, 有没有这个名额, 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但对手没有这个名额,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聪明。 林一萍笑道, 所以到时候的情况, 谁也不知道。 林峰问道, 你呢? 你参赛吗? 我? 林一萍摇头, 我借力等级, 还没到二星界者呢。 不过也差不多了, 但估计难跟那些神仙们强保送的名额。 家里已经给我铺好了路, 只要我分数达标, 就能被江南高等学院录取。 就连导师都给我找好了, 是我二舅。 林峰顿时羡慕起来, 要是林长盛有那么几个亲戚, 能在江南研究学院里工作, 他也不用费着老半天的劲了。 不过他更知道, 自身实力强是关键。 两人一边聊一边, 进入了店铺当中。 林峰发现, 这家店铺大堂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异寿标本。 虽然没有心意研究所来得多, 但也不少了。 而且他总觉得, 这大厅里摆放异寿标本的格局, 跟研究所有点像。 不会这店的老板, 就是江一那小子吧? 林峰皱起眉头, 应该不可能, 要真是他, 他还让我去买粉末干什么? 林峰摇了摇头, 抛开了这个想法。 他的目光渐渐地落在了一些异寿模型身上, 这些摆放在柜子里的都是缩小了的异寿模型, 可以通过调取电子存档来查看价格和库存。 林峰扫了一圈, 立马就发现了他购买清单里的东西。 边上, 有这对爪子的详细价格。 一对爪子居然要二十万。 林峰有些吃惊, 好贵。 我们可以拿到进货价, 一般在售价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 林一萍黑黑笑道, 大舅哥, 只要你说一声, 我都可以送你。 林源他不肯收我的礼物, 所以就送你吧, 反正都一样。 送我礼物。 林峰警惕地看了林一萍一眼, 痛心疾首道,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睡我。 林一萍顿时迷了, 脸上满是问号, 林峰这脑回路到底是怎么走的? 他连忙解释, 不, 你误会我意思了, 我只是想让你在林源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 林峰恍然大悟, 你早说啊, 害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事情我可以帮你办了, 但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你如果能按照回收价给我, 但我欠你一个人情。 大舅哥, 你这就见外了。 林一萍问道, 要不要去看看不要区域, 那边有不少针对借力等级二左右的不要, 刚好适合你。 林峰瞪了他一眼, 借力等级二。 你看不起我, 林一萍连忙谄媚道, 哪能呢? 我只是觉得, 咱们稳扎稳打来, 比较合适。 林峰看了一圈, 问道, 你有看到天烈幽狐的身体材料吗? 我想要那个, 天烈幽狐。 林一萍顿时有些犯难,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问问电方。 林一萍当即去前台, 询问了工作人员。 很快, 他高兴地回来了。 大舅哥, 我们很幸运, 刚好有一批新的异兽尸体过来, 现在天气热, 这批尸体最多只能在冰室摆放三天, 三天后, 要不做成粉末, 要不做成冷冻品。 林一萍道, 这些异兽尸体里, 有天烈幽狐的身体材料, 不过, 价格比较贵。 多少? 林峰担心地问道, 这个树, 林一萍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万。 林峰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没想到天烈幽狐居然这么贵。 不不不, 五十万。 林一萍无奈道, 天烈幽狐虽然难以猎杀, 但排名不高, 价格莫五百万那么夸张。 只不过大舅哥, 这五十万已经是进货价了。 咦, 能一次信给这么多吗? 林一萍婉转地询问了林峰的现金流, 他已经做好了替林峰付钱的准备。 可林一萍怎么都默想到, 林峰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卡, 豪气道, 不就是五十万? 刷! 哥有钱? 林一萍猛了。 他知道林原家里的情况, 五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林峰居然能一次信拿出这么多。 大舅哥, 你确定? 确定林峰道, 你顺便给我看看, 有没有什么便宜一点的易瘦血肉, 也买个三十万左右。 一起带回去。 林峰计算过, 大概十至十五斤左右的尖刺犀牛肉, 可以出一枚鲜血精华。 但是尖刺犀牛肉售价比较贵, 一斤在一千元到三千元不等。 这里面人力成本几乎占了一半。 将其提取之后, 一枚的成本大概在两万左右。 如果失败的话, 成本还会上幅至三万。 售卖鲜血精华, 肯定不划算, 只能让林原当保持出售。 这样算来, 利润空间在两万至三万。 三十万的成本, 大概能卖到五十来万, 利润就是二十多万。 再分林原那个小财迷三成利润, 到自己手里估计只有十五万左右了。 十五万, 还不如去给江亦当一次小白鼠来得多。 林峰皱眉, 如果能以净货价弄到一批便宜的血肉, 再加上运输成本, 利润空间应该还可以扩张。 而剩下的钱, 他打算先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可听到林峰的要求, 林一平更猛了。 你要买八十万的益售材料, 你真有这么多钱。 八十万, 足够一名异星混沌在墙外生死厮杀一个多月了。 一般也没有混沌镜敢这么做。 林一平带着好奇的心理, 带着林峰去前台选择了需要的异售材料, 并且刷了钱。 八十万很快就被划出去了。 您的材料已经确认完毕, 请轻便一下。 前台小姐姐恭敬开口道, 她得知买家是林峰之后, 也不由高看了林峰几眼。 因为林峰, 太年轻了。 这么年轻就能拿出这么多钱, 来头肯定不小。 林峰看着清单, 虽然价格比外面卖的便宜不少, 但她很担心天烈幽狐的材料不够开启小世界。 其他的三十万亿兽血肉一共三百斤, 分别由编号二百八十五的蛮牛兽, 编号四百五十五的尖刺犀牛, 编号五百零六的蛇尾巷组成。 大舅哥, 你在这等一下, 我先给你去取天烈幽狐的材料。 林一平屁颠屁颠地往楼上跑去, 很快, 她就拖着一个黄色的桃子下来了。 林峰猛了。 这什么? 不好意思大舅哥, 击杀这头天烈幽狐的是一支混沌镜小队, 而售卖材料的混沌镜高手刚好分到一个屁股。 林一平无奈道, 我也是刚知道这一点, 不过分量是对的, 不会缺精少量。 林峰无语极了, 自己花了五十万, 竟然就买到一个屁股, 给个后腿也行啊。 算了, 自己反正也只要一售材料, 得找个机会把这个屁股吞了。 嗯, 怎么感觉这话有点不太对劲, 分量有点重, 我还是找人寄回去。 林峰犹豫了一下, 带着这么大个黄桃子去上学, 估计得被人当变态。 跟三百斤易瘦血肉一起寄回家, 晚上正好可以一起吞了。 我们商铺提供货运服务, 价格也比外面要便宜。 前台小姐姐提醒道, 只要写下地址和时间即可。 林峰连忙填写了资料, 处理完一切后,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 林一平跟在他身后, 疑惑道, 大舅哥, 不看看不要了吗? 你那八十万, 如果买不要, 林提升至八。 林了, 甚至冲击一星戒者都有可能。 林峰没有接话, 而是反问道, 一平啊, 周五的交流赛, 你知道是谁要给你们抢名额吗? 林一平疑惑道, 谁? 林峰淡淡道, 我? 什么? 林一平一愣, 笑道, 大舅哥, 别开玩笑了, 咱们学院参加的可都是二星戒者。 你要是去了, 这不是妥妥挨揍吗? 你不信我? 林峰挑眉, 不是不信, 只是, 林一平刚想怎么婉转地劝说林峰, 可没想到, 林峰的手, 却是放在了店铺门口的铜像上。 你看着, 林峰表情淡然, 猛地一捏那铜像, 林一平疑惑地看着铜像, 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林峰有些尴尬, 他莫想到, 这铜像这么硬。 大舅哥, 这是新允铜, 混沌强者都捏不坏的。 不好意思, 刚才是开玩笑, 现在我要认真了。 林峰倾咳一声, 把手往下放, 按在了铜像下面的石柱上。 然后, 他猛被一用力, 咔咔, 石柱被捏碎了一块, 然后又在林峰的掌心里, 化成了粉末。 林一平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石头也不是一般的材质, 要将其捏成粉末, 普通人可做不到。 甚至, 二星戒者都难做到。 以林峰的借力等级, 这怎么可能办得到? 林一平难以置信。 二十分钟后, 林峰喜滋滋地跨进了学院的大门。 如果之前借力等级测算末问题的话, 那么晚上再吞掉天烈幽狐的屁股, 借力等级就能成功突破四十。 零? 那样一来, 周五的交流赛他也有十足的把握。 林峰这一次没有直接去教室, 而是破天荒地往郑洪基的小院跑。 正在喝茶当中的郑洪基看到林峰的身影后, 不由放下杯子, 仔细地揉了揉眼。 他不敢相信, 林峰竟然自己来了。 这就好比太阳不从天上出来, 从他这小院里跑出来一样离谱。 老郑, 别惊讶了。 林峰道, 过几天我有交流赛, 你在赛前教我一套拳法, 或者颓法也行。 郑洪基算是明白了。 林峰这小子无力不起走, 难怪会往他这边跑。 你想什么呢? 教你那套鞭法已经是我魄力了, 还想在我这学其他的功法。 郑洪基瞪了他一眼, 莫门。 林峰淡淡道, 行吧, 那我随便再网上买一套垃圾拳法, 到时候就出去说是你教的。 郑洪基一瞪眼, 你小子, 林峰两句话就能让他难受起来, 这能力也莫谁了。 不是我不教你, 是我这里的拳脚功夫, 全部都得雷霆一门的学生, 才能学郑洪基道。 比如, 我一位师兄创立的奔雷长, 就是要用到雷霆小世界的能力, 灌注电流于身体, 然后通过手掌激发。 其他的功法, 原理都很相似, 知识用的方法不同。 你没有觉醒雷霆小世界, 我怎么教你? 林峰也皱起了眉头, 他把这件事忘了。 他觉醒的小世界里, 的确没有带电的。 唯一的闪电小世界, 虽然名字带电, 但天赋电光冲击, 只能用来加速, 跟雷霆两个字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 老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林峰责怪道, 你堂堂一个学院护道强者, 怎么可以没有教普通学生的拳脚功法? 郑洪基哼了一声道, 功法是没有, 但你既然来了, 上午就别走了, 刚好可以给别人做示范。 给别人做示范? 林峰一愣, 谁? 我。 林峰身后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宋子川一脸骄傲地从小院门口走了进来。 林峰大吃一惊, 立马回头跟郑洪基道, 老郑, 快去把厕所门锁上。 宋子川来你这蹭吃蹭喝了。 宋子川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林峰, 他咬牙道, 你别得意, 我今天是来跟郑老学习功法的, 等我学会了, 超越你轻轻松松。 林峰一愣, 看向郑洪基, 郑洪基莫说话, 显然是默认了。 林峰转头, 问宋子川道, 你借力等级多少来着? 宋子川骄傲道, 八, 三, 今天早上又多了零, 一, 八, 三哪, 挺多的了。 林峰点了点头, 嗯, 加油, 我看好你。 宋子川眉头大皱, 他总觉得林峰的语气有些看不起他的意味。 他强忍怒气, 跟郑洪基道, 郑老, 你教给林峰的功法, 我要一模一样学一套。 他林峰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能做到。 林峰叹了一口气, 你开心就好。 郑洪基微微皱眉, 的确跟宋院长说的那样, 这宋子川的心性过于急躁了。 不过跟林峰比, 宋子川骑马脑回路不会那么清奇,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算是个正常人。 去边上拿铁鞭, 我教你一套跟他一样的鞭法。 郑洪基吩咐道, 宋子川大喜过望, 立马从小院的仓库里, 取出了之前林峰用过的铁鞭。 学之前先告诉你, 这套功法是基础, 而且不需要开启小世界就能使用, 创立者是我一个信马的师兄。 鞭法一共分为五鞭, 你只要全部学会, 越级杀敌应该不成问题。 一般人第一次, 能学会第一鞭就很不错了, 你尽量。 宋子川有些激动, 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学会的战法, 学院里教的军体拳根本算不上什么。 郑老, 林峰之前第一次学, 能打鸡鞭。 他问道, 郑洪基犹豫了一会儿, 他没有说出答案。 林峰那个家伙, 第一次就差点打出四鞭, 这在雷霆一门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 他怕影响宋子川的信心, 你练着就行, 别去管林峰怎么样。 郑洪基道, 你现在一边吃补药, 一边学习这个, 要是努力的话, 应该是能在大考前成为一心借者的。 宋子川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子川必不负郑老期望。 林峰冷不丁道, 你要是辜负了, 老郑可是会吃小孩的。 宋子川和郑洪基两人的脸色同时僵住。 林峰, 你小子还傻站着干什么? 去拿铁鞭给他演示一下。 郑洪基皱眉道, 林峰无奈, 只能拿出另一根铁鞭站在了小院中央。 他朝着宋子川挪了挪嘴。 过去点, 宋子川无奈, 只能往边上走。 林峰又道, 再过去点, 宋子川皱眉, 但还是退后了几步。 再过去点, 再过去, 特魔就靠墙了。 宋子川怒道, 对, 就是想让你靠墙。 林峰笑道, 不然我收不住手, 怕伤了你, 那样我每天的乐子都会少一半。 你…… 宋子川气急败坏, 但却又不敢上前, 只能按照林峰说的, 靠墙罚站。 看好了, 我就演示一遍。 林峰深吸一口气, 他迅速舞动手里的铁边, 第一边, 第二边, 第三边, 第四边, 一气呵成, 电弧弥漫, 在整个小院中旋转, 翻飞。 宋子川顿时看得心头火热, 他要是也学会这一招, 的确跟郑弘基说的那样, 可以越急而战。 就这么多, 这四边, 够你学一阵子了。 林峰没有打出第五边, 而是直接收手。 他对宋子川够好了, 要知道郑弘基第一次演示, 也就演示了三边。 他买三赠一, 算是同班同学的优待。 可宋子川却没有领情, 而是吃笑一声道, 不就是四边, 我现在就打给你看, 我的天赋肯定比你强。 林峰笑道, 您请。 宋子川抓住手里的铁鞭, 学着林峰刚才的动作, 开始甩出鞭子。 第一边打到一半, 铁鞭上激发出来的电流, 立刻穿透了宋子川的身体。 砰。 宋子川满脸焦黑, 吐出了一口烟气。 他神情呆滞, 默默地望着自己手里的铁鞭。 刚才他感觉到, 有一股强大的电流, 从手心而入, 直接贯穿了他的四肢, 班长加油。 你成功打出了半边。 林峰的声音不合时宜地传来。 宋子川气得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 郑鸿基教导道, 学习这套鞭法, 心不能急。 得慢慢来。 你这一上午就在这训练吧, 我看着你。 林峰黑黑笑道, 老郑, 那我呢? 你就没有什么教我的。 郑鸿基一瞪眼。 没有, 但你小子也不准走。 不然等会儿, 宋院长又该头疼了。 林峰这小子只要一眼不见, 就能给他闹出幺蛾子。 留在他边上是最好的。 行吧。 林峰无奈只能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双脚放在桌上, 躺着对宋子川道。 快点练。 我和你郑爷爷都看着呢。 宋子川的怒目圆瞪, 这林峰分明是想占他便宜。 但他又没办法, 毕竟郑鸿基也在场。 郑鸿基眉头紧皱, 他想把林峰这小子踹出去, 但又怕他到处捣乱, 自己还要去给他擦屁股。 所以,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由他待在这了。 老郑, 出城的事情咋样了? 林峰问道, 郑鸿基瞪了他一眼。 有你啥事? 嘿嘿, 别这么见外, 你们出城猎杀异兽, 肯定要带一些材料回来的。 林峰笑道, 我最近实力提升快, 营养有点跟不上, 想买点异兽肉尝尝。 我是带着人去清剿异兽的, 不是去赚钱的。 郑鸿基皱眉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团队直接喊了收拾人过来。 我们击杀异兽之后, 他会将其尸体低价收走。 你要的东西带不回来。 林峰无奈。 收拾人是一个职业, 由开辟了储物能力的混沌镜担任, 其中也有一部分混得不行的凌空镜。 一般这些收拾员都隶属于各大商会, 或者是个人买家, 专门负责搬运的辛苦工作。 服务对象也是没有开辟储物能力的混沌镜, 和一部分小世界放不下的凌空镜。 也就是说, 你们的小世界都没有开除物能力咯。 林峰铁嘴, 老郑, 莫想到你这么惨。 你以为开除物能力是好事。 郑宏基怒道, 只有那些小世界受损, 或者小世界能力不行的人才会去干这种事。 开除物能力, 是用一部分小世界属性为代价的你知不知道。 哪怕是凌空镜, 小世界的储量也很有限, 莫办法放太多的东西。 郑宏基瞪着林峰, 解释, 我们这些老兵, 哪怕没有希望到凌空镜了, 也不会去干那种活。 丢人。 林峰回答道, 老郑, 都是赚钱吗? 不可逞。 男儿有志, 应在四方。 郑宏基道, 要不穿上军装, 护卫天下荣光。 要不配上长枪, 征战四海八荒。 林峰接话道, 要不骑上三轮, 回收破旧冰箱。 郑宏基。 郑宏基刚起来的豪情壮志, 被林峰这一句话, 直接浇灭了。 老郑, 说这么多没用, 周五要交流赛, 我要是出去给你丢人, 那你岂不是在老战友, 面前丢了面子。 林峰黑黑笑道, 真没有拳脚功法吗? 哪怕是半成品也行啊。 林峰其实还想说一句, 主要是免费的。 这不比网上那些动则 十几二十万的功夫密集, 要强得多。 交流赛。 郑宏基皱眉道, 什么交流赛? 老郑, 感情你还不知道? 林峰猛了。 他迅速把事情经过, 跟郑宏基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你们要跟江南高等学院, 进行交流赛。 我说, 这宋院长怎么突然把儿子送我这来了? 郑宏基明白过来, 他看了一眼, 还在院子里被垫得滋哇乱叫的宋子川, 问林峰道, 所以, 就你和陈兴尧, 宋子川三个人去? 对。 林峰道, 所以老郑, 你要是再藏着捏着, 到时候, 咱们学院丢人, 也有你的责任。 你小子, 郑宏基瞪眼, 还没开打, 就把一口黑锅给我背上了。 嘿嘿, 老郑, 所以有招式赶紧拿出来, 我降了, 不就是咱们学院降了? 咱们学院降了, 不就是你降了? 你还别说, 你这话有点道理。 郑宏基这么一想, 的确对啊。 林峰心里暗笑, 终于把这老头忽悠瘸了。 郑宏基私存再三, 道, 这样, 我这里有一套叫做闪拳的功法, 可以拆分为戒者与混沌镜部分。 不过戒者部分的拳法力量较弱, 只有调动雷霆小世界的能力, 才能将其发挥完全。 闪拳? 林峰眼睛一亮, 跟军体拳比, 怎么样? 军体拳是让你们打基础的。 郑宏基无语道, 这闪拳是进阶拳术。 我有一个师弟, 身为二星混沌, 用这一招曾经击败过四星混沌高手。 跃两个小等级。 林峰道, 不错, 我就要这套。 你学了, 其实也只能学个皮毛, 因为这套拳法要发挥威力, 必须要勾连雷霆力量。 郑宏基道, 带你应付交流赛, 够了。 林峰点头, 的确如此。 对手也是默开小世界的戒者, 不需要小世界属性加持。 林峰当即转头, 对宋子川道, 那个谁, 让一下场地。 去边上叫, 别影响我和老郑。 宋子川脸色铁青, 他怒道, 林峰, 我也要在这训练。 喊什么喊, 我知道。 林峰下场, 在小院角落里, 给画了半个圈。 那, 这是你的地盘, 剩下的, 是我的。 宋子川一阵, 林峰这半个圈, 也就一个毛坑的大小。 而这院子其他地方, 他居然都要站。 林峰, 宋子川攥紧拳头。 班长, 咱们是文明人。 林峰笑眯眯地捡起地上的铁边, 随手打出一道电壶。 能不动手, 尽可能不要动手, 你说对吧。 电壶游离出去, 让宋子川连忙后退几步。 他脸色苍白, 一声不吭地站在了林峰画的圈里。 这不就挺好的。 林峰道, 我们马上就学完, 到时候, 我和你郑爷爷一起指导你。 宋子川显然已经被林峰气得牙齿紧咬, 随后他选择撇开头去, 不再搭理林峰。 不然他可能会被气炸。 郑宏基看着这一幕, 没有插话。 倒不是他偏袒林峰, 而是他一向来认为, 孩子的事情大人不要过多干预。 没准宋子川也会因为这个进步, 神速林峰心里激动。 只要能拿到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他就可以成为一名研究者, 毕业后去一家研究所混日子。 我从学会这拳法开始了。 老规矩, 你先看我打一遍。 郑宏基道, 你要看仔细, 随后我会给你讲解其中的奥秘。 郑宏基伸出右手。 一刹那, 林峰能够看见他手上附着着一道道若隐若现的电光。 随后, 他缓缓捏紧拳头, 那层层电光开始悬绕在他的手臂上。 闪拳! 郑宏基眼中凸现金芒, 一拳朝着前方的墙壁轰出。 在这一刻, 四周的光仿佛被吸走, 融入了那道电芒当中。 耀眼的电光直接扎穿墙壁, 在墙上留下了一个漆黑的洞口。 看到没有? 我拳头多大, 墙上的洞口就多大。 郑宏基道, 这就是闪拳的核心理念, 即力量控制与叠加。 林峰的神情终于变得认真了起来。 如果是他, 一拳下去, 这墙头必然破碎, 整面墙都有可能倒塌。 但郑宏基这一拳, 却是恰到好处, 只留下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你能瞬间爆发的力量是一定的, 出拳的刹那, 绝大部分人的力量都会朝着四面八方分散, 这会大大减弱你拳头的攻击能力。 你如果能把攻击力爆发至一点, 那么你出拳的力度就会大幅增加。 郑宏基解释道, 你能做到这种力量控制, 就相当于学会了闪拳。 某种意义上说, 闪拳并不是一种攻法, 而是一种技巧。 林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边上, 在圈子里的宋子川也一样点了点头, 虽然他没怎么听懂。 郑宏基随即招呼林峰道, 来, 你试试。 林峰点头, 上前深吸一口气, 他猛地朝着郑宏基小院的墙壁挥出一拳。 拳头砸在上面, 墙壁纹丝不动, 你的力量看来还不够。 郑宏基笑道, 可下一秒, 一道咔咔声忽然从墙壁中传出。 郑宏基本来悬淡定的脸色瞬间变得不淡定了。 以林峰拳头为中心, 如同蜘蛛网一样, 蔓延到了整个墙壁。 这, 就连宋子川也愣住了。 紧紧刹那, 整面墙轰然倒塌, 就连侧边的墙也难逃一截。 所有的墙体,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兵败如山倒。 郑宏基人傻了, 让你学控制力量, 你倒好。 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力量浮散, 把他小院的围墙给拆了。 宋子川茫然地回头, 看着墙壁外的操场, 有些无语。 林峰挠挠头, 不好意思回头跟郑宏基道。 老郑, 对不住啊, 我没收住手。 郑宏基蹲了下来, 在墙壁废墟堆里挑挑剪剪, 好像在找衬手的砖头。 没事的, 我等会儿也可能难以收住手, 你体谅我一下。 林峰健壮, 脸色大变。 老郑, 我都道歉了, 咱不至于。 嗯, 我个人原谅你。 郑宏基一边掂量着砖头, 一边倒弹这面墙他说, 不太想原谅你, 你看咋办。 林峰二话不说, 拔腿就跑。 郑宏基冷笑一声, 踢着砖头就追在林峰身后。 林峰头皮发麻,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郑宏基又开始吃小孩了。 救命啊! 几乎全校所有年纪的学生 都听到凄惨的叫声。 就连宋院常听到这声音后, 也是下意识从窗户探出了头。 是林峰的声音。 他又惹了郑老。 宋院长脸色古怪, 朝着下面追赶林峰的郑宏基喊道。 郑老! 下手轻点。 过几天还有交流赛。 林峰瞪大双眼, 这特魔是医院之常能说出来的话。 不一会儿, 林峰满头是包地被郑宏基逮了回来。 蹲在角落里的宋子川不由笑出了声。 林峰上去就是一个脑瓜崩。 笑什么? 你也有责任。 宋子川顿时疼地捂住脑袋, 猛了。 我有什么责任? 墙是你砸的。 你左脚碰到了墙, 负一半责任。 宋子川。 他气愤至极, 但现在他的借力等级不如林峰, 根本不敢反抗。 一旦反抗, 可能就是单方面被吊打。 好了, 你有事情做了。 郑宏基从仓库里丢出来一袋水泥, 把墙给我立回去。 听到没有, 林峰无奈, 只能照做。 一整个下午, 林峰就化身尼瓦宫, 给郑宏基的小院补墙。 没办法, 在郑宏基的威慑之下, 林峰亲手砸的墙, 寒泪也要补回去。 不过, 以林峰此刻的身体素质, 工作效率自然也是极高。 放学龄一打, 郑宏基小院的墙壁就已经复原。 郑宏基满意地看着自己新的墙壁, 淡淡道, 可以了, 明天你来我这, 拿脚下的地面当对象, 我再指导你, 关于闪拳的要领。 林峰疲惫地点了点头, 子川, 你明天也来。 郑宏基道, 你第一天, 没有学会第一遍, 得加油了。 宋子川朝着郑老一鞠躬, 宋子川明白。 他其实挺沮丧的, 他第一天并没有学会郑宏基胶的基础, 反而见证了林峰的闹剧。 第一边都没学会, 要追上林峰, 看来是难了。 而林峰才不管这么多, 他从郑宏基这边出来后, 就当即心冲冲地跑回了家。 果不其然, 他早上在商店里购买的异售材料, 已经让人送到了林长盛的车库里。 算上那个黄色的大屁股, 一共350-60斤的重量。 林峰现在身体素质很强, 这些异售材料被他扛在身上, 轻而易举。 他将其搬回房间之后, 又看了一眼家里。 林元今天好像有晚自习, 应该会晚点回来。 而父母也是因为工作, 并没有回家。 家里就剩下林峰一人, 正好, 可以试着吞噬一下天烈幽狐的。 屁股。 林峰心里有点抵触, 但还是把那个黄色的大桃子 从河中取出, 放在了自己面前。 这天烈幽狐的屁股断裂处, 有一道细微的伤痕伤痕上, 火系混沌镜出手割裂的。 林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吞了再说。 借力等级已经到了38。 8. 只要将他吃下, 就能突破40。 0. 他的手按在了这毛茸茸的黄桃子上。 下一秒, 林峰的一时顿入石海, 来到了那暗黑色圆球的面前。 此刻的暗黑色圆球是初始形态, 上面只有原本的文字。 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5. 世界构建程度。 60% 天赋。 暂无。 林峰注意到, 原本世界构建程度这一栏的数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其他的小世界这一栏到达100%后会分离出来。 初始小世界到100%后会怎么样? 林峰有些好奇, 难道是分离成两个吗? 也不太可能。 现在开启的小世界一共五个, 分别是红焰小世界, 地漫小世界, 闪电小世界, 石原小世界, 尖刺小世界。 如果算上初始小世界一共是六个, 所以是60%吗? 那想要突破至100%, 看来还要找四的才行。 林峰想着这件事的时候, 刚才吞噬的黄桃子就已经开始融入暗黑色圆球当中。 很快, 暗黑色圆球上的文字变了。 天烈小世界, TX病毒感染。 属性? 黑暗。 世界构建程度, 69%。 天赋。 暗影猎杀, 主动。 林峰顿时皱起眉头, 就69%。 这个大屁股不顶用啊。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吞噬的异兽材料不够多, 说明他还要去买。 可是光这一个屁股, 就花了他50万。 要想成功分离出天烈小世界, 怕是还要再投二三十万的样子。 这天烈幽狐的身体材料很少见, 更是没有单瘦的, 要想再弄一个二三十万估计还不够。 林峰叹了一口气, 他就想进研究学院, 毕业找个研究所混日子, 怎么这么难啊? 这付出和产出, 快要不成对比了。 林峰一时回归本体, 他起身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变化。 虽然没能成功分离小世界, 可他明显感到, 身体素质又精进了一些。 天烈幽狐的天赋能力可以使用了, 先试试。 林峰闭眼, 他的精神力浸透暗黑色圆球。 他在睁眼的时候, 目光里倒映出了一头体型瘦小的黑色狐狸。 天烈幽狐。 下一秒, 林峰的身体迅速化过阴影, 一招斩向窗台上的鼻桶。 咔咔咔。 鼻桶四分五裂, 就连墙壁上都多了一道清晰的爪痕。 所有的一切, 发生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 在林峰的感知里, 他仿佛置身于黑暗, 就连时间都变慢了许多。 这能力。 林峰骇然起来, 难怪天烈幽狐如此难抓。 这几乎是编号一百之后, 最恐怖的暗杀者。 这一种族虽然体型瘦小, 力量也不是很强, 可却能前行黑暗, 游烈光明。 贵, 是有贵的道理的。 但在欣喜过后, 林峰也有些头晕目眩起来。 仅仅这一秒, 竟然消耗了不少精气神。 林峰有些无奈, 只能躺在床上, 凝神闭目。 他就这样睡了过去。 直到房门外传来顾凡月的声音后, 他才有些疲惫地起了身。 这能力要少用, 可以当作保命的底牌。 林峰心里暗道。 打开房门, 爸妈和林源都已经回来了。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林长盛问道, 昨晚又熬夜看小说了。 没。 林峰摇头, 天天训练, 累着了。 学院也真是, 你都突破一星戒者了, 还给你安排这么多训练。 林长盛笑道, 不过多练练也是好事。 之前那个考官说了, 你借力等级到了18。 三, 这几天努努力, 争取上20。 零。 这样就可以参加二星戒者考核了。 林峰的脸色有些微妙。 如果他跟林长盛说, 自己的借力等级应该突破40。 零了, 林长盛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而此刻, 顾凡月却是端了两盘炒肉出来。 要劳逸结合, 别整天鼓动小风练练的。 顾凡月称怪道, 你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头扎进训练里, 整天被别人说成五疯子。 你还别说, 当年因为这个, 不少女孩子追过我。 林长盛一时兴起, 想要跟林峰炫耀一下自己当年的情史, 但看到顾凡月杀人的目光后, 后面的故事就被他硬生生吞了回去。 老爸, 然后呢? 林峰好奇问道, 你接受了吗? 没, 后来就在你妈手里了, 不然怎么可能有你们俩? 林长盛道, 你妈是我献过最漂亮, 最温柔, 最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了。 看着求生欲满满的林长盛, 无语至极, 他还想听点不一样的呢。 顾凡月听到这话, 也是哼了一声道, 就知道平嘴, 过来帮我盛饭。 来了, 林长盛屁颠屁颠了, 跑进了厨房。 林峰无奈, 在恩爱的父母面前, 自己每次都有一种当电灯泡的感觉。 他只能看向在客厅里打游戏的林元, 凑过去低声道。 圆圆, 你那同学还收鲜血精华吗? 收啊。 林元一边控制着手柄, 咱们不是说好周末才去进货的吗? 你哪里来的原材料? 我早上花了三十万, 收了一些。 林峰道, 我算过了, 如果能一刻能卖五六万, 咱们收过原材料, 绝对能赚。 林元一听到能赚钱, 顿时暂停游戏, 两眼冒小心行道。 真的, 能赚多少? 每十万块钱, 少说这个数。 林峰伸出五根手指, 五千, 五万, 五万。 林元顿时经了利润能到百分之五十, 那就看你能卖多少钱了。 林峰道, 如果按照普通鲜血精华卖, 不光赚不了钱, 还会倒亏钱。 但你同学家里, 要是能收走这些鲜血精华的话, 咱们可以长期供应, 赚它一大笔。 林元眼里的小心性更多了。 你一晚上能出三十颗, 三十颗能卖一百五十万以上, 成本一百万不到, 利润在五六十万左右。 也就是, 咱们一晚上能赚五六十万, 十天就是五六百万, 三个月就是五六千万。 哥, 咱们发财了呀? 林峰听到这话, 人都骂了。 且不说原材料的价格问题, 他一晚上提炼这么多血肉, 得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 林元这是把他当生产队的驴屎了呀。 忍不了这么多。 林峰硬着头皮道, 这东西提取很费精力, 你哥我得累死。 也是。 林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拿起手机, 开始看购物软件。 林峰疑惑问道, 你在干什么? 给你买点枸杞, 到时候泡水喝。 林元道, 这样你就可以多炼一点了。 林峰大惊, 原元咱不至于, 更何况还要搞定原材料呢。 原材料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那群同学里面有好几个家里都做药物生意的, 应该可以用低价买到。 林元道主要是资金和你的产能。 还有老哥, 你这个炼制能教教我摸? 我也想学, 可以学费三百万。 林峰伸出手道给钱就有。 林元愣了, 你连亲妹妹的钱都要收。 林峰哼道, 说的你好像不是收了我不少风口费一样。 其实他也就说说, 炼制异兽血肉用到的天赋能力, 熔血, 是红艳小世界的附属天赋, 没办法教别人。 不教就不教。 那我给你搞定原材料, 我要多分半成。 可以。 林峰痛快答应了。 他算过了, 如果还要再开四个小世界, 起码得再要个四百万左右。 四百万, 如果不靠熔血, 光是去研究所做实验拿酬劳, 起码要二十次。 吃了晚饭后, 林峰立刻投入了炼制异兽血肉的事情当中。 随着天赋溶血的开启, 林峰左手边的异兽血肉, 慢慢地变成了右手上的血珠。 然后这些血珠在瓶子里融合, 凝成了血精。 一晚上, 失败了三次, 跟预料得差不多, 林峰成功弄出来十枚鲜血精华。 这些, 应该能卖个五十多万。 林峰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深夜一点了, 他连忙洗漱一下, 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 他把鲜血精华交给了凌园之后, 就匆匆赶往学院。 他跟郑鸿基约好了, 早上来他这里学习闪拳, 以应对周五的交流赛。 就几天时间, 若是能学会闪拳, 他的战力也会大幅提升, 哪怕莫到三星戒者门槛, 也可以与三星戒者一战的老郑, 我又来了。 林峰笑眯眯地, 从郑鸿基的小院外冒出头, 但他发现, 小院里却是多了十来个老兵, 这些老兵一字排开, 站在郑鸿基面前。 报数, 郑鸿基立刻到, 一, 二, 三, 十, 报告连长, 人数到齐, 老兵们身体站得笔直, 目光灵力, 仿佛气势丝毫不减当年。 嗯, 郑鸿基点了点头, 眼中隐隐闪烁着泪光, 林峰这才知道, 郑鸿基以前在军队里, 竟然是个连长, 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编制般, 三个班一个排, 三个排一个连, 林峰望向那些老兵, 其中不少已经头发稀少, 行将就目, 但依旧站在那里。 林峰, 你小子来了, 鬼鬼祟祟做什么? 郑鸿基怒骂道, 还不快滚进来。 林峰硬着头皮跑了进来。 老郑, 你干嘛呢? 这是我的老战友们。 郑鸿基道, 十个人刚好一个班。 你不是连长吗? 手下就这么点人。 林峰古怪问道, 其他人呢? 这话一出,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郑鸿基目光黯然道, 除了几名林空静已经去参战之外, 我这个连, 你面前的就是全部。 林峰正住, 他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好意思老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小子, 还会道歉。 郑鸿基倒是笑了, 认识你以来, 头一遭啊。 林峰,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学院里的学生, 现在由我看管。 郑鸿基道, 他叫林峰, 你们谁有空就跟他练练, 帮他一把。 不少老兵的目光都望向了林峰。 林峰身躯一阵, 这些老兵虽然跟郑鸿基一样老太龙中, 但每一个几乎都是战场上的好手, 而且全是混沌镜的存在。 战斗技巧, 杀敌手段, 身体素质, 各方面都是一流。 老连长, 学生可以回来再教,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人群里, 一个白胡子老头问道。 林峰注意到, 他身后还背着好几把步枪, 这些枪械看上去都上了年纪。 这应该是一个习惯使用热武器的老兵, 跟他们约定的时间是今天下午。 郑鸿基道, 不过现在战区杂乱, 我们绝对不能乱跑, 得按照军区的规划来, 他们会派人过来带我们走。 这句话,咒没道。 老郑, 你不是说还有几天吗? 怎么今天就要走? 情况有变。 郑鸿基神情凝重道, 昨晚军区的人联系到我, 江南市墙外的异兽数量突然暴增。 尤其是混沌级的异兽, 更是呈现出指数倍增长。 仅仅一个晚上, 多个方向爆发三级兽潮, 甚至在半夜时段, 还爆发了一次二级兽潮。 昨晚, 有好几名凌空进陨落。 我们这些老兵, 虽然只有混沌进实力, 但组成小队, 杀戮速度不比那些凌空净差。 今天下午出发, 就在外面过夜了。 郑鸿基道, 小子, 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就自己练拳, 别把我这小院弄他就行。 临风一震, 他没想到, 事情恶化得这么快。 如果江南市墙外的兽潮得不到有效意志, 那么江南市的城墙或许会被异兽潮冲击。 一旦如此, 江南市将会陷入危险, 人们都将失去当下平稳的生活。 不过, 我们还有一个上午可以陪你练。 郑鸿基道, 等会儿宋子穿过来, 我去教他闪电五连边的要诀, 你这闪拳, 就让我这些老战友教。 好几名老兵都拍了拍胸脯, 向郑鸿基保证道。 你放心老连长, 这孩子交给我们, 不会有事的。 临风腿有点软, 一个郑鸿基就够他喝一壶的, 这下子来了这么多混沌镜盯盯着他。 岂不是完蛋。 临风脸色古怪, 这老兵虽然满头白发, 连落腮弧都是白的, 可哪怕身子骨有一点弯曲, 看起来都很高很壮。 想必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高大的壮汉。 臭小子, 你王卫爷爷, 是咱们营里的火炮手。 当年扛着一把加特铃, 杀穿过一次三级兽巢。 郑鸿基的话, 让临风颇为吃惊。 三级兽巢,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但还是有不少混沌镜, 死在那种级别的兽巢里的。 眼前这个老兵, 竟然能杀穿一次兽巢, 可见实力非同小可。 老连长说笑呢, 没有其他老战友的帮忙, 我怎么可能杀几个来回。 王卫笑笑, 知识现在老了, 扛不动加特铃了, 只能带点轻武器上去杀敌。 孩子, 不过你放心, 我不用武器, 就跟你比拼拳脚功夫。 听老连长说, 你天赋不错, 已经快要成为二星界者了。 凌风听到这话, 扭头看向郑鸿基。 老郑, 你在我背后夸我了。 郑鸿基老脸一红, 怒道, 你这浑小子到处惹事, 我怎么可能夸你? 不骂你, 就是对你的仁慈了。 凌风笑道, 夸我就直说, 还扭扭捏捏的, 真是。 可是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看到了郑鸿基, 正往上撸袖子。 呃, 那啥, 我们开始吧。 凌风赶紧催促王卫, 他怕再晚一会儿, 郑鸿基就忍不住亲自动手了。 行, 王卫道, 老连长昨天教了你闪拳。 朝我打出来, 我看看你的力度。 好。 凌风深吸一口气, 郑鸿基昨天说了, 普通人出拳的力量是扩散的, 所以要把力量尽可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 这样一来, 扩散出去的力度就会归拢, 达到穿透的效果。 这就是闪拳凌风有些懵懂, 但还是汇聚力量, 将自己的肌肉用力方向调整至一个方位。 小心了。 凌风猛地跨出一步, 拳头瞬间打出。 碰。 这一拳砸在王卫的手掌上, 王卫轻移一声, 竟是退后了半步。 虽然凌风这一拳还不足以伤到混沌镜的他, 可凌风爆发出来的力量, 却是让他颇为震惊。 这力量, 已经超过一吨了。 王卫是热武器的专家, 每次带的子弹都是按吨算的, 所以他对重量很有把握, 绝对不会估计错误。 不光是超过一吨, 具体数值应该在一。 三吨左右。 一。 三吨, 也就是1300公斤。 这特模是二星戒者。 说凌风是三星戒者, 他都信。 原本都打算观战的老兵们, 也被凌风这一拳震惊到了。 无论是出拳速度, 还是打击的力量, 以及打出后, 王卫有些吃力的反应, 都不像是一个还莫经历过大考的学生, 所能施展的。 一名老兵, 忍不住问郑弘基。 老连长, 他真的支持二星戒者。 郑弘基也猛了。 二星戒者, 戒力等级20, 零是标准线。 一般来说, 力量应该不会超过800公斤, 速度不会超过25米, S。 可凌风刚才发挥的力量, 明显大于这个数值。 不可能。 郑弘基道, 他刚刚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还没几天呢? 顶天了, 也只能到达二星戒者的层次。 可是这力量和速度, 绝对不是刚达标的二星戒者。 这都快赶上三星戒者了。 二星戒者和二星戒者, 也是不一样的的。 戒力等级20, 零和59。 零, 两者的力量很有可能相差一倍。 眼下, 就连郑弘基也摸不清楚, 凌风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场中的战斗, 还在继续。 王卫收起了原本轻视凌风的目光, 反而凝重起来。 他原本以为郑弘基说凌风天赋不错, 也就是普通天才的地步。 这样的天才,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里, 能抓出来不少。 可他没想到, 郑弘基谦虚了。 这凌风还没有经历过大考, 没有受过高等学院的资源供应, 就能拥有这么强的实力, 才可比。 老连长, 我说你怎么在这排名倒数的中等学院里, 摸了这么多年的鱼, 原来是因为这里有这么好的苗子。 王卫大笑道, 等解决了异兽潮, 我也要来这里当学院强者。 郑弘基一瞪眼, 他想反驳, 却哑口无言。 他在这, 是因为他欠宋院长父亲一条命。 其他中学的护道强者, 顶填了四星戒者, 而萧然中等学院, 混沌镜。 这是郑弘基当年的沉默, 可不是因为凌风这小子。 孩子, 你的力量很不错, 但是还没有抓到闪拳的精髓。 王卫大声道, 集中注意力, 将自己的力气都汇聚在一个点上。 然后, 迅速打出。 来, 你再试试。 凌风退后两步, 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他发现, 自己对力量的掌控的确不太到位, 只会蛮力出拳, 而郑弘基这些混沌镜, 用力显然更准确一些。 要不, 试试勾连闪电小世界的天赋能力。 凌风思存道, 闪电小世界的能力, 是属于闪电猎豹一族的速度型天赋电光冲击, 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速度。 这种提升, 是全方位的, 自然包括出全速度。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打出二连击, 那或许也能做到闪拳的效果。 凌风笃定了心思, 精神力开始渗透湿海中那金黄色的闪电小世界。 电光冲击。 凌风眯起双眼, 下一秒他迅速临近王卫, 一拳朝着王卫的胸口打出。 什么? 饶氏身为混沌镜的王卫也是大吃一惊。 他下一时开启了小世界的能力, 皮肤上镀了一层银色的金属, 并且双手交叉, 挡在胸前。 凌风第一拳先到, 蕴含的力量虽然跟刚才差不多, 但速度的改变, 让这一拳爆发力也惊人无比。 随后, 凌风在极短的时间里再次打出第二拳, 连续两拳都把王卫打猛了。 他后退了好几步, 手心隐隐发痛。 这个结果震撼了所有的老兵。 老连长, 你开什么玩笑? 一个老兵道, 这是二星戒者。 能出拳就让王卫开启小世界能力, 全身金属化的绝不可能只有二星戒者层次。 别说他们, 就连郑鸿基也待在了原地。 凌风的速度, 力量已经超越了二星戒者太多, 尤其是刚才突然爆发的速度, 让郑鸿基都莫反应过来。 而此刻的凌风却是大汗淋漓。 虽然爆发了小世界的能力, 但他的精气神也被小世界吸走了一部分当作能源。 不过这一次出拳, 也印证了凌风的想法。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自己虽然做不到力量的汇聚, 但他可以快速出拳, 达到二连击的效果。 这种效果, 虽然跟闪拳有一些出入, 但穿透力上来说, 绝对不差。 这是属于他凌风的闪拳。 王卫解除了自己的小世界能力, 揉着有些发疼的手, 难以置信地望着凌风。 他的小世界属性是金, 混沌进时期可以调动一部分力量覆盖全身, 让自己防御强化。 这种能力, 有点类似于石渊兽和地曼兽的防御机制, 能抵抗大部分异兽的攻击。 老连长, 你跟我说实话, 他到底是什么等级? 王卫咒眉问道, 他绝对不可能跟你说的一样, 只是一个二星戒者。 什么二星戒者? 我说了, 他刚过一星戒者考核, 郑红级满脸古怪,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半个月前凌风的戒力等级只有1。 5, 自从给了他一块地曼兽的鳞片后, 凌风就跟开了挂一样, 戒力等级突突突地上涨。 这半个月, 成绩好点地吃补药, 也就上去了2-4左右的戒力等级, 如陈星瑶。 哪怕是宋子川, 在宋院长的超能力之下, 也不过堪堪提升到82, 完全不够一星戒者考核的入门水准。 而凌风呢? 说他现在戒力等级到三星戒者层级, 这群老战友, 估计都信。 对不起王爷爷, 我莫收住手。 凌风歉意道, 晚点我让老郑给你们赔罪。 郑红基猛了。 你打的, 为什么我赔罪? 凌风道, 你教的闪拳, 你不赔罪, 谁赔罪? 郑红基。 好家伙, 责任转移这一套, 算是被你小子玩明白了。 郑红基正纳闷呢, 他想, 现在就把凌风抓去测一下戒力等级, 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少能力。 但小院门口, 却是走进来一人。 郑老, 这声音让众人回头。 是宋子川。 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都是我的老战友。 宋子川眼睛一亮, 立马礼貌地朝着这些老者, 恭恭敬敬地敬了一礼。 各位爷爷好, 我叫宋子川, 是这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 王位看着宋子川, 不由问郑红基道, 老连长, 你这收图还收两个的? 这小子是什么戒力等级? 快到一星戒者了。 郑红基笑道, 大考前应该能过一星戒者考核。 这话在众多老兵听来, 颇为古怪。 林峰那种实力, 郑红基却说他快到二星戒者了。 现在郑红基又说宋子川快到一星戒者了。 也就意味着宋子川起码拥有二星戒者的实力。 王位诧一道, 没想到这个排名倒数的学院, 竟然有这么出色的学生。 王位立马从郑红基小院的角落里, 搬来了一块训练用方石。 孩子, 先用这个练练手, 然后我陪你打一场, 看看你的实力。 宋子川人傻了。 他看到那方石的瞬间, 右手隐隐作痛。 这个, 我敲不碎啊。 别谦虚了, 我知道你在隐瞒实力。 王位笑呵呵道, 老连长也真是, 你们都这么厉害了, 还藏。 宋子川彻底梦了, 这个老头子在说什么。 其他老兵也道, 孩子, 露一手给我们看看。 宋子川快哭出来了, 他上次动手捶这个石头, 非但没有把石头敲碎, 反而右手骨折了两天。 如果不是宋院长花钱给他买了好药, 不然也不会好得这么快。 到现在他右手还疼呢。 郑宏基脸色古怪道,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他借力等级还没到一星戒者层次。 老连长, 你看林峰, 你之前也说他没到二星戒者, 结果我的手都差点被他打伤了。 王位道, 你还想骗我们? 郑宏基顿时无语, 林峰的情况, 其实他也不知道。 这小子也不知道吃了啥, 借力等级蹭蹭蹭往上涨。 但宋子川是真的猜。 这一点, 他知道, 让他捶这方石, 怕不是得把他重新捶进医院里。 子川, 你去拿铁鞭, 去鞭上训练吧。 郑宏基摆摆手道, 这里交给林峰。 宋子川一愣, 他看了一眼林峰, 有些不甘心。 郑老, 我也想学昨天的拳法。 他咬牙道, 你能不能也教我。 林峰插话道, 你连鞭子都完不明白, 就想学拳法。 等会儿把你自己弄伤了, 你还得拐这石头。 宋子川脸色铁青, 但他没有李林峰, 而是看向了郑宏基。 郑宏基虽然不愿意赞同林峰说的, 但无奈他也这么认为。 子川啊, 你当务之急, 事先巩固基础。 我交给你的闪电五连鞭, 刚好可以让你打把身体素质提升上来。 郑宏基道, 你只要能打出三鞭, 提升效果就很大了。 郑宏基说的是实话, 这套编法通过电流, 可以促进人的身体素质, 知识一般人扛不住这种电流, 再加上, 这又是雷霆一门的功法, 所以才没多少人练。 宋子川不解问道, 那为什么林峰可以练? 我跟他差距也不大呀。 郑宏基淡淡回答, 他脸皮厚, 不导电, 所以能玩电, 学得快。 林峰嘀咕道, 老郑, 你别忘了, 你比我还能玩电, 你岂不是在骂你自己。 他后半句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郑宏基凌厉的目光瞪了回去。 宋子川听到这话, 叹了一口气, 只能作罢。 他一个人拿着铁鞭去鞭上训练了。 同时, 有两个老兵自告奋勇去指导宋子川。 林峰则是在郑宏基的指导之下, 继续训练闪拳。 很快, 中午到了, 一辆军车停在了郑宏基小院的门口。 郑前辈, 我来接你们了。 从军车上下来一个青年, 林峰一看, 有点面熟, 正是之前在研究所里献过的张华上尉。 知识此刻的张华脑袋上绑着蹦带, 胸口的军服拉链莫拉上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布条, 布条还沾染了一些鲜血。 郑宏基健壮, 脸色凝重问道。 小张, 你也去战场了。 是。 张华点头, 情况危急, 我们军区能上的都上了。 郑宏基疑惑道, 你之前带来的小李他们呢? 怎么莫来? 张华眼眶忽然红了, 他朝着郑宏基进了一个军礼。 报告郑前辈, 李天盛他们已经为了江南市的和平, 光荣殉国。 所有的老兵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神情木讷地望向张华。 有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林峰的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知道, 郑宏基没有说错, 墙外是死亡与绝望的天堂。 人类有太多太多的强者, 死在了外面。 他们猎杀异兽, 而异兽也在猎杀他们。 他们, 牺牲了呀。 郑宏基的背影仿佛在这一刹, 变得落寞起来。 挺好的几个孩子, 怎么说磨就磨了。 郑宏基悠悠叹息, 这些年, 他陷过的死亡太多太多了。 战友, 后辈, 甚至是学生。 人类为了保护家园, 牺牲了太多。 很多鲜活的生命都化成了一泼黄土, 还请各位前辈出手。 张华郑重道, 墙外需要各位的力量。 上车吧, 老朋友们。 王卫把枪械都背上了身, 对众人道, 是时候该活动活动了。 一群老兵也笑了。 哼, 绝不能让这些年轻人抢了咱们的风头。 走, 去给墙外那群该死的牲畜一点颜色看看。 虽然这么说, 但凌峰分明看到, 这些老兵的笑容带泪。 这一刻, 他望着这些老兵忽然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这个时候, 张华忽然看到了凌峰。 他有些诧异, 却没有多说任务紧急, 容不得他多想。 时的老兵扛着自己的武器坐在军车后面。 五五对坐, 相顾无言。 而郑宏基则是坐上了副驾驶。 张华发动车子, 掉头的时候, 问郑宏基道, 郑前辈, 那个跟你们在一起的学生, 是不是叫凌峰? 郑宏基一愣。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之前在心意研究所见过他。 张华笑道, 他的家庭, 你清楚吗? 郑宏基皱眉, 你想拉他进军方。 张华笑道, 这孩子天赋不错, 而且跟心意研究所也有点关系。 如果可以, 拉他进军方也不为过吧。 只是, 张华脸色古怪, 本来想找人查一下他的家庭, 看看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但让我很费解的是, 以我的权限, 他家庭的所有资料都无法掉去。 什么? 郑宏基一愣。 张华是上尉军衔, 在军区地位不低了。 按道理, 一个普通学生家庭的资料, 他很轻松就能调查到, 而且, 不可能全线不够。 郑宏基惊讶道, 不可能, 林峰是普通家庭, 不可能会被官方设置全线的。 不光如此, 我还遭到了来自上级的严正警告。 张华很是无奈, 他们勒令我停止对林峰一家的调查, 如果再被发现, 就隔出军职。 郑宏基彻底梦了。 这不能啊。 林峰的老爸林长盛, 知识心管的一个教练, 实力不过四星戒者。 而且听林峰说, 他父亲早些年小世界受损, 已经没有进步的可能了。 这样的家庭, 资料为什么会被如此保密? 据我了解, 林峰的父母实力不强, 都是四星戒者。 郑宏基道, 他们没道理会有这么高的保密等级。 难道说, 是林峰他祖辈的原因? 张华问道, 江南市有姓林的强者吗? 年龄跟您相仿吧? 江南市应该没有。 郑宏基摇摇头, 但整个天下国还是有的。 莫非林峰是他们之后? 借着四星, 一星未入门, 四星未巅峰。 往后的混沌境, 凌空境, 秩序境, 同样也是这样的四星标准。 张华道, 我倒是认识一个一星秩序境的灵性强者, 但他牺牲十二年了。 是那次围剿兽皇的战役郑宏基, 对十二年这个年限很敏感。 人类在二十年前, 于归须一战, 战败于兽皇。 天下国两位制强者, 以及大部分强者陨落。 而后又过了八年, 人类再次找到机会集结强者, 最终击杀了兽皇。 兽皇, 苍龙王。 是。 张华道, 他就是在那次战役中牺牲的。 但他是辉州市的强者, 应该跟林峰没有关系。 这就奇怪了。 郑宏基道, 等回来之后, 我问问林峰。 郑前辈, 如果可以的话, 让他来我们军区, 以他现在的实力, 应该快到三星戒者了吧。 张华上次在研究所献过林峰, 那一拳的力量, 应该能超越寻常三星戒者。 但那是要玩的能力, 林峰本身的力量, 应该低于三星戒者。 三星戒者? 郑宏基人妈了, 连你也这么说。 张华一愣, 什么我也这么说。 那小子上周才过一星戒者考核, 而且半个月前, 他的戒力等级才一。 五。 郑宏基快崩溃了, 就这么短的时间, 哪怕吃仙丹都吃不上三星戒者。 他半个月前借力等级才一。 五。 这回轮到张华猛了, 不可能。 那天在心意研究所里, 虽然有药物的加持, 但他本身的力量绝对不止二星戒者。 我们都觉得他即将突破三星戒者。 两人久久不言, 郑宏基忽然意识到, 他教出来的有可能并不是天才, 而是妖孽。 你把车开回去, 我要亲自去教训那个臭小子。 让他老实点。 郑宏基咬牙道, 不然以他现在的实力, 等我回来, 学校都要被他闹翻了。 郑前辈, 任务未重。 张华大惊, 连忙劝导, 咱们都快出城了, 再回去也不合适。 我等会儿, 还要去接一些前辈呢。 郑宏基听到这话, 只能作罢。 这次出城, 没有三日, 他们肯定是回不来的。 而萧然中等学院里, 林峰正坐在郑宏基的堂椅上, 喝着茶。 子川啊, 你要加油, 再过两天, 就是交流赛了。 林峰学着郑宏基的语气, 老气横丘地对宋子川道, 你看你, 你连这简单的编法都学不会, 去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岂不是丢我丢人。 宋子川咬牙切齿, 郑宏基前脚刚走, 林峰这混蛋, 居然就在这装无作样起来了。 林峰, 你别高兴太早。 宋子川怒道, 咱们三个去交流赛, 那边都是天才。 你虽然厉害, 但放在那群天才里, 就是菜鸡, 到时候他们肯定比试你。 真的吗? 林峰笑眯眯道, 如果他们不仅不比试我, 而且还来献殷勤, 怎么办? 宋子川愣了一下, 吃笑道, 你在做什么白人梦?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那里, 几乎全都是一心借者。 你放在他们那, 也就掉车尾, 他们会向你献殷勤。 开玩笑? 要真是这样, 我宋子川倒立在操场上跑一圈, 让全校围观。 林峰眉毛一条, 这是你自己说的呀, 跟我没啥关系。 哼, 要不是呢? 宋子川冷笑道, 你也得在操场上倒立跑一圈, 让大家看看。 没问题。 林峰立马答应了下来。 宋子川虽然有些疑惑, 林峰答应得如此痛快, 但一想林峰说的是绝对不可能, 就哼了一声, 继续在院子里训练起来。 郑红基离开后, 两天都没回来。 林峰当晚也从陵园那里,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报酬。 随后他去了一趟一号商铺, 但可惜的是, 他并莫能找到便宜的天猎幽狐身体材料。 最便宜的售价也要百万。 除非有人买下分割一些给林峰, 否则林峰不可能将其带回来。 林峰只能再进一些易受血肉, 进行鲜血精华的提取。 有陵园的销售渠道, 攒到这么多钱也知是时间问题。 林峰也顺路去新馆, 悄悄测试了自己的借力等级。 跟他想的一样, 力量方面达到了1310公斤, 速度有不少突破, 超越了30米, S达到了30, 2米,S。 借力等级测算为49, 45,距离三星戒者的标准60, 0,的确差得不多了。 很快,周五到了。 这一天, 林峰、宋子川、陈兴尧三人都坐上了宋院长的车子, 前往了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其他参观的学生则是坐着大巴车跟在后面。 宋院长这一次带了大概40多个学生, 他们不参赛, 知识来观战。 这对他们的借力等级提升, 也有好处。 宋子川一路上得意洋洋, 正老的办法的确有用, 就这两天,我借力等级飞速上涨, 现在已经突破9, 0了。 估计再过一个月, 就能到达一星戒者的水准。 陈兴尧一如往常, 没有搭理宋子川。 他的借力等级是三人中最弱的, 只有6。 吧! 这还是他家里, 咬牙给他买昂贵补药的结果。 但陈兴尧家里比不上宋子川, 不可能花几百万给他定制补药的。 这一场交流赛, 陈兴尧的压力最大。 你们啊, 都不要有什么压力。 开车的宋院长笑道, 就是一场普通的交流赛, 咱们是去县市面的, 输了不丢人。 过程最重要。 到时候, 别伤着碰着, 影响大考就行。 说完这话,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上的宋子川。 林峰注意到, 宋院长表情似乎有些微妙。 但他只能看到宋院长的侧脸, 所以也没察觉什么端倪。 宋子川此刻也在信头上, 自然莫注意到什么。 宋院长将车子停在了江南第一中等学院门口。 学校正大门上方, 已经挂上了横幅。 热烈欢迎萧然中等学院来我校参观与交流。 迎接宋院长的, 赫然就是之前出现在宋院长办公室里的女人。 也就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副院长, 李明燕。 今天的她, 穿着一身小西装, 带着学生站在校门口迎接宋院长一行人, 宋院长。 李明燕笑着上前, 握住了她的手。 你可算来了。 宋院长忽然觉得, 有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还默等她回答, 李明燕的目光就落在了另一边下车的宋子川身上。 这就是你儿子吧? 果然跟你一样, 一半人才, 另一半。 宋院长脸色有些古怪。 嗯, 你说什么? 我说她一表人才。 李明燕笑眯眯道, 快进去, 我们已经都把场地准备好了。 宋院长心里有些忐忑, 为了这个研究学院的名额, 今天估计就要苦了宋子川了。 也不知道李明燕安排了什么交流赛。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占地面积比萧然中等学院大不少, 而且光是训练的操场就有两个。 东边一个, 早上升旗都在哪, 西边一个, 当作训练场用。 临风之前去的是西边的那个。 而这一次举办交流赛的是东边的主田径场。 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们由体育老师安平生带领, 下了大巴车。 他是三星戒者, 但戒力等级快要突破四星戒者门槛了。 这一次来江南第一中等学院交流。 除了工作之外, 安平生也想看看这里的训练模式和环境。 全体都有, 列队, 跟着宋院长, 不要吓跑, 不然就待在车里, 不要进来了。 学生们都老老实实地排队, 按照安平生说的去做。 这种交流的机会很少, 他们得抓住。 临风三人则是跟在了宋院长身后。 李明燕看了一眼三人, 问道, 另外一个男孩子, 就是你说的临风, 是他要去研究学院。 对, 宋院长无奈道, 这孩子怎么劝都劝不住。 李明燕笑道, 看来是对自己的借力等级, 没有什么自信。 他们的对话, 身后的临风都听到了。 这俩人怎么会明白, 只要去了研究学院, 毕业后就能包分配进研究所, 再不计也是研究行业, 能摸鱼。 而借着学院集卷, 人人都在为了借力等级, 争先恐后。 临风现在是泪点, 但进了研究学院, 就能拿前世的经验躺平, 和乐而不畏。 看着操场上列队的学生, 李明燕继续笑道, 我们学院今年运气好, 突破二星借者标准的学生, 就有十来个。 其中还有几个, 拿到了二星借者考核证书, 甚至有两三个的借力, 等级直逼三星借者了。 宋院长表面上不说话, 暗中却是叹了一口气。 都是学生, 年纪相仿, 萧然中等学院, 可比他们差太多了。 他们还在为了本科线而挣扎。 很多家庭吃不起补药, 只能奢求孩子自己努力。 而反观这里, 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一抓一大把。 有些人天赋不行, 但家里肯花钱, 各种补药, 甚至是混沌镜, 凌空镜的老师都安排上。 再不行, 就出国, 去国外接受训练肚层经回来。 这样搞下来, 哪怕是投诸, 都能过一星借着考核这回我们参赛的学生就三个, 怎么给他们安排对手。 宋院长问道, 很简单, 我们的学生带上负重物。 李明燕道, 负重物件分别在头部、颈部、手腕、脚腕以及小腿上。 一共七件, 总重量350公斤。 你们的学生配戴同样款式的负重物, 重量不到一公斤。 这些负重物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和手腕脚腕这些脆弱的部分, 所以, 哪怕打得激烈了, 也不会出事。 宋院长有些吃惊, 身上挂着700斤的重物, 去跟人打斗。 速度会被限制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是李明燕对自己学院的学生太过放心, 还是单纯地想让他们一手。 可宋院长还莫说话, 他们身后的林峰插话道, 那个, 我想问问这个名额是赢了就有, 还是说以其他的方式获得。 赢了, 或者另一种方式。 李明燕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宋院长。 宋院长毛骨悚然, 林峰则是点头道, 那就好, 快点开始吧, 我争取速战速决。 什么玩意儿, 你就速战速决。 宋院长的脸色, 也僵在了那里。 哪怕你小子最近提升很多, 也不应该在这里狂妄, 因为在这里狂妄, 是要挨打的。 宋子川更是毫不犹豫地嘲讽林峰道, 你以为是在我们学院里, 还速战速决, 真搞笑。 林峰犹豫了一会儿, 神情古怪地盯着宋子川道, 班长,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贬低自己, 你还是在我手上撑了几招的。 宋子川的脸色顿时气得涨红, 宋院长则是立马劝道, 林峰, 难得来一次, 等会儿好好表现, 不要冒进。 好, 林峰点了点头, 如果是真公平对决, 林峰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现在那群天才都负重350公斤的东西, 除非他们的借力等级已经逼近四星借者, 否则林峰根本不慌。 研究学院的名额, 他势在必得。 三人被安排在了田径场的看台上, 而宋院长则是跟着李明燕走了。 宋子川望望望四周, 不少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都好奇地看向他们三人。 有些女生更是在窃窃私语。 宋子川瞥了一眼林峰。 你看, 我就说吧, 咱们来这里不被人鄙视就不错了。 你还想让那些人恭维你? 林峰, 是你傻了, 还是我傻了? 林峰平静回答, 这种事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还问。 宋子川发现, 林峰看向自己的目光里, 带着笔。 显然, 他是比较傻的那个。 宋子川有些恼怒, 但也只能忍下来。 他阴阳怪气道, 某些人真是大言不惭, 白日梦做到天上去了。 对吧林峰? 林峰没有回答, 而是起身伸了个懒腰。 大舅哥, 一声熟悉的呼唤从他背后传来。 林峰回头望去, 正是林一平。 最近咋样? 林峰笑眯眯问道, 莫想道你还真的来了。 林一平惊喜道, 我还以为你知识说说的。 林一平的声音, 引起了在场不少学生的注意。 他们这才发现林峰的身份。 那个不是林渊的哥哥吗? 对啊, 上次他来接林源, 在操场上追变态, 我还看到过。 他哥还是挺帅的, 就是借力等级太低。 不光是女生们, 还是男生们, 都开始议论林峰。 毕竟林源是整个学院里一等一的校花, 没有人比他还受欢迎。 作为林源的哥哥, 林峰一被人发现, 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很快, 一些男生女生都围住了林峰。 大舅哥, 欢迎你来。 我叫。 你一边去。 我先来的。 你才走开。 你一个女生, 来这里凑合什么劲。 咋了, 女生就不配拥有爱情了。 林峰倒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边上的宋子川, 陈兴尧看到这一幕后, 两个人集体实话。 林峰这是做了什么, 让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 都因为他吵了起来。 宋子川一时间默想明白, 他大脑彻底当机了。 那个, 我是来参加交流赛的。 林峰不好意思道, 还请你们安静一下。 听到这话, 不少人这才抢着坐在了林峰的身边。 林一平有些后悔, 当才应该小点声的。 这下好了, 跟捅了马蜂窝似的。 大舅哥, 我叫顾炎。 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高瘦青年笑着道, 我和林渊是朋友, 实不相瞒, 我正在追他。 大舅哥, 我叫宁辰轩, 我跟林渊学姐也是朋友, 我家是做军火生意的, 你可以让林渊学姐考虑一下我。 另一边, 一个年纪较小的少年恭维道, 后面还有人排队, 想跟林峰大话。 宋子川人傻了, 他现在脑子转不过弯来, 知识呆呆地看着林峰, 然后就被人挤了出去。 你谁啊, 别在大舅哥这傻坐着, 一边去。 宋子川还没回过神, 就被一个肌肉健壮的男生 一把拎了起来, 丢到了身后。 那男生口中还喃喃自语, 就这实力也配坐在大舅哥边上。 而陈兴尧则是缩在角落里, 就这样看着林峰, 目光呆滞, 一言不发。 热闹都是林峰他们的, 自己什么也没有。 林峰虽然心里有准备, 但看到这一幕, 脑袋不由大了一圈。 他不过是林渊的亲哥, 都能享受这待遇。 那林渊在学校里, 每天都是什么情况? 就在林峰麻木的时候, 操场那边传来一声惊呼, 快看, 是林渊。 林渊来了。 原本缠着林峰的学生, 顿时四散开去, 朝着林渊围围了过去。 被人丢出去的宋子川, 此刻正坐在角落, 看样子是心里受了一些创伤, 他口中喃喃, 怎么会呢? 这不可能。 林峰叹了一口气, 坐在了他身边安慰道。 班长, 我知道有些事对你来说还太走, 不过你别想赖, 周一记得回学校, 倒立跑操场一圈。 这个话就像是在宋子川心头补了一刀, 他顿时转头, 怒瞪林峰。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邪门的办法? 这重要吗? 林峰笑道, 还是说, 你准备赖账。 宋子川一时间莫能回答上来。 忽然, 他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朝着他这边走来。 黑压压的人群也跟着过来。 哥, 林峰坐在了林峰边上, 我来给你加油了。 他这一笑, 如沐春风, 不少人都醉了。 而宋子川的眼睛也瞬间直了,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恋爱结婚生子。 你好, 我, 你什么你? 林峰直接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恶狠狠道。 这是我妹妹, 你再看, 把你眼睛都挖出来。 宋子川呼吸一致, 他倒是没被林峰吓到, 而是震惊于林峰有一个如此漂亮的妹妹。 在看到林元的那一刻, 他顿时惊畏天人。 林峰有些无奈, 这群人是不知道林元的真面目。 要是知道, 林元在他们心里的形象估计要大打折扣。 人群里, 一个肌肉健壮的青年看到宋子川, 当即上前。 你什么档次啊, 跟我们一样坐在大舅哥边上。 不是告诉过你, 离大舅哥远一点吗? 那青年说完, 立马拽起了宋子川的衣领, 将其拎走, 丢出了人群。 宋子川想反抗, 但他却发现这男生的力量极强, 一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让他根本没办法动弹。 无奈之下, 他只能跟陈兴瑶坐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学生, 朝兄妹两人围了过来。 林峰焦头烂额, 他还是低估了林元的魅力。 这小财迷,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就尼玛离谱。 这个时候, 操场上的广播响了起来。 请参加交流赛的选手进场。 林峰一抬头, 看向广播。 我该走了。 林元笑道, 哥, 我会在这里给你加油的。 一旁的林一平也连忙道, 大舅哥我也会的。 然后一群人就开始喊起来了, 大舅哥, 我们都会给你加油的。 林峰有点麻木, 这好端端的课场, 怎么就变成主场了? 而此刻的宋子川, 陈兴瑶两人已经走完了, 从震惊到亥然到麻木, 最后到眼不见未尽的心路历程。 他们这一次跟林峰来参赛, 或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三人走进了操场中央的擂台上。 这擂台比普通的拳击擂台大五六倍, 四周还有一些摄像机, 可以进行全方位直播。 这是之前学院赛的时候留下的, 李明燕正好拿出来给林峰他们用。 另一边的主席台上, 李明燕和一些学院领导, 还有宋院长等人已经坐了下来。 按照常规, 学校领导轮番讲话, 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 李明燕最后拿过话筒, 低沉到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派出三名参赛者, 他们分别是 楚行、穆明峰、赵灵婉、 萧然中等学院, 派出三名参赛者, 他们分别是 林峰、宋子川、陈兴尧。 现在, 根据抽签有请第一组参赛者, 宋子川、穆明峰入场, 请剩余的参赛者在区域外等候。 一旁的宋院长听到这话后, 脸皮顿时一抽。 什么抽签, 根本没有。 李明燕看来是迫不及待, 要看宋子川出丑了。 唉, 女人记仇, 是真的能记一辈子。 但她也默化可说, 都进行到这一步了, 只能任凭李明燕安排, 希望不会影响宋子川大考。 宋子川有些无奈, 可还是第一个站上了擂台。 她的对面, 走来了一个头戴黑色金属环的壮硕青年。 是你? 那壮硕青年顿时认出了宋子川。 宋子川看到对方, 脸色也变了。 没错, 这家伙就是刚才在看台上连续两次把自己拎出去的壮汉。 快一米九的身高, 身上的肌肉层次分明, 看起来力量就很强。 没想到, 你跟大舅哥是一个学院的。 那壮硕青年笑道, 我给大舅哥一个面子, 三拳拜你。 宋子川顿时恼怒起来, 凭什么给他面子? 我不需要。 慕明风愣了。 你确定? 宋子川咬牙。 确定? 行。 慕明风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个箭步上前, 一拳如炮弹般打出, 狠狠砸在了宋子川的胸口。 宋子川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当即飞出, 直接摔在了泪台外。 全场鸦雀无声。 好家伙, 宋子川上场到退场, 还没一分钟。 他到底是要干什么的? 凌风看到这一幕, 脸色也是难看了几分。 如果真是三局两胜制度, 那宋子川已经败了一局。 还是秒败。 宋院长眉头紧锁, 难道这就是李明燕要的羞辱? 虽然古怪, 但好歹宋子川之事受了点轻伤, 倒也没事。 可他怎么都莫想到, 一旁的李明燕陡然起身, 拿起话筒喝道。 慕明风, 你在干什么? 裁判还莫说开始。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比赛并未开始, 但是慕明风已经一拳, 把宋子川打出去了。 这就很离谱。 黄牌警告。 裁判也回过神, 立喝道, 再有一次, 直接取消资格。 好了, 宋子川, 回场地吧。 裁判扶着宋子川, 重新上了擂台。 宋子川胸口巨疼, 但他的脸上更是挂不住。 自己竟然被人一拳揍飞, 这还算交流伞。 这是纯粹来挨打的。 而且, 因为刚才那一击作废, 自己还要再挨一拳。 宋子川快哭出来了。 台上的宋院长这才明白, 这是李明燕故意的。 你就是你的计划。 宋院长咬牙道, 别忘了我跟你的约定。 马上就大考了, 他不能受太重的伤。 怎么? 心疼了? 李明燕笑盈盈地看着宋院长。 当年你丢下我选择那个女人, 你可有心疼过我。 他虽然笑着, 可是眼中的绿色急盛, 那是埋藏了多年的怨念。 宋院长自知李亏, 只能叹了一口气, 不再说话。 场中, 裁判挥动旗帜。 比赛, 开始。 慕明峰没有马上出拳, 而是问宋子川道。 不好意思, 刚才没收住手。 我再确认一下哈, 你不要大舅哥的面子, 对吗? 宋子川一愣, 立马焦急回答道。 不不不, 我要。 他真的怕了。 他怕自己一点头, 下一秒就飞出去了。 连续飞出去两次, 那真是太丢人了。 他只能接受来自林峰的面子加成。 行, 看在大舅哥的面子上, 我让你一点。 慕明峰摆起架势。 来吧, 让你先出手。 宋子川神情凝重起来, 他在打量慕明峰身上的破绽。 按照他的估计, 慕明峰的戒力等级 应该已经超过了二星戒者。 但他身上现在有七百斤的重物, 不光是出拳速度, 就连普通奔跑速度 都会大幅度锐减。 速度是宋子川的优势所在。 他虽然戒力等级只有九。 零, 但速度未必比慕明峰差。 他深吸一口气, 开始慢慢绕着慕明峰走动。 两者的目光都盯着对方。 就是现在。 宋子川眼神一立, 他的脑海中回想起正宏机 交给他的闪电五连边, 一股力量就从宋子川身上喷涌而出, 让他猛地挥拳, 砸向慕明峰的肩膀。 慕明峰也迅速反应过来, 立刻轰出一拳。 两者的拳头并没有发生碰撞, 因为慕明峰的拳头 打在宋子川胸口的那一刻, 宋子川再次倒飞了出去。 这回他没有飞出擂台, 就倒在了边缘位置。 胸口传来的剧痛, 让宋子川大汗淋漓。 慕明峰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一脸欠一刀。 不好意思, 莫收住手。 你没事吧? 没事。 宋子川深吸一口气, 强忍胸口的疼痛, 勉强站了起来。 没事就好。 慕明峰笑道, 咱们可是约好了, 还有两拳。 宋子川人傻了。 宋子川本想认输, 但他怎么都莫想到, 这个时候操场的广播里, 响起了凌峰的呐喊。 宋子川, 加油! 我们这么多同学都看着你呢。 快, 上去把那大个子打翻。 同学们, 给宋子川加油。 随着凌峰的鼓动, 看台上的同校同学, 纷纷开始加油。 班长, 不要说。 站起来打。 宋子川, 把他打趴下。 我们相信你。 宋子川的脸色, 顿时僵住。 这下好了, 他想认输都不行了。 该死的凌峰, 他绝对是故意的。 另一边, 一群校领导望着学校广播, 难以置信。 怎么回事? 学校广播里, 怎么会传来其他学生的声音? 快, 让人去广播室看看。 宋院长看到这些人手忙脚乱的反应, 不禁有些好笑。 凌峰和那个江义,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能控制学校广播。 而且, 哪怕老师们检查了之后, 都没发现问题, 李明燕倒是很淡定。 这孩子挺有意思的, 倒是帮我了一把。 宋院长叹息, 你本来就不想, 让子川认输, 对吗? 你既然知道, 就不要说出来。 李明燕笑了笑, 小孩子嘛, 多挨点打, 容易成长。 因为那不是你儿子。 宋院长瞪了他一眼, 李明燕吃笑道, 我倒是希望他, 是我儿子。 可惜了, 某些人不愿意。 说到这里, 宋院长只能忍气吞声。 当年是他理亏, 现在有求于李明燕, 只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场中, 宋子川一脸苦涩地沾上了擂台。 他已经看出, 自己与慕明峰之间的差距。 哪怕慕明峰身上, 背负着七百斤的重物, 打他也跟打弟弟似的。 出手吧。 慕明峰道,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宋子川咬牙, 攥紧了拳头。 他深吸一口气, 朝着慕明峰快速接近。 宋子川加油。 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们不断呐喊, 我们相信你, 你一定。 停。 在宋子川临近的那一刻, 慕明峰迅速出拳。 这一拳落在了宋子川的肩膀上。 宋子川第三次到飞出去, 摔在擂台外, 令在场的人鸦雀无声。 而慕明峰则是跳下了擂台, 站在了宋子川的身边。 宋子川艰难道, 不是说好三拳吗? 是三拳。 他伸出拳头, 轻轻碰在宋子川的胸口。 宋院长叹了一口气, 看向李明燕。 杀人还要诸心? 要怪智能, 怪你儿子太弱。 李明燕道, 慕明峰还不是我们学院最将的。 宋院长无奈, 智能立马喊来安平声, 让他带着宋子川下去疗伤。 肖然中等学院这边的学生们都爱声叹息。 说了, 说得太惨了。 林峰的脸色更是难看, 第一局就这样败了, 接下来的陈兴尧不知道抗不抗得住。 他往另一边看去,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参赛者还有两名。 一个叫楚行, 是一名身穿白色校服瘦削青年。 另一个叫做赵玲婉, 是一个细着双马尾的可爱女孩子。 可爱到打一拳应该会哭好久的那种可爱。 再看陈兴尧, 这小妮子已经被吓得脸色发白。 宋子川的戒力等级比他要高, 都被这样羞辱秒杀, 他却岂不是更惨。 林峰皱起眉头, 以陈兴尧现在的戒力等级, 怕是不足以对抗楚行, 赵玲婉其中一人。 这样一来, 他还没出手, 小然中等学院就败了。 这可不行。 林峰暗道, 若是拿不到研究学院的名额, 我之后还怎么进研究所混日子。 影响到了他的躺平大计, 林峰格外认真了起来。 在短暂休息过后, 前去查看广播状况的老师也回来了。 李院长, 广播末问题, 应该已经修复了。 好, 我不希望再发生那种事。 李明艳看了他一眼, 你明白吗? 那老师立马保证。 您放心, 应该不会了。 一旁的宋院长却是笑盈盈地看着两人, 没有说话。 安平生刚才给他发了消息, 宋子川虽然受了伤, 但伤势不重, 休养一周就应该痊愈了。 接下来, 就看林峰和陈兴尧的表现了。 宣布, 经过第二轮抽签, 由陈兴尧对抗赵林婉, 请双方参赛者入场。 慢着。 林峰的声音再次从广播里传出。 李明艳和那名修广播的老师都梦了。 林峰道, 陈兴尧身体有点不舒服, 接下来的比赛, 我替他打。 一旁的陈兴尧恶然抬头。 林峰? 我根本没有。 你要想清楚再说话。 林峰的目光很严肃, 宋子川可是已经被抬走了。 陈兴尧也不蠢, 他知道自己上去, 估计也跟宋子川一个下场。 可是, 林峰为啥帮他? 难道林峰对他有好感? 林峰看着陈兴尧的表情, 就知道他脑子里在想啥。 大姐, 如果不是担心我自己的名额, 我特魔才懒得管你是横着出去, 还是被人抬着出去。 唉, 青春期的小姑娘就是容易瞎想。 好, 陈兴尧俏脸一红, 低着头道。 我身体的确有点 不舒服。 林峰也没管他, 直接通过广播道。 接下来, 我一人迎战。 李院长, 如何?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别说那群校领导了, 就连李明燕, 宋院长两人都猛了。 看台上, 喊着大舅哥的学生们 更是待在了原地。 只有林元的表情如常, 甚至他的嘴角 还多了一丝笑意。 林一平在边上道, 林元, 你哥疯了? 那可是楚行啊。 我记得他早上刚测试过 接力等级, 已经到了三十二。 六。 而且他出身武术世家, 哪怕带上七百斤的负重物, 也不是一般人能打得过的。 是说, 顾炎也插话道, 另一个是赵林婉, 他的借力等级在二十八。 六, 比林元同学都高一些。 要想连续对付他们两个, 基本不可能赢。 一个都难, 别说两个了。 大舅哥在想什么呢? 一些学生意润纷纷。 而萧然中等学院这里, 也是如此。 宋院长的意思很明显, 拿不到研究学院的名额是小事, 毕竟还有大考。 以林峰现在的水准, 大考多半也能考上。 但是在这里受了伤, 影响大考, 就得不偿失了。 我知道是交流赛。 林峰淡淡道, 所以, 我要确保名额能到我手上。 宋院长眉头大皱, 他刚想再劝劝林峰, 可一旁的李明燕就把话筒抢了过去。 他严厉道, 林峰同学, 你想想清楚再说话, 这里不是萧然中等学院。 犯了错, 我会亲自执行校规。 您的意思是, 要亲自下场跟我打。 林峰一愣, 脸色古怪道, 那是真有点欺负人了。 我现在退出, 还来得及吗? 李明燕, 这林峰脑回路有点清奇。 而且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敢一挑二他们两个虽然身上有负重, 但实力摆在呢。 李明燕道, 你就不怕受伤。 林峰摇摇一指对面。 李院长, 他们参加交流赛, 怕受伤吗? 另一边的楚行和赵灵婉都摇了摇头。 答案很明显, 既然他们都不怕, 我为什么要怕? 林峰笑道, 他日我若去了墙外, 被两头异兽包围, 身后是我受伤的同学, 我难道还要丢下他们, 一个人跑路? 李院长, 难道你们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就是这样交书于人的吗? 林峰的灵魂一问, 把李明燕彻底问住了。 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既然你要这么挑战, 就随你。 李明燕懒得再管, 现在开始第二场比赛。 赵灵婉, 林峰, 进场。 看台上, 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们都望着林峰的背影, 他们这一刻都很希望林峰能赢, 毕竟宋子穿书得太憋屈了。 而另一边的看台上, 林一平犹豫了一下, 当即起身吼道。 大舅哥, 加油。 他这个反应, 比林元都快。 林元就纳闷了, 这到底是他哥, 还是你哥? 好家伙, 比自己这个亲妹妹还上心。 哥, 加油。 林元的声音一出, 他们这边的学生也都纷纷替林峰加油。 李明燕和宋院长等人都傻眼了。 这里, 是你们的主场吧? 宋院长疑惑道, 怎么都在给林峰加油? 你问我, 我问谁? 李明燕也没头紧纣。 你带来的学生, 什么来头? 为什么会这样? 别说他们几个了, 还没开打。 看到这一幕的赵林婉, 心态快崩了。 他才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参赛者好吧。 全场都在给对手鼓劲, 把他完全忽略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要马上解决你, 然后让他们闭嘴。 赵林婉忍着怒气说了一句话, 林峰大惊, 你要把他们全打了。 卧槽, 狠人大地。 赵林婉, 他忽然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有点小帅的男生, 脑回路不太对劲。 可这个时候, 裁判的哨声传来。 比赛, 开始。 赵林婉二话不说, 当即跨出树步, 迈着沉重却又快速的步伐, 接近林峰。 他虽然身高不如林峰, 但家里教了他不少女子搏击术, 尤其是针对男人的拳脚功夫, 他基本都会。 林峰这样的青年, 他打趴下不止半百了。 然后企图抓住林峰的手臂, 进行翻折。 他脑海里, 已经能够想象到, 林峰被他这一招掰的骨头错位, 满地哀嚎的样子。 但林峰却是莫跟他多绕弯子, 在他临近的那一刻, 林峰用自己的手长的优势, 立刻打出一拳。 停! 这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赵林婉的脸上。 速度极快, 快到让赵林婉都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秒, 赵林婉就跟之前的宋子川一样, 被打飞了出去然后,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现场所有的学生都安静了下来。 李明燕的眼睛缓缓, 缓缓瞪大。 这不可能。 他下意识站了起来, 望向场中。 赵林婉已经过了二星戒者考核, 而且身上还有七百斤的负重物, 要想一拳将他打飞, 全力竖直必须要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 林峰怎么可能做得到? 此刻的宋院长也猛了数秒。 他本以为, 林峰会跟赵林婉斗得难解难分, 然后险胜而出。 没想到, 林峰仅仅五秒钟就解决了战斗, 快到令人头皮发麻。 那个, 是我赢了吧? 林峰问边上震惊到愣住的裁判, 裁判茫然看向他。 什么赢了? 林峰顿时古怪道, 我, 把他打趴下了。 难道不是我赢了? 裁判这才回过神来, 口干舌燥地宣布结果。 这一轮, 参赛者林峰胜出。 短暂的寂静后, 萧然中等学院这边开始欢呼。 坐在参赛者位置上的陈兴尧, 茫然地望向场中林峰的背影。 好强, 他心里满是骇然。 他知道, 林峰的实力比之前对阵宋子川的时候, 要强得多。 也就是说, 仅仅一周多的时间, 林峰就完成了实力的跃迁。 太恐怖了。 他估计, 林峰现在的戒力等级, 绝对已经超过寻常的二星戒者。 而另一边, 赵灵婉也在裁判的搀扶之下, 慢慢坐了起来。 他人还是猛的。 他就看到, 林峰沙包大的拳头朝着他飞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 就这样说了。 是的。 林峰走了过来, 戳了戳他发肿的脸。 你, 说了。 一股剧痛, 从赵灵婉的右脸传到脑海。 他哇的一下哭了出来。 林峰有些歉意, 他这一拳几乎是用了全力, 可能会让赵灵婉哭好久。 主席台上, 李明燕怒气冲冲地问宋院长。 这林峰, 绝对不可能知识一星戒者。 你跟我撒谎。 宋院长很无辜地回答。 我也看出来了, 但事实就是, 他上周末刚过的一星戒者考核, 以你的本事, 应该弄得到记录。 你可以自己查查看。 李明燕直瞪眼, 立马让身边的老师 给他查询林峰的档案信息。 对不起, 您的权限不足, 无法调取目标所有信息。 李明燕猛啊。 这是教育局的资料库, 为什么会调取不到林峰的信息? 他看向宋院长。 宋院长茫然道, 我没遇到过这种事, 林峰的档案我一直可以调取。 应该是有人给他做了资料保护。 除了在读学院外, 其他人没有权限调取。 李明燕的眉头越皱越紧。 赵林晚下场后, 交流赛便暂停了。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校领导们 跟宋院长讨讨论了很久。 依我们看, 这个林峰借力等级应该已经在30。 零以上啊, 如果下一场再让楚行背负700斤的重物, 怕是斗不过他。 可是, 之前规矩已经定下, 如果因为林峰实力惊人而改, 那岂不是说我们学院出而反而? 但不改, 对楚行来说就是不公平。 不公平。 宋院长冷哼道, 我们学院声援一直很差, 能得到的资源远不如你们学院多。 今日来交流赛, 本就是必输的局面。 你们反倒是觉得对自己这边不公平了, 哪有这种事。 萧然中等学院历史上最强的学生, 顶天了也就能过一心借折考核, 像林峰这样实力的闻所未闻。 你们宝宋研究学院的名额有十几个, 我们学院就一个, 今年还被教育部画给了你们。 现在林峰他自己厉害, 能夺回去。 你们还在这里刁难他。 宋院长有些生气, 这群家伙真是欺人太深。 一群校领导哑口无言, 那就让他跟楚行比一场。 李明艳道, 楚行哪怕身负七百斤的重物, 也不一定打不过林峰。 众多校领导相识一眼, 李明艳都发话了, 他们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楚行是武术世家出身, 他从小就负重训练, 这点重量的确不算什么。 而且李明艳知道, 他的借力等级已经越过四十。 临这条线, 大考前很有可能触摸到三星戒者门槛。 哪怕林峰有二星戒者实力, 估计也不会是楚行的对手。 安排下去吧, 进行最后一场交流赛。 李明艳道, 所学院的学生都是一件好事。 他已经让人教育了宋子川, 也算是给曾经的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现在的李明艳倒也不再为难宋院长。 宋院长听到这话, 不由松了一口气。 林峰,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 他喃喃自语, 望向场中的林峰。 忽然他愣住了。 林峰身边怎么围了这么多学生? 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有一大群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学生? 两个学院的校服颜色不同, 很容易区别。 大舅哥, 那个储航不好对付啊。 他在这一届实力排名第三, 借力等级虽然不高, 但招数很厉害。 林一平在边上道, 你要小心他的攻击, 很多人等他打过后, 第二天都下不了床。 林峰疑惑道, 你的意思是, 他的床上功夫很厉害。 众人顿时梦了, 这是林渊的亲哥吗? 怎么脑回路有点不太对劲? 林一平无奈道, 大舅哥, 反正你小心一些就是了。 林峰文言, 刚要说什么, 广播里就传来了李明艳的声音。 参赛者林峰, 楚航, 进场, 准备进行第三场比试。 我去去就来。 林峰走出人群, 一下子就跳上了擂台。 只要把眼前的楚航打趴下, 自己就能保送进研究学院。 进了研究学院, 那些研究项目, 自己随便弄一个靠前世的知识, 就可以混日子到死了, 他才不想进江南高等学院, 跟那群天才妖孽卷来卷去。 所以, 他的躺平大计, 绝对不能败在这。 楚航也一步一步走了上来, 他身上依旧是带着一些负重的套圈, 但是林峰注意到, 他的目光很平和, 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仿佛, 心若止水。 林峰。 楚航淡淡开口道, 你应该很厉害, 我会尽全力对付你。 林峰犹豫了一下, 反问道, 如果我承认自己很菜, 你能不能别用全力? 楚航, 还有人这样认怂的? 楚航顿时有些生气, 这是鄙视。 你严肃点。 我很严肃。 林峰正色道, 我就想要研究学院的名额, 你要是能放水, 我会感激你的。 楚航沉声道, 那我要是不放呢? 不放。 林峰笑嘻嘻道, 那就打哭你。 楚航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双方短暂的交流, 已经让彼此之间的火花越发激烈。 裁判也看情况不太对劲, 直接宣布了开始。 他话音刚落, 楚航如同一颗炮弹般朝着林峰而去。 速度之快, 几乎是之前赵林婉, 慕明峰的两倍。 林峰有些惊讶, 要知道, 楚航身上可是背负着七百斤的重物。 这种情况之下, 楚航依旧能爆发如此速度, 说明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就比之前两人好上一截。 林峰仅仅是跨出一步, 那楚航的拳头就朝着他的面门而来。 林峰艰难躲过这一拳, 随后一翻手, 想要抓住楚航的手臂。 可楚航的身体极其迅捷, 立刻躲过了林峰的捕捉。 下一秒, 他朝着林峰胸口打出一击重拳。 林峰不再轻敌, 他迅速退后跟楚航拉开距离。 这个楚航借力等级虽然还不到三星戒者, 但招式上玩爆同等级的戒者。 真不愧是武术世家出身的人。 林峰虽然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实力精进了不守, 但他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 就是招式。 他的招式还是学校里教的军体拳以及广播体操。 能拿得出手的也就郑鸿基指导他学会的闪拳。 楚航的攻击及其灵力, 每一招都是直扑林峰弱点来。 若是被他打中一下, 恐怕这场比试就有结果了。 林峰艰难躲避, 这家伙的真实实力可比赵林婉高多了。 刚开局, 局势就直接倒向了楚航。 林峰就像是一只小老鼠, 被楚航满肋台撵着跑。 这一幕, 让台上的李明燕笑了。 果然, 这个楚航莫让我失望。 楚航的戒力等级的确不算出彩, 比他高的人还有好几个。 但楚航的实力却是能稳进学院前三, 甚至突破戒力等级后, 可以碾压第二与第一针一针。 这样的实力, 捏一个林峰应该不在话下。 林峰被楚航逼得显向还生, 看台上的众人都不由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完了完了, 大舅哥没戏了。 被这样碾着跑, 除非楚航没力气了, 否则要绝境翻盘不太容易。 大舅哥不应该惹怒楚航的, 现在楚航寒怒出手, 实力肯定还上升了一些。 众人看到这般情景, 都不由扼腕叹息。 唯独林元没有出声。 他笑了笑, 目光平静地望向林峰。 他压根没担心林峰, 因为他知道林峰既然选择了逃跑, 说明他是有办法的。 他要是没有办法, 早就认输了。 场中, 林峰依旧在艰难躲避着楚航的猛烈进攻。 好几次他差点就被楚航抓住了手臂, 强行翻舌。 这小子,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这么狠毒的招式? 没办法了, 开启地漫小世界吧。 林峰深吸一口气, 精神力瞬间渗透湿海。 紧紧刹那, 地漫小世界的能力就加注在林峰身上。 被动天赋, 地漫防御。 林峰双眼倒影出一头巨大的地漫兽, 他的身体防御力在这一刹那瞬间强化。 原本脆弱的肌肉组织和骨骼, 此刻也硬如岩石。 而且, 不倒电。 楚航挥出一记重拳, 他本以为林峰会及时闪开, 却发现林峰的反应慢了一拍。 抓到。 你了。 楚航目光平静, 但眼底的利色却是骤然一闪。 这一刻, 看台上的众人都骇然起身。 他们知道, 林峰, 躲不开了。 可谁也没想到, 林峰却是咧嘴一笑。 好巧, 我也抓到你了。 楚航这一记重拳直接砸在了林峰身上, 但林峰却是屁事没有, 反倒是楚航觉得自己的拳头如同砸到了岩石, 疼得厉害。 什么? 看台上的众人都猛了。 就连李明燕也是难以置信。 这…… 怎么会呢? 楚航难道放水了? 场中, 林峰则是抓住了楚航发呆的空隙, 顺利抓住了他的手臂, 然后猛的一下将其过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嗯…… 他怎么这么轻? 林峰有些诧异。 楚航本身140斤的重量, 再加上700斤的负重物, 这种重量绝对超过800斤了才对。 可刚才他那一下, 就觉得楚航很轻, 轻到仿佛没有负重物似的。 物草, 那些负重物就是装饰。 他根本没带针的。 林峰人妈了, 本以为这个楚航是习武之人, 莫想到他这么不讲武德。 难怪他的速度要远超前面两位。 楚航也知道, 这一下过肩衰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他迅速起身, 再次朝着林峰挥拳, 不让他有机会报告。 现在这种情况, 只有把林峰打昏过去, 才能收场了。 到时候, 自己身上装备一拖, 学院也查不到。 毕竟, 这是李明彦让他干的。 但他这机拳出去, 林峰非但没躲, 反而拳术收下。 拳头打在林峰胸口, 手臂, 甚至是脸上, 根本莫能让他震动嘶吼。 反倒是楚航自己的拳头, 打得发疼。 怎么会这样? 楚航人猛了。 这林峰突然就跟地曼兽似的, 全身上下都跟石头一样坚硬。 莫非他是地曼兽转式的? 打够了莫林峰这个时候低沉道, 打够了的话, 就该我了。 他立刻解除地曼小世界的力量, 精神力却是注入了另一个圆球。 闪电小事件。 林峰的目光里顿时倒影出了一头, 化作疾风的闪电猎豹。 主动天赋, 电光冲击。 林峰右手紧握成拳, 朝着楚航的胸口猛地打出一拳。 拳头砸下, 虽然没能做到郑鸿基硕的穿透感, 但林峰却是利用自己的速度, 快速打出了二连击。 这是林峰专属的闪拳。 楚航想要防御, 却是根本来不及。 林峰的速度太快了。 这家伙啊! 是怪物! 楚航瞪大双眼, 眼睁睁看着林峰的拳头 砸在了自己的胸口。 剧烈的疼痛瞬间被点燃, 然后紧接着第二拳紧跟上, 楚航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林峰一拳打飞出了擂台。 众人都猛了。 就连李明燕也是愕然看向场中, 一时间没能说出话来。 因为只有他知道, 楚航身上根本没有什么负重物。 换言之, 楚航发挥的是全部的实力。 但, 依旧输了。 输得很惨。 他转头, 怒视宋院长。 宋启林, 这学生到底是什么实力? 我说过了, 一星借者。 宋院长无奈道, 教育部的资料就这么显示的, 我也派人去天灵星馆确认了。 你跟我说, 这是一星借者。 李明燕咬牙切齿道, 你见过这么厉害的一星借者。 那楚航可是能跟三星借者较量的, 却输给了林峰。 楚航不是带着七百斤的负重物吗? 宋院长道, 实力肯定莫你说得那么将了, 说给林峰也正常。 李明燕顿时语色, 他不可能跟别人说楚航其实发挥的是权力。 这样会暴露他让楚航作弊的行为。 李明燕头疼欲裂, 他本以为可以找理由省下一个名额, 莫想到这名额还是被宋院长拿回去了。 江南第一中等学院这一次, 可谓是丢人丢带了。 场中的林峰缓缓走下了擂台。 他神志有些恍惚, 是因为精神力消耗过多的原因。 虽然身体素质的提升, 也顺带提升了一部分精神力, 但要连续开启两个小世界的能力, 着实让林峰有些吃不消。 不过还好, 他赢了。 李院长, 您是不是忘记宣布结果了? 林峰不合时宜地用广播提醒李明燕道。 李明燕这才回过神来, 有些恼怒地看向林峰。 他就像是吃了一个哑巴亏, 有苦说不出。 我宣布, 交流赛由萧然中等学院获胜。 按照约定, 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由我孝赠与萧然中等学院一个。 李明燕无奈之下, 只能如此开口。 林峰笑了。 终于, 他拿到了保送名额之后, 去研究学院混几年, 之后进研究所做项目, 就又可以躺平过日子了。 自己的躺平大计, 已经达到了初始条件。 江南研究学院, 跟其他研究学院不一样, 可是由天下国官方出资的, 吃的那可是国家范林峰之药老老实实, 做研究, 就能摸鱼到死。 岂不美哉? 看台上, 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们, 在短暂的失神后, 开始欢呼。 林峰, 真的赢了。 陈兴尧目光之中, 带着诧异地望向林峰。 他脸色有些微红, 脑海里不禁开始瞎想。 而林园这边, 大部分人虽然惊讶, 也立刻替林峰欢呼。 大舅哥赢了。 雾草, 大舅哥太猛了。 他之前是装的吧? 我还真以为他很菜。 你看看你, 之前你跟大舅哥比, 莫他好看, 莫他潇洒, 也就借力等级比他强。 现在你唯一的优点都莫了。 林园同学, 你缺嫂子吗? 我觉得我可以。 林园倒没有什么情绪表达, 知识微微一笑, 笑容一样让人如沐春风。 他没说话, 却什么都说了。 很快, 林峰获胜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江南第一中等学院。 不少莫来观战的低年级学生, 听说这是大吃一惊。 不可能吧? 萧然中等学院排名都垫底了。 据说他们这几年本科生都很少, 怎么会有学生战胜楚行学长? 的确很奇怪啊。 而且他还是连战两名参赛者, 莫非是咱们的学长学姐故意放水? 肯定是了, 毕竟要让这对面, 不能让他们丢了脸面离开, 否则就失去交流赛的意义了。 学生们议论纷纷, 而此刻的楚行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他胸口传来剧烈的疼痛, 就好像是被人用锤子狠狠砸了两下似的。 笑医在边上一边调配药剂, 一边道, 楚行同学, 你可算醒了, 下次不要放水了, 你看看你, 差点受重伤。 放水? 楚行一愣? 对啊, 外面的学生们都讨论开了, 说你为了照顾其他学院的面子, 故意输给对方。 笑医笑道, 小伙子, 你这格局大了。 楚行猛了, 什么格局? 不, 不是的。 楚行急忙道, 那凌峰实力很强。 我没抗住。 你还谦虚。 笑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他在厉害, 能比你还厉害。 你放心, 学院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而且还会给你表彰。 楚行傻眼,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过程很有问题。 他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他到现在都默想明白, 凌峰那奇怪的防御力, 还有突然爆发的速度, 是怎么回事? 难道, 真是他的错觉? 不可能。 楚行出身武术世家, 对速度和力量非常敏感。 凌峰那种奇怪的提升, 更像是能力的运用。 小世界的能力。 莫非那凌峰, 已经觉醒小世界了。 楚行顿时有些怀疑, 但眼下, 自己的落败已成定局, 研究学院的名额, 他是拿不到了。 不过马上就是学院内的大笔, 他还是有机会拿到江南高等学院的保送名额的。 而另一边, 李明燕的办公室里, 宋院长一脸阴沉地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这是出而反而。 我没有。 李明燕淡淡道, 我是打算把名额给你, 但上面有条件。 转让可以, 他们今年只要二星戒者。 李明知道, 凌峰支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就这样刁难他。 宋院长怒气冲冲道, 李明燕, 你别欺人太甚。 反正我条件已经告诉你了。 你们若是不要这名额, 大可以还给我们。 李明燕笑道, 我们学院要名额的人, 可太多了。 宋院长忍气吞声,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只是, 他该怎么跟凌峰解释。 依我看, 那个叫凌峰的学生, 也不一定过不了二星戒者考核。 李明燕道, 明天就是周末了, 让他去试试呗。 他如果过不了, 或者在考核里受了伤, 那将影响今年大考。 宋院长咬牙道, 你这是在逼我。 逼的就是你。 李明燕冷笑道, 你以为, 从我这拿走名额, 有这么容易? 宋院长冷冷地盯着李明燕。 他一个字都没说, 直接转身离开。 但是到了门口, 他脚步一读, 低沉道。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你欺负, 我没有任何办法反抗。 但以凌峰的资质, 将来成为大人物, 是很有可能的。 你现在如此为难他, 到时候会有什么后果? 你自己掂量。 哼。 宋院长一步迈出, 离开了李明燕的办公室。 李明燕文言, 脸色也有些变化。 不过他不怕, 只要他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一日, 就会有一届又一届的天才受他恩惠, 既他人情, 自然不缺凌峰一个。 宋院长神情冷漠道地, 走到了休息室门口。 受了伤的宋子川和萧然中等学院的学生, 都在这里休息。 但他刚打算推开门, 里面就传来了嘻嘻闹闹的声音。 大舅哥, 你怎么训练的? 教教我们呗。 对啊, 你和凌渊同学都这么厉害, 肯定有独家方法。 宋院长偷偷地看了里面一眼。 他惊讶发现, 围着凌峰的学生并不是萧然中等学院的, 而是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 怎么回事? 宋院长瞪大双眼, 这凌峰, 人格魅力这么强的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围着他? 作为学院里的导弹鬼, 凌峰可是没少让宋院长头疼。 院长, 你看什么呢? 宋院长被吓得一击灵, 转头看去, 正是陈兴尧。 没, 没什么? 宋院长尴尬道, 我在确认是不是走错了教室? 你也觉得奇怪吧? 陈兴尧道, 我刚走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学生几乎都认识凌峰, 而且他们还叫他大舅哥,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在这里上过学。 宋院长脸色古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凌峰有一个妹妹, 刚好在这里上学, 大家都认识她, 凌峰还有个妹妹。 宋院长第一次听说, 嗯, 而且长得很漂亮。 陈兴尧说出这话时, 显然心有不甘, 但他不得不承认, 从气质还是各方面来看, 自己根本不可能跟凌远比。 宋院长又张望了一眼休息室内。 好家伙, 这一看不要紧, 他竟然看到胸口绑着蹦带的宋子川, 在向一个女孩子献殷勤。 那笑容, 那态度, 宋院长从来就没见过。 这小兔宅子, 刚才还说下不来床。 宋院长脸色很是难看, 立马推开了门。 林元同学, 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了一杯水。 林元同学, 我给你讲讲我和你哥的故事吧。 林元同学, 宋院长简直默眼看, 他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窝囊的儿子。 在这么多围着林元的学生里, 宋子川极其扎眼, 就连林峰也看不下去了。 他刚想要把宋子川这货丢出去, 却发现宋院长来了。 院长, 林峰喊了一声, 所有学生都下意识停下了动作, 纷纷看向身后。 宋子川更是身躯一僵, 也扭过了头。 可他看到的, 是宋院长阴沉如水的脸色。 宋子川, 林峰, 你们两个过来。 宋院长低沉道, 其他人继续休息, 下午还要参观学院, 等会儿别喊累。 宋子川头皮发麻, 他刚才那一幕, 肯定被自己脑袜看到了。 直接射死。 院长, 喊我们过来啥事? 林峰笑眯眯道, 是不是名额确定了? 确定了, 但也莫确定。 林峰? 什么玩意儿? 在这玩薛定额的猫呢? 那到底确定莫? 林峰关心道, 咱们这一趟, 可就为了这个名额啊。 江南一中方面的意思是, 名额可以给你, 但你必须要通过二星戒者考核才能拿到。 宋院长叹息道, 我知道, 这对你来说, 有些困难, 毕竟你才通过了一星戒者考核, 哪怕身体素质上去了, 实战经验也不足。 林峰文言一愣, 就这, 没了, 什么叫就这? 宋院长瞪了他一眼道, 二星戒者考核, 跟一星戒者完全不一样, 哪怕是戒力等级三十, 林的学生都不能稳过, 依旧有失败的几率, 而且, 其中的实战考核极其困难, 基本上都会受伤, 知识伤势大小罢了。 林峰, 宋院长语重心长道, 你是我们学院今年翻身的希望, 我绝对不允许你, 因为这个, 影响了你大考, 以你现在的水平, 哪怕不保送, 也可以考上研究学院, 这个名额, 其实对你来说无所谓, 不就一个二星戒者考核。 林峰笑道, 我本来明天就打算去新馆顺手考调了, 正好。 林峰这话, 让在场的宋子川和宋院长父子俩大眼瞪小眼, 宋子川忍不住道。 林峰, 那可是二星戒者考核, 你戒力等级上三十, 零了, 能稳过了, 你今天能战胜那两个参赛者, 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七百斤的负重, 别以为你真无敌了, 无敌, 那没有, 但对付这里绝大部分的学生,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把握的。 林峰笑道, 反正二星戒者考核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等我周一回来, 我就提交证书, 拿走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 宋院长顿时骂了, 这林峰, 为什么如此自信? 莫非, 他真有避过的把握? 这应该不可能。 这样, 你现在跟我去测量接力等级, 如果超过三十。 零, 我就让你去。 宋院长道, 若是超不过三十, 零,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放弃。 好。 林峰自信点头, 宋子川在一旁冷笑道, 哪有人提升得这么快? 真要有, 我的信到这血都行。 林峰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小子, 说出这话的时候, 有考虑过宋院长的感受吗? 二十分钟后, 在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测试房里, 宋院长, 宋子川两人彻底猛了。 五, 五十, 一, 宋子川长大嘴巴, 呆若木鸡。 这, 怎么会?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难以置信。 宋院长更是骇然不已。 要知道半个月前, 这小子借力等级就一。 五, 连普通的本科线都达不到。 还是要走文化课特长生的路子, 才能刚好达到本科线的要求。 现在, 都快达到三星借着标准了。 林峰脸色平静地走下机器, 看了一眼震惊的父子俩, 淡淡道, 宋院长, 我是不是达标了? 你是达标了? 你太特莫达标了。 宋院长看向林峰目光里, 透着麻木。 他知道, 林峰最近提升得很快, 但莫想到, 林峰提升得这么快。 他都怀疑, 林峰这几天, 是不是都在科线丹? 不然他的借力等级, 怎么可能跟做火箭一样, 上涨得如此快速? 一旁的宋子川, 已经待在了原地。 现在倒好, 林峰的借力等级突破至了五十。 零, 他就八。 二, 拿什么去超过人家呀? 就在父子俩猛逼的时候, 测试室门口跑进来一个身影。 安平生, 宋院长, 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安平生气喘欲喻道, 下午的参观马上就要开始了, 需要您去讲话, 您看。 安平生话到一半, 这才发现宋院长的目光有些呆滞, 而且跟宋子川望向了同一个方位。 安平生狐疑地看向前方, 莫然见, 他愣住了。 测试者, 林峰, 借力等级, 五十, 一, 十, 什么? 安平生差一上前拍了拍机器, 这里的机器也坏了, 之前学院里测出来也跟坏的一样, 怎么可能坏了? 宋院长瞪了他一眼, 林峰现在的借力等级就是五百零一。 你之前测量过, 怎么没有跟我汇报? 机器, 是好的。 这回轮到安平生猛了, 林峰的借力等级已经到了五十, 零以上? 这不可能吧? 事实如此, 宋院长回过神来, 大喜过望, 咱们学院, 有可能要闲于翻身了。 林峰古怪道, 宋院长, 你大可不必这样比喻咱们学院。 林峰, 宋院长激动地抱住他, 明天你去参加二星戒者考核, 有什么需求都跟我说。 接下来两个月时间里, 学院将全力支持你, 借力等级五十。 一, 这在萧然中等学院的历史上, 还是头一遭, 甚至放在江南义中这里, 起码也能进学院历史。 林峰, 完全有可能在大考之前, 达到三星戒者水准。 这样一来, 明年的招生就会好很多了。 大家一听, 学院里出了一个三星戒者, 一定会慕名前来。 林峰听闻此话, 不由反问道。 那我们周六可以放假吗? 他上周还是请假出来的, 一般学生周六都要上课。 周日还是林峰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放, 给你放假。 宋院长心情极好, 你上课期间在学院里溜达都行。 那, 食堂老板能换一个吗? 林峰试探问道, 你小舅子太黑了, 饭菜都莫几滴油。 宋院长顿时有些纳闷, 这林峰还跟他小舅子杠上了。 可是他转念一想, 林峰现在需要吃得好一些, 否则会影响借力等级的突破。 宋院长犹豫了一下道, 坏人估计不太行, 但我可以回去沟通一下, 让他给学生们加餐。 交流活动很快就结束了。 萧然中等学院这次来的学生也大开眼界。 不愧是江南一中, 连训练场都有两个。 还有室内的两个体育馆, 测试区域更是有一栋楼。 是啊, 我们才一个操场, 太羡慕他们了。 包括他们平常文化科的研究器材 都堆满了两层楼的教室, 咱们就一个房间了。 听到后排学生们的谈论声, 宋院长原本惊喜的脸色渐渐发黑。 好家伙, 这群兔崽子开始嫌弃自己学院穷了。 要是他们都能像林峰这样优秀, 宋院长豁出这条命, 再教育部跪三天都要把资金批下来。 而安平生则是在那边不断说道, 你们都要向林峰同学学习, 给咱们学院争光。 尤其是你们当中二年级的学生, 要是明年你们都像林峰学长这样, 别说一个名额了。 哪怕十个, 我们都给他带回去。 你们说好不好? 好。 学生们壮志凌云, 林峰这一波胜利, 的确是带动了不少学生加油奋斗的意志。 就是跟在众人身后的李明燕等人, 脸色不太好看。 能给一个就不错了, 还十个? 真当林峰这样的天才是批发的吗? 而另一边, 林峰则是带着一群人江南一中的学生们走了出来, 各位, 就送到这里吧。 我要回去了, 你们以后来萧然中等学院, 就报我名字。 我照着你们。 林峰大手一挥, 望向身后黑压压的学生。 这场面, 让李明燕, 宋院长等人目瞪口呆。 物草, 这小子什么时候聚集了三四百人? 宋院长吓得头皮发麻, 半个年纪的人都跟他出来了。 李明燕的脸色愈发难看, 还默等那些学生跟林峰告别, 他当即怒喝道。 都不上课了, 还不快滚回去。 他这一吼, 声音极响, 当场就有一半的学生拔腿就跑, 但是还有一些则是呆在原地。 林一平握着林峰的手道, 大舅哥, 别忘了我啊, 咱们见过好多次了, 回去跟叔叔阿姨多提提我。 你一边去。 顾炎挤开林一平, 大舅哥, 我叫顾炎, 以后你有啥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都能帮你。 我家有军方的关系, 宁辰轩也不甘落后。 大舅哥, 我也是。 我家做军火生意的, 有武器方面的需求大可以找我。 后面还有一堆人想要挤上来, 跟林峰握手告别。 林园则是安静地站在林峰身后, 微微笑着, 不说话。 林峰人妈了, 他还是太低估林园的影响力。 他刚要开口, 后面的李明燕勃然大怒。 你们不听我的话是吧? 现在不走的, 一个个全部留校查看。 还有那些已经拿到保送名额的, 全部取消。 听到这话, 众人这才倒吸一口凉气, 立马如鸟兽般四散逃离。 大舅哥, 有需要给我打电话? 林一平丢下这句话, 也跟着人群跑了。 哥, 那我也走了。 林园笑道, 明天早上, 等爸妈出去后, 咱们按约定去考核, 别忘了。 嗯, 林峰点头, 萧然中等学院这里, 学生们都已经被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就连宋院长都有些分不清, 到底他们学院是林峰主场, 还是这江南一中是林峰主场了? 他悄悄凑了过去, 在李明燕耳边问道, 明燕, 这林峰, 是不是曾经在你们这读过书, 而且还当过学生主席什么的? 你觉得有可能吗? 李明燕瞪了他一眼, 要是这样, 你觉得你还能捡到宝? 也是, 宋院长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林峰在自己学院里调皮捣蛋, 是出了名的, 一般人看到他就头疼, 怎么换个学院情况就逆转了呢? 就在他和李明燕交谈的时候, 宋子川气喘郁郁地跑了过来。 好吧, 不好了。 林峰那小子说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举起你的轿车, 然后他就扛着你的车跑了。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彻底实话。 林峰, 他扭头一看, 果然, 人不见了。 再看看另一边, 一个身影扛着一辆汽车正快速离开。 众人, 这轿车虽然采用新型材料, 但也重达十一吨, 林峰是怎么扛起来的? 宋院长一拍脑门, 林峰在某些方面真的一次都没有让他失望过。 时间很快到了周末, 因为林峰的要求, 学院里难得给即将大考的高三学生放了假。 林长盛和顾帆月今天有事出门, 他们早上嘱咐兄妹俩中午自己做点吃的, 别到处瞎跑之后, 就离开了家。 父母前脚刚走, 兄妹俩就溜了出去, 一路坐着老旧的地铁赶往天灵星馆。 哥, 你说爸妈这么神神秘秘出去, 到底啥事? 林圆已经看出了问题。 他问过顾帆月, 顾帆月却说小孩子别多管, 就不肯再多说半句话了。 林峰淡淡道, 这不是刚好吗? 咱们可以出门赚钱, 还不用被他俩盯着。 要知道上次牛羊肉消失的事情, 老妈可莫少质问咱俩。 你还说? 林圆生气道, 要不是你这个缺心眼一次性拿走大半, 老妈也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 那岂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林峰尴尬道, 没事, 咱们这次再去进货, 大不了再偷偷放回去。 你当老妈跟你一样蠢, 看不出那是什么异兽的肉。 林圆无奈道, 咱们这回就闷声发大财。 你炼制, 我卖货, 按比例分赚。 行, 林峰没意见。 兄妹俩悄悄地来到了天灵星馆, 这周的戒者考核安排在周六。 他们俩第一时间去前台报了名, 但林圆的气质, 让他一时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好漂亮的小姐姐, 是演员吗? 她是来参加戒者考核的。 不知道是参加哪集, 要是能跟我组队就好了。 林圆似乎对这种场景已经习以为常。 而林峰更是已经麻木到不能再麻木了。 每一次跟林圆出去, 都会这样。 原本还在等候区溜达的刘原刘考官, 忽然也被人群的议论声所吸引, 往林峰那边看去。 他看到林峰兄妹的那一刻, 脸色都变了。 他不敢再溜达, 而是直接冲去了报名区。 快, 把今天的报名表给我。 刚上岗的接待人员被刘原的急切吓了一跳, 连忙道。 刘考官, 我现在就给你打印出来。 不用, 你先让开, 让我看看数据库就行。 刘原心急如焚, 立马在今天报名的考生里面筛选。 果然, 他看到了林峰和林圆的档案信息。 这小子, 真来报名二星戒者考核了。 刘原脸色复杂, 他上次的确说, 如果参赛的话就来找他, 还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林峰。 李老, 不好了。 一间等待室内, 刘原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正在喝茶的李公明, 见到他这般模样, 皱起眉头。 大惊小怪的, 成河体统。 外面有猴子打进来了。 不, 不是。 刘原深吸一口气道, 是那林峰又来了。 而且他妹妹也来了。 李公明笑了笑, 不就是小林怕那短女吗? 怕什么? 可是, 他们一个报名了二星戒者考核, 一个报名了三星戒者考核。 刘原这话, 差点没让李公明一口茶水喷出来。 你说什么? 他大吃一惊, 下意识看了一眼报纸上的日期。 怎么回事? 不是才一个星期吗? 他猛了, 那林峰要进行二星戒者考核。 还有那林元要进行三星戒者考核。 是的, 李老。 咋办? 刘原脸色难看到, 宁老这周可刚抓了一些异兽回来, 他们万一又给你弄走。 李公明的脸色沉了下来。 最近异兽潮爆发, 以往随便找找就能抓到不少合适的异兽, 如今却是要花上不少时间, 而且还要小心混沌进异兽的偷袭。 他容易吗? 不过, 李公明也沉思道。 应该不会。 就这几天时间, 那林峰最多也就刚过二星戒者考核。 我刚抓回来的蛮牛王实力等级达到了45。 零, 哪怕有十来个二星戒者一起出手, 也不一定能将他击杀。 那林元也是如此, 估计也刚过三星戒者水准, 不会提升太多的。 李公明就不信邪了, 这兄妹俩还真的能把他刚抓来的异兽都到藤走。 刘原一愣。 您的意思是, 放他们进去。 不然, 你还能怎么样? 李公明道, 不让他们考核。 啊…… 刘原挠挠头, 的确如此。 他们知识考官, 除非考生违反规定, 他们才可以取消资格。 一星戒者考核快开始了, 先去主持。 李公明道, 之后的事情, 之后再说。 好。 刘原点了点头。 一星戒者考核即将开始, 请考生前往A1区考场进行试炼。 林峰抬头, 看向广播。 考核时间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左右, 我们还要在这等好久。 林峰无奈道, 等我进去后, 你还要在这等。 老哥, 为了赚钱, 急不得。 林元笑眯眯地刷着手机, 等得越久, 咱们等会儿弄回来的东西越多。 对了, 进去之后, 记得带把匕首, 然后选一些绳索鞭子。 到时候, 可以方便做兽皮带。 嗯, 我知道。 戒者考核, 不允许带任何辅助物件进去。 哪怕是袋子, 也不行, 兄妹俩智能现场做。 还好, 从二星戒者开始, 武器的选择就是无限的。 不怕你选得多, 就怕你用不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低沉又带着怒气的声音从兄妹俩身后传来。 林峰。 林峰胡一回头, 发现出生的人有点面熟。 你谁啊? 那是一个红发青年, 看起来有点像非主流的混混。 而身边还有一个短发男子, 脑袋边上剃了一个闪电印记。 我。 赵天阳。 红发青年怒道, 上周, 一星戒者考核。 你难道忘了? 赵天阳。 林峰沉思很久, 摇头道我不认识叫赵天阳的。 不过, 我认识一个一星戒者, 考核喊我爸爸的。 孩子是你吗? 赵天阳咬牙切齿。 诚哥, 就是他。 他指着林峰道, 之前我跟你说的, 一星戒者考核捣乱, 害我没办法通过的人。 那短发男子皱起眉头, 妄想林峰。 你叫林峰, 是吧? 错了。 错了。 赵天一愣, 你不叫林峰。 你得叫我林书。 赵天猛了。 林书? 这就对了。 林峰笑道, 他叫我一生爸爸, 你称呼我一生叔, 不过分吧。 赵天顿时瞪大双眼, 明白过来后, 立刻怒视着林峰。 你什么意思啊? 林峰皱眉, 淡淡道。 你喊我一声林书, 林书很高兴。 但你这态度, 林书不喜欢。 赵天阳和赵晨两人顿时迷了。 这林峰, 摆明了看不起他们两人。 我今天是来参加二星戒者考核的。 赵晨咬牙道, 所以, 我不会对你出手。 但等二星戒者考核过了, 你有本事, 还在这里别走。 巧了, 林书我也参加。 林峰笑眯眯道, 等会儿, 咱们或许还能组个队, 成战友。 放心, 我这个人很照顾小贝。 不信你问赵天阳? 这话一出, 让两人瞬间梦了。 上周才刚刚参加一星戒者考核, 这周就参加二星戒者考核。 这人这么猛的吗? 赵天阳犹豫了一下, 立马把赵晨拉到了一边。 成哥, 他如果真的参加二星戒者考核, 你可要小心一些。 赵天阳脸色难看的, 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跟赵晨讲了。 赵晨眉头越皱越紧。 你的意思是, 这林峰神出鬼没, 一直干扰你战斗。 是的。 赵天阳道,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 不然我怕你也会被他影响。 哈哈, 你点你放心。 赵晨笑道, 我借力等级已经到了二十八。 零? 不怕他搞事。 相反, 他之前神出鬼没这样欺负你, 我帮你找回场子。 赵晨是江南天陵学院的学生, 天陵学院是一所排名中等的戒者大学, 他正处大三期间, 要对付一个高三学生, 手到擒擒。 听到赵晨的话, 赵天阳顿势急了。 诚哥, 别大意, 这个小子真的有点古怪。 没事, 你放心。 赵晨拍拍胸脯道, 他上次害你莫办法通过考核, 这次就让他常常考核失败的滋味。 不远处的凌峰看着窃窃私语的两人, 不由皱起眉头。 身后的凌员一边看手机, 一边淡淡道, 老哥, 这两人明白着想害你, 你等会儿可要小心一些。 你老哥, 我还能被两个非主流害了不成。 凌峰笑道, 我这个人最照顾小贝了, 他如果在我面前晃悠, 我就好好照顾, 照顾他一下。 别忘记咱们的进货大计。 那当然, 我是一刻都不敢忘啊。 凌峰发自肺腑的开口, 他太穷了, 自己石海里, 还有个小世界的诞生卡在一半, 他要马上赚到钱去把剩下一半给开了。 今天这戒者考核, 就是他赚钱的机会。 很快, 一星戒者考核结束。 之前高高兴兴跑进去的考生, 此刻都是灰头土脸, 满身血鱼地跑了出来。 有些人一出来, 就哭着喊妈妈。 凌峰觉得有些好笑, 但刘元他们已经看多了, 脸上没什么表情。 随后, 广播响起, 老哥, 加油! 咱们的赚钱大计, 就看你了。 在凌峰临走前, 凌元给他鼓舞士气, 上一次也莫现你这么激动。 凌峰无奈道, 涉及到赚钱, 你就特别起劲。 哪有! 凌元笑嘻嘻道, 我关心我亲哥, 不行吗? 凌峰黑着脸, 往A2市场走。 看到凌峰来了, 李公明和刘元等考官, 身躯一阵。 悟草, 这小子是真的要进行二星戒者考核。 他来真的呀。 李公明强装镇定, 低沉地对考生们道, 你们都是参加过一星戒者考核的人了, 应该知道规矩。 现在, 领号码牌, 然后参加科目一, 科目二的测试, 期间不允许交投接二, 扰乱考场秩序。 小刘, 按照流程给大家读一下考场规定, 刘元拿着文件, 就上来朗诵。 规矩跟上次一样, 六个测试房, 分批进去考核。 半小时内, 基本能考核完毕。 凌峰这回抽到的是19号, 一共21个人, 他排挺后面的。 而赵辰则是第一批考核, 直接进去了。 一批一批考生, 从测试房里出来, 有人神色凝重, 有人洗上眉梢。 最后一批。 刘元汇报道, 19号到21号考生, 进测试房, 进行科目一, 科目二考试。 到我了。 凌峰陡然起身, 李公明和刘元两人对视一眼, 刘元当即跟着凌峰, 走进了测试房。 刘考官。 凌峰惊喜道, 又是你给我考核。 刘元低沉道, 警告一次。 不准跟考官套近乎。 凌峰无语。 他嘀咕道, 我就说说, 还给我警告, 真特抹小姐。 刘元脸一黑, 上机器, 进行科目一考试。 科目一, 借力等级测试。 凌峰熟练递上了机器。 刘元还在那边寻思。 这小子应该刚到二星戒准门槛, 竟然就这样急匆匆来参加考核了, 估计权力等级顶天了才800公斤左右。 很快, 机器拨爆了成绩。 最佳测试成绩。 1305公斤。 刘元一愣。 什么? 他愕然起身, 1305公斤的权力。 这就意味着, 凌峰一拳的冲击力已经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力了。 凌峰则是有些纳闷地从机器上下来, 居然比学院里测试还少了一些。 权力数值本身就带有随机性, 所以考核基本都是打出三拳算成绩。 他之前在学院里测试的成绩是1315, 少了10公斤。 可刘元却是呼吸急促, 立马喝道。 19号考生, 赶紧上跑轮。 我知道。 你这么凶做什么? 凌峰无奈, 立马跳上了速度测试仪。 很快, 速度成绩也出来了。 您的巅峰速度位? 30。 8米, S。 恭喜您, 您的借力等级测试位。 50。 2。 刘元人彻底傻了。 他清清楚楚记得, 上周末凌峰的借力等级只有18。 3。 就这一周时间, 凌峰的借力等级摇身一变, 成了50。 2。 疯了。 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 刘元大吃一惊, 哪怕是最顶尖的天才, 要提升这么多, 也得半个月。 还要最顶级的补药协助。 他后来去了解了林长盛一家, 知道林长盛之事在天灵星馆当教练。 别说最顶级的补药了, 哪怕是贵一点的补药, 林长盛都买不起。 凌峰和凌冤俩兄妹, 一直吃的都是普通的补药。 忽然, 刘元意识到, 李公铭刚抓的那些异兽, 可能保不住了。 这小子, 是不是隐藏实力了? 刘元已经顾不得称呼代号, 直接问道。 没有啊。 林丰挠挠头道, 上次要是达标了, 我就直接参加二星戒者考核了, 莫必要一次次来。 而且我这提升速度, 也不算快吧? 怎么了刘考官? 这突如其来的凡尔赛, 让刘元差点莫被气得吐血。 一周, 从十八, 三提升至五十, 二, 这速度要是不算快, 全国的考生都是废物。 你, 你赶紧上科目二的机器。 刘元连忙喝了一口水, 缓了缓道, 反应速度不过关, 也参加不了实战考核。 行, 林丰立马跳进了那台扇形机器里。 随着一道道的子弹打向林丰, 林丰用尽全力躲闪, 却还是被一些子弹打中身体。 刘元看了一眼屏幕, 测试等级A, 还算正常, 也就普通三星戒者的反应速度, 一些天赋好的二星戒者也能达到, 不算太离谱。 林丰这个成绩, 无疑是极其优秀的。 但刚才被震惊了一下, 刘元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很快, 刘元记录好林丰的成绩, 便带着他走了出来。 怎么样? 李公民献刘元回来了, 立马凑上去问。 李老? 您可能要再出一次血了。 刘元叹息道, 不过也没事, 下周我帮你一起去抓吧。 什么? 李公民一愣, 他借力等级, 很夸张。 到了三十, 零以上? 还是三十五? 零? 都不是。 刘元犹豫了一下, 把林丰的档案递给了李公民。 您自己看吧。 李公民连忙接过档案, 可看到竖直的那一刻, 眼睛差点瞪了出来。 五十, 二。 李公民猛了, 他怒视刘元道你小子, 给他作弊了。 刘元无奈道, 李老, 这协助作弊可是要吃牢饭的, 我怎么敢? 再说, 还有监控盯着呢? 李公民眼中的震惊, 渐渐变为骇然和惊悚。 他没想到, 林丰这一次是有备而来。 完了, 全完了。 李公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那蛮牛王。 还有刚抓回来的铁蹄魔羊王, 都得量啊。 五十, 二的借力等级, 几乎能在整个二星戒者考场横扫了。 而且还不知道, 林丰准备了什么手段。 现在人都已经进来了, 实战考核的内容也是上面定下的, 他们根本不可能改。 换言之, 李公民只能听天由命。 李老, 得带他们下去了。 刘元道, 您要不提前进去, 把那两头一兽藏起来。 很快, 刘元就领众人去了地下三层。 这里是二星戒者考核的实战场所。 林丰坐着电梯往下, 他们可以清楚看到庞大的实战场地, 几乎比一星戒者区域要大上两倍。 而且, 除了残破的城市废墟, 还有茂密的丛林和草原。 林丰很是惊讶, 小小的星馆下面, 居然建造了如此庞大的地下实战场。 这么说来, 三星戒者, 四星戒者区域, 岂不是更大。 天灵星馆能力压其他星馆, 的确有点东西。 老规矩, 给你们十分钟去选武器。 刘元道, 比起一星戒者考核, 武器数量不做种类, 数量限制。 但你们应该尝过苦头, 武器的选择有门道。 这一点, 我就不多说了。 刘元话音刚落, 一群人就抢着上前, 打算争夺刀剑一类的武器。 还有一些人, 则是看中了加特林这些重型枪械。 林丰确实莫着急去选, 而是敲咪咪问刘元道, 刘考官, 李老呢? 刘元一愣, 目光有些飘忽。 他可不能说, 李公铭跑去藏一兽了。 他当即喝道。 19号考生, 警告第二次, 不准打听考官行踪。 如果警告满三次, 取消资格。 林丰有些无奈, 只能闭嘴。 他当即上前, 在武器库里, 开始挑选这一次实战要用的装备。 刘元挺好奇林丰要用什么武器。 他猜测, 林丰应该也会跟其他人一样, 选择好用的刀或者剑。 毕竟他妹妹林元, 在上周的二星戒者考核里, 就是一把长刀杀的那些异兽暴头数窜。 这小子, 应该也会选择刀吧? 刘元这么想的时候, 林丰已经拎起了摆在角落里的尖刺锤。 刘元一愣, 这尖刺锤比一星戒者那把还要重一倍, 达到了两百斤。 而且, 锤面布满尖锐的铁刺, 容易误伤自己, 一般是不会有人用它的。 就当刘元疑惑的时候, 林丰又拿起了一条带能源的铁鞭。 刘元猛了, 这林丰又是锤子, 又是鞭子的, 他要进去干什么? 刘元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喝道。 我再次提醒你们, 有些武器本身就具有危险性。 你们注意辨别。 到时候, 异兽莫打死, 反而被自己的武器伤了。 那别人, 能笑话你一辈子。 众人都懵懂点头, 再次审视了, 一下自己选择的武器。 而林丰却是一脸如常, 将锤子包上皮革, 附在身后。 铁鞭, 他则是干脆当做了绳子, 捆在了身上。 刘元纳闷了, 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林丰最后在武器库里, 选择了两把锋利的匕首, 插在腰间口袋后, 就准备妥善, 来到了实战场所入口前等候。 很快, 十分钟时间到了, 有人愁眉苦脸, 有人则是扛着热武器忐忑不安, 还有人神情名重。 只有林丰, 笑得跟个万圣节南瓜似的。 刘元越看这小子, 越绝对不对劲。 这小子, 莫非真是来进货的。 他倾壳一声道, 考核时间, 两个小时。 现在下放警报手环, 跟之前一样, 按下按钮, 就会有人来救你。 记住, 命最重要, 其他什么都是虚的。 本次任务的目标, 编号285, 蛮牛兽的牛角。 编号365铁提摩羊的提子一对。 带回任意材料, 即考核通过。 林丰等人接过手环。 实战考核场所的大门, 缓缓开启。 沉重的机械门内外, 如同两个世界一般。 门外, 科技, 秩序, 理智, 门内, 蛮荒, 混沌, 弱肉强食。 林丰甚至能闻到 从门里传出的血腥气味。 考核, 开始。 随着流言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四散而入。 很多人都提前缔结了队伍, 有些人甚至是约好一起考核, 提前磨练了技巧。 像林丰这样的独行侠, 几乎没有。 林丰一进入场地, 就迅速往废墟区域而去。 那边掩体较多, 自己处理异兽也方便一些。 这回有两个小时, 足够我带回不少东西了。 林丰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身后有一个身影正盯着他的背影看。 兄弟们, 那小子之前从中作梗, 害我弟弟一心戒者考核失败, 无缘将南高等学院。 咱们跟着他, 给我弟弟报个仇。 诚哥, 莫问题。 赵臣面前, 一个黄发青年道, 知识考核不允许自相残杀, 我们要怎么办? 别急, 等回到那, 听我的就行。 好。 赵臣一行四人尾随林丰去了废墟区域, 而林丰一头扎入废墟区域后, 立刻开始在里面寻找异兽的身影。 他发现, 有七八头蛮牛兽正在废墟后面休息, 庞大的牛角暴露了他们。 林丰嘿嘿一笑, 就拿你们开刀。 他抄起锤子, 一步一步靠近那些蛮牛兽。 那些蛮牛兽还在废墟后打呼噜, 丝毫不知道林丰的逼近。 睡吧, 睡吧, 睡着就没有痛苦了。 林丰悄悄溜到了他们后面, 就当他要往蛮牛兽脊椎鼓打的时候, 一旁的废墟里跑出来一人。 他朝着林丰大喊, 呃, 去想想天歌? 下一句是什么? 林丰猛了。 什么鬼? 但下一秒, 那些蛮牛兽全部被这声音惊醒, 扭了扭头, 发现了林丰。 林丰心里咯噔一声, 顿时骂了。 悟草, 那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三头蛮牛兽朝着林丰的方向猛地冲来。 剩下的蛮牛兽则也是反应过来, 跟在了后面。 林丰头皮发麻, 这蛮牛兽打单打独斗, 他倒是能杀一群, 可这七八头一起来, 十个人都会发出。 躲在废墟后面, 看到这一幕的赵辰等人, 差点莫笑破肚皮。 我看这小子也是独来独往, 咱们就整这小子一手, 别让他抓到一兽。 赵辰喜滋滋道, 这样, 也算给我弟弟报仇了。 我们听你的, 陈哥。 外面的蛮牛兽不断冲击着废墟, 激荡起一大片的沉烟。 过了大概三四分钟后, 林丰站在某处废弃房屋的二楼位置, 看向远去的蛮牛兽, 他摸了摸额头的汗水。 靠, 居然被人暗算了。 林丰脸色发沉, 从来只有我林丰暗算别人, 还没有人敢暗算我。 他从高处看了一眼废墟, 可地面却是被沉烟覆盖, 丝毫看不到人意。 算了, 赚钱要紧。 林丰咬牙, 这个仇他晚点再报, 先找机会击杀翼兽再说。 毕竟时间有限, 林丰迅速朝着反方向而去, 看到林丰前进的赵臣等人, 也迅速动身。 林丰一路前行, 来到了废墟区域的西边。 这里再过去, 就是荒草原, 那边已经有考生跟翼兽厮杀起来了。 大老远就听到了喊杀声。 林丰当然没有过去, 他在高处观察废墟翼兽的位置, 带暖色灯光的蛮牛兽。 这回不能失手了。 林丰四顾看了一眼, 确定没有人后, 抄起锤子往那边悄悄靠近。 他的计划是, 先突然袭击砸碎两头蛮牛兽的脊椎, 然后再想办法击杀剩下四头。 林丰看着那些暴露在灯光下的牛牛, 脸上不禁多了一丝兴奋。 就在他准备举起锤子的时候, 从对面的废墟里又跑出来一个考生。 他对着林丰大喊, 床前明月光, 一试地上霜。 下一句是什么? 林丰脸色一僵, 再看那些蛮牛兽, 已经都被惊醒, 带着血色的毛子正望向自己。 林丰! 我他妈! 六头蛮牛兽迅速冲向林丰, 还好林丰跑得快, 不然他得羊。 大概三分钟后, 林丰气喘郁郁, 躲在一旁的废墟后面, 脸色难看。 这群兔崽子, 绝对是故意的。 林丰咬牙切齿, 他猜到, 多半是那个赵成岛的鬼。 等着。 林丰一咬牙, 迅速掠上三楼位置, 往下面看。 随后, 他看到了一大群蛮牛兽。 跟我玩音的是吧? 林丰冷哼一声, 立刻朝着那些蛮牛兽的位置而去。 另一边的废墟里, 那黄发青年开口道。 陈哥, 他换地方了, 估计是放弃偷袭了。 赵成判断道, 不过没事, 等他跟异兽打起来后, 我们迎点蛮牛兽过去, 然后趁乱截胡他, 让他功亏一篑。 陈哥妙计, 四人一合计, 立马跟着林丰而去。 果不其然, 跟赵成所料一样, 林丰这一次速度未减, 而是扛着锤子, 准备马上开始战斗的样子。 我就说, 他肯定放弃了。 赵成冷笑, 阿明, 你再去一趟, 把他附近那些蛮牛兽都引出来。 一个穿着黑衣的烤生, 正准备行动, 黄发青年却突然开口道。 陈哥,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嗯... 赵成一愣, 怎么了? 那小子好像冲得是, 三十多头蛮牛兽的牛群啊。 什么? 赵成大吃一惊, 连忙看向外面。 但他发现, 林丰已经冲进了牛群里。 下一秒, 牛群被彻底惊动。 这小子进去找死。 赵成猛了数秒, 他搞不过我们, 决定自杀了。 三十多头蛮牛兽, 哪怕是三星戒者, 都有可能被乱牛冲死。 林丰进去, 岂不是找死。 陈哥, 你有没有觉得, 那些蛮牛兽, 好像在往我们这边调整方向。 黄发青年看了外面一眼, 不由疑惑地问道。 可他话音刚落, 他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 雾草。 赵成头皮发麻, 那些蛮牛兽, 朝着我们的方向, 来了。 十? 什么? 其他三人大吃一惊。 快跑! 别留在这里。 赵成怒吼道, 都动起来。 不然, 我们都要死。 他们不敢有丝毫停留, 迅速朝着另一个方向逃离。 而那蛮牛兽群, 仿佛长了眼睛, 就往他们逃离的方向奔跑而去。 赵成等人瞬间傻眼。 到底怎么回事? 直到, 他们看到了领头那蛮牛兽的身上, 坐着一个人。 凌峰。 此刻的凌峰, 正甩动着手里的铁边, 一脸兴奋地抽打着身下蛮牛兽的屁股。 他觉得自己像个牛仔。 但赵成等人, 却觉得他像个死神。 我让你们呃呃呃呃, 让你们床前明月光。 凌峰怒吼道, 冲不夸你们, 我凌峰这俩字, 就倒着血。 小牛们, 都给我往那边冲。 他妈的, 谁敢掉队, 我等会儿第一个载他。 赵成四人头皮发麻, 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误草, 凌峰那小子, 怎么做到的? 你管他怎么做到的, 还不快逃命。 四人玩命地跑, 凌峰驱使着蛮牛群, 在后面玩命地追。 这群蛮牛兽灵制不高, 他们基本之会跟牛群首领冲撞。 而凌峰早就锁定了领头牛的位置, 一冲进牛群, 就用铁边控制住了他。 整个废墟区域, 顿时被凌峰和赵成四人搅动的鸡飞狗跳。 一些进入这区域的考生, 原本还在跟异兽厮杀, 赵成四人突然就跑了出来。 快跑, 别回头。 众人还有些疑惑, 但看到他们身后恐怖的牛群之后, 脸色也变了, 跟着他们一起跑凌峰有些纳闷, 这么跑着跑着, 人越来越多了。 赵成那小子, 居然搞了这么多帮手。 靠, 欺负我就一个人, 全给你们冲烂了。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哈士奇。 凌峰咬牙切齿, 挥舞着铁边, 越冲越起劲。 考场外面, 已经回来的李公民正在慢悠悠地喝茶。 刘元问道, 李老, 您把那两头王者藏好了吧? 当然, 李公民笑眯眯道, 我暂时把他们丢在角落的训兽厂里, 两个小时时间熬过了, 就放他们出来, 绝对不会让那凌峰得手的。 那就好, 刘元不禁点头, 可忽然间, 他皱起眉头问道, 李老, 你有没有觉得, 从刚才开始, 地面就传来微微的震动感。 有吗? 李公民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好像的确有一点。 估计是那些蛮牛兽被考生们惊动了, 莫傻大哀。 我让无人机看看吧, 别出事了。 刘元有些放心不下, 立马操控无人机出发。 可当他看到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时, 神情猛的一阵。 一大群蛮牛兽正在废墟区域横冲直撞, 数量足足有四五十头, 而牛群前面, 大概有七八个学生正在仓皇逃离。 怎么回事? 刘元傻眼,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规模的蛮牛巢? 蛮牛巢? 李公民皱起眉头, 我看看。 刘元把平板电脑递给了他。 李公民看到平板电脑的那一刻, 目瞪口呆。 雾草?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刘元呼吸急促, 李老, 要不要我带着人去干狱? 去去去, 赶紧过去。 李公民道, 这么多蛮牛兽, 怕是要把人直接踩扁了。 这样, 就失去实战意义了。 好, 刘元正准备动身, 可李公民却是盯着屏幕, 疑惑道。 嗯, 是不是有个人坐在领头牛身上? 我眼睛不好使, 你帮我看看。 刘元有些纳闷, 还真有人不要命, 坐在蛮牛兽身上。 他迅速调整无人机的分辨率, 锁定了领头牛。 但画面中出现的那人, 让两人彻底傻眼。 画面中, 凌峰正挥舞着铁边, 追击赵臣等人。 赵臣等人, 都快哭出来了。 要知道, 这凌峰这么混蛋, 他们打死, 都不敢去招惹他。 出事了。 刘元焦急道, 我现在, 就去解决。 不然等牛群壮大, 会很麻烦。 那些零散的蛮牛兽, 都会受到牛群的号召, 主动加入队伍。 这也是为什么凌峰身后的蛮牛兽, 越来越多的原因。 快去, 别耽搭了。 李公明催促道, 刘元迅速进入实战场地。 这种级别的蛮牛巢, 很有可能会请客见夺走考生的性命。 这毕竟是试炼场, 不是屠宰场。 现情况不对, 考官出手也正常。 凌峰。 刘元怒喝道, 你在干什么? 他本以为凌峰会不理睬自己, 莫想到凌峰却喊道, 刘考官, 救命啊! 我坐上这头牛, 就吓不来了。 刘元猛了, 这蛮牛巢不是你弄出来的吗? 怎么就吓不来了? 虽然凌峰这样说, 可他手里的鞭子依旧在不断挥舞当中。 牛群跟着赵臣他们一路奔袭, 赵臣等人显然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顾不上他了, 先将牛群打散。 刘元右手一招, 一把寒冰长枪迅速凝结。 随后, 寒芒乍现, 枪出如龙。 刘元的速度极快, 冲入那牛群当中, 立刻把牛群拦腰截断。 一道道的寒冰如箭, 扎穿了不少蛮牛兽的身体。 就连凌峰屁股底下的那头蛮牛头领也被寒冰波及, 刚用力一蹬的后腿膝盖, 被射上一箭, 顿时就给跪了。 凌峰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 立刻就被甩飞了出去。 他在地上滚了两圈, 这才趴在了废墟里装死。 而那些蛮牛兽则是四散逃离, 还有一些被刘元直接当场斩杀或者中伤, 就倒在了原地。 刘元提着寒冰长枪, 扫尸一拳。 他看到了装死的凌峰, 也看到了筋疲力尽的考生们, 还有一些刚刚到这看戏的。 刘元当即提着寒冰长枪, 来到了凌峰面前。 19号考生,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牛群当中? 凌峰灰头土脸抬起了头, 尴尬笑道。 考官, 我说是不小心上去的, 你信吗? 刘元眉头紧锁, 这小子百分百在说谎。 若真是不小心上去的, 那挥舞的铁边是咋回事? 但眼下考核还在继续, 自己作为考官, 绝不能影响考核的秩序。 考核继续。 刘元的声音传开, 所有人都抓紧猎杀异兽。 他上前, 把那些重伤或者已经死亡的蛮牛兽牛角割了下来, 然后提着就回去了。 凌峰见状, 心里一喜。 牛角是考核任务的目标, 但剩下的牛肉可不是。 刘元这一出手, 就相当于帮凌峰宰杀了好几头蛮牛兽。 凌峰迅速上去, 给了那些还没死透的那些蛮牛兽一个痛快。 然后在众多考生惊骇的目光里, 用小刀割下兽皮, 弄成了一个巨大的兽皮包裹。 他虽然前世在研究所里摸鱼混日子, 可作为生物学家, 这种解剖动物的基本功, 很是扎实。 更何况, 现在的凌峰力气与速度都比前世要强出一大截, 三下五除二就将几头蛮牛兽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取走。 众人都看傻眼了, 赵辰等人更是脸色发白。 诚哥, 那小子绝对是个狠人。 对啊, 诚哥,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了。 三人脸都绿了, 就是给凌峰捣乱了两回, 凌峰追了他们一路, 而且还引动了考官出手。 这份搞事的天赋, 不是他们四个可以对付的。 先去完成任务。 赵辰咬牙, 等会儿有空再来收拾他。 说是这么说, 赵辰打心底不想再看到凌峰了他, 就怕凌峰又发起疯来, 让他们考核挂了。 赵辰今年大三, 明年就要毕业, 二星戒者的证书今年必须要拿到手, 否则根本无法顺利毕业。 这两者孰轻孰众, 赵辰还是知道的。 四人慌忙离去, 不敢在这多待片刻。 而凌峰则是扛起处理好的牛肉, 也准备换个地方了。 可惜了, 被那蛮牛兽头领跑了。 凌峰道, 那蛮牛兽头领大普通蛮牛兽一截, 应该能出更多的肉。 凌峰有些遗憾, 他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要抓紧时间了。 凌峰深吸一口气, 不整个一千斤出去, 我都对不起浪费的这三十分钟。 就在刘元回到等待室的时候, 凌峰这边也开始了杀戮。 不, 开始进货。 闪电五连鞭虽然好用, 但凌峰发现, 这鞭子根本杀不了一兽, 只能短暂将其麻痹。 郑鸿基说能越接战斗, 虽然不假, 但生死厮杀却不管用。 反而是凌峰拿来的尖刺锤好使。 这两百斤的锤子砸下去, 什么异兽都得碎骨头。 以凌峰现在的速度, 完全能追着一些落单的异兽锤。 很快, 死在他手下的异兽就越来越多。 一头, 两头, 三头, 数量还在以几何速度上涨。 仅仅刘元和李公明两人交谈的这十五分钟时间, 凌峰就击杀了七头蛮牛兽。 半个小时时间过去, 凌峰击杀异兽的数量来到了十八头。 其中十二头蛮牛兽, 六头铁蹄魔羊。 另外, 凌峰顺便还击杀了一些不在名单里的异兽, 这些都是编号三百之后的, 带回去一样可以炼化成鲜血精华。 一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 休息室这边, 刘元刚好从荒野区带了这俩受伤的考生回来。 你们很理智。 刘元道, 如果我再晚点出手, 你们可能就要死在那些蛮牛兽牛角上了。 两名考生脸色都很难看, 但更多的则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他们刚才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医护人员将他们抬上担架, 送进了医务室里进行伤口处理。 算上这俩, 已经有五个考生退出考核了。 李公民淡淡道, 这一批看来质量不咋样。 还是有几个苗子的。 刘元笑道, 哪怕他们都不行, 不是还有一个凌峰吗? 你还别说, 我刚才就想用无人机找他, 可是这东西我不太会用。 死活没找到他的人影。 李公民皱眉道, 你给我看看, 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有没有好好完成任务? 行。 刘元二话不说, 接过了操控器, 开始在大地图上搜索凌峰的位置。 很快, 凌峰的身影被锁定。 找到了, 这小子正在荒草原角落宰牛呢? 刘元笑道, 李老, 你看他身边还有这么多蛮牛兽的尸体, 都开膛破肚了。 嗯, 等等。 刘元说到这里, 默然一愣。 一, 二, 三, 雾草, 足足十八头蛮牛兽都被他解剖了。 听到刘元的话, 李公民的手再颤抖。 他怎么可能办得到? 李公民猛了, 十八头蛮牛兽足够三星戒者喝一壶了, 全被他杀了。 我估计他是偷袭。 刘元判断道, 我总算是明白这小子为什么拿尖刀锤了, 这玩意儿用力砸下去, 就是一锤一头啊。 确实跟刘元猜的一样, 没有了赵辰机人的捣乱, 林峰这一个多小时来几乎是顺风顺水。 落单的异兽最好杀, 就是铁边打腿, 然后锤子毙命。 以林峰现在的力量, 再加上十元小世界的加持, 几乎没有异兽能扛得住林峰两锤的。 再者, 就是击杀在休息状态的异兽, 林峰上去几乎能瞬间锤死两头异兽, 其他的则是靠遛狗, 逐个击破。 闪电边打到哪头, 哪头落单, 就杀哪头? 那十八头蛮牛兽, 就是林峰这样慢慢磨死的。 知识这个结果看起来, 令人太过震惊了。 李公明右手扶额, 完了, 这下子又得去抓一兽了。 李老, 还好, 至少那两头王者被你藏起来了, 安然无恙。 留言安慰到, 普通的蛮牛兽和铁蹄魔羊, 墙外要多少有多少, 不怕抓不到。 那两头王者, 才算是可遇不可求。 也是, 李公明叹了一口气, 蛮牛王和铁蹄魔羊王没事, 才算是万幸中的大幸。 两人一看时间, 只剩下了十五分钟, 已经有不少考生陆续回来了。 他们有的, 四人组成队伍, 有的三人组成队伍, 但每个人的情况都很相似。 沾染鲜血的脏衣服, 加上苍白的脸色, 这几乎成了回来者的标配。 太特魔羊了, 那蛮牛兽好大个, 我差点被他一提子踢死。 对啊, 真不愧是二星戒者考核的一兽。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编号在285了。 还好我们有武器, 要是真赤手空拳对付他们, 估计要被直接弄死。 很多考生们心有余悸。 刘元看到他们的模样, 心里不由感慨万千。 他第一次参加二星戒者考核的时候, 也是这般模样, 而且还挂了。 如今看到这些考生, 就像是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还有五分钟, 刘元拿起话筒, 播放了全区广播。 还没有回来的考生请注意, 不要超过时间, 否则也将取消考核成绩。 李公明拿起名单, 剩下还有九人没有回来, 应该还在奋斗当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陆陆续续有队伍走出了考场。 而赵辰等四人, 则是被一头受伤发狂的独角蛮牛兽追着跑。 这头蛮牛兽的一个脚, 他们已经成功砍下, 可还有一个脚, 怎么都没办法弄下来。 诚哥, 时间不多了。 黄发青年焦急道, 如果我们不出去的话, 四个人都没办法通过。 闭嘴。 赵辰咬牙,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 只有三个材料, 还有个人, 黄发青年喊道, 那也比大家都不过要好。 赵辰心里无奈, 却又不甘心, 都怪那凌峰。 若不是那凌峰开场整了那么一出, 他们也不会缺一个材料, 导致队伍内有一人无法完成考核。 诚哥, 时间不多了。 黄发青年道, 走吧, 去交材料。 赵辰犹豫了一下, 叹息。 走。 他们四人立刻调转方向, 朝着入口狂奔而来。 而他们身后, 那头蛮牛兽却是紧追不舍。 不过还好这头蛮牛兽被他们砍伤, 现在根本跑不快。 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候, 四人总算是看到了市场出入口的那扇机械门。 进去里面, 就安全了。 赵辰等人, 像是看到了希望。 可那头蛮牛兽, 好像也因为看到了机械门, 双眼泛红, 开始加速袭来。 赵辰等人脸色大变。 嗯。 正在休息室里等候的流言, 望向场地内, 看到了那头蛮牛兽。 他没有出手, 因为考核还没有结束, 他不能帮助考生, 除非考生按下了求救手环。 但下一秒, 那头蛮牛兽用唯一的脚戳在了黄发青年的屁股上。 黄发青年疼得要命, 却不敢停下脚步, 被那蛮牛兽顶着也要跑进机械门。 不过让他诧异的是, 仅仅一瞬间, 一道身影在他侧边闪过。 下一秒, 尖锐的锤子狠狠砸在了那头蛮牛兽的脑袋上。 鲜血迸发, 直接洒满了黄发青年整个后背。 他一个翻滚, 狼狈地摔进了机械门里面。 赵辰等人也顺利进来。 他们愕然回头, 发现凌峰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那头蛮牛兽的身上。 刚才那一锤, 直接让奔跑的蛮牛兽倒了下去, 摔在了机械门的不远处。 众人也惊讶看着这一幕。 因为凌峰背上的巨大兽皮包裹, 急起扎眼。 刘元咬牙切齿。 这小子, 又来了。 而此刻的凌峰却是惊喜地看着地上的蛮牛兽。 太好了。 他笑眯眯道, 我还担心肉拿不下。 这头牛死在门前, 正好全给他拖回去。 那蛮牛兽还在抽搐, 显然莫死透。 凌峰想都莫想, 一锤砸了下去。 这下好了, 彻底安静了。 众多考生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目光呆滞。 卧槽, 真是狠人啊。 一锤杀蛮牛, 两锤定乾坤。 凌峰随后就拖着那头蛮牛兽的尸体, 背着一个巨大兽皮包裹, 硬生生地挤进了机械门。 众人都看傻了。 李公民等考官更是两眼一黑。 这小子是来考核的, 还是来进货的。 这袋子, 加上那头蛮牛兽尸体, 少说两千斤。 凌峰倒是没有在乎其他人的目光, 而是找了一个角落, 将包裹丢在了地上。 包裹一打开,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牛肉, 羊肉, 而且都带着鲜红的色泽, 显然是异兽身上最好的部分。 牛角, 铁蹄磨羊的蹄子。 教官, 这是我的材料, 请轻便。 刘云黑着脸上前。 他本来想随便看看, 就给这小子过了, 但他忽然发现, 这一对蛮牛角, 体积大的出奇。 而且, 那铁蹄磨羊的蹄子, 也是大的离谱。 那大小, 几乎是普通牛角, 羊蹄的两到三倍。 李老, 你过来看看, 这个牛角和蹄子, 是不是有些眼熟? 刘云赶紧喊来了李公明。 李公明一线那两份材料, 脸都绿了。 这, 这是我刚抓的蛮牛王的脚, 雾草, 还有铁蹄磨羊王的蹄子。 李公明两眼一黑, 差点就要昏过去。 李老, 刘云见状, 当即扶住他。 李公明的身躯气的发颤, 刘云咬牙切齿地看向凌峰, 问道, 这牛角和蹄子, 哪里来的? 凌峰有些纳闷, 我砍下来的。 废话, 我当然知道你砍下来的。 刘云怒道, 我是问你, 从哪里砍下来的? 肯是异兽身上了。 凌峰脸色古怪, 难不成他是地里藏出来的。 刘云顿时也两眼一黑, 感觉气都蓄了三分。 这小子, 搁着搁着呢? 还是李公明气顺了一些, 这才指着凌峰道, 你把怎么得到的经过, 讲一遍。 你们说这个呀。 凌峰笑嘻嘻道, 我本来正追着一头蛮牛兽呢, 莫想到路过一个训兽场, 一头蛮牛兽和一头铁蹄魔羊 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在那疯狂撞击铁笼, 连笼子都被撞出一个小口。 我这个人心地善良, 见不得痛苦, 所以就进去把他们都宰了, 少受点罪。 众人都傻眼了。 卧槽, 你是真的狗啊?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俩异兽是被人关起来的。 你就这样给宰了。 好家伙, 还省了追逐的过程。 几位考官, 那训兽场也在实战场地内, 我杀了他们, 应该不算违规吧。 看着凌峰真诚的眼神, 流言强忍住呼一巴掌上去的冲动, 只能道。 按照规定, 的确不算违规。 李公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这一波是他大意了, 没有闪。 他哪里能料到, 那两头王者能撞破铁笼, 趁机被凌峰捡了个便宜。 不对, 或许那铁笼是凌峰弄坏的。 不管怎么样, 自己下周又得去抓异兽了。 想到这里, 李公明的神情就复杂无比。 正值多事之秋, 墙外异兽越来越多, 想抓到这种级别的蛮牛王和铁蹄魔羊王, 怕是要费好些功夫。 行, 那材料你们收走, 这些异兽肉我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林峰笑道, 上次你们不要来着, 不然我肯定分你们一线。 流言脸皮一抽, 这小子进货进上瘾了。 才一周过去, 上次搞的肉他吃完了。 但作为考官, 流言之能扛走了那对牛角和四个蹄子。 众人都骂了, 这能把考官整无语, 林峰也算是个人才。 忽然, 赵晨看到了林峰边上的那头独角蛮牛兽, 他犹豫了一下, 跟其余三人说了些什么, 三人眼睛一亮, 也往林峰这边看来。 四人交谈了一阵, 赵晨忽然起身走到林峰面前。 林峰? 这头独角牛是我们兄弟几个打的, 现在反正你材料也满足了, 这牛角就还给我们。 如何? 林峰没回话, 反倒是在专心致志打包剩下的异兽血肉。 林峰? 跟你说话呢? 听到没有? 赵晨有些恼怒, 这林峰显然是目中无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 林峰忽然抬头问道, 大鹏一日同风起, 下一句是什么? 赵晨一愣, 扶摇直上九万里。 林峰笑眯眯道, 所以, 你要求这么多, 咋不跟他上天呢? 赵晨心头火起, 这林峰摆明了是不想给。 林峰? 按照规定, 我们都参与了这场战斗, 材料应该有我们的一份。 你不服, 可以调取无人机监控。 林峰点了点头, 的确, 你说得有理, 他当即丢出了一块肉出去。 诺, 这是你们的。 赵晨看着脚边的一块肉, 顿时勃然大怒。 这林峰, 喂狗呢? 他咬牙切齿道, 林峰? 嗯? 我警告你, 别欺人太深。 林峰皱眉道, 分红我也给你们了, 这头牛是我打死的。 你们想要, 等出去了, 自己花钱买, 不就完事了? 赵晨气急, 我特魔出去了, 还用得着你。 那你用不着我, 叫我做神。 林峰平静看向他, 不过, 我也不是这么不留情面。 赵晨眼睛一亮, 你肯给牛角? 自然肯, 我说过了, 我这个人最照顾小辈了。 林峰笑道, 你只要肯喊我一声疏, 这牛角就当你我叔侄的见面里了。 赵晨气得蹊跷生烟, 你给老子等着。 他丢下一句话, 当即跑了回去, 三人顿时围了上来。 辰哥, 怎么样? 黄发青年问道, 有戏吗? 其余两人也是眼巴巴看着赵晨。 赵晨咬牙道, 他不肯。 那怎么办? 黄发青年三人慌了, 辰哥, 那咱们可就真少一个人了。 赵晨也是头疼, 时间莫来得及, 打来的牛角就三个。 早知道就去砍铁蹄魔羊的蹄子了, 只要宰两头就能完成任务。 但牛角可以趁机打下来, 蹄子必须要制服异兽才能拿到手, 这两者难度各有千秋。 现在后悔也没什么用, 这里有考官看着, 莫办法逼迫那林峰。 赵晨道, 这样, 小五, 这一次就委屈你一下, 等三个月后, 我安排人跟你一起再来一次, 另外, 我个人补偿你五千块, 怎么样? 队伍里, 一个比较瘦小的青年, 脸色一变, 但面对赵晨的决定, 他也只能点头。 另一边的林峰, 则是喜自知地收好了所有的肉, 知识那头独角牛有点麻烦, 自己还要下来一趟算了, 反正炼制鲜血精华, 只要用血肉, 骨头就不要了。 现场解剖, 到时候让考官们处理就行。 林峰在考官们结算成绩的时候, 立马动手, 直接一刀划开牛的背部。 这个举动, 把人都吓傻了。 卧槽, 这小子不会想在这解剖吧? 这, 有点猛, 再有几分钟就要出去了, 他能来得及。 就连正在结算的几名考官, 看到这一幕都梦了。 刘元心里暗笑, 你小子等会儿肯定来不及, 等会儿找个理由把牛留下。 晚上拉上李公明一起吃牛肉火锅, 但仅仅数秒, 他笑不出来了。 林峰手里的匕首如同神器, 在这头蛮牛兽的身上不断滑动, 比得福玄丝滑。 这, 刘元猛了, 这小子上辈子是个厨师? 会跑丁解牛? 他哪里知道, 林峰上一世虽然当了个混日子的生物学家, 但学到的东西都不是虚的。 厨师和医生会的东西, 他也会。 就一分钟时间, 林峰的动作极快, 迅速将枕头蛮牛兽的骨架都剥离了出来。 哪怕是那牛血, 也被他用兽皮包裹住, 没有到处流淌。 三分钟时间内, 林峰就将枕头牛全部处理完毕。 该挖走的血肉, 他都挖走了。 之前因为时间紧迫, 他只取了一些精华。 现在不一样, 现在枕头牛上下都没有一块好肉, 这让在场的考生和考官都特抹傻在了原地。 刘元更是脸色难看。 真有你的林峰, 硬生生把他们的晚饭从牛肉火锅降级成了牛骨头火锅。 林峰用牛皮将血肉打包好, 准备带走。 一大一小两个包裹, 让众人情不自禁地为他担心起来, 这该怎么拿走。 但人林峰却不慌不忙, 把小的拴在了大的上面, 然后扛起大的就准备离开。 等会儿, 还没有给你敲张。 刘元当即喝道, 敲了张再走。 行。 林峰笑嘻嘻道, 刘考官, 我应该合格了吧? 你说什么废话呢? 刘元怒道, 敲了张赶紧滚, 这个月都别来了。 他是再也不想看见林峰了, 这小子简直不当人。 他这一来, 自己这群人得天天去外面抓牛抓羊, 这还怎么休息? 林峰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别呀刘考官, 我还打算下周来参加三星戒者考核呢。 你们这周多准备一点益寿, 我怕下周都不够我杀的。 什么不够你杀的? 刘元咬牙道, 你以为你自己杀的很多? 我告诉你, 你今天带回去的也就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刘考官, 你是不是忘了啥? 林峰笑名逆道, 等会儿, 还有我妹呢? 刘元彻底傻了。 对啊, 卧槽, 他把林元给忘了。 好家伙, 这兄妹是真莫把自己当外人, 来他们这进货了。 刚刚回来的李公明正好听到他们的对话, 再次两眼一黑靠, 还有玩磨玩了。 这兄妹是打算从一星戒者薅羊毛, 薅到四星戒者。 李公明的右手都止不住在颤抖。 这俩家伙不来, 自己可以喝茶看包括一周, 也就周末某一天忙一些罢了。 这俩家伙一来, 自己工作量瞬间翻了好几倍。 几个考官的脸都跟着李公明一起绿了。 快滚! 刘元咬牙切齿道。 收到。 林峰黑黑一笑, 扛着他两千多斤的牛肉就往外面跑。 这回他第一个跑出来, 可以直接坐电梯上去。 但刘元他们这个仇啊, 他们是怎么都默想到, 真的有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 另一边, 林峰坐着电梯一路来到了新馆一楼位置。 A2考场前面, 有不少的家长正在等候。 电梯的上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来人了。 不少家长和陪考生来的同伴们都看向了电梯口。 可出来的是林峰, 还有他重大一吨多的牛肉。 我去, 这什么东西? 好浓郁的血腥味, 这小子在下面干啥了? 看到扛着大包小包出来的林峰, 众人都实话了。 林元则是满眼小星星的上前。 哥, 你出来了? 搞了多少? 他丝毫不嫌弃林峰身上的血腥味。 这个树, 林峰伸出两根手指, 看这个大小, 是两千斤。 差不多。 林峰笑道, 这一回, 练他二百颗鲜血精华。 蛮牛兽的精血比尖刺犀牛要强, 林峰估算, 出货率应该比尖刺犀牛要高才对。 行, 你先放到老爸的小仓库里, 等会儿看我表演。 林元也兴奋了起来, 如果有两百颗鲜血精华, 五万一颗, 也有一千万了。 虽然林元不确定, 他那同学会不会收这么多, 但哪怕荡鲜血精华卖, 也能卖个五六百万。 兄妹俩这是发了, 你先去A3考场门口准备, 不要逞强。 林峰道, 安全第一, 钱是小事。 行, 我听老哥的。 林元笑嘻嘻点头, 林峰有些犹豫。 林元的借力等级在, 这周似乎上涨了一些, 这肯定跟自己给他的资金有关系。 但具体上涨了多少, 林峰不知道。 三星借者考核, 最低借力等级也要六十。 零, 林元如果刚刚超过一些, 肯定不可能大规模屠杀异兽的。 他临走前, 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不能做出危险的举动。 有生死危机, 就按下手环。 林元都爽快地答应了。 林峰这才扛着那些血肉, 去了新管员工区的一间小仓库里。 这里是林长盛个人的仓库, 用来摆放一些器具和物品, 把血肉放在这里,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这些血肉容易腐坏, 得把它们都处理一下, 方便之后炼制鲜血精华。 林峰在仓库里翻箱倒柜, 终于在某个位置, 发现了一箱白色晶体, 还有一些干净的保鲜袋。 天知道, 林长盛在仓库里囤这么多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 这白色晶体, 看起来不像食盐, 反倒是, 有点像味精。 其实这玩意儿, 是编号588, 湿地食人花提炼出来的东西。 说是食人花, 但根本不吃人, 就吃一些小动物。 它的果实, 经过人类工艺的萃取后, 会诞生出一种保鲜用的晶体。 这种晶体叫做湿地精华, 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 不过也就从两天变成一周左右。 它极易溶于水, 无毒无害, 就像是味精一样, 到时候拿水一冲, 什么都没了。 所以, 与其花钱买这个, 一些工厂直接把一瘦肉加工成粉末更划算。 但林峰现在将其抹在了上面, 可以完整地保存一周时间。 我一晚上玛丽全开的话, 能炼至400多斤, 应该来得及。 林峰喜滋滋地开始往牛肉涂抹湿地精华, 开始一包包处理血肉。 湿地精华再加上保鲜袋封存, 应该能扛过一周多的时间。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林峰这才疲惫起身。 眼前的所有血肉都处理完毕, 算算时间应该也到了零元考核结束的时间了。 三星戒者考核, 一般都持续三个多小时时间。 林峰来到了A3考场门口,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考生出来了。 跟其他前面的考核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的考生衣着还算得体, 只有个别纪人满身血鱼, 但他们的脸色不太对劲, 似乎都在意乱些什么。 爸,你是莫看到? 实战场里有个女孩子太恐怖了, 一把长刀就把编号255的独角兽给砍了。 那个女孩子实力极强, 杀那些异兽跟杀技一样, 杀完还挖走血肉, 也不知道为啥。 她出刀的时候, 就像是凭空划过了一道血远, 眨眼功夫, 几头金刚猿猴就没了, 那可是编号244的异兽啊。 我估计以她的杀戮速度, 这半个考场的异兽都要遭殃。 凌峰听到这些消息, 顿时瞪大了双眼。 我去, 这些人说的该不会是凌缘吧? 可凌缘不应该突破得这么快, 如果能屠杀244的金刚猿猴, 她的借力等级已经逼近四星戒者才对。 她之前不是说自己才59。 凌? 这家伙, 莫非又是在忽悠自己? 应该没那么夸张吧? 凌峰皱眉道, 缘缘虽然能吃又贪财, 但不应该突破得这么快。 肯定是巧合, 有另一个女孩子在考场里杀戮。 嗯, 肯定是的。 凌峰还没反应过来, 电梯门忽然开了。 一个女孩子扛着大包小包从电梯门里走了出来。 是凌缘。 凌峰傻眼了, 那些人议论的对象不会真是自己的妹妹吧? 哥。 凌缘看到凌峰, 不由喊道, 过来帮我一下。 我扛不住了。 凌峰这才匆匆忙忙上去。 她接过凌缘身后的包裹, 重量差点压得她喘不过气。 好家伙, 这两大包裹, 少说也有两千斤。 不过, 这是凌缘三个小时的战果, 若是跟她一样少一个小时, 怕是不会有这么多, 你怎么杀了这么多? 凌峰吃惊道, 你不是说, 你借力等级当当到三星戒者吗? 她以为凌缘宰个两三头, 弄个几百斤就撑死了。 未曾想, 凌缘这是青出于蓝儿胜于蓝, 又给她搞来了这么大一堆。 这个, 凌缘犹豫了一下, 可能是场里的异兽太弱了吧? 我随手杀了几头, 就这么多了。 凌峰顿时抹了。 老妹, 你找个借口, 能不能找个靠谱一点的? 这么清新脱俗的理由, 那那些在考场里受伤的考生, 岂不都是废物? 凌缘猜测, 凌缘肯定又在半珠吃虎, 隐藏实力。 而且, 他的那刀法, 是什么情况? 谁教的? 凌长盛吗? 凌峰一时间没想明白。 哥, 咱们赶紧走, 我怕走慢了会出事。 凌缘连忙催促凌峰道, 怎么了? 凌峰一愣, 这里是新馆, 还有人对你动手。 凌缘解释道, 不是啊, 我把考场里一头独角兽王 和一头金刚猿猴王给砍了, 现在理考官正大发雷霆了。 凌峰脸色一变, 那老头一天下来被砍了四头王者, 估计现在人都要气晕过去了。 你说得对, 赶紧走人。 凌峰可不想碰到正在气头上的理考官 连忙带着凌缘跑路, 实力等级应该在85。 凌左右, 真亏自己妹妹能把他们砍下来。 现在凌缘说自己是四星戒者, 他都会信。 兄妹俩在凌长盛的小仓库里 又忙活了两个小时, 一共四千多斤的一瘦肉 全部处理完毕。 这四千斤就是三四百颗鲜血精华, 五万一颗, 能卖很多钱。 凌缘虽然疲惫, 但眼里满是小星星, 老哥, 你得抓紧炼制啊, 咱们有钱了买点不要, 下次再去弄他一票。 我是你哥, 今天累了一天了, 晚上得休息, 少练一些。 嘿嘿, 明天是周日, 你有一天时间可以练呢。 凌缘笑咪咪道, 我出钱, 这些打包好的血肉, 我都让人给你运回去。 凌风无奈, 不过想来也是, 早点变现, 就能早点把天烈幽狐的小世界开了。 若不是小世界卡在那, 他或许还能开个蛮牛小世界, 也说不定。 真浪费了。 兄妹俩一合计, 趁着爸妈不在, 准备运回战利品。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 距离江南是三百里外, 一处废墟区域当中, 两个穿着黑色战衣的中年人, 凌空而来。 他们在废墟区域上空庭下身影, 皱着眉头望向下方。 这下面, 原本是一个小镇, 大灾变时期过后, 这里也成了人类禁区的一部分。 知识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此刻的废墟区域里, 却是生机全无, 一点异兽出现的迹象都没有。 又是这样。 左边那名挥发中年人, 皱起眉头道, 这已经是今天发生的第七起了。 他叫陈天荣, 是天下国军方的凌空镜。 今天他和战友楚东义, 一起在这个区域截杀异兽。 他们身后, 还有一千人左右的混沌精队伍。 几乎也是一刀抹杀了所有的生灵。 楚东义脸色难看, 哪怕是凌空镜的强大兽王, 都死了一头。 他身影一闪, 直接从废墟里, 提出了半头体积, 足有两层楼高的巨大黑色猿猴。 编号88, 大力魔猿。 这头应该是魔猿王, 实力堪比二星凌空。 陈天荣吃惊道, 竟然也被人斩成了两半。 他的屁股没了, 屁股在树上挂着呢。 楚东义示意了一下, 陈天荣这才看到, 远处的大树上突兀出现的两条巨腿。 也是一刀毙命。 楚东义道, 截杀者的实力, 起码是四星凌空, 或者是, 秩序镜。 怎么可能会是秩序镜? 陈天荣深吸一口气, 反问道, 咱们天下国每一位秩序镜都登记在岸, 没有一位跟这种情况符合的。 截者, 混沌, 凌空, 秩序。 四大境界, 每一层境界都是一个坎。 有些人一辈子都成不了混沌, 觉醒不了小世界。 同样, 有些凌空镜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 也成不了秩序镜。 秩序镜的强者, 是全人类的财富, 是最顶尖的那一批人。 到底是谁出的手? 陈天荣眉头紧锁, 算上之前六起, 这前前后后死去的异兽王者, 都有七头了。 每一头都是凌空镜的存在。 一般来说, 异兽之间也有战斗, 而且都是为了争抢地盘。 异兽族群之中, 王者实力超绝, 基本上凌驾于同族的异兽。 但王者之间也有差距, 就像是编号88的大力魔猿, 能够轻易捏死一头蛮牛王一样。 能在一天时间里, 千里连杀七头凌空镜一手, 此人实力太降了。 陈天荣点开战役上的地图, 七处位置, 刚好练成了一道圆弧形的线, 首尾相距上千里, 几乎笼罩了小半个江南市。 其实我感觉, 并不是同一个人出的手。 楚冬一沉默了一下, 忽然道, 其中有三头, 就好像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战斗一样, 身上到处都有伤痕。 除了刀剑的, 还有异兽的。 陈天荣无奈道, 都跟你说了, 那可能是之前留下的。 不, 绝对不会。 楚天一摇头, 伤口都是新的。 而且, 致死伤都不一样。 如果是我们的人干的, 那这么大规模的队伍, 不可能没有痕迹留下。 古怪, 是真的古怪。 陈天荣叹息道, 你说的这种情况, 除非是秩序镜, 或者四星凌空的研究者出手。 研究者突破凌空镜, 就可以一时小世界内诞生的生灵, 前去战斗。 也只有这个解释。 楚冬一点头, 但我们知道的研究者, 除了研究学院三位之外, 应该没有人能有这个实力了, 那三位这一次出来了两位, 都在北方抵抗吗? 难道是闭关的那位出手了? 不可能, 那些研究者性子, 大多都古怪至极, 一旦闭关研究, 就不会再出来了。 楚冬一道, 他吃饱了撑得偷偷出手。 而且, 这个用刀的强者, 该怎么解释? 陈天荣想到这里, 就头疼起来。 自己的地盘上, 突然出现了两名堪比秩序镜的强者, 虽然对付是在帮助自己, 但神秘的行动, 显然是不想让他们知晓。 用刀的强者, 也不知道是拿两位大佬合作来帮忙了。 算了, 也是好事。 楚冬一在废墟里找了一圈, 也莫找到线索。 只能作罢, 让人把这里的异兽尸体, 都装进小世界带回去。 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嗯…… 林峰回到家后, 就一直沉浸于鲜血精华的淬炼,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今天的林长盛和顾凡月, 很晚才回来。 林峰去冰箱找了一点东西, 垫了垫肚子, 就看到一直在客厅打游戏的林园。 我又收了, 林园顿时就不乐意了。 哥, 你干嘛? 林峰道, 别老吃这些垃圾食品, 冰箱里有老妈做的饭, 我给你热热。 我不。 林园道, 我是要与可乐薯片同在。 林峰威胁道, 你再吃, 扣你半成利润。 林园撇撇嘴, 淡定道, 你不给, 我就不卖货。 你看咱俩谁耗得过谁。 要是放在往常, 林峰肯定是没有办法了。 但他还有江亦这条后路, 哪怕卖给研究所都能赚一大笔钱。 你不卖就不卖, 我当鲜血精华卖去。 一颗两万。 这些血肉炼至四百颗, 好歹也能卖八百万。 林园顿时猛了数秒, 他莫想到自己老哥竟然这么无耻。 你认真的, 那可少卖一半呢。 林园顿时心疼道, 这么多钱, 咱俩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赚回来。 那你别吃零食了, 把老妈做的饭吃了。 林峰平静道, 吃了饭, 多给你一个鲜血精华。 我和你早说啊。 他嘻嘻一笑, 卖掉鲜血精华。 我能买不知道多少可乐和薯片。 林园高高兴兴地往厨房去了。 林峰也有些头疼, 自己这个妹妹, 可太猜迷了。 简直就是无力不起早的典型。 就在林园热饭的时候, 林长盛和顾凡月两人回来了。 两人虽然穿着普通的休闲服, 但此刻借力等级大幅度提升的林峰, 却是能够很明显闻到 两人身上的血腥味。 爸妈, 你们这么晚回来, 去哪里了? 小孩子家家, 好奇心真重。 林长盛淡定道, 我带着你妈去找了一趟老熟人, 给你们兄妹俩搞了一点不要回来。 林长盛晃了晃自己手里的盒子。 不要。 林峰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嗯。 林长盛道, 不过因为今天太晚了, 就拿了一份回来。 第二份明后天去取, 你们俩放心, 人人有份。 林峰脸色有些古怪, 他把林长盛拉到一边, 悄声问道。 老爸, 你这回坑了老妈多少钱? 林长盛满脸疑惑地看着林峰。 你看你老爸像那种人吗? 像, 特别像。 林峰道, 你上次跟我合作, 还想坑我的钱呢? 林长盛美好气道, 老爸这回做事很坦荡。 莫坑钱, 那不要材料, 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今天为了搞这份不要, 我跟你妈莫少到处跑。 林峰有些狐疑, 因为林长盛的身上, 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这种味道, 跟实战场里面的气味很相似。 难道老爸老妈也去节礼公民的烤场了? 不能吧? 行了, 安心吃不要吧。 林长盛道, 我和你妈今天都挺累的, 洗洗睡了。 林长盛将不要放在了桌上。 林园正端着碗从厨房出来, 看到那份不要, 眼睛里满是小星星。 有好吃的。 林峰私存了一下, 自己的小世界卡在天烈幽狐身上, 无法觉醒新的小世界, 这份不要给自己吃, 性价比不高。 老爸, 先给圆圆吃吧。 林峰道, 我等明天的那份。 嗯。 林长盛道,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林峰无语, 你就等着我让给圆圆是吧。 林长盛笑道, 你做哥哥的, 不应该吗? 林峰无奈, 不过林长盛说的也没错, 这份不要, 先给林圆服下, 看看效果再说。 什么好吃的? 林圆将盒子拆出来, 里面是一瓶红色的液体。 这液体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而且液体当中, 还有一颗颗很小的金色晶体, 看起来晶莹剔透。 林峰也有些纳闷, 这不要他莫陷过。 也莫啥, 就是某种异兽的精血, 本来你们俩服下可能扛不住他的力量, 所以我和你妈特地让人做成了补药。 顾凡月这个时候, 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已经换好了衣服。 这是好东西, 别浪费了。 他道, 圆圆, 现在喝下去吧, 我和你爸给你看着。 林圆有些不情愿, 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不是很好喝的样子, 但是, 毕竟是爸妈跑了一天才拿回来的东西, 他还是捏着鼻子吞了下去。 血红色的液体入口, 直接化成了一股很精准的力量, 充斥着林圆的身体。 林圆胶躊一阵, 手臂上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透明。 不, 不是皮肤透明了, 而是血管变红了。 那血红色的液体仿佛在改造林圆的经脉, 增强他身上的力量。 林峰有些害怕, 但他转头一看, 林长盛和顾凡月两人却是淡定如常爸妈给圆圆吃的, 到底是什么不要。 林峰有些纳闷, 林圆身上的开始泛起白色的水汽, 一时间他大喊淋漓。 就这样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这才吐出了一口浊气。 我的力量, 好像变降了很多。 林圆不断握拳, 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就对了。 林长盛笑着点头, 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块星云盘, 来测测借力等级。 林圆顿时脸色一变, 打马虎眼道。 不了吧, 老爸我明天去学校里测, 那个比较准。 林长盛和顾凡月两人面面相去, 就连林峰也觉得不太对劲。 虽然星云盘测量的数值跟实际的有偏差, 可不会偏差太多。 林圆不肯测量, 百分百有鬼。 也行, 学校里的比较准。 顾凡月点头道, 明天测完,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好, 林圆笑嘻嘻地跑回房间去洗澡了。 那不要产生的效果, 又弄得他满身都是汗水。 小枫, 你的不要明天会到, 没准这次吃下去, 你就可以去挑战二星戒者考核了。 林长盛笑道, 争取下周末就去把考核证书拿到手。 林峰心里一紧, 一个晚上时间, 林峰就炼制了45枚鲜血精华。 跟他想的一样, 这一批易寿的出货率, 比之前还要高一些。 而且他的借力等级提升了, 能够消耗的精神力, 也增加了不少。 45颗鲜血精华, 应该能卖不少钱了。 林峰出门, 正好逮到早上起来偷吃零食的林园。 他看到林峰, 立马把薯片可乐抱在了怀里。 别想抢我吃的。 林峰无语, 他压根没想好吗? 你找一下你同学, 把这个东西卖了。 他丢给林园一个瓶子, 里面装满了鲜红色的金石。 老哥, 你一晚上弄了这么多出来? 林园喜出望外, 具体多少? 45颗, 有一颗给你当奖励。 林峰道, 之前约定的, 你拿三成五, 我拿六成五, 你今天能把它卖了吗? 可以, 我现在就给楚玲玲打电话。 林园之前说的女同学, 就叫楚玲玲。 他们家是做珠宝生意的, 并不是明面上的那种珠宝门店, 而是各类奢侈品珠宝店的幕后供应商。 林园很快就联系上了楚玲玲, 她说现在来找我拿货, 钱到时候先打我卡里。 林园问道, 老哥, 你觉得咋样? 我觉得可以, 钱到了就行。 林峰道, 你现在去卖货, 到时候我们按比例分账。 好, 兄妹两人分头行动, 林园去联系楚玲玲交易, 而林峰则是给林一平打了的电话过去。 大舅哥, 你终于想起我了。 林一平在电话那头黑黑笑道, 咋样, 你有没有在林园同学面前, 说几句我的好话。 你小声点, 我妹妹就在边上听着呢。 那又没关系, 我当面也敢说。 林一平道, 咱做事就得光明磊落。 林峰汗言, 这小子的脸皮跟自己一样厚。 行了别平了, 有空吗? 大舅哥, 你说就是。 我能办到的, 一定给你办到。 来一趟医院后门, 咱们去商铺里买点东西。 林峰道, 你的面子好使, 可以给收购价。 就这点小事, 那自然可以。 林一平道, 我现在就出发, 咱们医院后门见。 嗯。 林峰约好林一平后, 也立马出发, 前往了医院后门那家教义的商铺。 周末的街道人流量更多, 这里必经是江南区比教人门的交易地点, 哪怕是学生都会来这里看看。 再加上医院的人流量, 周末这段时间, 根本没有车子能开进去。 林峰则是坐着地铁来到了医院这里, 他直奔后门, 就看到了林一平在门口等他。 大舅哥, 林一平上前打了个招呼, 可他还没有走到林峰面前, 这家商铺二楼的位置, 窗户漠然破碎, 一股力量波动轰然散开。 大街上的行人都被这一幕吓呆了, 纷纷四散逃离。 而有两个身影正在赤手空拳肉搏, 从那窗户的位置直接掉落在了林峰, 林一平两人不远处。 两人的打斗, 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甚至林峰看到, 其中一人的身上还冒着火焰。 是混沌镜。 林峰心里顿时有了判断, 而另一人身上什么元素都没有, 仿佛只有肉身在抗。 可面对对方的火焰攻势, 他的神情一直波澜不惊, 完全就是一张扑克脸。 竟然敢在这里打斗? 林一平愣住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里有林峰镜守护吗? 果不其然, 仅仅半分钟时间从医院中飞出一个穿住白大褂的老者。 都住手。 他喝道, 再有打斗, 所有商铺都不准你们二人进入。 听到这话, 两者才停了手。 赵院长, 是他抢夺的异兽材料。 身上带着火焰的青年道, 我好说歹说, 可他却是不闻不问。 另一人也是青年模样, 短发, 一身白衣。 但他神情一直很平静, 平静到林峰都觉得他面瘫。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事打起来的, 在医院附近打斗, 就是违规。 他喝道, 念在你们莫伤人, 自己补偿商铺的损失, 这件事就算了。 那火焰青年虽然有些不愤, 可也只能点头。 面对林空镜, 他再厉害也不是对手。 商店里顿时跑出来一个中年胖子, 笑眯眯道, 一共三百万, 两位, 各一百五十万吧。 火焰青年嘴角一抽。 一百五十万, 对于一个混沌镜而言, 虽然不是天价, 但也是大数目了更何况, 毁掉二楼的门窗, 哪里需要这么多钱。 但现在有林空镜看着, 他只能付钱。 他随即丢下了一张卡之后, 信心离开。 离开前, 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白衣青年一眼。 阁下, 你的。 中年胖子挑眉道, 那白衣青年神情淡然, 从怀里取出一张卡。 中年胖子刷了下, 脸色古怪道, 卡里钱不够。 不够, 欠着。 那白衣青年丝毫没有窘迫的表情, 而是淡定道, 过几天给你。 那不行, 过几天你跑了, 怎么办? 就在白衣青年要说话的时候, 从人群里跑出来一个瘦弱的小鬼。 这笔钱, 我替他给。 那小鬼递给中年胖子一张黑卡。 中年胖子看到这张卡, 脸色大变。 而凌峰看到那小鬼, 脸色也大变。 这特魔, 不是江义吗? 他怎么在这儿? 江义笑道, 老板, 应该够了吧? 够了, 够了。 那中年胖子完全换了一个人, 态度恭敬道。 你有这张卡, 是我们店铺的贵宾, 这件事就算了。 好, 江义点头, 散了吧。 中年胖子立马将卡还给江义, 随后带着人回了商铺里。 而那白衣青年则是看了江义一眼, 没有说话, 直接离开。 江义也不气不脑,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凌峰一把抓住。 猜猜我是谁? 江义。 他猛地回头看, 发现是凌峰之后, 立刻白了他一眼。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 凌峰道, 你这小子无力不起走, 会这么好心帮别人解围? 跟我说实话。 那人谁啊? 江义皱眉。 你想知道, 有那么一点想。 凌峰笑嘻嘻道, 你不说也行, 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整你。 江义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告诉你也没用, 他是我的实验对象, 原本是恩灵。 一的, 现在变成了NO。 二, 江义道, 他叫顾长明, 是江南高等学院大一的学生, 实力是三星混沌。 听到这话, 别说凌峰了, 就连刚想出生的林一平也是默然正主。 大一, 那不是比他们高一个年纪, 居然已经到了三星混沌的地步。 悟草, 我之后进江南高等学院了。 那家伙起步就是我学长。 林一平有些诧异, 若是能提前抱上大腿, 这比啥都降了。 就你。 江义打量了林一平一眼, 你能不能考上江南高等学院都是个问题。 你小子很嚣张啊。 林一平皱眉道, 如果不是看在大舅哥的面子上, 你已经被我揍飞了。 你揍我一个是世, 我让你再也进不去这家商铺。 江义笑笑, 指着自己脑袋道, 来, 往这里打。 林一平一瞪眼, 攥紧了拳头, 却没有动手。 刚才那商铺老板的态度, 他都看到了江义的背景, 绝对不容小觑。 可这个时候, 林峰却难得认真道。 江义, 那家伙的眼神, 很危险。 我觉得, 他看我们的目光里, 透着冰冷和沙液。 这种目光, 我只在异兽身上看到过。 江义听到这话, 默然一震。 他犹豫了一下道, 你多心了。 是吗? 林峰笑笑, 或许吧。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顾长明离去的方向。 他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个人, 很危险, 还是不要有所瓜葛为好。 林峰, 你来这干什么? 买材料? 江义问道, 还是买粉末。 材料? 林峰道, 关于天猎幽狐的。 你要那个干什么? 江义好奇问道, 那玩意儿也做不了补药。 你管我做什么? 林峰瞪眼道, 我拿来装饰用, 拿来做地毯, 拿来挂墙上, 千金难买也乐意。 江义直接被这句话咽死。 大舅哥, 咱们别理这小鬼了, 走。 我陪你进去挑材料。 林一平立刻搭住林峰的肩膀, 熟门熟路地带着林峰往商铺里面走。 别走啊。 江义也屁颠屁颠跟着林峰跑了进去。 林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不得不说, 林元办事很效率, 一百来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他的银行卡。 一百万来万, 再加上之前的积蓄, 林峰今天肯定能买走天猎幽狐的身体材料了。 林一平进了商铺, 就找前台问了问。 大舅哥, 今天运气好, 有人送了一整头天猎幽狐过来。 他笑道, 你要哪个部位的? 可以跟商铺商量切割慢。 林峰犹豫了一下, 跟上次一样, 要个屁股吧。 林一平顿时猛了, 林峰这是对屁股有啥癖号吗? 虽然没想明白, 可他还是满足了林峰的要求。 林峰倒是没觉得啥, 他单纯觉得带个大黄桃子回去, 不会引人注意。 因为那玩意儿, 的确长得像大桃子。 收购的过程很顺利, 因为最近货源多, 易寿材料的价格也在不断下跌, 林峰就花了四十五万, 收走了跟之前等同的身体材料。 其他的资金, 他则是一份磨动, 打算下次再购买一些物品回去。 家有余粮, 心里不慌。 等把那些易寿血肉, 全部做成鲜血精华卖掉, 自己或许还能弄个大的。 听说第一批支援部队已经到了江南市。 林一平道, 你和林渊别到处跑, 墙外的易寿还是很恐怖的。 一旁的江一吃笑道, 你懂个啥? 说得你好像见过一样。 林一平一瞪眼, 你不说话, 默认把你当哑巴。 两人又互喷了几句, 见林峰已经出了门, 这才都跟了过去。 林峰古怪道, 那个, 我打算回去了, 你们不会就这样跟我回家吧? 林一平当即识去道, 大舅哥, 以后有事再找我别忘了, 每言两句。 他跟林峰打了个招呼, 当即开溜。 而江一却莫打算走。 林峰, 跟你回去也行, 你妹妹凌云是我研究对象, NO。 三, 要不, 他还没有说完, 林峰直接一个脑瓜蹬打在他的头上。 你敢接触我妹妹试试看? 林峰恶狠狠道, 我把你腿打折。 江一顿时怂了。 林峰补了一句, 我这是在救你。 我家圆圆钥匙来了, 你研究所的老底都会被掏空, 你信不信? 就那小财迷的本事, 江一那点研究经费, 怕是直接的量。 他善善道, 算了算了, 反正有你在, 你妹妹来不来都没关系。 走了。 林峰道, 过两天再来找你。 江一一愣, 找我干什么? 帮忙实验。 你林峰有这么好的心思? 不是, 过两天突破三星戒者, 找你要异兽标本。 林峰笑眯眯道, 你可是答应过我, 只要突破三星戒者, 就给我一尊异兽尸体的。 江一傻眼了。 过两天, 你不是才刚刚突破二星戒者吗? 他以为, 林峰要达到三星戒者, 起码得进入研究学院之后了。 最近有所感悟, 突破得快了一些。 林峰淡淡开口, 也就这几天的事。 你把标本准备好, 我随时上门来拿。 林峰说完这话, 朝着江一摆了摆手, 离开了这里。 原地就剩下江一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林峰回到家后, 直接躲进了房间里。 他拿出背包里的大黄桃子, 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 上次吞了一个, 卡在69%, 这回吞掉他, 肯定能开启小事件。 林峰二话不说, 右手触碰了眼前的大黄桃子。 眨眼间, 大黄桃子被他拉入意识空间, 出现在了暗黑色圆球的上方。 吞噬! 林峰心念一动, 大黄桃子立刻沉入了暗黑色圆球之中。 世界构建程度, 那一栏的数值也开始突飞猛进。 百分之六十九, 百分之七十二, 百分之七十五, 终于到了百分之一百, 开始复制。 一个暗金色的圆球被吐了出来。 它出现的那一刻, 四周几个圆球都让出了位置。 天猎小事件, TX病毒感染。 属性? 黑暗。 世界觉醒程度? 百分之三。 天赋。 暗影猎杀, 主动。 编号157, 天猎幽狐。 林峰道, 果然, 卡在编号132石元兽和编号166闪电猎豹中间。 林峰的意识, 瞬间退出石海。 他的精神力沉入天猎小世界当中。 下一秒, 林峰的身影凭空消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窗户前。 原先被林峰沾好的鼻筒, 在林峰的二次袭击之下, 迅速破裂。 林峰的身影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果然, 精神力的消耗减少了很多。 林峰欣喜道, 而且身体素质也有所上浮,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600。 就在林峰犹豫, 要不要去新管测试的时候, 外面似乎有人回来了。 我们好复权啊。 但是, 你们好复权的说明,